第一章 我叫苏烈 警校毕业以后 我被分配到刑侦大队实习 在警校的时候 我曾经接触过碎尸案 连环杀人案 等很多轰动一时的案件 直到进入刑侦队我才发现 现实远比案例精彩 我正式接手的第一个案子 只能用贵义来形容 那是在我们下去发生的一起坠河案 死者之一竟然是我们局里的法医张大富 而另一位死者 是已经失踪了三天的网约车女司机 而她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 根据现场显示 事发当时她就坐在驾驶位 接到了通知 队长叫我上路 张大富的死亡让我们都有些错愕 就连以老谋深算著称的队长 听到现场案情的初步判断 在路上都眉头紧锁着抽着咽 我明白这件事非同小可 开车的人真的是个死人吗 等我们马不停蹄来到事发地点 确认身份以后 队长和我进入了现场 车辆已经被打捞起来 是一台黑色的大重车 除了让水泡过以外 没有什么损伤 地上躺着两具被白丹掩盖的尸体 没有血迹 只是能看到水透过了白丹 队长蹲下来掀起一个白丹 无一眼看到张大富那张被水泡得白得像纸的脸 身上没有别的伤口 初步判断就是被水淹死 队长叹了口气 然后又看向另一具尸体 他的表情也严峻了起来 这也是这件案件的关键点 开车的竟然就是这个早已经死去的女网约车司机 看到死者的脸部 虽然被水泡得有些浮 但是和张大富一对比 脸色要贴清得多 死亡时间一定是超过了24小时 就在我惊讶的时候 队长洗身去检查车辆 我则找来了先来的民警 问问是怎么回事 民警和我说 事发当时正在下雨 车辆不知道是怎么开进了河里 直到雨停了 根据现场的车轮印 才有人报了警 车辆在打捞上来的时候 两个人都没有了呼吸 说完我就问他是怎么看 他撇了撇嘴说 这案子太邪门了 车里两个人都系着安全带 方向盘上有只有女司机的一个人的质问 所以说只能是女司机在开车 但是这个女司机早就已经死了呀 我也为难地摇了摇头 队长就叫我过去 小索 死者的信息确定 是赵雪荣 我对这名字有种特别的熟悉感 队长一提醒我才想起来 这个人是一个车祸案的当事人 当时就是我们局里处理的 此案的法医就是承越 当时定案的结果 是赵雪荣负权责的 这不是一件答案 所以当时我和队长也没有太过在意 技术科已经验过DNA 可以确认死者就是赵雪荣 如此说来 这件案件恐怕更加的不说谜理 如果没记错的话 最近他都要服刑了吧 可是又怎么离奇地出了车祸呢 队长马上判断 此事必有蹊跷 从队里抽掉人手 成立专案组 专利整破此案 赵雪荣已经结婚 当我看到他的老公时 有些诧异 这个才三十出头的男人 已经有了不少的拜访 看来是为自己的妻子操碎了心 赵雪荣的婆婆也是一把年纪了 不停地哭喊着作孽 特别让人心酸 汇报了局里 队长下令 民警同志留在这里 清理现场 尸体由刑侦大队带回去解剖 包括赵雪荣的两位亲属 也要回局里做一下笔录 回到了局里 尸体被送进了盘医室 赵雪荣的老公叫做韩斌 他说赵雪荣在两天以前 就已经心脏病发作 已经死了 家属把他带回去 一直放在殡仪馆的厅室房里 那里有保安看守的 这几天家属忙着准备后事 也没时间去看 警方给打电话 还以为是骗子 直到到了殡仪馆 才发现尸体真的不见了 赵雪荣的婆婆 刘婆婆哭着说 哎呀 本来是想做完法是下葬的 那这下 出了这么大的事呀 刘婆婆的话 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家里意外死人 肯定是要尽快下葬的 又做法又停尸 这里面肯定有事 我想了下 说道 赵雪荣被审问期间 有和你们说过什么吗 他是被冤枉的 韩冰的眼神一下犀利起来 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他说他没错 刘婆婆见状 眼睛一转 拍着韩冰的后背说 哎呀 闲了二子 八员都定案了 你说这些还有啥用啊 韩冰的嘴角 神起一抹微笑 笑容他是怨魂不散的 他咽不下这口气 回来复仇了 之前死人开车的事 就有些人心惶惶 在看见韩冰兴奋的样子 就好像魔障的一般 让我脊背都有些发冷 这种感觉实在是很难受 我肯定不相信这些鬼神之说 当时的案子 到底出了什么事 刘婆婆也开始抹眼泪 说他儿子是嗓气之痛 受了打击 队长示意我可以结束了 下一步我们要去殡仪馆 找到当班的保安 还得去调取一下监控 看看当时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韩冰说殡仪馆就在陈北的老区 地方并不大 只是离他家比较近 才选了那里 老区的路段比较残破 加上下过大雨 比较不好走 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 韩冰说的殡仪馆 门口挂着个牌子 天堂殡仪馆 路边放着很多五颜六色的纸人 有些阴森森的 看起来还没来得及收拾 院子当中最醒目的是一扇红色的门 门口写着个白色的名字 这里我知道 应该是停尸房吧 院子里没什么人 估计是出事以后 整个殡仪馆都停止运行了 队长看了一眼 招呼我对着停尸房走了过去 就在我想出了什么事的时候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 不对啊 停尸房的门怎么能开着呢 即使有人看管 也应该锁起来呢 何况 这里看起来没有什么工作人员 果然按照队长的话 我看到停尸房的门口有一条缝隙 门口立着个指人 嘴角挂着一抹奇怪的微笑 让这里看起来有些诡异 是小荣回来复仇了 韩冰宁笑着说 刘婆婆看起来也很紧张 我问她怎么了 她颤颤巍巍地说 这里 上次是锁起来的呀 里面装的可都是死人 就在我们想过去看看的时候 韩冰也已经跑了过去 来不及制止 她已经推开了停尸房的门 一个东西从里面掉了手 我和队长下意识地 把刘婆婆护在身后 在看停尸房里掉出的东西 我彻底傻眼了 此时应该在解剖的赵雪荣的尸体 竟然倒了出来 她的身体看起来很僵硬 皮肤已经是一种透明的白纹 最怪异的是她的眼睛 灯得大大的 好像有什么冤屈以外 莫不说真的像韩冰所说 赵雪荣回来复仇了 我的心扑通一响 腿也有点发软 嗓子哼哼的说不出话来 还是队长震定 赶紧拿出手机联系局里那边 队长的手机上已经来了好几个电话 都是林洪打来的 他是我们法医科长 这个案子也是他负责的 看来也是发现出了事 队长马上回电话 我看到韩冰抱着赵雪荣的尸体 痛哭流泌 还不停地说 你舍不得我 你来找我了 我心里这个着急啊 看了眼时间 林洪可能已经去吃午饭了 刘大副死后的法医 那边人手一直不够 估计就是这么出事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队长让林洪赶紧去法医室 看看赵雪荣的尸体还在不在 那边一听事情不好 声音都有些不对 一阵阴风吹鼓 再看看眼前的场景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韩冰死死地抱着赵雪荣的尸体 而后者的尸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 嘴角生起了一抹奇怪的微笑 我想处理一下 队长伸手拦住了我 表情异常的严峻 失忆之死 所有事情都得小心处理 这个时候 电话里传出林洪的抱歉声 队长冷冷地对林洪说道 不用着了 尸体就在我面前 林洪是一个法医 而且已经神经百战 本音镇定 可我明显能听到他声音里的颤音 其实我想和你说的是刘大富 队长听完深吸一口冷气 显然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林洪停顿了一下说 刘大富的右手竟然不见了 有人把刘大富的手砍掉了 我感觉这个案件越来越错综复杂 没时间去思考 队长对着手机大喊 去查 到底是怎么回事 技术科 监控组 都交动起来 说完 队长冷静地看着我 既然对方下站输了 就把他揪出了 队长不愧是队长 让我也清醒了许多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具权力去调查 鬼甚至说并不可行 就算是有鬼 那不还有证魁呢 说完 队长赶紧去看看赵雪荣的情况 说不定还会有很多有用的讯息 你们不要碰他 韩冰根本不允许我们接近 韩冰把赵雪荣抱得紧紧的 谁也不让靠近 队长起火了 一把把韩冰拽了起来 你小子是破坏心肠 妨碍本案 韩冰愣了一下 放开了赵雪荣 嘴里又不停地喊着 小荣没罪啊 小荣太可怜了 我赶紧把韩冰拉开了 队长蹲了下来 开始观察尸体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而且刘大夫的手不见了 那赵雪荣呢 赵雪荣的嘴角还挂着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微笑 不过他倒没有缺什么东西 可我觉得这是一场阴谋得逞的感觉 队长发现了不对 我闻到一股雪荣味 队长愣了一下 又摁了摁照雪荣的肚子 里面好像有东西 又打开他的嘴巴 雪荣味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我儿媳妇的肚子里 是不是有东西呢 刘婆婆凑了过来 惊讶地问了 队长点了点头 而且这个雪荣味不是他的 闻言刘婆婆惊恐地退后了两步 干扰了两下 队长皱了皱眉头 这里面不会是刘大夫的手吧 我的脑袋麻了一下 身边又突然响起了笑声 雪荣回来复仇了 所有人都得死 都得死 寒冰又哭又笑 好像疯掉了一样 我看到寒冰的样子 队长摇了摇头 起身又看了眼停释放 没什么发现 我马上联系队里 派人勘察现场 赵雪荣的死 看样子让寒冰受了不少大忌 我们也有点于心不忍 队长把自己的变装脱了下来 盖在赵雪荣的身上 又联系到了殡仪馆的老板 他说他家出了点事情 现在不在 殡仪馆里已经没有员工和尸体了 给了我们几个值班保安的联系方式 队长招呼我把尸体抬起车的 可能是担心我害怕 他说他来开车 我带着寒冰和婆婆打车回去 走的时候 我特意看了眼车 有个劈头散发的女人 在向我招手 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可是我再一看 什么都没了 可能是发现了我的异样 队长拍了拍我的肩膀 冷静点 别像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打了辆车 跟在队长的车后 寒冰的情况终于好了一些 不再那么吵闹 差不多快要回去了 技术科的人给我来电话 说局里面出现了个奇怪的人 现在局长对这件事也很重视 让我们回去 第一时间到会议室 估计是案件的影响不好 短时间又没有侦破 反而愈演愈烈 局长都坐不住 一进局里 就看见林侯在门口等着我们 把寒冰女子交给其他同事以后 队长问林侯 投尸体的人找到了 林侯点了点头 但想了想又摇头 找到了 但不知道 是不是人 不是人 我和队长都有点懵 又把尸体交给了林侯 他特意加拍了人手 说和我们说不清楚 让我们自己去办 看林侯的样子 好像有点不对劲 那是一种恐惧 我和队长赶往会议室 技术科的人 还有局长都在 进了会议室打了报告 局长并没有让我们 着急汇报案情 而是点了点头 先看完视频再说 我和队长对视语 坐了下 因为法医室在三楼 右面就是我们所在的会议室 三楼 只有一个走廊里有监控 视频的开始 是几位警察 把尸体抬到了法医室 过了一会儿 林侯出来了 应该是去吃午饭了 此时法医室 还有个值班的法医 差不多五分钟以后 值班的法医也出去了 因为有案子 需要出现场 而就在法医刚走 一个引子 走进了监控路 穿着个黑色的语衣 看不清扬 他看起来很高 大约有一米九左右 我们屏住了呼吸 这个时候 我发现这人有点不对 他走路的姿势 一摇一摇 好像膝盖不会弯曲 这个人 静止地对着法医室 走了过去 绝对是早有预谋 在法医室门口 他停下来 就在我准备 看他想干嘛的时候 让我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 只见他停顿了一下 然后仰着头 开始看法医室的门口 甚至把头贴在了后背上 我的天哪 活人把头贴在后背上 恐怕脖子早就折了 那他还是活人吗 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想到灵红之前的样子 我终于明白了 那是被吓的 因为那个人 整个人都被羽衣覆盖 我们看不到他的样子 这种未知的恐惧 让我有点急被发冷 他维持了一会儿 这种诡异的姿势 竟然又能把头抬回来 法医室的门没有锁 他走了进去 门没有锁 很快门口又出了洞 那个人走了出来 还推着法医室的窗 一摇一摆地走进了电梯 一直到电梯门口关闭 我还没有从今来 技术科的人暂停了视频 灵红深了一口气说 在门把手上面 我们又发现了一些东西 出入的同时 我看到灵红拿出来一个密封袋 里面有一些块状物质 又有点像粉末 灵红看了眼局长 对方点头 他才说 这东西经过分析 是已经燃烧过的蜡油 灵红又说 尸体丢失以后 他带着法医们 把法医师找了一遍 终于在把手上 找到了这些东西 他都说 死人是这蜡烛的 难道那个大高个儿 真是什么脏东西吗 一旁的柳叶坐不住了 他从小信佛 一心向善 因为心比较细 破案经验比较多 所以被队长 特意来调查此案 队长脸色一变 局长也坐不住了 呵斥道 小叶 注意你的身份 和这里的场合 队长适时地插嘴道 我觉得 这肯定是有组织 有预谋的作案 把事情 推托给玄学 扰乱我们的决心 局长点了点头 又安排技术科 继续从监控里面找线索 务必要把羽衣男的身份 给调查清楚 门口监控里 没有羽衣男的影像 他应该是从某个视频死角离开的 也不排除有人配合 不过现在看起来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大家分析了一下 柳叶又开始总结坠河案 柳叶这个人性格不错 没有在意刚才的实验 因为他也属于技术科的一员 所以现场几乎都是他负责的 按照现场还原 吉达车本来在主路上行驶 路过河边 没有停顿 开到了河里 至于期间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不得而知 第二集 刘大夫的身体素质不错 按理说 车辆失控应该也可以挣扎一下 可能在之前就已经晕倒了 检验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不过应该不是被迷晕的 刘也很快又告诉我们 根据当时坠河的速度 又是在河里 刘大夫在死之前 是不可能完成换位的 而且赵雪荣还是一个死人 不会主动配合 所以 当时一定是赵雪荣在开车 刘也说完 能看出大家眼里的不可思议 汇总一下 局长下令继续调查 需要什么和局里说 散会了以后 我看到队长愁眉苦脸 我问他怎么了 他叹了口气 哎 估计刘大夫的父母就快到了 看队长难过的样子 我心里也有点痛 中年丧子 这得是多大的痛啊 而且刘大夫的手 很没了 真是不好交代 半路的时候 刘也说他肚子疼就走了 估计也是怕面对刘大夫的父母 去法医室的路上 我问林洪刘大夫的手 是怎么没的 他咬了腰嘴唇 哎 是礼刀砍下来的 礼刀 难道是同夫呢 不知不觉 我额头上的冷汗就流了下来 这得有多大的力量 来到法医室 我们看到刘大夫的伤口很是珍惜 林洪看着我们说 一般人没这个力量 凶器应该也很锋利 林洪犹豫了一下道 正常人肯定走不到 那之前柳爷说吃蜡烛的 林洪还没有说完 就被队长犀利的目光给噎了回去 注意你的隐形 队长冷冷地看了眼林洪 立身道 现在局里人人紧张 我们不能自乱针脚 千万别怂懈 其实 我能感到林洪有些慌乱了 毕竟是个女人 可是这案子非同小可 局长都已经被惊动 我们必须相信自己 天都已经黑了 我也连周转了好几天 队长让我先休息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叫我 我一看 是队长 看到我醒了 他点了点头 回身把门关上了 能看到他眼神里很疲惫 但一直没有休息 我知道他找我是有急事 睁了睁眼睛 让自己清醒过来 想着应该是现场又有什么进展了 可是他接下来的话 让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跟踪林洪 啊 难道 他是帮凶吗 我大惊失色 这可绝对是个大新闻 队长点了个烟说 法医是总共三个人 刘大富没了 另一个又是新人 对法医是了如指账的 只有林洪一个人 对方能这么轻易地作案 难说没有人配合 我也觉得林洪表现很反常 可这事情牵扯的实在是太大了 想了想 我问道 如果有内鬼 也有可能是别人呢 毕竟法医是的人蛮多的 队长吐了口言说 这个情况不可能 林洪也经验不少了 不可能平原无辜让人偷了尸体 别看他看起来觉得意外 但心里应该也有事 但我相信他的觉悟 如果有人套路他 也应该在不经意之间 也许有人套过话 或是其他什么方式 如果林洪发现不对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去找那个人 队长肯定地说 至于刘大富那边 希望不到 让柳叶去调查他最近接触过什么人 去过哪里就可以 我和队长准备 去找兵仪馆的老板 和当天两个值班的保安 老板倒是没什么问题 也很配合 看守站岗的保安 和巡逻保安都找到了 他们和老板说的差不多 那天没什么不对的 最有点不对劲的是 一个叫做宁超的保安 他还不到三十岁 我对他的注意 并不是因为他说话有什么问题 反而觉得他应该很聪明 就是身体看起来有些虚弱 我又问他 对赵雪荣失踪的一样的想法 他倒给我也分析了一下 也觉得那人是比较了解火葬场的休息时间 估计是实现采过点 我和队长做完调查 林洪就来电话 说事件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们赶紧回去 队长又给柳叶去了电话 让他也把那边的调查结果带回来 会议室里面 林洪已经等了我们半天了 我们一到 他就开始播放PPT 刘大夫的手 应该是被斧头之类的力气砍断的 而且那只断手 却出现在赵雪荣的肚子里面 是剖腹放进去的 在刘大夫身体中 没有发现任何药物的存在 听完了结果 队长眉头紧促 这么说 刘大夫不是被下了药 他本来就没有反抗 柳叶站了起来道 根据监控 事发当晚刘大夫出现过在附近的咖啡厅 而他的手机里有一些短信 那个人约他出去 柳叶看了眼我们 眉头紧锁地说 那个人 是赵雪荣 会议室安静了下来 不对啊 根据家属所说 那个时候赵雪荣已经死了 我不重道 队长沉思了一下说 那会不会是 别人发的短信 不太可能 柳叶为难地说 然后打开了PPT 你们还是自己看吧 图片上显示 刘大夫和赵雪荣发了不少短信 内容就是约出来 而根据内容显示 刘大夫和赵雪荣认识了很久了 好像刘大夫还喜欢他 最让我们费解的是 但是两个人还通了电话 如果不是本人的话 肯定能听出来吧 说着柳叶深吸了一口气 我也觉得脊背发冷 柳叶惊恐地说 真是见了鬼了 刘大夫还要跟个死人约会 队长示意大家安静 然后又问柳叶 找到赵雪荣的手机了吗 还没有 根据刘大夫的聊天记录打过去 手机已经关机了 柳叶告诉我们 他连夜把刘大夫所有的通讯账号找到了 只有短信 这么一个和赵雪荣有联系 看来只是单线联系 估计他自己也找不到那边 然后柳叶双手合十 好像在祈祷时 队长点了一根烟 脸色也不好看 林宏看起来也有点害怕 他说他之前给赵雪荣解剖 可没有留情 得给他上煮香去 散会以后 林宏还真的要去买香 别人问他什么 他也不回话 看来是真的被吓坏了 我的任务是跟踪林宏 不过确实有点不方便 万一人家上厕所去 我也没办法跟着 出了局里 林宏好像要去吃饭 警局附近有个小市街 人多眼杂 也便于我隐藏 天已经快黑了 我的任务是等林宏回到家 他找了一个快餐店 在楼上找了个地方坐着 让我疑惑的是 林宏是一个人吃饭 并没有和别人接触 我也点了点东西 又累又饿了 再看林宏也吃着正香呢 稍微放松了一些 天完全黑了下来 让我担心的事情出现了 林宏果然去厕所了 我赶紧跑了下去 在厕所附近 心里这个急 不知道 他会不会接触什么人 我完全看不到 就在我思考的时候 女厕所出来一个人 戴着鸭绳帽和口罩 看起来很神秘的样子 我可等了半天了 一下子精神起来 再看衣服和身材 是林宏没错了 他怎么把自己打扮成这样 这肯定有什么阴谋 林宏急匆匆地处了快餐点 我也不紧不慢地跟着 外面的人不多 我只能远远地跟着 怕被发现 再看林宏 好像是在逃避什么似的 一口气向前走 很着急 我也抓紧了一些步伐 又害怕被发现 很快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附近好像是有脚步似的 就像是有人在这里 可我一回头 连个人影都没有 会不会 林宏已经发现我了 并没有和别人接头 那我和队长的计划 岂不是泡汤了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更坚定了这个心 越这样 林宏就越是有问题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 人不见了 我心机如焚 心一横 想着被发现就被发现吧 几步就追了上去 就在我来到巷子口的时候 一阵冷风吹过 我哆嗦了一下 林宏 不见了 可我面前是一面墙 难道它凭空消失了 这个时候 我的身后想起了脚步声 我瞬间回过头去 莫不是它想在这里害我吧 就在我觉察危险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人 就是林宏了 正背对着我在走路 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我觉得我的背后出了一身冷汗 继续走下去 林宏又去了个咖啡厅 为了避免被发现 我的跟踪就到此结束了 和队长说完 他表示林宏这个人不对劲 我们还得继续调查 一想到林宏突然消失 又瞬间出现 我就觉得脊背有些发冷 这太诡异了 回到了家 我疲惫不堪的同时 还有些害怕 这一切真的是越来越匪夷所思 这个案子 引出了这么多常理难以解释的事情 都非常古怪 说不害怕是假的 可我的身份 让我绝对不能去相信那些牛鬼蛇神 睡不着的时候 我也在寻思 林宏那么鬼魅 肯定有问题 说不定从一开始 女厕所走出来的那个人 就不是林宏 这是唯一的可能 说不定 他就是在迷惑我 就在我想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我赶紧拿起来 就怕是错过了什么线索 一接电话 竟然是我们的物业经理 我们在物业都留下了联系方式 又因为我的身份 和他聊过几次 也算认识 经理姓王 这么说来 也有段日子不见了 拨通的电话 我问王经理有什么事 那边的语气 明显有些抱歉 这么晚了 大少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收到了你的一个报告 可是对方 不知道地址 就认到无业了 怕你着急 要告诉你一事 我心想可能是上个案子的线索 就去取了 取回来 看着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我心里有点发慌 这不会是什么危险物品吧 鉴于我的身份 肯定有不少犯罪分子想要害我 一想 我就是个新手 也没啥仇人呢 一咬牙 我就去取了 问是什么人给我送来的 他说 是一个小孩子 看来对方 是不想让我知道他的身份 取回了包裹 里面是个箱子 装着的 好像是个玩具 把东西拿了出来 看到这个东西 我陡然一寒 这东西竟然是纸糊的 这是一辆车 大重车 车里面放着两个纸人 看起来阴紫色的 我一看那个纸人 是一男一女 脸用的是白纸 嘴角上很是诡异的幅度 妈呀 这不是刘大夫和赵雪荣吗 这辆车和事发现场的一模一样 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 把事发现场用纸糊起来了 还弄得这么吓人 我又发现 车门上有几个血红的大字 血债血肠 看起来阴森森的 我不知道 这玩意儿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有点古怪 事不宜迟 用箱子把纸车装了起来 准备回局里给大家看看 今晚是柳叶之班 队长也还没有走 说是整理一下线索 我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就把纸车拿了出来 看到这东西 他们明显都一愣 看了半天 柳叶皱眉说 这两字 好像是用血写的吧 好一个血债血肠啊 我仿佛从字里面看到深深的咒运 一会儿 拿去花咽一下 不是刘大富 就是赵雪荣的血 队长分析了一下 又仔细看起了那两个小指人 刘叶赴在我耳边小声地说 小松 我怎么觉得这么邪门呢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肯定地说 这样一来 我更确定是有人在装身弄鬼 想吓唤我们 第三集 可这也太回去了 而且 这么快做好这么多东西 显然是第一时间就知道案件了 可是咱们一直都在一起 这不是脏东西 还会是谁啊 刘叶盯大眼睛 好像有些害怕的时候 我点了点头 还有一种可能 除了我们 还有幕后黑手知道这件事 可是 这东西又偏偏是给我的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背后两色走的 好像有一只眼睛在背后看着我 刘叶 收起您的那一套 苏烈是个好小伙 别让他知道这些冷气八糟的 说着 队长把目光从纸车上移走了 刘叶挠了挠头 又想起什么事的 问队长 赵薛荣的案子 是咱们队处理的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隐情啊 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时现场是你带人处理的 你觉得呢 柳叶想了想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拿着纸车去法医室化验去了 法医那边出了那么多事 来想想办法了吧 我看着队长说 等到柳叶走后 队长才回复我 队长已经同意 从其他部门给咱们调来两个法医 我觉得 赵薛荣的案子 也要重新胜利了 这样也好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让林洪起疑心 如果知道了我们不太相信他 岂不是大草金蛇了 说出来我的疑问 队长叹了口气 唉 这也是局长的吩咐 毕竟万无一时才好啊 直理 保不住火 如果不尽快破案 到时候外面舆论压力 咱们可都受不了 我试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这种案子 确实容易引起恐惧 到时候 我们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新法医罗杰 很快给我们了一个答复 他重新审理的结果 和林洪其实差不了多少 这一点 我们倒想到了 至于纸车上面的血迹 不是人类的 出来的时候 柳叶特意找到了我 下次你跟踪 别那么近 我觉得 你今天已经被发现了 我心里一惊 这家伙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说 他开着车一直在我的附近 我的一举一动 他都知道 莫非 附近的脚步声是柳叶的 你为什么跟着我 我惊讶的何不拢嘴 队长看着我们说话 也过来了 柳叶是局长安排的 你们是双保险 还可以互相招应 这样的话 也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柳叶接过话茬 这林洪去咖啡厅啊 怎么这么有先轻一致 我觉得 他的狐狸尾巴要露出来了 我有点尴尬 但是为了确定一下 又问柳叶有没有看到 林洪失踪的时候 现在想想 我还是觉得匪夷所思 可柳叶却一头雾水 摇了摇头 想了半天 一脸委屈地看着我 应该是没有想起来 突然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拍了我一下说 我看到你一直在原地转圈啊 莫不说 你小子鬼蒙了眼吧 下自己的小心点 我不是一直跟在林洪身后吗 可是柳叶的样子 实在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心里也有点打鼓 真的这么邪门了 行了 抓紧时间休息吧 队长看了我们俩说 我手里拿着个空箱子 心里还是有点不识滋味 这玩意儿 让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时间不早了 我就准备在休息室对付一晚 明天还得忙活案子 可是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 脑袋里总是浮现出指人那让人很不舒服的微笑 我又发现柳叶不见了 便找了出去 发现他不知道在警局外面忙活什么呢 我走进去一看 才发现他点了好几根箱 还有蜡烛什么的 不停在祈祷 我说他平时怎么总说 看来这小子是真的害怕 我也有点无奈 让队长看到他这样子 非得踢死他不可 柳叶没有发现我 他的嘴里好像叙叙叨叨的说着什么 喂 你在这干啥呢 可能是看到柳叶神神叨叨简直不像话 我没忍住就在他身后打说的 想捉弄他一番 没成想 这家伙还真的就被吓了一大跳 赶忙回过头 瞪大了眼睛看过来 大气都不敢喘 一看清是我之后 才略微熟了口气 回过身拿着香 对着眼前的空气 煞有介事的败了败 嘴里还念叨着 菩萨保佑 菩萨无怪 我心想这简直就是精神过敏 一点都不像警察该有的做派 碰到点难办的案子 至于这样吗 等他做完这些 把想插进水泥台阶的缝隙之后 才走到我的身旁 做出一副神气的样子 好你个小子 知不知道刚才差点吓死我呀 我还他妈的以为队长来了呢 信不信老子抽你呀 我知道柳叶这人就是嘴上不饶人 可是事实上 他对我们这些新人 还有来实习的毕业生 都是很是照顾的 用他的话说就是 我也才是工作不是很长时间 和你们这些小家伙 有的是共同语言 看你们就像是看见自己的弟弟妹妹似的 所以对他我们也从来都不客气 毫不服染的就抵了一句 队长不再就搞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了 柳哥 我们这可是警局 在警局的门口烧香点珠 你说说 这像个什么样子 我本来是开玩笑的一说 谁知道柳叶的脸色 顿时就难看了起来 有阴沉 还有无力 他长长的数了口气 这才悠悠说道 苏烈呀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只是有些事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呀 我柳叶 自从警察这个行当开始 这大大小小的案件 也处理了百事来件 哪一次案件不是我冲在最前面 无论是怎样复杂的案情 无论是再可怕凶狠的对手 我都没有怕过 你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知道 我的对手都是和我一样 是有血有肉之躯 大家都是有血有肉之躯 我怕他个屁 可是这一次的坠河案 实在是太诡异了 虽然可能是凶手 用了某些我们还不知道的手段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这几件事情 接连的发生 就不像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这更像是 说到这里 柳叶突然停住了 无力的挥了挥手 转身往门里走去 边走还边听到他说 小苏啊 哥说这些话你也别太当真 就当是我闲得没事发发牢骚罢罢了 还有啊 你可别在队长面前乱叫蛇根子 否则 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着他还仰了仰拳头 这威胁的意味十足呢 不过这样子的柳叶 才稍微正常了点 只是 不知道他这样子 是真的恢复了 还是强装出来的 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 我很能理解柳哥的想法 因为这次的案子真的太过诡异 坠河案现场发现早已死去的人的尸体 在三楼消失的那个高个人影 张大夫一体丢失的手臂 赵雪荣尸体上莫名的笑 车窗上的女人身影 还有林洪作表现出来的神秘 都让这件案子扑朔迷离 让人不自觉地就会联想到 那些超越常理的东西 只是这些东西真的存在吗 真的只是鬼魅在作祟吗 一想到这些 我不禁感到阵阵寒风吹了 连忙把身上的衣服裹紧了些 匆匆跑了回去 在这寂寥的黑夜里 只剩下台阶上烛火 在风中摇曳 没扑了几下就熄灭了 留下几缕青烟 随风远视 回到警局内 没有再去睡觉 因为除了这些疑团 还有一件事情困扰着我 就是今天才收到的纸车 倒不是说纸车有什么问题 而是为什么将纸车寄给我 如果是罪犯想挑剑警察的威严 大可以将这包裹送到警察局门口 可他没有这样做 偏偏是选择了我 一个实习生 这样无足轻重的角色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其中是不是又隐含着某些讯息 我回到办公桌前 翻看起了这次案件的资料 想要找到蛛丝马迹 也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 我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等我被吵起来的时候 看了看时间 刚好是凌晨两点半 一睁眼就看见队长推门而入 匆匆忙忙的穿好制服 也不管我在想什么 一把抓住我的衣里 提起来就往停车场跑去 我这可还迷糊着呢 就问 队 队长啊 这是发生啥事了 怎么这么着急啊 队长的脸色有些凝重 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眉宇间 难以掩着焦虑 不断地告诉我 又有大事发生了 等我们来到停车场的时候 我才发现 柳叶已经发动好的车子 在这里等候多时 警车0973 是队长的老搭档 陪伴队长破获了 无数起大小案件 上车后 我坐在后排 队长则坐在 副驾驶的位置上 这时候队长才说道 半小时前 民传区的一间 酒吧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是一名 年仅六岁的小女孩 六岁的小女孩 这么小的孩子 大半夜去酒吧附近 做什么呢 真是奇了怪了 我心中如此地想着 但是没有打断队长 当地的派出所 很快就接到了报案 而且据目击这程 与这位小女孩在一起的 是一位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 这女人身高末约一米六 接近一米七 皮肤有种病态的白色 头发很长 一直到腰 留着胆马尾 一双胆风颜 听着队长的描述 我的心渐渐凝滞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死死地压住了胸口似的 不仅是心跳 就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甚至还得小心翼翼 生怕一个不慎 就触碰了什么 可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队长说 描述的这个女人的特征 和赵学荣的特征 简直是如初一致 我颤抖的声音 说出了我自己 都不敢相信的猜测 莫非 是那具尸体 又在犯案了吗 我的话只一说出口 就清楚地看见 柳叶的肩膀 抖了一下 车厢里 像是瞬间下降了几度 让人感觉到了 彻骨的病了 今晚上不说别的 这温度还真有点低 柳叶苦笑着说道 接着就看见 他打开了车里的暖气 随着一阵 呜呜的低迷声响起 车里的气氛 才稍微好受了一些 可是车里的温度再高 也去不散了 来自心底的寒冷 队长这个时候也沉默了 手里的烟头不知道已经换了多少个 这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 队长从上车就开始点燃了香烟 以及车里弥漫着已经有些抢人的烟味 整个队里的人都知道 每当遇见难办的案件时 队长就会开始抽烟 越是难办的案子抽的烟越多 但是之前队长都会在吸烟室 或者找个角落去抽烟 像这样在警车上就开始抽 还是第一次 这足以看出 这次案件的难度之大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我联想到了坠河案的现场 也是实体犯案 莫非 队长 难道说 我感觉到自己说话都泡了掉 而剩下的半截话也如梗在喉 无论怎么都说不出来 队长知道我要说什么 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 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窗外的黑夜 这晚的夜 有种莫名的压迫感 0973的车灯一路在闪烁 像是一道白色的闪电 划过无边的夜空 第四集 因为案发现场是在明川区 已经是我们市的城乡结合部了 所以距离警局的距离 不可以说不远 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三点 来到发生命案的酒吧 已经有三辆警车停在那里了 命案现场在酒吧旁边的停车场 已经用警戒线封锁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这酒吧生意太好 还是这里的人民群众 都喜欢丰富自己的夜生活 即便是到了这个点 现场也有不少的未观群众 直指点点 议论纷纷 我跟在队长的后面 勉强挤过人群 跨过了警戒线 来到了警戒线内 世界总算是亲近了几分 队长并没有做任何停留 掐灭烟头 便直奔小女孩的尸体 这个时候 还有位年轻的警察同志 跟在我的旁边 她是明川区的派出所干净 小女孩的尸体 被发现的位置 并不是很明显 刚好就在两辆轿车的中间 这两辆轿车靠得很近 留下的空隙 刚好能容下一人痛苦 尸体躺在这里面 如果不留意观察的话 就算是从这里经过 也不一定就能发现得了 当然 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当地派出所的同事 已经把尸体 完完整整地搬了出来 就放在两辆车的前面 第一眼看到这位小女孩的尸体的时候 我也是吓了一跳 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死状 这样 看着都吓人的死状 死者的脑袋像一侧白血 嘴巴极度长大 眼球外翻 满脸的惊恐 并且从眼睛 鼻腔 嘴巴 到耳朵 都有洗肉水颜色的液体 只不过现在已经干涸 只留下了淡淡的印记 至于死者的死质 更是夸张地扭曲在身前 像是在抵抗着什么 极尽扎之中 那副模样 就像是在逃避什么 逃避着某种 让人极度恐惧的东西 那东西会是什么呢 队长拿出随身鞋带的装备 穿戴好之后 就对小女孩的尸体 进行了简单的检查 脸上凝重之则更是 思索片刻 还是弹了口气 说道 小苏 小刘 你们再看看 这小女孩的遗体 仔细瞧瞧 看能有什么发现 你们认为 她的死因是什么 柳哥没有马上开始尸检 反倒是跟那位年轻的干警 离开去拿什么东西去了 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也没去想那么多 立刻就戴好手套 开始对小女孩的遗体 进行了粗略的检查 像这种现场的尸检 其实大部分都依靠检查者的眼睛来观察 最主要的就是人在死亡后 尸体会出现的特殊现象 诸如湿冷 湿斑 肌肉缓持 湿浇 脚膜浑浊等等 这些尸体现象 不仅有助于对死亡时间的判断 很多的时候 还对寻找死者死亡的原因有帮助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这种现象是符合彼此变化的规律的 可是在检查这位小女孩的时候 得出的结果 却让我瞪大了眼睛 我先是触摸了死者的皮肤 感觉到不明显的冰冷 还保留了一些温热 基本上就是34度左右 这说明死者的死亡时间并不长 再结合死者年龄 在六七岁 说明死亡时间 很可能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前 至于事半 是在死者死亡两到四小时才会出现 并且集中在死者身体底下的部位 而这位死者也没有发现事半 这与失了的情况一致 然而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这小女孩的死之僵硬 各个关节就像是被锁死了一样 几乎无法转动丝毫 这可真是棋子怪在 一般来说 人死之后两小时之内会出现的湿疆 只是局限在下颌关节以及颈部 所谓的下颌关节 就是我们耳朵前张嘴时会活动的那个地方 一旦出现了全身各关节的尸僵 而且强度较高的时候 这都意味着死亡时间达到了15个小时左右 像小女孩这种情况 但是 这明显与她的尸体现象不符合 甚至是像冲突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思考了一会儿 并没有得出任何答案 队长见我半天没了什么动静 就问道 怎么样 发现什么了没 我只是摇了摇头 这真是太奇怪了 从她的尸体现象 能推测出两个相距甚远的死亡时间 结合报案时间 死者时间更可能是在凌晨一至两点 可是死者的尸僵情况 又并不符合这一结论 这 我想要结合更详细的尸检报告 才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 这个时候 柳叶跑了过来 干净跟在她的身后 在柳哥的手里抱着一摞文件 应该是对那些目击者的谈话记录 队长队长 你看 这 这一份 柳叶上气不接下气的 把两张写的密密麻麻的记录 递给了队长 也不知道是她跑过来累的 还是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给激动的 队长将那两张纸上上下下 前前后后看了个遍 脸上的表情也是阴晴不定 终于 看完之后 她久违地笑了起来 眼中闪烁着 是猎人的灵力 小柳 马上动身 去找这个叫沉浸的人 狐狸尾巴 到底还是露出来了 柳叶不多犹豫 把剩下的文件丢给了干净 自己立刻往0973跑去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画风 突然打了个措手不及 到底是怎样的消息 让队长和柳哥瞬间充满了干劲 如同打的鸡血 队长 这是发现什么了吗 队长爽朗地笑了笑 把纸条塞到我手里 说 你看了就知道 我早就说过 管他什么牛鬼蛇神 那都是纸老虎 我急忙把纸摊开 上面是对一个叫沉浸的男人的谈话记录 从谈话的内容来看 就是沉浸打的报警电话 而这份谈话记录越是往下看 越是让我激动得无以复加 对于刑警来说 没有什么比一步一步接近案件真相 更振奋人心的了 按照这份记录上所说 沉浸 曾和那名身穿白衣女子 有过直接接触 当时的沉浸 把女子当成了在这里做皮肉生意的 可谁知这女子还有点伸手 三下五除二就制服了沉浸 看到这里 我也感觉眼睛放光了 没错了 两人既然能扭打到一起 那么在沉浸身上 必然会留下女人的指纹 只要采集到指纹 那 鬼魅作案的想法就不攻自破了 而且还可以顺藤摸瓜 找到幕后凶手 一想到这些 我的双手也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手上这两张纸 就算是给我千金也不换呢 沉浸 明川区土著 今年三十五岁 单身 一米六的个子 却有一百公斤 因为有明川区的派出所协助 我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找到了沉浸的住所 那是一处老旧的小区 整个小区连路灯都没有 也找不到像样的停车位 当我们来到小区的时候 小区的门卫 还在涂了绿漆的木门边刷着牙 门卫石里 放着上个世纪的经典黑白电影 这门卫是位年过五旬的底中海老大一 看到突然来到的警车 还被吓了一跳 可一听说我们是来找沉浸的时候 他顿时拍了下膝盖 恨铁不成钢地说的 我就知道 是哪个别死 并且是急忙放下口碑 拉过打在肩膀的毛巾 擦干净嘴巴 主动给我们带路 一路上还给我们数落着 沉浸的种种不适 听他这口气 沉浸平时也不见得是什么本分人 肯定没少闯祸 在门卫的带领下 我们很快就到了 沉浸所在的居民楼 他告诉我们 在沉浸住在五楼之后就离开了 在楼下 我们看见沉浸楼就只有沉浸的家 灯还亮着 看来是在家 咱们这趟不会白来 然而就在准备上楼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赵雪荣出现了 他就站在不远处的围墙上面 我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 似乎前一秒还空空如也的地方 只是一眨眼 他就那样自然地出现在了那里 虽然小区没有炉灯 但是围墙外的道路上 还是有几盏老式的炉灯 凭借昏暗的灯光 我看得出 他还是穿着白色的长裙 一头长发就那样直直地搭了下来 遮住了整张脸 虽然灯光浑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皮肤还是一样的白色 散发着丝丝的寒意 他就站在那里不动 一动不动 他不动 我们也不敢动 他到底是人是鬼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 冷汗 悄无声息地 审满了我的脊背 在我的背后 还传来了吞口水的声音 我想可能是柳叶吧 他现在也一定紧张地勾强 明明真相就在咫尺 可是我们几个人的脚 就像绑了千斤宠物 不能动他 或许确切地说是不敢动他 未知才是最令人恐惧的 那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 就是冲我们来的 没准这一动 就是万劫不复的地步 果然还是印了那句话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恶 队长 咱们怎么办 我测过脑袋小声地说道 因为之前我走在最后面 所以现在形势一转 我反倒成了距离女鬼 最近的那一鬼 活人还会被这些 莫须有的东西吓死吗 你们两个 到楼上去找成绩 务必要把他知道的东西 全套出来 我留在这里 会一会这个女鬼 我倒要看看他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队长 这 我有些犹豫 深怕出现什么不测 可能在我潜意识里 还是相信鬼神一说的吧 但是这个时候 柳一二话没说 抓住我的衣领 拖着我 就往楼里面跑 当时我就在想 老子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家伙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到了楼里面 自然是溅在线上 不得不乏了 我也不会说什么退回去的话 只管跟在柳哥后面 两人就如同猎豹似的 直往楼上窜去 等我们来到陈静甲的时候 开门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胖子 那一张脸 也是油光可见 白痴灯下都反着光 根据资料显示 他就是陈静错不了 他一看我俩这身衣服 顿时嘴巴一脸 笑道 嘿 我说监察同志 你们这么晚了 到我这干什么呢 最近可老舍得很 没犯什么事啊 我们也不和他多废话 走进了客厅 正打算直奔主题 但是这万万没想到 话还没说到半句 意外再次发生 柳叶问道 你就是陈静 今晚在酒吧发生的案子 是你 柳哥的话 说到一半就深深止住了 我俩都被眼前 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只见陈静毫无真兆的 突然口吐白沫 倒在地上 翻着白眼 手脚不停地抽搐着 我从来没遇见这种情况 只得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柳哥到底是前辈 立马上前 检查了陈静的瞳孔和紧动脉 回过头去 就让我赶紧打120的救护车 可我这才刚拿出手机 就听见楼下传来了队长的声音 站住 看你往哪里跑 第五集 这一定是楼下发生了什么 我和柳哥两个人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那来无隐去无踪的女鬼 脸色不由一宁 柳叶叫我赶紧叫救护车来 而她自己则是跑到阳台上向下望去 当然了 客厅警铃的就是阳台 从我的位置到阳台也不过四五步的距离 可是没有拨打号码的功夫 柳叶刚到阳台上 那陈静居然站了起来 脸上满是百磨 体肋脚横 看起来极为恶心 我以为陈静已经没事了 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可是陈静让人感觉很不对劲 尽管脸上尽是些恶心的东西 可是她竟然毫不在意 反而是露出了那种极为猙獰的笑容 那情景格外的渗人和诡异 特别是在这样人心惶惶的特殊时刻 尽管如此 我当时也没多想 因为担心队长在下面出了什么岔子 只想早点下去 就对阳台上的柳叶说道 柳哥 陈静没事了 队长那边呢 咱们还是赶紧问问 回去吧 柳叶听到我在叫她 便转过身 可她一转过身 就急忙往我这边跑来 做事要将我推开 嘴里大喊道 快闪开 我心里一惊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时间 给我做出过多的反应 只感到一股猛烈的力量 从我背后撞到了肩膀上 把我是撞得人羊麻烦 接着就看到一道肥壮的身影 呼善而过 静止的往阳台上冲去 我心里暗呼不妙 因为柳叶还在阳台上 陈静这么不顾一切的冲过去 是要拉着柳叶一起跳楼啊 我大喊着不要 一边拼命地从地上爬起来 想要阻止沉浸 可我的腿还没打直 就只听见一声闷响 接着阳台上再也找不到两人的身影 一秒不到 又是一声闷响 从楼下传来 最坏的结局还是发生 我不可置信地轻声喊道 柳哥 四周一片安静 整个房间里面有一丝响动 愿意回答我 柳哥 真的就这么死了 我不敢相信这种事 急忙跑到阳台上 握着栏杆 往楼下望去 柳哥 柳哥 还是没有人回应 楼下只是一片漆黑 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也吞噬了我所有的侥幸 就在我灰溜溜地 要离开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 突然从我脚边传来 拉我一把 你柳哥我命大着呢 可没这么容易死 原来柳叶没有随着沉浸 一起落下去 反倒是在被撞出 阳台千军一发的时刻 握住了阳台的栏杆 这才算逃过了一劫 只是夜晚视线太差 我竟然没有发现他 我把柳哥拉了上来 缓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就又急忙跑到楼下去 因为我们这边发生的事 虽然诡异了点 但好在有惊无险 可是还在楼下的队长 在那之后就没有了任何动静 难道是遭遇了什么不测吗 一抹不安 在我的心中悄然浮动 很快我们来到楼下 柳哥打开随身携带的小手电 四下寻找 呼唤着队长 声音中满是焦虑和担忧 这和他烧香半佛时的紧张 简直判若两人 我也在不停地呼喊着 队长 队长 可是迟迟都没有回应 难道真的是那个鬼魅 害了队长吗 一时间我甚至有些后悔 却无论我 如果我当时抗命 不让队长一个人留在下面 也许就不会这样 可是对手 若真的是那种东西 就算我在 又能怎样呢 想到这里 我的内心也开始动摇了 就在我和柳哥 都快放弃寻找的时候 围墙边上 传来了队长微弱的声音 在这儿 我在这里 这声音无疑就像一针强心剂 我和柳叶 已经如同死灰的心脏 瞬间燃烧了起来 连忙顺着声音的地方跑去 等我们看到队长的时候 他正靠在树干上 伸手挡住迎面而来的手电 嘴里还叼着刚点燃的香烟 老远就听见你俩叫唬了 怎么样 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有什么收获吗 我和柳哥不约而同地 抵下了头 不知道如何回答 沉浸 是当着我们俩的面条楼死掉的 无论是处何音 对于一名刑警来说 这都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更何况 是当着两名刑警 不是 只是一个半刑警 我最多算半个 所以我心理负担还稍微轻点 如果说柳叶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 我现在就是刚把屎捧在手上 队长看我俩欲言又止的模样 就问道 陈静不在 还是你俩让人给跑掉了 柳叶犹豫了一下 深吸了一口气 才艰难地说出了两个字 死了 队长文言 眼睛顿时睁大了半分 手指一将 嘴里的烟头 掉在了地上的浑然味觉 等我们几人回到楼下 令我们没想到的事情又出现了 沉浸的尸体 竟然不见了 我们围着这栋居民楼 找了好几遍 都没有发现一丝一毫 与尸体有关的线索 队长看着五楼那蹲火通明的房间 矗立了一会儿 才说道 今晚 我们大家都累了 先回局里好好睡一觉 明天再来讨论 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里就暂时交给明川区的检查 我们明天再来 就这样 我们再一次联系上了 明川区派出所的同事 等到交接完毕之后 才坐上了0937 回去的路上 是我在开车 柳哥从上车后 就一个人坐在后排 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队长也在我的旁边抽着烟 每个人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因为坐也挡住了视线 柳叶当时的神色 我无从得知 但想来 一定是非常自责吧 短短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里 先是目击证人 当面跳楼自杀 紧接着又让尸体不翼而飞 这接连而来的出两件事情 都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特别是柳叶 这些事可以说是当着面子发生的 可能当时更谨慎一些 就可以避免了吧 等回到局里 柳叶回到休息室 倒头就呼呼打睡去了 而我则是被队长拉到了办公室 顺便翻出了两把椅子 相想而坐 小苏 你给我仔细说说 当时在五楼 都发生了什么 一定不要漏掉任何细节 队长说着又点燃了香烟 不一会儿 房间就烟雾缭绕开了 我把自己知道的 一无一时地说了出来 队长听了 眉头也是皱成一团 长吐了一口气 这才说的 沉静的个人资料 我在敏川区警察那里了解了一些 虽然是当地的一个地皮无赖 但这人实际胆子并不大 也没有吸过毒 所以毒瘾发作的可能性 第一个就可以排除 而且 据资料上说 沉静尚有六十多岁的老母亲 他这人虽然做事 没有做过好事 可经常陪着他的老母亲 说起来还是一个孝子 像他这样一个人 眼下也没犯什么事 却突然自杀了 这完全没理由啊 听队长这番分析 沉静确实是没有理由自杀的 可是不知怎么的 沉静站起来的那个时候 甚至是恶心的面孔 还在我脑海不停地闪过 我甚至感觉 他在冲我笑 这笑 是那样的猙獰 让人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还有他突然爆发出的恐怖速度 简直不敢想象 那是一个一百多公斤的胖子 能达到的 他那种誓死如归 一往无前的气势 都不像正常跳楼的人该有的 他那哪里像是自杀 分明就是在就义 这种种的细节 都是那么的让人匪夷所思 就像是某种神秘的力量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推波竹篮 难道 他是中血了 我归使神差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声音是那样的细弱 可在这办公室里 却有些震聋发愧 不仅是队长 就连我自己都给吓了一跳 而且似乎是除了种血 也找不出其他合理的解释了 队长没有像之前那样 矢口否认 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猜测 只是平静地说的 等找回陈静的尸体 或许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是啊 不仅是陈静的尸体不见了 就连赵雪荣的尸体 也是莫名地再次消失了 似乎 但凡和这起坠河案 扯上点关系的案子 出现问题的地方 都在尸体上 这到底是真的有鬼怪作祟 还是有人可以为之呢 这个疑团不停地在我脑海盘旋 我有种预感 只要能解开这个疑团 这种种诡异的案件 距水落石出之日 就不远了 就在我走神的这一时间 队长那一包烟不知什么时候 就快抽完了 他扔掉皱着巴巴的烟盒 点燃了最后一根香烟 说道 其实 不仅是你们在楼上遇到了这种怪事 我在楼下 也遇到了不一般的事 我说给你听 你来帮我分析分析 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我点了点头 队长便继续说了下去 在你和小柳上楼后不久啊 围墙上的白群女人 就跳下围墙消失不见了 就在我想要过去查看的时候 一个黑影 从我面前的草坪上穿过 往那女 白群女人的方向 跑了过去 我把腿追上去 没追多远 就把那家伙给摁倒在地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觉察到了一死 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我急忙问道 队长吸了口烟 目光有底 像是在回忆着当时的情景 停顿了片刻后 才继续诉说着 这事啊 确实奇怪 被我摁倒的那家伙 浑身冰裂 还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怪味 那味道竟然和法医 进爆尸体的佛尔玛林差不多 被我摁住的手臂 也是坚硬如体 就好像 我摁住的不是活人 而是活蹦乱跳的尸体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 也不管这家伙是人是鬼 搬过他的脑袋 想要看清楚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可是这一般 你猜 我看见了什么 那是一张脸 在手电筒下 看见的竟然是一张 披萨长发 血淋淋的脸 我当时也是被吓得丢了神 记不清他的长相了 手电筒也被吓得 吊到了地上 很后 我很快就回过神 捡起了地上的手电 可是这个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 飘来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那味道 像是点着了什么东西似的 我一闻到这股特殊的气味 就觉得脑袋昏昏沉沉 不幸人事了 再后来 就听到你和小柳的声音 之后 你就都知道了 小苏啊 你说 这算不算是真的撞将鬼了呢 队长的语气里满是费解和惊议 他还是不信那些迷信的说法的 而我则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甚至感觉这间屋子都变得可踏了起 空气中透着阴寒 不断地戳着我的脊背 还谋生了退出的打算 难道 这真的有鬼怪出现了吗 如果真的有 那我们 这样破案 还有审算吗 第六集 队长 那家伙 会是赵雪荣吗 我低声问道 现在 我已经不敢用人这种词语 来形容队长描述的那个声音了 队长毕竟是沉稳一些 尽管这一地的烟头 已经出卖了他的心血 可他还是用和平常相差无几的口吻说道 什么赵雪荣赵雪荣的 死人要是都能动了 那还要警察做什么 全都是学道士画符念咒去得了 以我看 这也只是某些人在装神弄鬼罢了 如果真的是赵雪荣在作祟 他又为什么偏偏放过了我呢 队长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太多的底气 一句话 那就是发毛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 队长抽烟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一双眼睛瞪得老的 整个人的气势也瞬间凛冽了起来 我被这突如其来弄得摸不着北了 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被队长一个近身的手势打断了 他把脑袋往我的面前凑了些 小声地说道 你问问 这味道 我有力地歇了几口 但是并没有闻到什么特别的味道 队长也不再多说 他捏手捏脚地打开房门 示意我跟在他的身后 我不明白队长为什么突然这样 在自家的警局里面 难道还有什么要避讳的吗 可是 当我跟在队长身后 在过道上走了几步之后 终于也感到了一丝不对劲 在这空气里面 似乎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味道 如果不是队长之前提醒过 我还真的就闻不到 那味道就像是 蜡烛 被点燃的蜡烛 就在这一瞬间 法医的门把手上 那剩余的蜡烛残渣 不可控制地充斥了我的脑海 一条让我有些害怕 但更让我激动地猜测 漠然地涌现了出来 那个高个子黑衣人 终于出现了吗 一想到监控里 这黑衣人做出超乎常理的举动 我身上的冷汗 就是又层层地往下掉 不用队长再提醒我 我也更加小心地 跟在了队长后面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过道里灯火通明 但我却感觉自己 如置身黑暗一般 生怕每走一步 自己的身后 就会突然杀出一个 高达一米九的身影 朝我扑来 过道里的味道越来越明显 我们每走上几步 味道就会加重几分 我和队长直接前往三楼走去 但是让我疑惑的是 这一路都非常的安静 过道上看不到其他人影 就连值班的同志都没有出现过 难道其他人都没有闻到这股不同的味道吗 三楼很快就到了 悠长的过道 就我和队长两个人缓慢地走着 法医科的门大开 从楼梯口到法医科门外 这迈动几次脚步就能走到的距离 我和队长走得格外谨慎 至于呼吸都严格地控制了起来 门后藏着什么 是苍白鬼魅的人脸还是神秘的黑衣男子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马上答案就要揭晓了 我和队长紧贴在墙壁上 那扇门已经近在咫尺了 我能够感觉到门内是黑乎乎的一片 只是这个时候 我的心情反而平稳了许多 或许是因为危险 似乎就在眼前 找回了一些曾经破案的感觉 队长掏出了手电 让我在门外烧的 他自己则压低了身子 一步一步往门的另一边走去 每一步都让我的心脏 跳漏了一排 就好像踩在了我的心脏上一样 生怕再出现什么意外 毕竟今天晚上的事情 已经够让我们人心惶惶了 等到队长完全进去之后 只听见啪他一声响 法医科的灯亮了 我连忙窜了出去 到了法医科的门口 却是停住了脚步 法医科里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年轻的法医 乘起背对着大门 跪在解剖窗前 一动不动 鲜血顺着他的手滴 滴答滴答地滴落在地上 而在解剖床上 躺着一具尸体 还是那身熟悉的白色长裙 和我们在小区里见到的 简直一模一样 但是他怎么又出现在了这里 队长就站在床边 打量着房间里的情况 我快步走了上去 用手指在陈琪的脖子上探查了一番 心里也是咯噔了一下 挑漏了斑排 陈琪的皮肤还有余温 但是已经触不到紧动脉的脉搏了 显然是已经死亡 我转过头看向队长 问他 队长 这 怎么会这样啊 他不是失踪了吗 还有这 队长也是摸着脑袋摇了摇头 显然这一连极其的命爱 也是让队长的心血 杂乱如骂 他又指了指陈琪旁边的地板 顺着他的手势看去 我这才发现 在这地板之上 歪歪扭扭地写着 几个显红的大字 而且 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 血债 血肠 这晚 绝对是我最清醒的一个夜晚 就算我努力地把眼睛闭上 这眼睛呢 也会在下一秒 不受控制地睁开 其实不仅是我 这整晚的警局 都不会再休息 这可是在警察 自己家里发生了命案 这是对警察 威严赤裸裸的挑衅 这个时候 每一个人 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发现死者后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警局的全部警力 就到了七七八八 就连局长 也亲自赶到了现场 不过在他们还没来到之前 我和队长 就已经封锁了命案现场 还在警局里 四处搜寻了一会儿 我们并没有发现 七代的黑衣人的踪迹 反倒是发现 值班的同事 都死死地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把他们叫醒之后 从他们的嘴里 得到的情报 几乎都是一样的 先是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随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这和队长 在小区的遭遇 可知出奇地相思 只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和队长之后 也闻到了那味道 却是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问了队长 队长则是告诉我 他在小区闻到的味道 要浓得多 我们后面没有受到影响 可能是这玩意儿 已经在空气中 被吸湿了不知道多少倍 这才没有昏到 等到其他警员赶到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五点半了 在现在这个季节 再过一会儿 都可以看到 天边出现的余渡白了 我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至于这个案子 我实在是感到 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只想好好静静 放空自己的大脑 自从坠河案开始 一天不到的时间 就接二连三 发生了三起闻案 每一件都和赵雪荣 这具冰冷的尸体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接踵而至的命案 让我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那一句句尸体 死法之诡异 乃是我身凭警戒 我实在是想不出 如果杀人凶手还是个人 他到底是怎么样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 完成着连续的杀人案件 并且从每一处案发现场 都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和线索 极短的作案时间 以及近乎完美的犯罪现场 这完全不可能是人类可以完成的事情 是尸体杀人 这样的猜测 我无论如何都回之不去 当今晚第一起杀人案发生时 尸体从警局丢失了 当最后一起案件发生时 他又那样毫无征兆地 回到了他本来的地方 就好像他在推动着事情的发展 而我们就像是一只只无头苍蝇 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这可真是人类能做到的吗 我不停地这样问着自己 清晨七点半 远处的天空染出了几片朝霞 队长不知道什么时候 买了两个馒头放在我面前 快点吃 吃完了就该干活了 只是坐着发呆 只会让罪犯更加猖獗 留下了这句话 队长就继续工作去了 我在匆匆地吃完早餐后 也终于鼓起了干劲 急忙加劲 我先来到了三楼的命案现场 死者晨起 是负责处理涉及赵雪荣那起 交通事故的法医 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在凌晨三点之后 还会出现在法医科的房间里面 在三楼 这里还有几名技术科的人 在搜集线索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法医科的一扇窗户是打开的 在窗框上还黏附了不少淡黄色的固体 在窗户下面就是一排低矮的灌木和几棵粗壮的柏树 在往外紧邻着的就是警局的围墙 围墙之外是一条步行街 因为地段不是太好 白天倒还算热呢 可到了晚上几乎没有人走 我找来了一个技术科的人 问了一些情况 得到的结果却很让我失望 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就只发现了陈起 还有我和队长当晚留下的脚印 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脚印 这可真是奇怪了 凶手想要杀死陈起 并且还在地上留自己的话 不留下脚印是不可能的 除非陈起是自杀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队长拿着一盘录像带找到了我 看他面色阴冷 让我不由好奇这盘录像带里 到底藏着怎样的玄机 我跟着队长来到了电脑前 开始播放这盘录像带 这是昨晚警局的监控 拍下来的视频 队长应该早已经看过了 把视频直接拖到了凌晨4点20的时候 那会儿我们应该刚回来不久 还和队长待在办公室里 视频里显示 值班时的两位警察 毫无征兆地扑在了桌子上 而后又调换到了另一处监控 是一处国道 还是同样的时间点 前两秒视频里还毫无动静 两秒之后 一道白色的人影在过道上低速闪过 视频也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了 整个屏幕就停留在那道狭长的身影上 因为光线的原因 看不清那人的长相 可我却下意识地联想到了那具尸体 而且越是这么想 越是觉得视频里的人影和那尸体 出奇地吻合 我愣了一会儿才问道 队长 这人影 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队长摇了摇头道 没有人知道 但有人说 这就是躺在法医科的那位 在所有的监控器里 就只有这一个画面 出现了这个身影 它就像是突然出现 然后又突然消失了似的 那队长 你怎么看啊 我可不敢告诉队长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想的 队长则是一声冷恨 哼 我看还能怎么找 我们去现场看 跟我来 我们到了监控画面里的过道 这里是警局的二楼 靠近过道尽头的地方 在过道尽头里 有一扇窗户 此时正在风中 被拍打得啪啪作响 上面的玻璃 也碎掉了一大半 这是谁昨天网关窗户了 可紧接着一道灵光闪过 我像是抓住了关键所在 我急忙问队长 队长 他们技术科的人 有人检查过这里吗 有没有什么发现 比如 脚印之类的 队长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 难得地笑了笑 有些惋惜地说道 自然是检查过了 可是 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 你是知道的 昨晚的局里都乱作了一团 谁也没想到 这里 可能会成着线索呢 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已经为时已晚了 也对 昨晚大家的关注焦点 都在三楼那间小小的房间里面 自然不会留意这片区域 而且这里 距离楼梯口也近 上上下下的人数 不在少数 就算真有什么脚印留在这儿 也早就失去踪影 正在这个时候 一名年轻的协警 正好从一楼走上来 看见我和队长在这儿 就问道 赵队长早啊 你们看见刘叔没 他托我在网上给他买的衣服 昨儿就到了 可是到现在 他也没来找过我呀 第七集 刘叔 今年刚五十出头 是我们局里的一位保洁工人 平时里话不多 总是低着头做事 所以啊 这局里的人 人人都认识他 但真正熟悉他的人 却是找不出几个 但是 刘叔上班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绝对准时 每天早上 无论是在冷的天 都会准时到达局里 可今天 没人提醒我 我还没有注意到 这距离刘叔上班的点 都过去快了半个小时了 也没看见过 他的人影呢 队长 你说 刘叔今天是怎么了 现在还没来呀 队长没好气地 回了我一句 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手头的案子 都快让局里炸锅了 哪还有心思 理会这些 我和队长在过道上 继续调查了一会儿后 便分开行动了 队长回到监控室里 希望能从监控中 找到有用的东西 而我 则是来到了警局围墙的附近 希望 从这里 能找到些什么 我来到了围墙里边那一排 稀稀拉拉的柏树下面 站立后往上看去 此时 在我的镇上方 刚好就是三楼的法医科 那扇窗户 打开着 我来到这里 可不是无地方时 要知道 陈起昨晚上 就那么莫名其妙地 死在了法医科里面 而且根据现场的脚印来分析 他当时 还在房间里面四处走动着 只是这一点 就说明陈起 必定是自己 走进法医科的房间的 然而在队长 给我看的监控中 却并没有出现过 陈起的神意 也就是说 陈起是用镇门以外的 非常规的途径 进入了房间 我心想 这最有可能的 就是那扇打开的窗户 但是之前 在窗户上 除了那几团 不明固体之外 就没有再发现 其他任何多余的痕迹 想从窗户爬上三楼 无论是借用绳索 还是别的东西 这窗户都难免会成为一个受力点 留下些寡惨的痕迹 那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 他借用墙边的柏树 荡到房间里的话 倒是可以避免 在窗户上留下痕迹 只是 这需要经常练习 才能达到 一击必中的紧缺度 另外 这柏树 刚好三层楼高 想要从这里 像挡球签一样 挡到窗户里去 显然 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也不大 而且 这种方法 必然会留下一些 关键性的物理 可我在这附近找了很久 却一点有用的发现都没有 接下来 我找到了二楼那一扇 过到尽头的窗户 在这里 还可以找到一些 没有清理干净的玻璃残渣 除了这些 也没有别的发现 回到了办公室 我有些颓然的坐在椅子上 手里 把玩着一块 不起眼的碎玻璃 若有所思 陈启出现在法医科的原因 还不得而知 而且他出事的时间 还刚好和监控中那神秘身影出现的时间 叠在了一起 这里面会不会有某种联系 某种未知的联系 两个地方都有窗户 打开的窗户 这会是两者的联系吗 似乎不太可能 两扇窗户中间 相距了近四十米 如果真的有什么联系 或者是用来传达某种信号 又怎样才能办到呢 难道是告诉陈启 你可以自杀了这样的讯号 就算是三岁小孩 都不可能傻到相信这种推论 我感觉到自己的思路陷入了死胡同 虽然手上掌握了更多的线索 但是这些线索中难以找到联系 就像是手里握着不少的碎片 却没有办法 拼凑出完整的画面来 小苏 你过来看这个 就在我发呆的时候 柳叶拿着手机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还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从床上爬起来的 看他的样子 应该从昨晚的阴霾中 调整回来了 这是队长让我拿过来给你看看的 不知道 你能不能发现里面的问题 我纹身抬头一看 原来是录下来的一段监控 日期是昨天中午 一个相当敏感的时间段 因为就是在那之后不久 我们就发现赵雪荣的尸体失踪 并且张大福的手也被砍掉了 队长让我看的这段视频 难道是和尸体被盗有什么联系吗 我拿过手机 目不转睛地看了起来 还是一条过道 当视频进度走到一半的时候 过道上才走进了一个沟楼的身影 我第一眼认出了这人是刘叔 刘叔推着他清洁用的手推车 车上放着一个大号的垃圾桶 还挂着扫帚 铲子之类的东西 等到刘叔走出监控范围的时候 这段视频也就到这结束了 我茫然地抬起头问柳叶 这不就是刘叔吗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队长让我看什么呀 柳叶却是笑了笑 点了下手机屏幕 让我再看几片 我刚开始还有些纳闷 可是在看上两三遍之后 还真的就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 这视频上的人穿戴得很严实 整张脸都捂在口罩和帽颜下边 就像是有意在回避监控似的 而且视频里的刘叔 推着手推车行走的动作 显得有些吃力 只不过被很好地掩饰了起来 如果不仔细看 真的就看不出来 我当即就推断 这人不可能是刘叔 毕竟刘叔已经是有些罪数的人了 不可能让他一个人搬运 这种沉重的东西 而且作为警局里的保洁员 也不可能处理什么太重的垃圾 但是这人不是刘叔 他到底是谁呢 他搬运的东西又会是什么呢 我问了柳叶 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只是告诉我 队长已经派人去清点保洁部门的设备数量了 如果发现不对 就立刻派人去搜寻 可能是想起了上午早些的时候 有人问起过刘叔 我也不经意地提了一句 柳哥 你今天看见刘叔了吗 我到现在都没瞧见他 柳叶稍作回响也是咬了摇头 道 没 毕竟警局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然而他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止住了 我也在这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心里暗想 坏了 刘叔到现在都没出现 很可能是遭到了不测 如果那个假扮刘叔的人和这一连串雄杀案也有关系的话 那刘叔很可能已经凶夺鸡烧了 我们俩急忙找到队长 说明了这种猜测 队长手上的力气一个没控制好 把手里的香烟都掐成了两截 我们去刘叔家 看看究竟 刘叔住在老陈区一片 尚未开发的区域 那里大部分的房屋都还是两三层楼的老式建筑 街道也很拥挤 狭窄 错综复杂 等我们找到刘叔的住所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那是一间地暗的平房 裸露的红砖被风腐蚀得很严重 一扇扇破破烂烂的木门 满是虫子啃食的孔洞 摇摇欲坠 似乎轻轻触碰 都会变得飞灰灭一般 这就是刘叔的假吗 我满是惊异地问道 很难想象一个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人 会生活在这样残破的屋子里 队长没有回答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们进去看看 接着就见队长伸手去敲门 谁知道这门压根就没锁 手一碰就听到 只要 门就这样打开了 我们喊了几声 并没有人回应 难道刘叔没在家 还是说 真的遭遇不测了 我们三个走了进去 屋子里很暗 我们试图找到开关 把灯打开 找了半天 才发现这屋子里连一盏白赤灯都没有 最后 值得打开手电筒开始搜寻 找了一两圈 整个屋子里 除了简单的木质家具 半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就在队长打算收队的时候 一个枯瘦的身影 出现在了门口 那个 先问警察同志 你们来我家 是有什么事吗 那出现在门口的人问道 我听这声音 真是刘叔的声音 一听到这声音 我们三人 顿时也是怂了一口气 这人没事就好啊 队长上去 和刘叔寒暄了几句 这时候 刘叔才看清楚 是自己局里的同事 他还说 听到邻居 说家里面来了警察 他还以为 是当地派出所的同志 来找他谈微房改造的事情 闲话也没说几句 队长很快就切入了阵体 他问刘叔 老刘啊 其实我今天来呢 就是 看看你这里几天在坐上 我在局里面 感觉都好几天 没见到你人了 刘叔文言 含蓄地抓了张脑袋 说道 哎 那个 咱这几天 这不风试犯了吗 真巧 前几天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碰上局里的发一颗灵红了 就是他 帮我 给保洁部门老张 带了个话 我这风试啊 都是老毛病了 这老张 也是知道的 我看着刘叔的表情和语气 不像是在说假话 可是这里 偏偏又牵扯到了陈奇 刘叔让林红 替他请假 碰巧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有人假扮刘叔 这真的是巧合吗 还是说 有人谋划好了这一切 最后 我们一行人回到了局里 刘叔没出事 这确实是让人欣慰的消息 可是 偏偏的 也是这消息 让我们知道 陈奇 可能知道某些更重要的情报 然而 他却死掉了 带着他知道的情报 永远的沉默了 照着这个思路来分析 陈奇的死 到底真的是复仇 还是说 为了灭口 故意伪装成复仇的假象 以此来混淆视听呢 还有 陈奇 到底知道些什么 带着这种种的疑问 我们又收到了另一条 惊动全局的消息 保洁部门 在清点了器械后 并没有丢失任何物品 只是刘叔的那套器具 散发着一股怪味 有几个女同志 甚至闻了点 就跑到洗手间吐了起来 等我们文讯赶去的时候 技术科的人 已经把那几样器具 完美地保护了起来 有什么发现吗 队长问那位 正在检查垃圾桶的同事 我们在这个桶里面 发现了几根头发 在桶的底部 经过检测 发现有少量的血迹 已经采样 送去分析了 而且我们还在桶壁上 发现了硬物撞击造成的印记 暂时 就只有这些了 那位同事一五一十地回答着 听到这些信息 我瞬间有种毛色 顿开的感觉 之前困扰我的问题 终于能解开一些了 队长在随便 给了个肯定的话语后 就领着我们两个 回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 我们三个围在一起 队长问道 你们有什么推测吗 大胆地说出来就好 第八集 队长 我先来吧 柳叶自然是当人不让的 抢先出手 谁知道 队长马上给他泼了盆冷水 得了吧 你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们让小苏先说 你这个做前辈的 好好听着 看他 有哪些地方没说对的 就这样 好端端的三方会谈 我这个实习生成为第一个发言的了 那感觉 就好像瞬间 从国际性会议 回到了寝室卧谈会 我 大致有下面这几个推测 根据 根据垃圾桶里发现的头发和血迹 我猜测 头发可能就是赵雪荣的头发 那血迹 很可能是张大福的断臂留下的 最后是垃圾桶上的印记 应该是某种金属锐气留下的 结合之前林洪推断出的结论 那些印记 可能就是砍断张大福手臂的斧头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 昨天中午 那位神秘高个子 在三楼搬运出尸体后 借用监控的盲区 将自己伪装成局里的保洁员留属 至于尸体 断臂以及其他携带的作案工具 则被藏在垃圾桶里面 也就是监控里面 他动作会比较吃力的原因 在将尸体搬运到目的地后 他又将垃圾桶放回到原来的位置 之后才离开警局 而且按照这样的推理 那位神秘人并没有个子很高 可能是踩了类似高敲的东西在脚上 将自己伪装成个高个 我暂时就想到了这些 虽然大部分都只是推测 但是我想只要能找到证据 事实也就和这相差无几 队长见我说完了 就朝柳叶使了个眼色 柳叶和队长也是搭档了比较长的时间 立马就回忆 问道 小苏 按照你的推测 你觉得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置的呢 其实这一点我之前也在想 神秘人最后是怎样带走尸体的 垃圾桶不可能一直给他打掩护 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选择把尸体 从垃圾桶里搬出来的呢 想要搬走很大体积的物体 而且还没有人怀疑 那么至少这个地方是经常有人这样做 会从垃圾桶里提出一大袋垃圾 然后再丢掉 一道灵光闪过 我像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我想到了 是每层楼的垃圾投放口 只要在垃圾投放口 就可以很自然的把尸体扔下去 也不会引起人的怀疑 随后 他只要再到楼下将尸体搬走 就可以将尸体藏在任何一个地方了 我很肯定地说到 甚至是那样的毋庸置疑 然而 等待我的 却是柳叶最直接的批判 在我的这套假设中 有一个致命的疏漏 我上想说 你忘记 到达殡仪馆 再次发现赵雪荣尸体是什么时候了 柳叶这么一提醒 我才恍然大悟 还记得那天 在殡仪馆发现尸体的时间 应该是在下午1点左右 然而在监控里拍摄到 那个假扮刘叔的家伙 搬运尸体的时间 已经是1点15分了 也就是说 在1点15分的时候 尸体还在警局 可是15分钟之后 尸体却出现在了殡仪馆 从警局到殡仪馆 15分钟是怎么也不可能到达的 可是在15分钟之后 尸体又确实出现在了 殡仪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已经要唾手可得的真相 瞬间又化为抛影了吗 队长见我紧皱着眉头 努力思索着 说道 其实不仅是你 我和小柳开始的时候 差不多也是你这样想的 可是这种推论和事实情况 有不少的出入 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可是 可是我想不到 还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这般精巧地 从警局带走尸体 队长挥了挥手 让我不要太着急 接着说道 这种推测 并不能全盘否认 但是我想 在对尸体的处理上 对方一定要有 更为特殊的方法 否则 怎么会留下这些 难以处理的证据 而且 这说明我们对付的人 也是人 不是吗 如果真的是鬼怪之类的 还用得着这样大费周章吗 队长意味深长地 看了柳叶一眼 这是在给柳哥鼓气了 中午 我们点了外麦子局里吃饭 感觉得出来 局里的气氛 依然很沉重 接连的命案 让这群曾经宣誓 惩奸除恶的人 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每吃一口饭 都像是在 把罪犯大卸拔块一般 午饭还没吃到一半 一通电话 就打到了警局 在知道了电话内容后 局里面所有的人 都停下了碗筷 张大夫的手 找着了 一时间 欣慰 痛苦 仇恨 各种各样的情绪 在警局里蔓延 其心虚之复杂 难以言表 手臂 是为拾荒者的老大爷 从垃圾桶里找到的 等这条断臂 送到警局的时候 每个人 都不禁为之色变 看 这条手臂成了什么样子了 上面满是动物 啃咬过的痕迹 牙齿 有狗的 猫的 老鼠的 从手指一直延续到末端的切口处 有几处地方 还能看到 森森然的白骨 这顿午饭 是无论如何都吃不下去了 之前能稍微接近真相 一小步的喜悦 瞬间失去了踪影 愤怒 成为了唯一的波动 在每张办公桌之间传递 暗潮涌动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奇耻大辱的 会议室 在断臂送到警局后不久 局长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他咆哮的声音 足以传播到这栋建筑的每一个角落 从这一河岸到现在 只过去了三十二个小时 就接连发生了三起命案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现在就连自己战友的遗体 都保存不好吗 难道你们每一个几十公斤重的身子 都是草包吗 现在 我不管凶手是人是鬼 都要给我把他绳之以法 如果让这种罪大恶极之徒 逍遥法外 我们这些做警察的 还有何脸面存于世上 还有什么资格 穿上这身衣服 赵磊 从现在起 你带领你的刑侦医队 全力侦破这件案子 其他的案子 一律交给二队处理 同时局里的资源 也向你们倾斜 雷红 你们法医科 也必须全力配合赵磊 赵磊 我只给你两周的时间 两周之后 我要看到犯罪在档案 放在我的桌上 案件代号 火魔 散会 赵磊就是队长 只是平时都叫队长 叫官 几乎都很少有人 用他的名字来叫他 局长给案子限定 这么短的时间 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接连发生三条民案 如果不是上面 对舆论施加压力 这个城市早就变得沸沸扬扬了 那像现在 身在其中 还感觉是一网止水 但是上面 终究只是压得了一时 毕竟这种恶劣的时间 是没有办法隐瞒得了的 纸 终究是包不住火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在失控之前 让案件水落石出 现在最害怕的 就是这场案件继续发展下去 有时候 我都真的希望 这起杀人案 就是复仇 血债血偿 血债一偿完了 就不要再犯案了 但是有时候 现实就是事与愿违 你想让他停下 他却愈演愈烈 随着专案组的成立 破案的工作 变得有条理多了 不仅仅是投入的人手增加了 各项工作的分配 变得更加清楚 我和柳叶今天负责录口供 对象则是中午发现 断臂的保安人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 刚开始的时候 老大爷还有些紧张 可能这是他一辈子 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 要说不紧张 那才是不正常 这位大爷一开始也就说了 他是怎么去翻垃圾堆的 又是怎么把断臂 从那些残肢败蓄里 给倒腾出来的 这 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捡到了什么 以为是坨肉 谁知道 这翻出来的 是人身上的东西 可真是把我吓了一大跳啊 我们问了有些时间 都没有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这老爷子只是发现了断臂 可是并不知道 是谁把断臂摔在垃圾桶里的 我不甘心呢 不想这条线索到这里就这么断了 完全抱着碰运气的心态 问了老大爷一句 老大爷啊 你平时都做这个吗 最近 有没有看到什么怪事啊 完全没想到的是 我这么一问 还真的就问出了些东西 可能是听见我说的怪事 老爷子一下就来了精神 嘿 你别说 这怪事啊 还真是有 你们 听说过临车吗 好吧 老大爷一句话 就把我和柳哥刚燃起的小火苗给浇灭了 不过 好就好在 我们当时都没有打断它 这才让我们之后的破案 稍稍抢到了一点心计 那是 半个多月以前了 说来也不怕笑话 我这军无定锁的 说白了 就 就是个乞丐 那晚 我就躺在一条小巷里 准备在那过夜 这才刚躺下呀 我就听见箱子里面 有汽车的声音 嗡嗡嗡的 越来越大声 我心里面纳闷啊 这一条巷子 我都睡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基本上到了这个点 连个人影都瞧不见 到底 是谁会大半夜的 在这里倒过汽车呢 我顺着声音的方向摸过去 发现 这声音 是从墙后面传来的 我当时也胆子大 三下五出二 就爬到了墙头上 往墙里面看看 老大爷说到这里 眼睛里充满了惊恐 手指紧紧地握了起来 声音也压低了几分 这 可谁知道 这一看 那场景啊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 尾墙里面 是一片还没开发的空地 上面满是杂草 一辆黑色的轿车 就停在草地上 车头挂着白铃 无风自动 我也是感到奇怪呢 这风都没有 白铃怎么会飘起来 而且这车 虽然不断传来 引擎声 可却又像是静止的一样 和我平时看见的车 就是不一样啊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更是把我吓得 从围墙上吊了下来 那辆轿车 黑压压的宠户 突然亮了起来 两张冷若冰霜的苍白人脸 瞬间 直直地朝我这儿扑来呀 我 我哪见过这一阵掌啊 吓得脚下一滑 就甩到了地上 我慌慌张张地连滚带爬 跑出了好远 生怕那些东西缠着我 可等我跑出巷子后才发现 身后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二天 我撞了撞胆 趁着白天 跑到那围墙后面 到处看了看 既然一点东西都没有 哪怕是车轮的痕迹 都找不着办法呢 我不经事 背后只冒冷汗呢 当时我肯定是撞见鬼了 冲撞了正要上黄泉路的临车 还好他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要不然呢 我这辈子都交代在哪儿了 真是谢天谢地 老天保佑啊 老大爷说的灰身灰色 煞有介事的 然而我和柳叶 却不敢相信这番话 也就没有写在记录纸上 我们当时推测 这可能就是老大爷做了个噩梦 到现在都还没有分清现实和梦境 等我们这边谈话结束的时候 另外一个小组又有了新的进展 这一组负责陈起这件案子的调查 队长他们尽快调出警局 已经附近全部的监控 注意排查 找到任何形迹可疑的人或者车辆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进展 来到我们新增组自己的小会议室 说是会议室 其实也就是办公室里 划分出来一小块的区域 安装了一台投影仪 一块白板 以及若干把椅子 这一组的组长是一位光头 三十岁出头 破案的经验极为丰富 是局里的一颗星星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投影仪上正循环播放着 一小段监控视频 那是一处十字路口 时间是两天前 凌晨两点半 画面上一辆黑色的轿车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 飞驰而过 画面上根本捕捉不到 清晰的影像 就算已经经过慢放处理 但是在投影上 还是只有一道模糊的黑影 勉勉强强 可以在驾驶室的窗户上 发现一张惨白的人脸 这 我和柳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场景 怎么和那老大爷描述的 如此相似 只有这个路口 我们只在这个路口的监控里 发现了这辆车的踪迹 而在这附近的几个监控里面 却都没有找到它的影子 光头说着 投影的视频 也切换到了另外几段视频 确实没有看见 黑色轿车的影子 在凌晨以后 道路上的车辆就少了起来 在那段视频中 道路上更是只出现了 这黑色轿车一辆车 可是这车到底去哪了呢 它的速度之快 初步估计不下200码 这样的速度 在城市街道里面 难道是那些飙车党 还是真的就是老大爷 嘴里说的那辆林车呢 我和柳叶把这一情况 报告给了队长 队长让我们先不要审张此事 毕竟现在局里 已经扑朔迷离了 如果要把这条消息说出去 无论真假与否 都会引起内部的 一些不必要的恐慌 随后队长就让我俩 和他一道去找 老大爷口中的巷子 当我们找到那条巷子 已经是中午 火辣的太阳 烤得地面滚烫 但是在这巷子里面 我竟然感到了阵阵冷意 向我袭来 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还是别的因素 这巷子确实人际寒致 四周的房屋都岌岌可危 画满了柴子 从这点来看 那老大爷说的话 还是有些可信的地方 这里确实不会有什么人走动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 那片所谓的草地 这里原来是一处垃圾场 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 黑色塑料袋 腐肉 菜叶 废纸 各种已经没变的食物 散落了一地 隔着老远 都能闻到那股恶臭 我强忍着反胃的感觉 和队长柳叶 在这垃圾场里面 转了几圈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发现 唯一称得上是有价值的东西 可能就是在垃圾场入口的地方 我们发现了几道不一样的车轮硬 这车轮硬之所以不一样 是因为到这垃圾场里来的车 基本都是专用车辆 属于运货的卡车 那车硬必然会比较深 也比较宽 可是这入口处 我们却找到了一些浅浅的轮硬 也要窄上一小街 应该是一辆家用的轿车 那么 这会不会就是老大爷所看见的 那一辆车留下的呢 我们根据现场的情况 排除了这个可能 首先 这轮硬只在垃圾场入口附近出现过 说明车辆并没有进到垃圾场深处 从巷子到这边 中间隔了不知道多少黑色的小山 所以 在靠近巷子的地方 根本就看不见这里 另外 这里每天都有大量运送垃圾的车辆出入 作为一辆家用车来说 留下的轮硬很快就会被覆盖掉 所以从时间上来判断 也马上将其排除 队长 可是这家用车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在回警局的路上 我问道 如果你能知道的话 就只有把那辆车的主人找过来问问了 在那附近 应该还能找到一些监控 就算找不到监控 你也可以找运送垃圾的人问问 虽然这样做的意义 并不是很大 队长显然是对那轮硬性质不高 毕竟这轮硬什么也说明不了 车辆会出现在那里的原因千奇百怪 而且就算是真的和案件有关系 那么谁又会知道 明明被人发现过的情况再一次出现在垃圾场呢 现在谁也不能说出在这里的轮硬一定就是因为犯案 当然也没有人能证明就一定不是因为犯案 垃圾场的轮硬 我悄悄将这条信息记在了信里 另外在离开的时候 我还拍下了几张照片 也算是现场取证 等我们回到局里的时候 正好是下午两点 队长接到电话 直接到局长办公室去了 我和柳叶 这是回到了行政组的办公室 平时这个时候 很多同事都还在家里午休 可是今天 我们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大家都待在岗位上 黑着一张脸 整个办公室都有一种不祥的味道在蔓延 我和柳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差弄得蠢蠢不安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我们出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怎么现在就变了天了 回到位置上 在我旁边的桌子 是一个还比我小上一岁的小兄弟 也是实习来的 挺阳光的一个人 平时整个办公室最活跃的就是他了 但是他现在却是一双手扶着额头 沉在桌子上 眼神空洞 嘴角还在微微颤抖着 小林 你怎么了 怎么办公室里面 大家都这么奇怪 我推了推这家伙的胳膊问道 可谁称小林就跟寿间的夜猫似的猛地把胳膊收了回去 身子也再往后挪了几分 苏格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小林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惊吓 突然这么大反应 把我都吓了一跳 我这刚回来啊 你们 这是怎么了 你看你这一惊一乍的 差点把我都吓着了 什么事 说说 我故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些 可是小林回想起了什么极为恐怖的场景 脸色更加苍白了 她手放在桌子上 食指相抵 撑住额头 让自己的身子有个可以依靠的地方 切身杀地对我说道 苏格 你相信 这世界上有鬼吗 我一听到这个鬼子 眉毛微不可差地跳动了几下 像是被牵动了某个敏感的神经 这能不敏感吗 这几十个小时下来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哪一件不是悬之又悬 一桩桩一件件 都好像能和这鬼扯上些关系 只是因为从监控里得到了一点信息 似乎让我们更愿意 去相信凶手是人 但是这个特殊的字眼 依然牵动着每个人心底最脆弱的防线 可以轻易击破表面的坚强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 我没有立刻表明自己的观点 只是因为上午那么些的收获冲击了淡化的记忆 又在脑海中侵袭了起来 法医科 法医科的晨起 他 他变成干尸了 小林鼓足了全部的力气 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能听见 然而他们除了肩膀微抖了几下之外 就没有了更多的反应 这 真没想到还发生了这样的事 难怪办公室的气氛如此的奇怪 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实在是匪夷所思 只是在经历了昨晚的一系列的事件后 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貌似强了很多 鬼上身我都见识过了 这变成干尸又算什么 我拍了几下小林的肩膀 抬头看向柳叶那边 发现他也阴沉着脸往我这边看过来 眼神交织的瞬间 我们就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去看看陈起的尸体 就在我准备动身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抓住了 低头看过去 发现小林这家伙正死死地转住我的手臂 苏哥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小林问道 啊 去看看陈起的尸体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么的 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突然觉得办公室里多了几双目光 注视在我的身上 但我去 小林小声地说道 我本来是想拒绝的 毕竟我感觉到他内心的恐惧 我不知道他之前经历了什么 可是 这刚死的人突然变成干尸 这种事情 不管是谁听到 恐怕都得背后直冒冷汗吧 可是小林的手劲捏得十分用力 明明他的眼睛在说着害怕 我想了想 哎 就还是带上了他 按照规定来说 我和小林这种实习生 是不能接触这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的尸体的 可是好在有柳叶帮忙 我们这才顺利来到了停尸间 因为陈起的死 法医科的房间被暂时封锁了起来 这停尸间就成了他们临时办公的地点 虽然现在法医就只剩林洪一个人了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发现队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到了这 在他旁边的就是林洪和局长 在他们面前 躺在床上的尸体应该就是陈起了 简单的公事化尽力后 我们几个人也在队长的招呼下 站到了床边 在停尸间寒冷的白色灯光下 我只看到尸体第一眼 就睁大了眼睛 下巴差点掉在了地上 心中满是吃惊和难以置信 看了看旁边的柳叶 发现他也好不到哪去 倒是小林要好上一些 只是单纯的惊恐而已 隔着十多公分的距离 我都能感觉到 他的腿在颤握 这真的还是陈起的身体吗 除了勉强能分辨出面部轮廓一问 我几乎再也找不到辨识身份的特征 整具尸体都干瘪得满是褶皱 那张脸就像是军裂的田地一样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是陈起 这个人死亡不到十二小时的人 我还以为这是从沙漠里 被风干不知道死了多久的死事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和柳叶面面相觑 却都只是看见了对方眼里的茫然和恐惧 眼前的事情 完全没有理由发生啊 这时候 林红说话了 陈起的尸体 是二十分钟以前开始变化的 前前后后不过就过了二十秒钟 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身体里的血液完全的消失了 就像是 被某种未知的力量 吸干了一样 他看向尸体的眼神中 没有恐惧 反而有着是令人费解的炽热 就像是猎手 发现了美味的猎物一样 真是个疯子 是个可怕的女人 我又想起了跟踪她时的诡异经历 不由地吸了口冷气 小林同志当时也在场 是她第一个发现了尸体的变化 我想她可能会知道更多的细节 毕竟 当时我正在查看资料 没有在尸体附近 林红顿了顿 向小林使了个眼色 第十集 小林似乎早就做好了准备 我这个时候才明白她为什么明明很害怕 还是要跟过来 原来她才算是这尸体突变事件的第一目击者 可能她本来就是要过来 只是想找个人壮壮胆罢了 只是看她现在都紧张细细的模样 我真害怕她说话的时候口角都不利索 我是被林红杰 脚来打打下手 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 法医科的人力完全捉紧减周了 我还记得 当时我就站在床边 可是 从沉寂的鼻子里 突然流出一股 黑色的液体 有些粘稠 接着还没有等我反应的时间 嘴巴 眼睛 还有排泄器官里 都有大量的黑色液体流出来 随着这些液体流出 尸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变得干瘪起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状况 整个人都吓傻了 好在 我连忙把林姐也叫了过来 可是那个时候 尸体已经 变得完全不像样子了 小林的眼神不断地闪烁 显然现在还是感到害怕 我想亲眼见到那种诡异的场景 一定对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吧 局长深吸了一口气 问道 赵队长 林红 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 队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种事显然是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畴 而且本来就不是在专业知识范围以内 林红自然专业得多 但她还是皱着眉头 一时间没有什么头绪 只能说到 暂时不好往下定论 我想等到尸体的组织进行检验之后 说不定才能够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现在我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人手 局长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人手我会尽快给你找过来 最迟明天这个时候 但是时间我可没办法给你更多 两周时间内 这件案子必须要解决掉 局长说完便扬长而去 只留下我们几个在这里抓脑袋 之后我们就回到了办公室 小林是被林红留下了帮忙 等我们来到办公室的时候 队长看着那一个个无心工作的面孔 一张老脸也是黑了起来 你们这一个个垂头丧气干什么呢 就这么什么都不干 凶手会自己送上门来吗 赶紧的 给我抓紧时间破案 看着队长发火 办公室里的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但没有人愿意行动 大家都在犹豫 队长看着这一幕 脸色更难看了 当然更多的还是失望和无奈 这个时候 那位光头站了起来 愁愁了几番 才吞吞吐吐的说道 队长 你先别生气啊 我们也不是想要带工啊 其实 其实 其实这兄弟们啊 是有自己的难处呀 队长没好气的哼了一声 说道 难处 能有什么难处 就你们有难处 我就没有了 我还不是照样在努力侦破这个案子 再看看你们现在这副模样 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像什么样 光头这一次是真的涕泪俱下了 他忐忑地说道 可 可这队长啊 这 兄弟们都害怕呀 这凡是和赵雪荣扯上关系的 都没有好下场呀 你说这张大夫 张大夫做了什么 和赵雪荣这一个有夫之妇高暧昧 结果呢 死得不明不白 陈琪 当时就是他负责赵雪荣 造成那场车祸的法医鉴定 结果呢 昨天晚上就死在了警局 到现在 我们都还没有找出死亡的原因 还有他到底 是怎么样半夜来到三楼 还避开了所有的监控 而且那张大夫 他死了都还被砍了手 陈琪的尸首 更是在我们这么多的眼皮底下 变成那副鬼模样 队长呢 这完全不是人干的事啊 这就是个诅咒 说不定 说不定真的是赵雪荣的鬼魂来复仇了 宋帝们都尚有老下有小的 不敢躺这趟浑水呀 说不定 这万一哪一天 就轮到我们某个人了 等到光头说完 队长早已经气得吹胡子瞪眼了 可是看了看坐着的弟兄 都埋着脑袋 队长知道 大家这是都怕了呀 队长无奈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大家都害怕了 这个时候 说再多都没有用 早上的那股火热 短短数个小时 竟然就变成了此刻的沉寂 恐惧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在这房间里吞噬着每一个人 或许每个人早就感到害怕了吧 或许是在打捞出坠河车辆时 或者是在发现尸体莫名失踪的时候 诱惑着 只是每个人 都强忍着心里的恐惧 但是沉起的遗体 突然变成了最后的导火索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每个人压抑着的恐惧 在这一刻 都爆发了 两久 办公室里都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我受不住这一份压抑 就跑到会议室 打开投影衣 播放起了一段段的监控资料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 仔细地看着 柳叶很快也跟了过来 就坐在我旁边 慢慢地观看 可能是受我们的影响吧 随着我俩开始行动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 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虽然气氛依旧沉闷 大家的心里也依然忧心忡忡 但是团队这种机器就是这样 只要能够再次运转起来 之后必然更坚不可摧 势不可挡 监控又放到两天前的夜晚 那个十字路口 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旁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小伙子在这里停住 往回退一点 我扭过头定睛一看 映入眼帘的正是那个光头 我竟然不知道 它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坐在我的旁边了 一瞬间 我有种莫名的情绪在我的身体里流动 可能是见我半天没动作 他又催促道 小伙子不要发呆啊 我这颗脑袋这么闪闪亮亮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要是闪瞎你的眼 我可陪不起啊 顿时办公室里传出一片哄哮声 我连忙是把视频一点点往回倒退 光头说道 好 停 我立刻就把视频暂停到了那里 视频定格在凌晨2点30分 零三秒 这个时间 正是神秘的黑色幽灵车 消失在画面上最后一秒钟不到 那个十字路口上 又出现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光头盯着这辆面包车看了十几秒 转过身去 对着自己祖上的人说道 马上 把这辆车出现当晚的行驶路线追踪出来 还有最近这几天 这辆车在哪些地方出现了 以及它的车牌号 车主信息全部给我查出来 行动 这一天 刑侦一组的队员们 一直忙到了晚上七八点钟 才陆陆续续的开始有人下班 八点半 我正准备下班回到公寓的时候 突然局里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电话是殡仪馆的一位保安打过来的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听起来是相当的紧张 喂 喂 喂 是紧张吗 我们 我们老板 死了 当我们听到这份报案的时候 所有办公室的人都同时倒吸了口冷气 接触过这案子的人都知道 这里的殡仪馆就是之前莫名出现了赵雪荣尸体的地方 现在手里的命案都还没有整理出个头绪 兵仪馆的老板怎么也跟着出事了呢 心中虽然存有疑虑 但是队长还是带着我们以及另外几名警员迅速赶往现场 夜里九点过二十分 我们抵达了兵仪馆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的 我们一下车就觉得这兵仪馆里阴死死 尽管此刻说这是灯火通明也不为过 可我总是心里不踏实 这脚步也慢了几分 等到其他人都进去之后 我还在大门外面 看着眼前黑漆漆的铁门 我不知道怎么就出了神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枷锁跑出来似的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你这是怎么了呀 再不进去 我可进去了 门边年轻的保安冲我喊了好几句 我这才回过神来 尴尬的笑了笑 跟上了前面的大部队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命案现场 准确的说 这更像是一个自杀现场 命案的现场是死者自己的办公室 一根细绳绕在墙壁上的挂钩 紧紧的勒在殡仪馆老板的脖子上 经过简单的查找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死者基本的个人资料 死者男性 人称石老三 今年42岁 体态微胖 个儿不高 也就是1米67 结婚18年 有一个儿子 初步的推测 在上吊的时候应该剧烈挣扎过 而且在死者脖子上找到了数道伤痕 应该是不久前才造成的 死者的指甲里有大量的残留组织 虽然不知道里面都有什么 但是根据脖子上的伤痕来判断 有一定的他杀可能 这伤痕可能是在反抗的时候留下的 只要能从指甲缝里找到证据 就可以支持这个推论 但是让我奇怪的是 死者身上的衣服还算整洁 不像是身前与人争斗过的样子 从这点来分析 似乎又是自杀的可能性大一些 房间里面的警察同志还在四处寻找证据 不放过任何细致末节的地方 这让本来就不算大的房间 显得很是拥挤 于是我们来到外面的过道上 发现之前在大门口的年轻保安 在过道的一头抽着烟 我走了过去 想从他这里了解一些情况 尽管队长 他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一次了 这就当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吧 你叫什么名字 汪西安 汪西安是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 声音里面还有些少年的稚气 你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半年吧 你呢 当了多久警察了 听到这家伙还问起我来了 顿时笑了笑说道 我也还只是个实习 算不上警察 哦 对了 你今晚上 有见到什么心迹可疑的人 在这附近活动吗 或者说 今天晚上 有什么人来过这里啊 心迹可疑的人 汪西安回想了一会儿 说道 这我还真没看见过 谁会没事往这儿跑啊 白天都很少 更别提晚上了 晚上还往这儿跑的 那就不是正常人了 啊 当然 我可没说你们呀 对了 对了 说起可疑的人 我记得李哥之前被问起的时候 他说过 你可以问问他 我们这儿 一共四个保安 每天晚上都有两个保安值班 一个上半夜 一个下半夜 这里面放的东西你也知道 都是那些 要是一个不小心丢了一个 就是把我这个活人抵了都配不起啊 所以 才有了两个人值班的说法 第十一集 而后在汪西安的带领下 我在值班时 找到了这位李哥 队长和柳哥也在这里 我私下打量了几眼 这值班时 不过十几平米的房间里面 放的东西还不少 紧贴墙边 放了一架双层的单人床 正中间是一张折叠桌 桌子旁边摆了几把椅子 队长 柳叶 还有那位叫李哥的保安 都坐在椅子上 而另一边的墙上 挂了好几块夜间屏幕 上面都是殡仪馆的监控录像 另外 在靠门的墙角 还放了一台饮水机 此刻 正散发着呼呼的声音 水快烧好了 小苏 来过来坐 你那边怎么样了 有什么收获了吗 队长在看见我过来了 连忙招呼我坐过去 我坐在椅子上 把自己从现场发现的东西 一并说了出来 等我说完之后 队长问我对这案子的看法 到底是像自杀 还是他杀 我犹豫了一会儿说 我想 应该是自杀的可能性高一点 毕竟犯案现场是在殡仪馆 而时间又是在晚上 这如果是谋杀的话 突然有人出现在这里 被发现和怀疑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没必要选择在这种高风险的地方翻案呢 队长点了点头 没说话 只是让我看一看监控里面的图像 我抬眼看过去 墙壁上挂着的屏幕里 大部分显示着这个时候殡仪馆的景象 但是有一块屏幕 上面的时间是今天下午七点 队长告诉我 那里是停尸间的门口 画面很平静 我不明白队长为什么让我看一段监控 足足十余分钟的监控片段 从头到结束 就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出现 我很不解便问道 队长 这段视频有什么问题吗 队长则是让我再看一次 并且叮嘱我一定要留意地板的情况 这一次 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地板上 三分钟过去了 我终于看到地板上发生的变化 在这地板上 可以看到一个细微的黑影 再来回飘倒 那黑影很淡 如果不仔细看 很容易被忽略掉 那黑影会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队长又问 你看清楚了吗 我点了点头 队长便继续说道 那说说 你认为 这黑影为什么会出现 我犹豫了一会儿 再看了看那段视频 发现地板上的黑影 时大时小 忽左忽右 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悬在空中摇动似的 队长 难道说 这黑影是殡仪馆老板上吊缠身的影子吗 可是这地点 地点不对啊 队长没有立即回答 反倒是让一直坐在一边的李哥 在说说他看到的东西 我也顿时提起了兴趣 毕竟我之前找李哥 也是为了这个 李哥端起面前的水杯 喝了一口水 我这个时候才留意到 他的面色发白 屋子里的温度不高 可唯独他满头大汗 手指的关节 也因为过分用力地握拳 泛着白色 我很好奇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一个七尺男儿 慌张成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 是下午六点十分 李哥握着纸杯 放在膝盖上 说道 另外两名报恩 刚下班离开不久 整个殡仪馆 就留下了我和王西安两个人 我让王西安 点了两份逃犯 然后 我就开始立心巡逻了 这刚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很正常 可是 我快要走到停时间的时候 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说到这个的时候 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李哥语气里的颤抖 眼睛瞪得老大 就好像看到了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魔似的 我隐约 感觉到 停时间的方向 有声音传过来 动 动 我当时 以为是有什么人闯了进来 根本不敢做停留 就赶紧 跑了过去 当我快跑到停时间的时候 发现过道的窗户被打开了 因为 是在一楼的员工 就怕有人翻窗户进来 这些窗户 平常都是关起来的 我过去 想要把窗户关上 可是 我在窗户 窗户边 看到的东西 那东西 绝对 不可能是人 那东西 穿着黑色的羽衣 鸽子很高 足足 接近 两米的鸽头 这倒没什么 真正 可怕的是 它明明是 背对着我 但是裹在帽子里 一颗脑袋 竟然 竟然就那样 打了在背上 一双只有眼白的眼睛 死 死 死的 拎着我 那后来呢 我迫切地说的 一听到那黑衣 神秘人的情报 我就觉得心跳得厉害 因为我的意思是 这里是最佳的突破点 尽管我还不能确认 这位李哥口中提到的家伙 到底是不是出现在警局的那一个 后来 后来她的脑袋 有一点 一点都回到了 否则什么 根本没有理睬我 反过 尾枪 跑掉了 听到这里 我就有些不理解了 黑衣人上一次出现 是在警局拉走了尸体 可是这一次出现在殡仪馆 是为了什么 目前 就只是来吓人的吗 还是说 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呢 我 我站在 站在院地 我 完全不敢动它 知道那东西 再也看不见了 才像是抽干了 所有的力气 躲到了地板上 可是这个时候 我还是 听见了 动毒的声音 还是在 平时间的方向 我 我都已经快被吓泡胆了 会肚子都在发抖 会只想 只想赶紧逃走 我扶着脚站了起来 想走几路 却拔下身体 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 无论我怎么样有力 这会就像是 汗死在了地面上 完全不能动 偏偏 在这个时候 我身后的声音 变得越来越大了 李哥拿着杯子的手 突然用力地捏紧了些 他拿的本来就是一次性的纸杯 这一捏 整个杯子都变了型 水洒了一库腿 但是他却浑然微觉 那声音听起来 像是过道里面传来的 可是一会儿 又感觉 是从窗户外面传过来一样 我根本不敢回头 回头去看时候 突然 那声音就停了下来 可是 还不等我松一口气 就感觉窗外 传来一阵冷风 接着 在我头顶上 传来了一声声女人的笑声 就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头皮 都要扎开了 完全不敢有任何的举动 接着 我又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 在碰我的手 冰冰凉凉的 就好像 是冰块一样 我勉强地扭动了一下 想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谁沉香 这一扭动 就看见一个人影 掉在窗户上 我自上 挂着一根吸尘 身体随风 平骨头 我手上 冰冷的触感 就 就是他的脚趾 是 我知道 自己这是撞到 脏东西了 努力 去 去赶着自己 赶紧离开 可是身体 潺潺巍巍的 就像是 八九十岁的老头 根本不听使话的 冻挡的汗水 从我的额头上 滑了下来 一颗接着一颗 而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自己的面前 也出现了一个黑影 慢慢地 往我这边爬过来 等到她爬到 我的脚边的时候 我再看清 那是一个 劈头散发的女人 如果 还能称之为人的话 我看到她爬起来 向我走进 碰的一身 就摔倒在了地上 接着 接着就 看到这女人 散乱的头发 下面 长出了 长长的獠牙 脚下有力一蹬 就扑到了我的身上 接下来呢 然后怎么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她讲述的东西 突然产生了 极大的怀疑 这家伙 不会是得疫症了吗 然后 我就遇到了 等我 回复意识的时候 就发现 自己 躺在了 纸牌师的床上 你们说 管长的死 会不会 也是这些 这些鬼 做的 是 是我把李哥 弄到床上的 这个时候 王熙安站出来说道 因为 因为套饭已经送过来了 可是李哥一直没回来 传呼机也没有反应 我就去找他了 然后就在过道上 找到了已经昏迷过去的李哥 在这之后呢 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什么吗 柳叶又问道 王熙安想了想说 没什么了吧 就是过了没多久 老板就过来了 之后 一直把自己 关在办公室里面 还是李哥感觉不对劲 觉得老板把自己 锁在办公室的时间太长了 上去一看 才发现 老板竟然已经死掉了 我可以知道 你们老板都在办公室里面 做了些什么吗 我问道 而王熙安摇了摇头 回答 没办法知道的 老板的办公室里面 没有安装监控 那么过道上呢 在到办公室之前 看看你们老板都做过些什么 我赶紧说道 直觉告诉我 在这十老三死亡之前 必定发生过什么 既然看不到办公室里面 那就从能看到的地方着手 至于李哥说的那些 确实太骇人听闻了 我想要证实其可信度 得先给李哥做个检查才行 在王熙安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 十老三死前的最后一段 掩饰资料 从视频里 我们看到十老三 到了殡仪馆之后 就直接去了自己的办公室 路上几乎都很正常 只不过 当他走到办公室门前时 停下来 接了一个电话 这电话只打了一分钟 但是在视频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当时激动的程度 我们无法知道 他听到了什么 又说了什么 但是他的肢体动作 表现得相当兴奋 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个 关键的突破口 死者的通话记录 我们连忙回到案发现场 找到了死者的手机 没有密保 很好 接下来 就是查看一下 他的通话记录 然而 当我们翻开 十老三的通话记录时 所有的人 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第十二集 十老三手机上 最后一次通话的号码 正是已经死掉的 赵雪荣的手机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是这个号码 这人明明已经死了 难道是有人正在使用他的号码吗 可是谁还会用一个死人的手机号 难道真的就是鬼魂作案吗 无数的疑问在我脑海里萦绕 我想队长他们此刻一定也是如此 唯一能够肯定的是 这十老三的死 依然和坠河案 那个赵雪荣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至于其他的 还是一无所知 这案子 似乎始终都是如此 毫无头绪 全无进展 没过多久 技术科的同事发来了报告 他们在死者指甲缝里的杂志里 找到了人体表皮的组织 还有一些化妆品的成分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机灵了一下 化妆品 皮肤组织 这二者结合起来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女人 虽然不能说明死者是被女人杀死的 可是至少死者在死之前 与某位女性接触过 只要能从那些表皮的标本里 提取出关键的DNA信息 我们就不难找出这个女人 到时候 说不定会有极为重要的发现 第二天 上午十点左右 林虹突然匆匆忙忙的 跑到我们一组的办公室里面 熟悉她的人 一看她这个样子 就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重两极的发现了 不过 看着她出现 我才想起这段时间 因为案件接踵而至 倒是没有工夫去跟踪她了 她用力地拍了好几下神前的桌子 说道 大家安静一下 听我说话 这可是绝对重量的发现 没有哪个警察会在这个时候 跟林虹过不去 果不其然 整个办公室瞬间悄无神息 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准备倾听 林虹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发音 我昨天晚上 连夜研究了陈起 张大福 还有那名小女孩的尸体 发现在有细胞学染色的时候 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原本来说 正常人的细胞学染色 在使用格兰染色的情况下 只会出现红色和蓝色之两种情况 之所以会这样 说重点 我们不是来听你的学术讲座的 能在这个时候出演阻止林虹的 也只有队长了 不然林虹的长篇大论一旦开始 讲三天三夜都不会结束 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好的 在对这三具尸体身上 采集到的标本进行染色的时候 它们的组织 全部都呈现出绿色或者黑色 这种变化简直是 这 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 完全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因为 我在这三个人身上 发现使用过了注射器的痕迹 所以 我猜测 这三个人 可能是中了某种强烈的毒药 但是我几乎尝试过 我所有能够导致死亡的药物 但是 没有一种 是能够改变染色结果的 所以 我认为 这次的罪犯 很可能是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药物 超出了我们认知的药物 他简直就是个天才呢 如果他敢主动 出来发表一篇论文 今年的诺贝尔奖 一定是有他的一份 诺贝尔奖可不会受予杀人犯 队长波澜不禁地说道 这只是因为 他已经习惯着人的性格了 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这是我现在对他唯一的评价 我感觉挺重肯的 林宏耸了耸肩 继续说道 我已经向局里申请将一部分的样品 送给研究所检查 希望他们能尽快研究出里面可能存在的药物成分 我想 有局长的面子在 研究所那帮家伙 不会不买账 送走了林宏这尊大神后 办公室终于震尝了起来 不过 林宏带来的消息 确实相当振奋人心 如果是特殊药物引起的死亡 以及陈起的尸体突然的变化 那么这起案子 更容易让人相信是人类所为的 或许那时候 距离找到真相 就不会太远了 尽管只凭一个药物 无法解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疑点 以及那诡异的情形 侦破工作还在继续 我和柳叶被安排下午 去陈起的住所访问 所以这个早上 我们都在搜集和分析 手里头与陈起遇害一案 有关的一切已知证据和线索 等到了中午 正在吃午饭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隔壁的办公室 这段时间接手所有其他案件的行政二组 还在忙碌着 我心里很是意外 这座城市的治安水平 我是很清楚的 平日里就连抢劫都少有发生 发生率较高的爬窃事件 大多时候也是由当地的派出所就解决了 很少能见到行政组 能有这么忙的时候 我回去问柳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柳叶咽下嘴里的饭后才说道 啊 是这样的 最近市里面不知道怎么了 有很多家长都不按说自家的小孩失踪了 起初都是各地区的派出所负责这些案子 但那是因为这案子少啊 可是现在这么频繁地出现孩子失踪的案子 领导也都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背后可能是有团伙在犯罪 所以这担子就落到二组身上去了 两支行政组同时遇到这样大规模的案件 在我们时刻真是少见得很呢 偏偏让你小子给撞上 我都不知道该说你小子运气好 还是倒霉了 下午 我和柳叶按原计划 前往陈起的家中访问 开门接待我俩的是陈起的妻子 一位三十有余 举止言谈都十分得体大方的女士 一言一行 都能看出来是位很有修养的人 只是她红肿的眼圈不停地在诉说 她此刻的煎熬与痛苦 你们都是陈的同事 谢谢你们这个时候 还能抽空过来看望我们 陈起的妻子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水 说道 现在这案子有什么线索了吗 我真的希望 你们能早点抓住凶手 柳叶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真的很抱歉 因为规定 我们不能向夫人你透露太多的细节 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们一定会尽快抓住凶手的 其实我们这次来啊 也是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询问 希望夫人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 陈太太食指在眼角轻轻擦拭了一下 勉强地点了点头 我想知道 案发当晚 夫人是否知道陈起在哪里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 柳叶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 陈太太皱眉鬼响了起来 突然她眼前一亮 说道 啊 对了 那天晚上 她回来得比较晚 我问她是不是加班了 她却只是支支吾吾地敷衍了我几句 这一段时间 本来就是因为身体原因 心情就不是很好 所以当时就和她争吵了几句 这后来应该是凌晨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睡下了 但是却被陈起的电话铃声给吵醒了 电话 我和柳叶的神经瞬间就紧绷了 这又是电话 似乎这几起的案子都和电话又扯上了联系 会不会陈起也接到了那个死人打来的电话呢 那个来自地府的电话 没错 是电话 陈起接起电话 我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陈起在接到电话之后一会儿很严肃 一会儿又情绪特别兴奋 再之后 她就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出门了 什么话都没有说 说到这里 陈太太长舒了一口气 两行青泪已经滑到了下河 柳叶递过去一张纸巾 陈太太接过去擦掉眼泪 继续说道 之后的事情你们就都知道了 我去那天晚上 我就不该跟她吵架了 如果不吵架 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我们告别了陈夫人 从她这里 我们得到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 首先 陈起是接到了神秘的电话才出了门 可是在陈起的身上 我们没有找到手机 暂时不知道当时电话是谁打来的 另外一点就是 陈起出门的时间是凌晨左右 但是我们在警局发现她 是凌晨三四点 这中间就算排除掉陈起 赶到警局路上耽误的时间 也还有三个小时的空白时间段 这一段时间 陈起去了哪里 又见了什么人 做了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 想要解开这些疑团 我们还得找到更多的线索才可以 等我们回到局里 朕打算向队长汇报 刚刚得手的情报时 那光头突然急匆匆的跑过来 激动的几乎是吼着 队长 我们找到线索了 这绝对是爆炸性的大线索呀 现在整个行政医组的人 又都坐到了会议室 光头说的大线索 已经说明完毕了 简单的来说 就是他们在查看了大量监控后 发现那辆黑色的神秘轿车 到目前为止的两周时间 一共出现了十次 每次都是在夜晚出现 出现的地点 没有发现任何规律 只是相对来说 在警局周围出现的次数 相对要多一些 另外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辆黑色轿车 每出没一次 都会发现 有一辆面包车 跟在它的后面 出现在相同的路段 那辆黑色轿车的速度 已经超乎寻常了 而且总是神秘的失踪 自然没有办法去追踪的 这个时候这辆面包车 就是最大的突破点 如果这辆车 只是一次两次的出现在后面 还能理解为巧合 可是这么多次都出现过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两者之间 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光头他们 则是在通宵奋战后 终于找到了 这辆面包车的下落 当然也发现了 面包车的车牌号 只不过 这个车牌号 是一辆已经报废 多年的别克车的 显然 面包车的车牌 是做了假 在知道这一点之后 这辆面包车的嫌疑 就更大 这辆面包车 现在在哪里啊 光头 柳叶说出了 我们每个人 都想知道的事情 嘿 这个问题问得好 光头信誓旦旦的说 就在二十分钟前 这辆车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的地点就是 殡仪馆 此话一出 我只感觉眼皮子一阵乱跳 这线索 怎么又指向了殡仪馆 似乎从这起案子开始的时候 这家殡仪馆就没有安神的时候 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有人在背后策划了这一切 姐姐紧例 启动紧接A约案 现在 马上前往殡仪馆 我们要用最快的锁 把这辆面包车的秘密 挖出来 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 整个会议室的人员 如同潮水似的 汹涌人派 朝着门外奔去 投影的屏幕上 白色的面包车 只露出了后面的半截 它正要驶进殡仪馆的大门里 等我们一行人 来到殡仪馆的时候 发现大门敞开着 门上面的封条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撕掉 被揉成一团 落在地上 光头带着人冲进去 寻找面包车 其他人则堵住了殡仪馆 任何一个 可能让人逃走的地方 没几个人注意到 队长趁着他们冲进去的时候 戴好了手套 拾起地上的封条 把它装进了物诊的袋子里 队长 我们找到了 那辆面包车 就在这 前面很快就传来了光头的捷报 我们也赶紧围了过去 我和柳哥跑到最前面 所以也是把这面包车 看了个真真切切 这辆面包车停在一棵梧桐树下面 地上长满了杂草 还有不少落叶 可以清楚地看见 面包车的轮硬 这车很破旧 初步判断 使用时间起码得有十年 很多地方都掉了漆 看来这车主并不是一个很爱惜车辆的人 车里面没有人影 车门反锁了起来 因为车装贴了反光膜的缘故 我们看不到车里面的更多情况 我感觉了一下引擎的盖子 还有一些余温 说明这车熄火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车主可能还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 在现场的不少人都已经开始寻找这附近的脚印 只不过由于在场的人数不少 原本的脚印可能已经被破坏了不少 所以这个时候要是再把脚印找出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在我们活动的地点集中在车辆周围 很快就有人找到了一行不属于我们的脚印 顺着脚印的方向看去 正是殡仪馆 这栋灰白色的建筑 看来这车里面的人 很可能跑到殡仪馆里面去了 他到底是想做什么呀 柳叶在我旁边念叨着 像是在问我 但是我哪里知道这司机的想法呀 很快 队长就开始组织人员进入到殡仪馆的建筑里面去 因为不知道目标是否还在建筑里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们进去的时候都万分的小心 那感觉就好像我们是一对潜入死人堆的幽灵似的 因为不知道对方会藏在哪里 所以我们进来的这只人马没有放过任何一间房间 任何一个角落 每经过一间房都会查看一番 前进的速度也因此异常的缓慢 终于 我们来到了殡仪馆里 使老三丧命的那间办公室 所有的人都停下了脚步 这办公室的房间门在搜索完现场之后 就关了起来 门外那面黄色的警戒线都还没有撤走 上面那一个静止入内的字眼 异常的醒目 但这些不是我们停下的原因 真正停下来的 是在房门前面那一对脚印 那脚印 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留下的 我们不知道 这会是谁在这里留下脚印 而且只是在门边留了一双脚印 就好像他只在那里出现过一样 小刘 把门打开 光头让他身后的一名警察 却把门打开 而他自己则和几名队友藏在墙边上 做好了诊状待发的架势 只等门一打开 他就带弟兄们冲进去 小刘伸出手握住了门把手 自己则站在门的另一侧 光头对他点了点头 小刘知道这是开始行动的意思 手往下一拉 只听见咔哒一声 门被打开了 光头神仙十足 在门才只开了一道缝的时候 就一个翻身冲了进去 剩下的人也跟着鱼罐而入 我走在最后面 等我进去的时候 发现大家都呆呆地站在那里 一动都不动 每个人都抬起头来 看着天花板 诧异 这天花板上难道有什么吗 我抬起头 一双眼睛就跟着不自觉地真大了 新的死者 似乎是又出现了 是殡仪馆的一名保安 我们暂时称他为小鹿 小鹿被一根白铃吊在天花板的风扇上 悬挂在我们的头顶 摇来摇去 两眼翻白 光头急忙招呼上兄弟们 搬来椅子 先把小鹿给放了下来 平躺在了地板上 他检查了小鹿的脉搏和呼吸 满脸都冒出了欣喜若狂的声色 他还没死 还没死 有的救 光头大声喊着 听到这个消息 房间里的人都激动得无以复加 颤抖的手指 无法掩藏心中那种激动 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想法 这个家伙 必须活下来 我们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找出真相的希望 他会出现在这里 一定知道些什么 光头没有说更多的话 他解开小鹿的衣物 双手交叉 食指相扣 开始对小鹿进行胸外按压 像我们这一行 对基本的急救技能 都有接受过培训 所以当即 就按照记忆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 光头在进行心脏复苏 这段时间 柳叶就成为了现场的临时指挥 他马上拨通了医院的电话 西洋区 殷仪馆 我们要最好最快的救护车 越快越好 赶紧 没工夫再多说了 柳叶对着手机咆哮着 然后就挂断了手机 现场的抢救还在继续 一个人累了就换人上 如此反反复复 不知道是已经换第几个人上去了 可是小鹿 依然没有清醒过来的迹象 等待 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真相就要出现了 近在咫尺 可我们却无能为力 只能等待着 或者说 是听天由命 房间里的气氛 已经从最初的兴奋 变得胶着了起来 这还能救回来吗 这个问题 不断审问着每一个人 汗水不断洒落 无论是正在抢救小鹿的人 还是焦急等待的兄弟 都已经被汗水打湿了衣服 这样的等待 甚至比面对死亡 更折磨一个人的意志 每个人都咬紧了牙关 屏住了呼吸 死死地盯着 房间里那个微弱的生命 目不转睛 时间似乎是变慢 我甚至能看到汗珠 从身上滴落 在空中闪耀 最后在地上炸开 化作渐开的水化 该死的 救护车怎么还没来呀 要是这小兄弟 就这么死在了这里 老子非得把那司机的牙齿 给掰断了不可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 时不时都能听见 有人放出这些凶狠的话语 到了这种时候 我们都不在意 这小鹿能提供多少情报了 这么坚持 努力地希望他活下去 更多的 只是因为单纯地 想让他活下去吧 这几天的时间 因为这案子死的人 真的已经太多了 作为保护社会安定 和人类生命安全的警察 我们无时不刻 不再接受内心的责问 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没有抓住凶手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 救下一条生命 还有什么理由 去计较其他的事情呢 无论这小鹿之前做过什么 他又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都不重要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他活下去 糟了 不好了 这小子的脉搏便弱了 每个人都焦急地 像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进行人工呼吸的兄弟 突然大惊失色地喊道 在那一瞬间 整个房间的空气 都为之一致 怎么可能 你让开 我累 另一位兄弟赶紧上前去 继续地按压 满脸的不甘和执着 我心里面的那根鞋呢 已经紧得不能再紧 生怕下一秒就会断掉 房间变得更压抑 每个人都攥紧了手里的拳头 没有人再多说 哪怕是一个字 前一个人按上了两分钟 下一个就自觉地接上去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抢救一秒都不会停止 我捏了捏拳头 发现手里湿漉漉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手心就被汗水浸透了 随着嘀嘟嘀嘟的车身响起 期盼已久的救护车终于来了 每个人都不由地耸了一口气 小鹿被救护车 送往最近的医院进行抢救 接下来 小鹿就只有拜托给 死守生命最后防线的那群人了 我和柳叶留在现场 在队长的安排下 同其他警员一起对那间办公室 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查 房间里面 我们只找到了小鹿一人的脚印 还有指纹等等 种种迹象都表明 在我们来到房间以前 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活动 包括他少调自杀 唯一让人疑虑的是 门口的一对脚印 那明显是女士鞋子留下的 到底是谁站在那里 他又是怎样只留下那一对脚印的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我们毫无头绪的时候 新的线索出现了 队长 过来这边 这里好像有过什么 柳叶站在墙边喊道 我和队长 连忙来到那扇墙面前 这是办公室 南面的那面墙 在墙上隐约有一个长方形的区域 颜色比其他地方要亮一些 这里 应该是挂着什么东西才对吧 我承认道 只不过看着这印记 那东西拿走的也有些时间了 应该是在馆长死亡之前就已经拿走了 只是这东西是什么呢 一幅画吗 还是别的什么 为什么要拿走 又是谁 拿走了这里的东西啊 嘿 不错嘛 小伙子 能想到这些啊 柳叶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到了我的后面 拍了拍我的肩膀 可是把我吓了一跳 嗯 把这面墙拍下来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一看 我总感觉这殡仪馆 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接连两起的事件都发生在这里 我想 这里必然有着特殊的地方 队长说道 队长和柳叶往门口走去 我慢吞吞地跟在身后 心里还想着那墙上印记的事情 没看到眼前的路 谁知道这一小会儿的入神 就被房间里取证的同志 给撞到了地上 哎呀 哎 走在前面的柳叶 听见我的叫声 连忙回头问道 你小子 走路都不留心 我看你以后 怎么来当着警察 把我撞到的那位兄弟 满含歉意地说了几句对不起 伸手想要把我拉起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哪里会去管这些 我突然发现天花板上 有了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队长 柳哥 你们看天花板上 柳哥有些不解地抬头看了看 说道 哎 看什么呀 这天花板我都不知道看到多少次了 也都没什么发现 你还是赶紧起来 别这一摔 把脑子再摔坏了 万一你父母找我赔 我可赔不起啊 不是 你们再看看 这天花板上 是不是有一些 被水浸过留下来的痕迹啊 我从地上爬起来 见队长还在看着电花板 就继续说道 当时 石老三的尸体 就是挂在这里的 我边说着 边跑到石老三吊死的挂钩前 就是这个位置 正好对着这间办公室的办公桌 在桌子后面就是窗户 对吧 这个时候 整个房间的人 都停下了手里面的事情 顺着我说的 在房间里面看来看去 还是没有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这个殡仪馆的楼层构造 是这样的 整体形成一个L的形状 在L的一树上 全部都有三层楼 而在那一小横的位置上 全部都只有两层楼 而这间办公室 刚好就是在那一横上面 也就是说 这天花板就是顶楼 屋顶漏水最常出现的地方 就是最容易积水的地方 这些地方 不用多说也知道 就在靠近屋顶排水口的地方 因为屋顶在设计上 就会让这些地方 位置稍稍偏低 水自然容易聚集在这些地方 那么在这间办公室里面 最可能漏水的地方 应该是靠近窗户那边的天花板 队长来到那面墙上的印记处 接过了我的画茬 可是在这房间里面 漏水的地方 却集中在了这面墙壁上 也就是说 这漏水 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的 柳叶开始思索着 片刻之后 就见他说道 故意造成屋顶漏水 然后让石老三 将墙上挂着的东西搬走吗 费了这么大功夫 如果只是为了做这种事情 是不是也太 太二了吧 但是我觉得 这和现在的案子 应该有联系吧 毕竟 也很反常啊 确实 只是为了移动一个东西 这么大非周章 实在是不敢让人相信 不过队长这说的 也是推理的一种可能性 虽然太不容易让人接受 不过 也不用太着急否认 另外 想要证明这种推理的合理性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能去寻找 殡仪馆那几位保安 希望他们 可以提供一些 有利的证词 队长让我独自找时间 去完成这件事 当成是我的实习作业 当然 这个时间 并不是现在 等到我们收队的时候 还没有听到 医院那边传来的消息 担心小路 能否脱离危险 我和柳叶 就先前往医院 了解了一下情况 当然 我们还抱着 另外一个目的 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 小路还在 监护病房里面 医生说 小路虽然现在 已经脱离了危险 却还在昏迷当中 能不能醒过来 只有看他自己的造化 而后 我们出示了身份证明 从医院那里 拿到小路的随身物品 有他的衣服 裤子 还有手机和钱包 以及一串钥匙 拿到这些东西 我们赶紧回到了车里 翻看了小路的通话记录 不出我们所料 在小路的通话记录里 最近一通电话 也是来自赵雪荣 柳叶用小路的电话 拨通了赵雪荣的号码 电话那头 只有用户不在服务区 这句话 随后就是一连串的嘟嘟声响 该死的 这号码怎么还是打不通啊 柳叶愤然地挂断了电话 看来对方的防备心理很重啊 就算是与这些人联系 很可能也只是单方面的联系 我一边翻看着小路的钱包 一边说着 嗯 确实也有这种可能 那这样的话 想用电话号码作为突破口 也是不大可能啊 柳叶失落地把手机 放回小路的衣服里面 但是这个时候 我却突然瞪大了眼睛 极为惊慌地盯着钱包里面 下一个 李明洪 怎么了吗小苏 你在钱包里面发现了什么 柳叶见我神色不对 连忙问道 柳哥 你看 我把钱包递在柳叶面前 说道 这里面的 那张纸条 柳叶一见那纸条 眼角顿时的一锁 急忙发动车子 直奔进去 小苏 咱们这可是大发现 大发现呀 很快 我们把这张纸条 带回了警局 会议室里 这张纸条 被投影投到大屏幕上 关于这条纸条的各种猜想 此起彼伏 会议室里面 俨然是高峰时期的菜市场 这纸条啊 绝对是凶手 给我们下的战书 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这个叫李明洪的人 我看这不像 首先我们没有证据证明 这就是凶手留下的 另外就是 这段时间的梁幻凶杀案 没有一起会事先留下 讯号的行李 我认为 这更像是烟雾弹 要不然 就会是另一期全新的案件 你 眼看着这群公务人员 就要使用最原始的讨论手段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队长猛然地敲了敲桌子 整个会议室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好了 始刻而止吧 无论这张纸条上的信息 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意义 我们都要找到这个叫李明洪的人 然后再来上讨下一步的行动 去 立刻访问数据库 找到本事所有叫李明洪的人 这 整个查询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毕竟现在 有着大数据的帮助 想要在庞大的数据库中 找到叫李明洪的人 也只是动动手就搞定的事情 很快负责查找的警员 就回到了办公室 报告 已经找到本事李明洪的人 一共有231个 说吧 他把打印出来的文件 放到了会议桌上 231个 怎么会有这么多呀 就算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真的是李明洪 想要在这么多的人里 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李明洪 这可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会议室里 满是窃窃私语的声音 显然也是对这么大的数据 感到头疼 队长拿过文件 简单的看了一会儿 接着就把文件分成了四份 这时候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都知道 队长是要下达命令 我们行政一组 一共有四个小组 现在 我把这份名策分成四份 每一组一份 务必在天黑之前 把范围锁减到最低 队长的声音斩钉截铁 有种无法抗拒的威严 在这里面 就感觉到 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 就一定能解决一半 这份名单 很快就分到了每个小组 每一个警员的手里面 办公室很快就被此起彼伏的键盘身覆盖 每个人都全身贯注地投入到手头中的工作中 只有我 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便独自坐在窗边 翻看起了以往的各种文件和记录 到目前为止 凶手的杀戮目标似乎转移到了殡仪馆 殡仪馆老板死亡后 紧接着就是小路 殡仪馆的保镖 这两个人都和殡仪馆有关系 如果我的推测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李明洪 他应该也是殡仪馆的人 怀着这样的猜测 我开始在文件堆里面 寻找和殡仪馆有关的一切记录 终于 在柳叶的桌上 那堆积如山的文件里面 我找到了写有李明洪的文件 那是殡仪馆老板出事后 找到当晚值班保安的谈话记录 李明洪这个名字 也是出现在其中 在看到这上面写着的口供内容 我仿佛看见了 那个惊魂失魄的保安 琐瑟在椅子上 诉说着他在殡仪馆的恐怖经历 难怪当时王西安 一直都叫他李格李格 我早该想到就会是他的 你想着又是想到什么没事了 瞧把你给美的 小心口水流出来了 看到美女也没见到你这样 先说好啊 我可对男人不感兴趣 柳叶对我打趣的 惹来办公室里面也是一阵笑 我想 我找到质条上 说得那个李明洪了 柳哥 我没有理会柳叶的玩笑话 用极为认真的口气说道 你说你找到那个李 李格的话说到李一半就顿住了 像是什么东西 把剩下半截话硬生生的堵了回去似的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柳叶的声音带着颤抖 有些惊讶 还有些怀疑 可是我的声音还是没变 无比坚定的说道 我说 我知道纸条上纸的李明洪是谁了 快快快 赶紧的 目标西红路 七十五号 六楼 六零四 地址给我寄好了 别逮操了地方 光头跑上副驾驶的位置催促着 警车启动 用他这辈子跑过最快的速度 冲向我们要去的地方 西红路七十五号 六楼六零四 那是李明洪 现在的住所 一分钟前 我们刚查到这个地址 就在两分钟前 经过队里的分析 认为这个李明洪 很可能 就是殡仪馆的那位保安 当即 就让光头带着一队的人马 赶往李明洪的住所 对其进行保护 至于剩下的人手 则继续留在局里 排出其他的李明洪 至于我 当然是悄悄地跟上来的 背后 好吧 就是柳叶这个家伙 指示我跟过去的 美其名曰 学习不同警察的破案风格 其实不就是 让我也做他的眼线了 他还真当我是三岁小孩了呀 以为我还不知道 他和光头阵风吃醋那些事 三十分钟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西红路 七十五号 这里是市政府提供的单人公寓 专门提供给那些 刚到市里面打工的人 房租比市场的价位 要低上一些 在这座城市里面 也算是相当抢手的资源 我们向这栋楼的管理员 询问李明洪的情况 并且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管理员是位 三十多岁的小姐姐 如果叫他阿姨 他肯定会打死我的 一听说我们是警察 就当即配合我们的工作 从他这里我们了解到 李明洪今天上午九点半出了门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再回来过 他还说了 每天下午七点钟 他都会准时回到公寓 当然 是在他不上夜班的时候 然而现在才下午五点半 距离七点钟 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时间不是很充沛 光头下令所有的警员立刻更换便衣 所有的人马上把警车开到附近的地下停车场 在车里面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日常服装 唯独我除外 因为 我没有准备别的衣服 最后 我就光荣地 被留在了警车里面 我知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次的任务是保护李明洪 最佳的方法 就是潜伏在目标的周围进行保护 穿着制服 这明显是不行的 特别是考虑到李明洪的精神状况 如果在见面的时候穿着警服 会显得过于严肃 很可能会对其造成不好的印象 而且我们很希望 他能够配合我们 我们知道 他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突破口 如果 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 可我不是一个甘于现状的人 我溜到停车场外 找人买了一套衣服换上 赶紧往光头的地方抛去 当光头等人 看到我这身装扮的时候 眼睛差点瞪了出来 好吧 我当时因为赶时间 买来的衣服背上 涂着一大片黄色的不明物体 只是 我找人买衣服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看后背 难怪那个人答应那么爽快 小伙子 没想到你这为了破案 已经达到浑然忘我这种初级境界了 虽然你的境界不算低 但是比起我当年呢 还是矮了那么一丢丢啊 光头幸灾乐祸的样子 就好像捡到了几百块钱似的 这样的人 还能再做同事吗 等到晚上七点 我们守在公寓对面的楼房里面 果然看到了李明洪出现在了公寓门口 光头让两个没有和李明洪接触过的警员 跟着李明洪一起上楼 几分钟之后 传呼机里传来了他们的信号 报告组长 目标已经安全回到房间 目标已经安全回到房间 请就下一步指示 over 暂时撤退到临时屋 暂时撤退到临时屋 over 收到 over 所谓的临时屋就是李明洪公寓左边的第二间公寓 那里本来是住着一对年轻的情侣 光头找到他们 不知道灌了些什么迷魂堂 然后 我们就暂时有了这间屋子了 当然 在公寓的楼下面 还停着几辆我们的车 每辆车上都隐藏着两名警员 他们守住了公寓的每个出入口 只要有他们在 就不会让任何可疑的人物进入大楼内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李明洪的窗户 他一回到公寓 就打开了屋里的灯 我们守在望远镜前 监视着他房间周围的任何风吹草动 还有我们能够观察到的 他房间里的所有变化 一直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到了这个点 对面公寓楼里大部分的住户 都已经进入了梦乡 只有少数几间公寓还亮着灯 而李明洪的房间就在其中 组长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啊 就在望远镜前的警员说的 是发现什么了吗 光头有些急切 像是一颗沉寂的心脏 突然被火星建设到的似的 不是 那个人摇了摇头说道 只是这李明洪回到公寓之后 这公寓的灯就一直亮着 但是都这么长时间了 除了能发现窗户上 多出了一点水雾之吻 就再也没见到其他动静了 这 我认为这很反常 光头接过望远镜 看了一小会儿 立刻拿出对讲机 说道 林石屋 林石屋 你们立刻假装去传门 瞧李明洪的房门 快 说完 他就再一次把视线 全部集中到了望远镜里 我也来到床前 可以看到林石屋的两位 已经走出了门 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六楼 只有林石屋和李明洪的房间 还亮着灯 可以看到两道黑机械的影子 来到李明洪的门外 他们暗响了门铃 光头在描述他看到的东西 不过没有用啊 这门怎么还没打开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门铃坏了 林石屋 怎么回事 光头对着船湖激问的 我们不是很清楚 我们已经连续按了 很多次门铃了 就是没有人开门呢 也没听见李明洪的声音 这个时候 光头立马往楼下冲去 很是匆忙 他一边跑一边喊道 行动行动行动 赶紧用紧急预案 没计划失败了 林石屋 立刻破门 李明洪啊李明洪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 潜伏在公寓四楼周围的警员 一听到命令 立马往楼里面鱼罐而入 这个时候 林石屋的二人组 也已经撞开了房门 我们通过船湖激 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我们就到屋内了 我们就到屋内了 很好 赶紧找李明洪的下落 要快 他一定要活着 光头再一次命令到 然而这一次 船湖激励 却传来与之前不同的声音 第十五集 等等 两兵 你过来看这个 啊 你有什么发现了吗 笑 后面这位警员的声音 戛人而止 光头急忙对着船湖激 喊道 你们看到了什么 怎么了 两兵 小姐 你们看到了什么 光头一脸喊了好几次 可是船湖激励 只有一片杂音 听不到人说话的声音 这不免让人担心 那两位警察 到底遭遇了什么不测 光头让还在支援上去的警察 加快速度 我们这边 也来到了楼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 船湖激励 突然传来一阵女人诡异的笑声 这笑声来得很诡异 我们这群急速赶往楼下跑去的人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笑声 我们都点了点头 其实不光是光头紧张 我的心里也是蓬蓬跳个不停 这李明洪的情况 我们了解得非常清楚 到现在为止 他还都是单身 一个人住在这 而且 从今天下午开始 这间屋子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除了李明洪 就没有第二个人进去过 直到我们的人进去前 可是从来都没有女人进去过呀 可是 为什么这个时候 会有女人的笑声传出来 没有人知道答案 光头又试着呼叫了几次 临时务小组 依然无人应答 那笑声 没有再出现过 等我们来到604的时候 发现李明洪的尸体 正躺在沙发上 他的大豆脉被割断 先血洒落一地 在船户机里 失去应答的两名警察 就倒在死者的血泊当中 身上挂了些彩 好在他们的脉搏呼吸平稳 应该只是昏过去了 现场也没有找到 打斗过的痕迹 我们不明白是谁 他又怎么 让两名训练有素的刑警 毫无反抗的就昏倒在地上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光头问道 可是没有人能够回答他 现场的气氛异常地沉重 在这之前 没有谁会想到李明洪 会突然这样死掉 而且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必然是一起他杀事件无疑 又是一名死者 而且还是在警察 众目睽睽的监视之下 他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死了 我们却连凶手的影子都没看见 或许 那两名警察是看到了些什么 但是他们现在在医院里面躺着 依然在沉睡 没有醒过来 喂 你们过来看啊 这里 这里发现了一排血脚印 血脚印出现在沙发后面 一直朝阳台走去 直到阳台栏杆处结束 除此之外 现场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发现了 就连多余的指纹都没有发现 这足以看出来犯罪现场 是多么的干净 想要找到有用的线索 简直是难如登天呢 我其实很想知道 李明洪每天出去都做了什么 只是现在时间紧迫 没有时间去看那些 最快也要等到明天早上 我才有机会让柳叶帮我找到调用监控视频的权限 而这晚上 剩下的这一点时间 光头带着我们到医院去看望那两个兄弟 等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 这两人竟然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医生告诉我们 这两个人身体情况良好 也没有受到重击的迹象 他们还没有找出来 是什么原因让两个人突然晕倒的 我们来到病房里面 可是眼前的一幕却惊呆了我们所有人 病房门一打开 我们就看着两个穿着病号服的人扭打在了一起 好啊你 你这个杀人凶手 是你杀死了李明洪 嘿我去你大爷的老子亲眼看见是你小子杀死了李明洪 你还过来给我倒打一耙 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这两个人就是昏迷的两个警察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们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这扭打在一起的两人给拉开了 可是这两个人似乎分开还算正常 可是一见到对方就愤怒的无意复加 甚至需要医院动用镇金剂才能阻止他们打架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才让他们俩变成了这样 每个人都想知道答案 这两个人在李明洪的房子里面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对两人见邪的分开的审问 我们开始问了不少简单尝试性的问题 他们都能够回答得很好 这说明他们的智力没有问题 精神没有时长 那么说的话还有可信程度 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正式的审问 首先是梁冰 梁冰 你记得自己的身份吗 光头问道 记得啊 我是一名刑警 我记得呀 你是我的组长 这些有什么好问的 今晚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李明洪 但是我们都失败了 我就是打破了脑袋 他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兄弟会背叛我 与我们反目为敌啊 一提到李明洪的事情 他就激动得不得了 你还记得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说的背叛是什么意思 梁冰回想了一会儿才说道 当时我们按照指示进入了李明洪的房间 李明洪当时就坐在椅子上 我冲他喊了几句 可是没有回应 我想叫小姐过来 一位传呼机在他手上 可是我一别过头 就看见小姐这孙子 拿着枪头往我脸上砸过来 再之后我就昏迷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在病房里面躺着了 你能确定打晕你的人就是小姐吗 光头不相信自己手下的兄弟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梁冰立马一愤填膺地说道 组长 我这是亲眼所见的 小姐那个 小姐那个孙子绝对有问题 组长 你是了解我的 我梁冰从来不受吓唤啊 之后 就轮到小姐了 组长 事情是这样的啊 当时我们进到房间里面 就听到屋子里面传来了声响 于是我们两个就分开行动 我去了卧室 梁冰负责客厅里面 可是我在卧室里面刚走几步 这梁冰就来到了卧室 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他在客厅里面找到了李明洪 我心想这么快就找着了 所以就赶紧跑过去看看啊 可是我刚转过去 就突然觉得后脑勺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 再然后 我就发现 自己躺在医院里了 组长 你说这倒怎么回事啊 我后来也想了想 这梁冰不像是那种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 我和他搭档也有些时间了 这一点了解还是有的呀 光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这段时间好好养伤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警察同事处理了 当然 这两名警察都知道 自己这是被停职查办了 只不过光头没有明说 但是大家都懂 发生了这种事 程序是一定要走的 回到局里 我和柳叶讨论起了这次事件 柳叶一时也理不出头绪 毕竟根据那两名警察的描述 如果他们都没有说谎的话 就是有人假扮了他们两人 并且将他们敲晕 可是当时我们赶到六楼的时候 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 如果真的是有人冒充了他们 是没有时间把他们搬动到位置 再离开现场的 而且案件毕竟发生在六楼 无论是楼梯还是电梯 都有我们的人在看守 当晚并没有发现有人离开 在公寓的楼里面 也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活动 凡此种种都不支持 有人在冒充他们的假设 难道真的是他们杀死了李明洪 但是找不到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啊 而且分配他们去六楼监视的是光头组长 也就是说 他们在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到六楼去 从这点来分析 他们是凶手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这次的案子实在是扑朔迷离 而且手头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犯罪的凶手几乎把一切刑迹都给抹出了 想要在命案现场找到有用的证据 几乎是难入登天呢 所以柳叶和我就决定明天上午亲自去李明洪的公寓走一走 让我感到很奇怪的是 这凶手的作案似乎找不出什么规律 如果是鬼魂复仇 可是这死掉的保安 应该和他也没有什么神仇大恨才对 另外 这么多次作案凶手一向都没有给我们警察留下有用的东西 偏偏这一次却事先留了一张纸条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晚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却始终没有想出个结果 同时 我有些担心起自己的实习作业了 毕竟这两次遇害的都是殡仪馆的保安 如果凶手接下来的目标还是保安的话 等到他得手 我们就没办法找他们证实我的推理了 看来 明天我也该给队长提一下这件事 第二天 我才刚到警局 我们行政医组就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个人 就是殡仪馆的保安 王锡安 警察先生 警察 求求你们救救我 救救我 有人 有人要杀我呀 这家伙 这家伙几乎是一路哭喊着跑到我们办公室来的 他的嘴唇发白 浑身都是汗水 手和身子一个劲的哆嗦着 不知道是跑了多远的路才跑到这来的 我们一组的人不少都认出了这小子 很快就有人给他找了张凳子 倒了杯水 让他还口气 慢慢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会紧张成这个样子 有人要杀我呀 警察同志 救救你 一定要救救我呀 救救我呀 王锡安翻来覆去 就这几句话 弄得我们也是一头雾水 这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算缓过神来 这下我们也算是知道的事情始末了 事情是这样的 王锡安昨晚回家的路上 发生了好几件奇怪的事情 先是在人行道上走 差点被闯红灯的车给撞了 关键是 那车里面竟然是没有司机的 接着又有几个花盆 从天上掉下来 差点把它砸到 最后他都快到家了 谁知道在开门的时候 隔壁突然煤气爆炸 听他说完 我都能觉得他能活到这里来 都是天大的奇迹 但是这些 和有人要杀你有什么联系吗 毕竟 这些事情 看起来都非常的巧合呀 柳叶喝了口咖啡 看得出来 他昨晚又假扳了 我起初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以为自己倒霉罢了 王锡安一下子抬头 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脸 说道 可是 就在今天早上 我发现了这个 王锡安从裤兜里 掏出了一张纸条 柳叶拿过纸条 将它摊开 上面写着 尽情逃吧 用你最快的速度 如果你能跑得过死亡的话 纸条上的字 有着浓浓的威慑意味 而且这字迹和小鹿钱包里发现的那张纸条上的很相似 柳叶把这纸条交给技术科的人 进行字迹分析 然后回过头继续问道 你是在哪里发现这张纸条的 还有 你为什么不觉得这只是一个恶作剧呢 王锡安这时候都快哭出来了 他似乎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问 但是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着 恶作剧 我的天哪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啊 你见过这种恶作剧吗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发现这张纸条 就在我的床边了 而且 门锁也被敲开了 我发誓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绝对没有这张纸条 难道有谁会为了做一个恶作剧 偷偷半夜跑到别人家里面吗 在安抚好了王锡安之后 我们暂时把他放在了值班室里 而这个时候 自己分析也出来了 确实是同一个人的自己 也就是说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王锡安 队长立刻安排了更多的人手来保护王锡安 之后 我就和柳叶来到了李明洪身前的住所 我的心里还在想着自己的那份实习作业 可换位思考一下 我觉得还是等到王锡安的精神状态好些了 再去问才合适一些 第十六集 604号房间 死者的尸体已经移交给法医科进行尸检了 我和柳叶在房间里仔细搜查了好久 依然没有什么发现 小苏 你过来一下 看到这阳台了吗 柳叶站在阳台上 把身子探了出去 向两边张望什么似的 我赶紧跑到阳台上 也向两边看了看 问道 怎么了吗 这阳台 有什么问题吗 嗯 你看这边 这604的阳台和隔壁的阳台 只隔了一面墙 如果凶手在作案之后 完全可以从这里跑到隔壁房间去 然后藏起来 柳叶一边说着 还真的就从阳台外面翻了过去 我连制止他的机会都没有 他这可是私闯民宅呀 我还在犹豫 自己要不要跟过去的时候 柳叶又把脑袋探了出来 说道 你还在等什么呢 可过来呀 难道你为了破案 这点自我牺牲的精神都没有吗 还是说 你胆子就这么小 我 谁胆子小了 不就是六楼吗 你看我这就过来啊 我自然是不甘示弱 三下五出二的就爬了过去 事后想起来 这还真是最粗糙的即将法呀 但是 很有效 柳哥 你这是私闯民宅你知道吗 我们还不知道这房间里面有没有人呢 我声音都快捏成丝了 这生怕房间里面有人就把我们给发现了 柳叶沉默了一会儿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弄得我心里直发毛 赶紧捏紧了衣服 我眼睛就靠了靠 你想干什么呀 我 我我我我我我 我这个 这个人可是 你为什么不早说呀 你早点告诉我呀 哎 我现在几乎是满脑子的问号 说什么 不是你说要有点自我牺牲精神的吗 我我那只是让你能鼓起勇气翻过来 不要害怕危险之类的 我能感觉到柳叶都要抓狂了 但是这里面绝对不包括私闯民宅呀 绝对的 我我以为你知道毕竟你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了 我我我那只是一时思考太投入 我忘记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一瞬间我几乎感觉不能再信任刘叶了 我一定要回到墙那边去 哎 既然都过来了 我们怎么也得做点什么 那不然就太傻了 走 我们进去看看 刘叶说吧 便推门而入 于是我们两个就这样顺利的进到了604的隔壁 605号房 房间里面陈设虽然简单 但却收拾的紧紧有条 看得出来 这房间的主人是一个对生活很有追求的人 不过我们并没有调查的太仔细 粗略的看了看 正打算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听见咔他一声 房间的大门打开了 一位二十出头 穿着时髦的都市历人 翘生生的站在门口 茫然地看着房间里动作僵硬的两个人形生物 你们 女人的嘴里很艰难地蹦出两个字 走错房间了 没见过呀 房间里的弟兄两个异口同声 女人连忙说了几句对不起 又对着我俩鞠了个躬 赶紧把门关上 屋里面 就我和柳叶两个人在那里赶瞪眼 柳哥 我认为 他是觉得自己进所房间了 所以才跑出去的 你呢 你怎么想 我觉得 他应该是去报警了 柳叶做出老陈的样子 很笃定地说 可我们就是警察呀 没看到这身衣服吗 我还特意整理了一下衣领 这时 柳叶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还在飞什么话呀 赶紧趁机会溜啊 柳叶急忙往阳台上跑去 我这个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把腿就跟上了先驱者的脚步 可是 已经晚了 我们两人还是没能从这里逃出去 苏莉 你给我站住 门口的女人又出现了 她大吼着我的名字 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呀 这女人叫林思涵 听到她说出自己的名字时 我才想起来 这家伙 是一名记者 以前侦破过几起案子 都和她有过接触 准确地说 这女人就是看着我年轻 想从我这里套出一些独家新闻 可是 现实总是出乎她的意料 在我们解释了一番之后 她说道 所以 你们就跑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客厅里 我们三人围坐在桌子旁边 林思涵审问着我们两个人 就好像他才是警察 而我们 是两个犯人 好吧 我们现在 确实是犯了错 在各种意义上 是的 我尽量保持语言的简洁 因为我知道言多必失 在他这样的人面前 是绝对适用的 他做出若有所思的神态 嗯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 也听人有人说起 这楼里昨天晚上犯了命案 我当时还在想会是哪个倒霉的家后 哼 没想到竟然就住在我的隔壁 你昨天晚上 不在这里吗 我有些惊异地问道 林思涵没有想到我会这么问 说道 我再不再关你什么事 早知道昨晚我就不跑出去了 和这杀人案相比 那无人驾驶的车辆又算得了什么 听见林思涵小声嘀咕的内容 我和柳叶顿时眼睛就亮了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林思涵 你 你们想干什么 林思涵害怕地往后缩了缩身子 我 我就算是弱女子 也不是好欺负的 我能感觉到 她的脑回路 和正常人好像不太一样 你刚才说到 无人驾驶的车辆 是不是 我往前倾斜着身子 用极为认真的严肃口吻说道 林思涵也感觉到了 这不是在胡闹 就重新端坐好 说 嗯 没错 确实是无人驾驶的车辆 我知道你们一定是在认为我在胡说 但是这个世界上 无奇不有 你们没见过 不代表就不存在 你是在哪里见到的 什么时候 有照片吗 我一连串的发问 让林思涵有些不知所措 诶 你们这么就容易相信了 就不表示怀疑一下 说好的科学严谨呢 你们这被狗吃了吗 终于在我和柳叶的眼神逼问下 林思涵是屈服了 嗯 好吧好吧 我说就是了 你们真是我见过最不严谨的警察 那倒是 如果说严谨的话 也不会糊里糊涂的就跑到你家来了 可不是跑到你这里来的话 也就不会得到你手里的情报 这么说起来 我竟然都有些为自己骄傲了 唉 罪过罪过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呢 我听说在滨江路那一带 到了晚上啊 就有人看见一辆无人驾驶的黑色轿车出没 听目击者称 那辆轿车速度非常快 经常都是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 时间很短暂 几乎连拍照片的时间都没有 知道这件事的人 都把那辆车成为幽灵轿车 然后 各种传说就都出来了 比如呀 以前这路上死个什么人啊 什么什么的 只要能和这条滨江路扯上点关系的 不管多远多久的事情 这当地人呢 都能把它挖出来 然后 就把它联系到这辆幽灵车上面去了 苏烈啊 你是知道的 我呢 作为一名记者 是以追踪报道事情的真相为纪认的 听到这么多关于幽灵车的传言 我怎么能坐得住啊 我一定要揭开这件事情的真相 无能让群众被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所迷惑了 所以 我这么多天来呢 每天晚上都会到滨江路那里去蹲点 说到这里 林思汗停了下来 然后呢 有什么收获没有 我急忙催促的 然后 林思汗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然后还能怎么样啊 然后我就感冒了呗 再然后我不就回来了 并且 看见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警察 就站在我的屋子里面 不知道要做什么 照片呢 你 没有拍照片吗 没有 我说过我连车都没见到 还拍什么照片 你这人是不是脑子 有病案 林思汗就像看见白痴似的看着我 我摸着脑袋想了想 他好像之前说的 是这话吗 是吗 从林思汗这里出来之后 我和柳叶就回到了车里 柳叶告诉我 既然昨晚林思汗不在房间里 那么杀死李明洪的凶手就完全有机会在作案之后逃到605去 但是这凶手又怎么知道林思汗房间里到底有人没人呢 而且这种做法 而且这种做法有太多的投机性 万一林思汗并不住在李明洪的隔壁 那么 又该怎么办呢 我说出了我心中的想法 柳叶也很赞同 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忽视 柳哥 我想 我想凶手能够知道林思汗夜晚不会在房间的唯一办法 就是监视 他一定在这附近潜伏了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掌握死者和林思汗的行动规律 那么你认为 凶手会使用怎样的方法进行监视呢 柳叶打量着车窗外的建筑物 说道 如果我是凶手 我很可能会选择那边的楼房 这事业虽然不太好 但是 位置很隐蔽 为什么不选择公寓 正对的楼房呢 我问道 毕竟正对面的事业 无疑是最开阔的 也是最佳的见识点 柳叶笑了笑 拿出林思汗的名片 在我眼前晃了晃 说道 你忘了林思汗是干什么的了吗 凶手既然想借用他的房间 就一定会实现做好准备 一名擅长挖掘独家新闻的记者 无论是跟踪能力 还是反跟踪能力 都是毋庸置疑的 凶手如果在正对面监视 那风险太高了 万一被发现 就会前功尽弃 哎 柳哥 你什么时候拿到他的名片了呀 我怎么不知道 很明显我现在的关注点 并不是他在说什么 我只是在意那张名片是在哪里得来的 这明明我都没有啊 很快 我们就来到了柳叶所说的那栋楼房里 这楼房只有五层楼高 在公寓楼的斜对面 马路转角的地方 墙壁上的涂料 剥离了七七八八 不少的地方都露出了火红的砖款 上面还有不少的大型涂鸦 这一看就是那种年久失修的建筑 这栋楼房的楼梯在墙外面 完全是钢铁焊起来的 漆黑色的骨架和火红色的墙砖 形成了极富冲击力的图案 我和柳叶顺着楼梯爬上五楼 因为位置特殊 在这里想要看到林思涵的房间 只有靠近楼梯的那间房 才有足够的视野 虽然在楼梯上也能看得到 但除非是傻子 否则绝对不会这么干 我们敲了敲那间房间的门 来看门的是一位白发苍苍 带着老花劲 勾搂着身子 杵着拐杖的老先生 哦 警察同志 找我这个老头子 是有什么事吗 老先生看我们是警察 只是稍微有些诧异 可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我倒是很奇怪 这里为什么会住着人 本来只是试探性的敲门而已 我一时语色 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了笑 柳叶赶紧上前一步说 啊 老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片地区的民警 是来了解一下 这房屋的使用情况 不知道老先生 您在这里住了多久 哦 原来是这样 快 进来坐一坐 要不要喝口水啊 小伙子 柳叶连忙摆手拒绝了 老先生的好意 说 啊 别 谢谢您老的好意了 我们这问完就走 花不了多长时间 用不着这么客气 老先生 您啥时候搬过来住的呀 嗯 小伙子 兢兢兮兮兮 不错 不错 我呀 才搬过来没几天 应该 就是在前天下午吧 前天下午 我儿子才把我从 敬老院里接出来 让我暂时住在这里 这楼也没电梯 上上下下的 都要靠这双腿 我这是人老了呀 想下个楼都不方便 我这几天 也没怎么出去走动啊 老先生 您的儿子为什么不接您回去住啊 我心里感到很奇怪 就很自然地说了出来 可这话一出 我就后悔了 那老先生听见我说的话 明显愣住了 好半生才叹了口气说道 唉 我家那小子呀 这才工作没多久呢 他那房子也小 就住他那几口人就够急的了 我就不去那里凑热闹了 住在这里 多多少少也离得近些 比那静老院里住着 好上不少了 老先生的眼睛看着远处 萧瑟的身影 如同大写的落寞 我们问完就离开了 柳叶见我下楼的时候 沉默不语 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道 走吧 继续办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别人洗上的灵 你再想 也是戒不掉的 第十七集 我们在辞别了老先生之后 我们找到了这栋楼房的主人 我们想从他那里 知道那位老先生之前 住在那间房间里的人是谁 我们和房东约好 在一处茶楼里见面 时间是下午两点 为了不引人注目 我们就换个人 换上了便衣 赶到茶楼后 我和柳叶分开坐着 他负责和房东会谈 而我负责周围的警戒 之所以这样 是那房东在电话里告诉我们 他有很重要的线索 而且要求了只能告诉一个人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一幕 很快 约定的时间到了 下午两点 一个肥胖的身体 准时地坐在了柳叶的对面 我想这就是那位房东了吧 只是对他的身体感到很意外 他确实太胖了 比之前莫名其妙跳楼自杀的那个胖子 还要胖上几分 不过看到这个房东 我又想起那家伙的尸体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难道说真的消失了 人间蒸发了吗 他们在一起谈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等那房东走出茶楼之后 我才跑到柳叶对面 左下问 怎么样 他 有说什么吗 柳叶摇了摇头 我立马跳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说道 什么都没说 他 他闹我们玩呢呀 柳叶见我这么激动 赶忙伸手把我按回到椅子上坐着 一副哭笑不得的模样 唉 别着急 他是没有说什么有用的消息 可是 他拿了这个东西出来 柳叶摊开手 一个造型别致的吊坠 安静地躺在手心上 这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厌熟 可是 又认不出到底是在哪里见过 你忘记了吗 这吊坠的形状 和那晚发生小女孩死亡 案件停车场附近的那个酒吧的logo 是不是很相似啊 听到柳叶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一些印象了 那家酒吧的logo 确实和这个吊坠形状很像 但是这会说明什么呢 这案件和那家酒吧 有什么联系吗 所以 我们下一步 是去酒吧吗 我试探性地问道 毕竟我这辈子 都还没有去过酒吧 没有想到 我这第一次去 竟然很有可能是因为公务丢掉的 哎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明川区的这间酒吧叫做明川之夜 当我和柳叶来到这里的时候 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 向附近的人打听 才知道这里只有晚上才会营业 所以我们就暂时回到了警局 打算晚上再去一探究竟 在回警局的路上 我问柳叶的 柳哥 那房东 就没有说别的什么了吗 他和你谈了那么长的时间 就只是说了这个项链 柳叶看了我一眼 笑了起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笨 想忽悠你啊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着柳叶收起了笑容 用极其认真的口气说道 没错 他不只是说了项链 而且还向我透露了 那位房客的模样 以及他的姓名 我听到这里就激动了起来 这可是相当重要的线索呀 有了一个人的外貌特征 想找到这个人就简单的多了 我急忙问道 他 他是怎么说的 那个人 长什么样子啊 柳叶抬起手让我别那么激动 慢条思理的说 谈话的内容我都录下来了 回去慢慢听就行 等会儿啊 我得把它交给族里的人 让他们尽快绘制出一幅肖像出来 绘制肖像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但是 我突然想到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这个人就是嫌犯呢 柳叶抬起手 就算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 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 他和这件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我问道 柳叶显然也是知道这一点 告诉了我他的想法 嗯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但是 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线索 应该 是唯一 还能够追查下去的线索 我们没有证据表明 他和案子有关系 但是 同样也没有证据说明 他和案子没有关系 想要找到证据 眼下就只有两条路 第一 就是去酒吧里寻找线索 而另一条 就是找到这个房客 从他的身上 找找线索 很快 我们就回到了警局 柳叶把录音交给了其他人 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那名房客的小乡 我坐在办公桌前 看着面前散乱的卷宗 又一次思索了起来 就像是柳叶说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起案子 最缺少的 就是能够追查下去的线索 无论是现场留下的证据 还是监控 总会在某个地方就戛然而止 令侦破工作无法展开 而这一系列的事件 就像是一张巨大的网 把我们每一个人 都困在了里面 而这张网的起点 是赵薛荣 我就像中了魔证似的 突然猛拍桌子 站了起来 一时间办公室里 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茫然地抬起头 看着我 我确实中魔证了 就像解铃海徐系邻人那样 这案子从坠河案开始 但是这真正其中涉及最多的 确实是赵薛荣 这个已经死掉的女司机 我相信 在赵薛荣这起案子中 一定还藏着什么秘密 我把我的猜想告诉了队长 队长认为这个思路值得一事 当即就组织人手 找出了赵薛荣这起案子的所有记录 赵薛荣 女 28岁 本地人 是一家商贸公司的人事部支援 白天上班 晚上下班之后 就坐起了网约车 赚点零花钱 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 这家商贸公司 叫林师商贸 这是我们市最大的一家商贸公司 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企业 根基深厚 牢牢地把持着这座城市的经济命 车祸发生在滨江路 滨江路 又是这个地方 现在我看到这几个字 就感觉到头打 赵薛荣 张大富 还有无人驾驶的游灵轿车 都和这个地方扯上了关系 时间是晚上八点半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描述 当时一辆黑色的大众轿车 以极快的速度 撞向了路边一位行人 因为撤速太快 导致那位行人当场死亡 事后 黑色轿车并未停留 立即逃离了现场 另外 调出的监控 也和这些证词上的内容 完全符合 这辆车的车主 就是赵雪荣 在大众车里 也只找到了赵雪荣的质问 被撞死的行人 是赵雪荣的同事 根据林师商贸提供的信息 这位同事即将顶替赵雪荣的职位 而赵雪荣很可能会被公司解除职务 从这些记录里面 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赵雪荣 证据 作案动机都很充足 最后警方自然就是抓捕了赵雪荣 可是他一直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是无罪的 并且申请了法院的审判 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所以 从这些记录里面 没有一条能够指明 当时车里面的 就是赵雪荣 是这样吗 队长扫射完资料以后问道 这不是在胡闹吗 还不等我们说话 队长就把文件扔在了 在桌子上愤然地说道 这起案子当时是谁负责的 立刻把他叫过来 我要亲自问问他 为什么就这样草草地结案 快去 这可真是为难下面这些警察了 柳叶苦着脸说道 队长 当时处理这件案子的警察 前段时间就被调走了 可是根据接待他的那个单位 传过来的消息 这人压根就没有到他们那里去报道啊 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他的下落呀 那其他人呢 法医科那边 是谁在负责这案子的 队长一说完 立刻拍了下自己的脑门 当时 当时处理的不就是成奇吗 这 看这样子 这案子一定是藏着蹊跷了 有人不想我们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提前切断了所有可能的线索 确实 和赵雪荣这案子有关系的法医死亡 警察也下落不明 如果不是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 打死我都不会相信 但是现在线索似乎都已经断掉了 我们又该如何下手呢 看着桌子上的文件 我突然眼前一亮 或许 线索还没有全部断掉 队长 我想我们 应该还有一条线索可以用 我拿起桌子上的文件说道 那就是这起车祸的受害者 根据这档案里面的记录 他应该不久就要接替赵雪荣的职务 无论赵雪荣是否已经知道这消息 但是能够成为作案动机的 似乎就只有这一条了 我们可以调查一下 是谁把这条消息说出来的 又有哪些人知道 根据现有的资料 我们找到了在那起车祸中的受害者的名字 张若宇 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队长让我们先着手调查 这位张若宇的情况 我和柳叶又成了跑在第一线的警务人员 根据现有的资料 这张若宇在出事之后 遗体就被他父母带回了老家 而他的老家在本市的东边的一个小镇上 直线距离接近五十公里 当我和柳叶来到镇子上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 当然了 这次我们并没有开警车 而是开了一辆黑色的街搭 衣服也换成了平常的衣服 我们通过镇上的派出所 找到了这位张若宇的父母的住所 在镇子的西边一片竹林里面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我们顺着竹林里的一条小径 往竹林深处走去 四周都很昏暗 整片林子也是静悄悄的 偶尔有一阵风吹过 弄得竹叶沙沙作响 看着眼前幽深 消失在黑暗的小路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柳哥 你说这地方 像是有人的样子吗 我怎么总感觉 甚得慌呀 要不 咱们明天再来吧 我私下打量着这片林子 完全没有一点底气 柳叶很是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指着前边就说 都快到了 你还打个什么退堂鼓啊 坚持吧 再走几步 我顺着柳叶指的方向看过去 发现有几处微弱的光点在闪烁 忽明忽安 跳动着 好似天上的繁星 我知道 那里应该就是张若宇的老家了 有了前行的方向 脚下的步子自然而然的也快了许多 当我们终于看到向往的林中小屋时 却是被眼前的景象给弄呆了 我们看见的是一座土坯房子 只有小小的三个房间 我们先前看到的亮光 是这屋檐下暗淡无力的白齿灯 最多只有三十瓦 当然 这些不是我被惊呆的原因 最让我吃惊的是 这里正在进行的事情 一个穿着黄色道袍的白发老头 站在房子前的院子中间 他面前放着一张桌子 桌子上铺着一张黄色的桌布 桌布一直搭了到地上 把桌角都给捂得严严实实 这桌子上还放着三个盘子 分别装着做好的猪头 鸡和鸭 在这些盘子后面 还摆着几根点燃的蜡烛 旁边放着一个看起来很古老的陶棍 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这老头站在院子中间 手里拿着一把木剑 不停地摆弄着姿势 同时嘴巴里还念念有词 这里是在做什么呀 我们该不会是走错地儿了吧 我有些紧张地问 毕竟我长了这么大 还没有亲眼见过这阵仗 这么神棍的阵仗 第十八集 柳叶也是被这个场景 弄了个措手不及 愣了一会儿 才说道 不会错的呀 当地的警察说了 这竹林里面 只有这一户人家 我们找到这儿 不会有错的 可他们这儿 柳叶没有让我再继续说下去 只是让我先看看再说 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 原来院子里面还有其他的人 两个很年轻的小伙子 看起来最多十七八岁 这两人穿着灰色的道袍 应该是和那老头一伙的 现在都蹲在院子的一角 看着这老头做法 而在屋檐下面 站着一对中年夫妇 他们依偎在暗淡的灯光里面 静静地看着我们 很显然 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一秒 他们俩就注意到了我们俩 他们没有说话 我也静静地看着院子里 正在发生的一切 终于 那老头端起头冠 猛地在嘴里灌了一口 对着蜡烛 喷出一条长长的火龙 这古老神秘的仪式 也是告一段落了 我和柳叶来到那对夫妇的跟前 根据资料上的图片 这两人就是张若瑜的父母 我们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谎称自己是张若瑜的大学同学 夫妻俩一听我们是张若瑜的同学 急忙地 很是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男人从房里端出两把被岁月打磨的圆润无比的凳子 让我们坐下 女人则是端了两碗热水 让我们喝了 暖暖身子 他们 有着最淳朴的热情好客 但是这掩盖不住 时不时从眼睛里流露出的哀伤和惋惜 柳叶喝了点水后说道 阿姨 我们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那道士在院子里弄那些 这是在做什么呀 女人这脸上露出些犹豫和为难 看向坐在身边如山一般稳重的男人 啊 没事的 如果不愿意说就算了 我也只是好奇而已 真的抱歉啊 这是男人叹了口气 说道 唉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我们这样做呀 也是为了我们的女儿 他们的女儿不就是张若宇吗 调查和张若宇有关的事情 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所以我和柳叶当时耳朵就竖了起来 不放过男人说的每一个字 事情是这样的 男人回忆着 脸上布满了错荷 当我们知道鱼儿出事的时候啊 孩子他妈当场就昏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之后 一下管不住自己 说什么都要把鱼儿带回来 他说鱼儿啊 在这外面一人苦了这么多年 现在就这么死了 说什么也要带回家里来 再看看他 所以 我就马上找人帮忙 就把鱼儿给带了回来 就放在这堂屋的里面 按照我们这乡下的习俗 人死了 是不能马上下葬的 但是呀 就在前天晚上 奇怪的事发生了 男人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睛里充满了震惊 像是看到某种超乎寻常的事情 到现在都仿佛还弱在眼前发生着 发生了什么事啊 说 我忍不住开口问道 男人打亮了我几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两久之后 才重新开口 鱼儿 消失了 怎么会啊 我和柳叶不约而同的警探道 不仅是市区里的尸体会消失 就连张若宇的尸体都离奇失踪了吗 为什么会这样 似乎和这案子有一点关系的死者 尸体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无法接受这种事 于是就找到了派出所的通知 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鱼儿的下落 可是 在鱼儿失踪后的第二天 就听到镇上开始有传言说 有人晚上看见了鱼儿在镇上出现了 坐上了一辆轿车离开了 说 他们有说那辆轿车什么样吗 我急忙地追问 我能感觉到这件案子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男人没有想到我的反应这么强烈 愣了下 然后又像是释怀了什么 他说道 唉 那是一辆黑色的轿车 车子往市里面去了 他们还说 那晚上 我们的女儿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 但是鱼儿 她从小到大都不喜欢白色 我说 她真的就这样走了吧 我们辞别了张若宇的父母 他们最后还打算让我们留宿一晚 但是我们没有想在这个时候再继续打扰他们 而且我们也确实得到了一些信息 虽然这些信息似乎让我们更迷茫了 至于关于张若宇工作上的信息 从他父母的表现来看 他们知道的可能还没有我们了解的多 所以我们打算之后到他工作过的公司去了解 可是关于这件案子 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凶手的身份是什么 他犯下这么多起命案的动机又是为何 回到了车上 刘烨把汽车发动了起来 伴随着耳边低音的引擎声 我试着把到目前为止的信息都联系起来 想要从中找到一些共同的地方 事情的开端就是张若宇身上的这起车祸 至少目前知道的开端就是这样 之后赵氏司机赵雪荣死于家中 张大富坠合而死 而这之后又发生了小女孩神秘死亡 以及目击者沉浸的离奇自杀 这几起案件都和赵雪荣有一定的联系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 案发当时赵雪荣都在现场 虽然他早在这之前就已经死了 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兵仪馆的老板 和两位兵仪馆的保安先后遇害 剩下的两名保安 一名在警方的保护下 而另一名暂时降落不明 而这兵仪馆的人也和赵雪荣有着一些关联 赵雪荣死后 他的家人将其安置在这兵仪馆里面 这些人的死似乎都和赵雪荣有联系 如果先假设撇开这些与赵雪荣的联系 毕竟赵雪荣已经死了 我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事实 不然他就会想 他的尸体时而消失 时而出现那样 在我的脑海里飘倒 就像是一个幽灵 让我试着分析 张若宇死后 尸体在老家里消失 赵雪荣死后 尸体也经历了多次的失踪 从这点推断 首先 凶手需要很了解这两人的情况 他需要知道张若宇的老家在哪 以及赵雪荣的尸体被他家人存放的地方 由此 可以得出第一条推论结果 凶手需要同时认识张若宇和赵雪荣两人 或者和他们家人相熟 之后再来分析张大富的死 张大富是被赵雪荣约出去的 而且两人私下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 这么看来 凶手对赵雪荣或者张大富的了解都非同寻常 甚至调查跟踪过两个人 那么这就是能推断出的第二条结果了 凶手可能在赵雪荣或者张大富周围出现过 想了解两人的行踪 那么一定在两人住所的周围 或者他们约会的地点出现过 然后是小女孩和陈静这两个人 这实在是很诡异 有太多无法解释的东西 完全理不出头绪啊 或者我们应该暂时跳过 接下来就是陈启 似乎他和赵雪荣唯一有联系的地方就是 他是当时负责那起交通事故的法医 凶手能够将他引来警局 还可能在之前犯案的过程中 得到了陈启的协助 也就是说 凶手和陈启认识 或者他掌握了陈启的把柄 这就是第三点推论 再接下来 就是殡仪馆的馆长了 虽然暂时不清楚 他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但是我本人 更愿意相信他是被谋杀的 虽然现场很像自杀 但我实在找不到他会自杀的理由 如果是他杀 那么凶手能让馆长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并且凶手自己出现在监控里面 唯一的解释 就是他相当了解殡仪馆的构造 以及每一个监控器的死角 再者 就是小陆和李明洪了 这两个人都是殡仪馆的保安 现在 一个死 一个昏迷 凶手为什么会对这两名保安动手 这个问题 我始终找不到答案 但是凶手试图杀死小陆 是在殡仪馆里 而且在小陆的手机上 也找到了和赵雪荣的通话记录 为什么小陆接到赵雪荣的电话后 会前往殡仪馆 凶手又为什么会知道 这样做 能够奏效呢 所以 我有理由推测 凶手知道赵雪荣和小陆之间的某些事情 至于从何而知的 很可能就是来自对赵雪荣的跟踪 李明洪的死亡 这就如同之前柳叶推断的一样 凶手曾经密切地监视过他一段时间 所以 到目前为止 黑里出来的依据 就有这么几条 第一 凶手认识张若宇和赵雪荣两人 或者他们的家人 并且关系不错 第二 凶手跟踪监视过赵雪荣 张大富 李明洪等人 第三 凶手认识陈启 并且手上有他的把柄 第四 凶手熟悉殡仪馆的结构和监控死角 想要完成这次连续杀人案 凶手必须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才有可能办到 这样一来 我似乎是能够找到侦破案件的那条线索了 只是到目前为止 我都找不到凶手如此频繁的作案的动机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如果能找到他的动机 或许 我们就能够预测他的下一步行动 阻止下一名受害者的出现 小苏 你想什么事呢 想那么出声 柳叶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 啊 我在分析到目前为止掌握的情报 想听吗 柳叶文言眉毛一挑 来了兴致 你 说来听听 我给你参谋参谋 于是 我就把自己刚才推理的一套说了一遍 不过 我只说了第一点和第四点 因为 之前队长怀疑林红有问题 让我跟踪过林红 现在我的推理中 陈起可能也有问题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 凶手的来头很大 不会是简单的罪犯 而且 警局里面 会不会还有他的内应 内应是谁 我不知道 所以 我必须保留一些东西 在我找到决定性证据之前 都不会告诉任何人 不然 很可能会使我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回去的路上 又已经是黑夜了 就像那晚突然出井一样 夜空 还是一样的深不可测 无风无浪 无水无波 但又汹涌澎湃 暗流涌动 只等浩然月明 突破重重云层 才有一点的光芒 照在我的身上 同太阳的光芒不同 夜晚的光 注定是皎洁的 是冰冷的 云层飘过 再次遮住 那刹那的明亮 夜晚终于在这一刻 重归黑暗 与那晚不同的是 这一次划破黑夜的 是这辆黑色的街打车 第十九集 第二天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 一大早就来到了警局 王熙安已经在警方的保护之下 现在有一处很隐秘的居住地点 整个行政队里面 只有队长 光头和柳叶之等 之所以知道的人少 主要还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保护王熙安 毕竟我们到现在 都还没有破解凶手作案的手法 在这次的对手眼里 似乎所有的防备措施 都是徒劳的 所以 目前最保险的做法 就是把王熙安藏起来 藏到一个 没有人能找得到的地方 这样看来 王熙安至少 不需要那么担心了 可是最近 似乎就是案件的高发起 我这才来到警局里 就又迎来了一位 不速之客 来的不是别的谁 就是那位女记者 林思涵 不过 她没有发现我 我一看到她的身影 出现在大门口 心里就纳了闷了 她来这里做什么呢 不会 又是为了挖新闻 跑到警局里来蹲手了吧 真的那么拼吗 不过这一次 显然是我误会她了 她的手上有一条 很重要的情报 只是这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 哎 你怎么还跑 警局里来了 以前都没见过 你为了跑新闻 这么急急过 说吧 是不是看上什么案子了 想弄个大毒家呀 我看她进了门 在大厅里东张西望 一副找不找北的样子 就迎面走了上去 她听出我这是在挖苦她 眉毛立刻就竖了起来 满脸不快地说道 不用这么说话的吗 你以为我一天很闲的吗 逃你这来蹲手呢还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样看我的 算了我走了 你可别后悔 她转身做出一副 要离开的样子 我也听出来 她这是话里有话呀 当急 就伸手把她拦了下来 问道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呀 赶紧坦白交代了 不然 当心我不念旧情了啊 林思汗白了我一眼 好像在说有个屁的究竟 接着 她就从衣服口袋里面 拿出了几张照片 在我面前挥动了几下 洋洋得意地说道 这是我昨晚在滨江路上拍到的 怎么样 想看吗 我一听 立马就来了兴致 我可是知道 她每天都在滨江路那里 忙些什么的 没有想到 还真的就拍到照片了 我赶忙拿过她手里的照片 一张一张地翻看了一遍 照片不多 一共才五张 就是这五张照片里的内容 让我激动的双手都颤抖了起来 差点没有从地上跳了起来 照片上 是一辆黑色的大众轿车 这辆轿车 在这几张照片中逐渐变大 而且从拍摄的视野上来看 林思汗是趴在地上拍摄的 可能是藏在一些低矮的灌木丛里面 这女人 还真是够拼的 这差不多是我对她唯一的正面评价 毕竟之前接触了很多次 我很清楚 这女人 就不是省油的等 再来看照片 照片上的大众汽车 让我有些眼熟 只是和传言中的不一样 这辆车里面 是有人的 正副驾驶各坐着一个人 司机穿着黑色的皮衣 精致的衣服 将她的身体曲线 勾勒得淋漓尽致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这是一位标志的大美女 可是具体的脸部轮廓不是很清楚 而且她还戴了一副墨镜 自然是无从得知这个女司机的长相的 再看副驾驶上的人 也是一位女人 穿着白色的连衣裙 瓜子的脸 斜流狠 我仔细看了几眼 顿时就傻了 这人 怎么和张若宇如此的相似啊 虽然看不清楚具体的细节 但是这大致的轮廓 真的就和之前在资料上看到的 如出一辙 而且我是知道的 这张若宇的尸体也失踪了 并且失踪当晚 还有人看见她 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莫非 就是这一辆 这 我惊异地看着林思涵 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还是第一次 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感激的情绪 哼 感谢我吧 这可是我守了大半夜的晚上才拍到的 这上面穿着白衣服的女人 我感觉 很像之前一起车祸中丧生的女人 张若宇是吧 林思涵洋洋得意地说着 我竟然在她的身上 感觉不到一点害怕的情绪 我说 你就不怕吗 我有些佩服她的神经大条 如果我也能做到这点 说不定 以后就算是独床虎穴 我也不会心虚了 哼 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我这是平时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本姑娘又没有得罪她 我怕她做什么 零好像是这么个零 但是我才反应过来 她竟然认得出照片上的女人 我便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林思涵又赏了我一个大白眼 无力地说道 我说 你傻呀 我是做记者的 那起交通事故 我也有报道的好不好 能够认出当时的死者 很困难吗 好了 你现在就拿着这些照片去破案吧 我要回去写我的稿子了 这可是劲爆的大新闻 死者复活 夜晚搭车 到底是人还是鬼呢 真是个恐怖的故事 林思涵一边嘀咕着 一边走出了警局 而我则跑到办公室里面 把这些东西交给了队长 队长看到这几张照片 脸色当即一变 就问我 这是在哪里拍到的 我告诉他是在滨江路 拍到这几张照片的人 已经走了 但是随时都能联系得上 队长点了点头 随后便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会议的内容就是 这几张照片 会议时 每一个人手上 都拿着照片的复印件 队长问道 你们看看 手里面的照片 都说说 能看出哪些东西啊 会议室里的警员 开始观察手里的照片 顿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接着 他们就前后左右的相互交流了起来 脸上满是怀疑和惊议 好了 都说说吧 你们看出了什么 有什么结论 队长结束了讨论 他想要的是建设性的看法 队长啊 这张照片上的轿车 无论是从车型 还是车牌号来看 都是前几天 那起车祸的肇事车辆 那起案子的资料 我很熟悉 当时就是我父子处理现场的 一名年轻的警察 很快说出了自己得到的信息 队长点了点头说道 嗯 不错 交警队那边也有消息说 他们停车厂里 丢失了一批车 这案子正在交给二组负责 我想 照片上的这辆车 就是那个时候被偷走的 看来 这案子又牵扯更多的东西进来 能够从交警队投车出来 一定是惯犯 才能做得到 难道说 这场连续杀人案最后 还要涉及到一伙偷车贼吗 会议结束之后 队长立即让人寻找 这辆轿车的下落 他要知道 这辆轿车昨晚开向了何处 我还想着我的实习作业 现在王锡安也被藏了起来 似乎想完成作业 只有去找最后的那位保安了 一切为了实习作业 我很快利用局里的信息网 查找到殡仪馆 最后一位保安的信息 就在这个时候 柳叶突然跑了过来 我一看他那兴致昂然的样子 就知道 我自己的计划 又跑疼了 我俩又换上了便衣 坐在捷达车里面 沿着滨江路 一路向前行驶 所以 为什么又是我俩去现场寻找 我的实习作业都还没开始动呢 我哭丧着脸 满是渴求的眼神看着柳叶 哼 你有问题就问队长去吧 我也只是封命带你去而已 柳叶倒好 完全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口吻 完全不能理解我的难处 叹了口气 我也只好认命 毕竟 都跟着车子跑出来这么远的距离了 现在在打掉头 说什么都不可能 唉 那好吧 柳哥 我们去哪儿啊 我看着车窗外 飞速后退的护栏 问道 柳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从衣服里 掏出一个物证的袋子 里面装着的 就是之前的那幅项链 我看了这项链 也是明白了 死去的目的地 难道说 那辆轿车最后也到了那酒吧 我有些不敢相信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也太过巧合了吧 柳叶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是默认了 我从项链上收回目光 往后挪了挪身子 好让自己完全靠在椅背上 现在几条线索 都指向那间酒吧 看来那家酒吧 很可能藏着些什么 如果只是巧合的话 那也太不可思议了 确实有必要仔细检查一番 等我们到达酒吧的时候 还是上午的十点半 这个时间 这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 想要等到它营业再进去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样浪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 我和柳叶江车 停在了附近的一处不起眼的巷子里 我们拨打酒吧广告牌上的联系电话 谎称自己是来消费的 希望他现在能够开门 可是这老板 一直坚持要到晚上才开始营业 无论我们怎么商量 他都没有松口的打算 所以 到最后 我和柳叶 只有使用最实际的办法 闯 我们两人来到酒吧后面的小巷子里面 想从这里找个地方翻进去 这酒吧里一共有两层楼 根据柳叶打听到的消息 这第一层是喝喝酒 看看舞蹈 听听歌的地方 到了二楼 就全是包厢了 我们在这巷子里面四处寻找进去的门路 但是奈何这一楼的窗户都被灌得死死的 倒是在二楼有一扇窗户是打开着的 我和柳叶相视一笑 颇有一点英雄心心相惜的意思 毕竟这一翻上去 要是被抓住了 那可就麻烦大了去了 这种爬窗户的事情 自然是难不到我和柳叶 我俩三下五除二 轻轻松松的就爬了进去 一进去 我们发现这不是包厢 而是一间最多六平方的小办公室 这倒也是 谁会在包厢开个窗户啊 这办公室里的陈设很简单 一张办公桌 两把椅子 一台饮水机 就这几样东西 办公桌上摆满了杂七杂八的资料 淋淋散散地撒在桌上 有些还掉落到了地上 整个房间乱作了一团 这些人真的是一点都不讲究 起码分类说好再下班吧 我小声地表示内心的鄙视 柳叶却站在办公桌上 简单地看了几张桌子上面的文件 说道 这不是没收拾 而是有人在这里匆忙地翻找某样东西 最后在跳窗逃了出去 翻找东西 一个酒吧能藏着什么东西 真是不靠谱的推理 我很不赞同柳叶的推断 毕竟在我的眼里 这种地方真是没什么东西好拿的 哦 那你又怎么证明 我的推断有问题的呢 柳叶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在期待着我能给出反驳他的依据 可是 我能有什么依据 最多就是直觉罢了 但是我并不想就这样承认了 硬着头皮找了一个理由 你 你看这里 我来到门边指着门把手说道 那 你看这种锁 这间屋子的锁并不需要钥匙 只能从房间里面反锁 而且 我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 手放在门把手上 怎么也压不下去 这门 是反锁之道 柳哥 我的语气一下子就沉稳了起来 因为 这门还是繁琐的 说明这间屋子 就是一间密室啊 唯一能够到达外界的 只有那扇窗户而已 这么说来 柳叶的推断是没有问题的 的确是有人从这里 拿走了某样东西 而且因为时间 或者什么别的原因 他只能从窗户逃出去 门到现在还是繁琐着的 也就是说 我们是这起失窃案的第一发现者 这可真是有趣啊 翻个窗都能遇到盗窃案 果然 我就是和当警察 我和柳叶从那间办公室里出来 我们当前的第一任务 就是调查这间酒吧 至于失窃案 我们打算调查完这里后 交给二组的同事去处理 在办公室的外面 是一条长长的过道 在过道的外侧 也和这间办公室差不多 都是同样大小的房间 这些房间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 我和柳叶一间间的查看过去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 在过道的尽头 又是一扇门 打开这扇门 我们才发现 这门里门外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门的另一边 是装潢华丽的过道 在过道的两边 就是这一层的包厢了 只是看着这些房间外面的装饰 都能够想出 房间里面 将是怎样的奢华 我和柳叶两人沿着过道 将这些包厢一间间的查过去 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 唯一的收获 就是我这双 已经被亮下的狗眼吧 我们之后来到了一楼 从楼梯上下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宽广的大厅 舞台 卡座 和吧台 这些应该有的东西 一样都没落下 我和柳叶把这些地方 都查了一遍 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是在大厅的东北角 发现了一扇白色的门 这扇门紧闭着 上面写着 非工作人员 禁止入内 这几个大字 柳叶和我打算 查看这间酒吧 最后的神秘地带 第二十集 只剩下这最后的地方 没有查看 我站在门前面 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结束这次任务了 我伸手去开门 但是门却纹丝不动 再试一次 门还是没当进 我和柳叶四目相对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诧异 这扇门的锁 和楼上办公室的锁 是一样的 只能够从里面反锁 只是一旦反锁了 门把手就压不下去了 可现在门把手 可以轻轻松松地压下去 这说明 门并没有反锁 可是既然没有反锁 却为什么打不开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 有人把门给堵住了 这门后面 应该有人猜对 可能是看见我们在酒吧里面 就躲到这里面去了 然后找了东西把门给堵上了 我向柳叶说着自己的看法 柳叶点了点头说道 那我们就把门给撞开 我顿时待在那里 很想对柳叶说一句 你是认真的吗 要撞开这扇门 这弄出来的动静可不小了 如果 万一 这说不定就惊动了其他人 以为酒吧遭了贼怎么办 这到时候不是把我们当贼打吗 我才不会傻到去撞门呢 我不懂 经过我和柳叶两人的不懈努力 总算是把这扇门 撞开了一道可供单人穿过的裂缝 等到来到门的另一边 我们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挡在了门后面 原来是三把紧紧堆在一起的石木沙发 每一把都是异常的沉重 难怪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真亏我们两人能把这东西撞开 门后面是一个宽敞的房间 应该是这家酒吧的厨房 平时用来做点点心之类的 在这厨房的两边各有一扇门 不知道通往何处 在确定厨房没异常之后 我们就往左边的那扇门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听到咣当一声 是从另一扇门后面传来的 看来就是之前把门堵上的家后了 我和柳叶急忙向那扇门跑去 碰的把门给撞开 还好这扇门后面没有被东西堵着 这扇门后面是一条过道 过道上有两扇门 这里是这间酒吧工作人员的环衣间 我和柳叶只是听到这边传来了声音 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扇门后面 为了防止让对方跑掉 我和柳叶决定一人搜查一间 我推开了左边那间环衣间的门 房间里面很暗 但是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在房门正对面的墙上有一扇窗户 窗户被窗帘挡住了 只能借着那微弱的光线辨认出房间里面的物品的大概轮廓 在我的两侧各有一排柜子 应该是存放衣服的 在房间中央有一个长条状的物体 在这东西上面还能看到窗户的影子 这应该是凳子之类的东西 我猜测着 而在窗户旁边还放着一面镜子 这应该是女职员的环衣间吧 不是应该男左女右吗 为什么和常识不一样啊 这个时候 我听到柳叶在隔壁房间叫我过去 听她的语气似乎有些不妙 我急忙跑到隔壁的南换衣间 这两间换衣间的布局完全一样 柳叶站在窗边 窗帘已经被拉开了 所以这间房间要明亮很多 小苏 你过来看这张窗户 我几步走到窗边 这才看到了窗户上夹了一张纸条 上面只写着一个时间 两点半 这是什么意思呀 是在告诉我们一个时间吗 我弄不懂这样一张纸条 到底暗含怎样的意义 柳叶和我一样 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明白 只好说道 我们先收起来 等回到了局里 再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大家集思广益 可比我们两个在这抓破脑袋有用 对了 在你那间的房间里面 有发现什么吗 柳叶把纸条装到了袋子里面 冲我说的 我有些腼腆地笑了笑 说道 我这还没来得及检查 什么有用的都没发现 那好吧 等会儿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我想 那个人已经离开了这里 柳叶拍了拍窗户 满含遗憾地说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柳叶指了指窗户 说道 这窗户上并没有上锁 在窗户外面 也没有蔚蓝 听到柳叶这样说 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了 按照常理来推测 为了保证自己的一些贵重物品的安全 这里的职员都会随手锁上窗户 可是现在 窗户没有锁上 就以为 是有人从这里逃了出去 所以也没有办法 再将窗户锁上 我的话刚说完 柳叶又继续补充道 而且 我怀疑这人 和在楼上办公室里拿走东西的 是同一个人 楼上办公室 很可能是他故意伪造出来的假象 让人以为他已经逃走了 是因为那把锁 我走到一个柜子前面 那种门锁 虽然没有钥匙 而且只有从里面反锁 但是将锁反锁了之后 还是可以把门关上的 这一点 就和汽车的门锁是一样的 这人可能利用这一点 假装自己已经离开 事实上 他还潜伏在酒吧里面 而后 就遇到了我们 但他为什么要留在酒吧里面 他到底 想从这里拿走什么呀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如果他想拿走办公室里面的文件 那么就没有必要 故步迷阵 可是想要拿走其他东西 这酒吧里面 除了几瓶酒 似乎找不出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了 但是酒吧里面 对于贵重的酒 都有严加看护的 我暂时理不出头绪 猛力地敲了一下面前的衣柜 可是 没有想到 紧接着这敲机身之后 衣柜里面 又传来了另外一道 稍微低一点的敲机声 这衣柜里面有东西 我转头看向柳叶 发现他也有些惊疑地 看向这衣柜 刚才的声音听见了吗 柳叶一边向这衣柜走来 一边问道 可是没等我回答他 他又说 这柜子里 一定藏着什么东西 我们都该看看 柳叶想把这柜子打开 却发现他并没有钥匙 不应该说没有 而是我们两个都没有钥匙 可是我们没钥匙啊 柳哥 开这种柜子 没有钥匙了 这开不开啊 柳叶似乎一点也不慌 可能这种柜子 根本就拦不住他 他信心满满地对我说道 看我分分钟搞定这东西 柳叶在房间里面 四处翻找了一阵 只见他从一个衣柜后面 拉出一根黑漆漆的撬棍 紧接着 只见柳叶把撬棍卡进衣柜的门缝里 用力地往外一按 咔的一声 这衣柜就打开了 衣柜里面的空间 最多只能容纳一个人 在这里面 除着挂着几件衣服 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口袋 靠在最里面 被衣服挡住了 这口袋几乎占据了 这柜子里全部的空间 我惊疑不定地指着袋子 说道 你看 这衣柜里面的袋子 这里面装的好像是 袋子里面 装着一具冰冷的尸体 柳叶还没等我把话 说完就打开了袋子 沉痛的事实 让我把后面的半句话 都吞了回去 走近一看 想看看这袋子里的尸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看见尸体那张脸时 我的瞳孔顿时一缩 惊慌地说道 怎么会 伤入雨的尸体 怎么会躺在这里 我和柳叶虽然早就猜测 这酒吧里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发现死者的尸体 而且还来得这么快 我们立刻通知了队长 队长让我们先保护好现场 他们随后就到 就算通过电话 我也能感觉到队长此时的急切 他似乎恨不得 下一秒就出现在这里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我和柳叶 戴好手套 把张若宇的尸体 搬到了地板上 经过我俩的初步检查 这尸体的尸僵 已经完全消失 由此可以推断 死亡时间起码在三天以上 这和庄若宇的死亡时间 是相符的 检查完尸体以后 我回想着进入酒吧之后 到我们发现这尸体的经过 说道 刘哥 你有没有觉得 哪里不对劲 刘叶摇了摇头说 嗯 你是指什么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那张纸条吧 我赶紧摆了摆手说 我是说 这尸体藏的地方 太奇怪了 谁会把尸体 藏到换衣间的衣柜里面 要知道这间酒吧 一旦营业 尸体 它必然会被发现呀 柳叶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 说 确实呀 凶手这做法很奇怪 专程将尸体 从乡镇上搬走 最后却这样轻易地 被我们发现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凶手到底有什么企图 他这样做 只是将尸体换了一个地方 难道是因为凶手 在强调地点 我好像 快要抓住要害了 柳叶看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我有些犹豫地点了点头 因为我还不确定 柳叶是不是能完全信任的人 但最后 我还是没有隐瞒自己的猜测 说道 我想 凶手将尸体藏在这衣柜里 很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 目的 就是让人发现这尸体吧 你看 这换衣间的铺设都很整齐 说明凶手不是在慌乱之中 勿将尸体藏在这里的 既然凶手是有意为之 那他一定会知道 这尸体 最迟也会在今天晚上被发现呀 这尸体一旦进入我们警方的视线 那我们一定会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这里 可能会让我们 在其他地方有所疏忽 纸条 柳叶慢吞吞地吐出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像是点燃了引线的星火 引爆了我的大脑 柳叶急忙将口袋里的纸条掏了出来 两点半 纸条上的信息简洁地让人抓狂 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指的是哪个时间 可是从你的推理来看 很有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呀 柳叶拿着纸条的手都在颤抖 一旦这推理正确 那这将是我们第一次在这案子中取得先机 但是 留下纸条的人和凶手 应该不是同一个人 凶手想引开我们的注意力 自然是不想尸体被提前发现 更别说给我们留下这种线索了 我看着窗外的小巷 心绪有些凝重 而我们几乎是被人故意引到这里来的 纸条可能就是这个人留下的 很明显他与凶手不是同一个人 我想他应该是与凶手站在对立面的 那他会是谁呢 他如何知道尸体就藏在这里 他又为什么不肯露面直接协助我们 还有 他是从何得知这个时间的 时间又是否可靠 我一口气说出了我能想到的全部疑问 这些问题 无论是我还是柳叶都没有办法回答 在这个时候 我甚至感觉解读出纸条的信息后 案件并没有变得清晰一点 反倒是有一张更大的谜团 快要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队长带人赶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了 随着大部队的到来 整个酒吧也很快被封锁了起来 我们向队长说明了之前得出的结论 联系到目前掌握的情报 队长推断 殡仪馆的保安王锡安 会是现在最有可能遇害的人 队长立即叫人严加防范 当然了 这些都是警局内部极为机密的事情 我现在的身份 还无从得知更多的细节 也无从查找出王锡安的位置在哪里 在做完这些之后 队长很快就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 根据这些统治提供的消息 我才顺利地找到了 酒吧老板的联系方式 以及他的住址 我们联系上酒吧的老板 希望他和酒吧的员工 都尽快赶到这里 协助我们调查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 这酒吧的老板就带着他的手下 浩浩赏赏地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在这酒吧的大厅里 对他们分别录了口供 首先是酒吧的老板 一位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 名字叫做刘宇兰 一米八的个子 穿着得体 身材也很匀称 一看就是那种经常锻炼 注意自身调养的人 负责询问他的是柳叶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警官 为什么我的酒吧里面 会有这种东西啊 这老板看见尸体照片时 惊讶得嘴巴都闭不上 完全没有想到 在自己的厂子里 会发生这种事情 柳叶很快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简洁明了地说了一遍 刘宇兰在了解完情况之后 却一改脸色 沉深地问道 所以说 警官先生 我可以理解你们这是 死闯民宅吗 柳叶的表情顿时不是很好看 而且这酒吧的老板 似乎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主 后面的问话 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第二十一集 不过刘宇兰并没有表示出深究的意思 转移了话题说道 不知道警方之后打算怎么做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虽然我对这件事情 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 但是我会全力配合你们警方行动 毕竟 尸体就是在我的酒吧里被发现的 无论是给死者一个交代 还是还我酒吧的清白 这都是我不可避免的义务与责任 这刘宇兰一上来就僵了柳叶一军 柳叶无声地笑了笑 继续问道 那么 刘先生 最近这段时间 你的酒吧里面 有没有什么神迹可疑的人来过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呀 你待会可以去问问我的员工 他们应该会知道 毕竟我也不经常在这里 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 柳叶接下来还问了很多问题 但是这个老板并没有给出有价值的答案 直到柳叶拿出换衣间的照片问道 那么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装饰体的衣柜 是谁在使用的吗 刘宇兰看着照片 眼睛一亮 激动地说道 是余虹 这是余虹的鬼子 他压得 没想到是这小子在搞我 余虹 他是谁 做什么的 柳叶追问道 刘宇兰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一些 他似乎猜想起来 自己是在配合警察工作 他点好了一支烟子 还说道 这余虹 是我酒吧里面的调酒师 在我这里干了五六年了 柳叶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余虹 调酒师这几个字后 继续问道 他现在在哪里啊 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举动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在做什么 至于最近嘛 最近他上班的时候 倒是有些时候精神不振 可能 他对象了吧 那他的电话呢 电话是多少 这个时候 刘宇兰似乎是有些尴尬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道 这个呀 真的抱歉啊 警察同志 我这儿啊 还真的没有余虹的联系方式 这个说法 几乎没有人相信 刘宇兰也知道会是这样 急忙解释其中的缘由 事情是这样的 余虹呢 这个人 平时话不多 酒吧里面也没什么熟人 但是他在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都是按时上下班 从来都没有请过一天假 一直本本分分的 到了月底就来领工资 我对他本来也很放心 想着没电话 那就没有吧 本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他的时候 可是 谁能想到这家伙 背着我做出这种事呀 刘宇兰说到最后 又难以克制地激动了起来 余虹 这可真是一个古怪的人 在现场的每个警察都给他画上了重点标记 按照酒吧老板提供的信息 这余虹每天下午三点就会到达酒吧 开始准备自己的调酒东西 不过 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人奇异的做派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对这个叫余虹的人充满了好奇 直觉告诉我 在他的身上 大有文章 柳叶最后又问到刘宇兰 你的酒吧里监控在哪里 我们需要查找一下监控里面的线索 可谁知这老板却无奈地说道 唉 我这间酒吧 只有在停车场里面安了几个监控 至于这里面 要说监控呢 那还真是没用 毕竟咱得做生意不是 安了那玩意儿 还有几个人愿意来 这说辞还真的是在寒沙设影的表达什么 接下来 我们陆陆续续地审讯了其他几个员工 并且录下了口供 但是并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东西 他们都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具尸体的 唯一让我们意外的消息 是在我们审讯一个化名叫小缅的年轻服务生时 我们问他昨天晚上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出现在酒吧里 这名服务员向我们说出了一个 我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名字 寒冰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场所有的警察可能都有这个疑问 小缅的原话是这样 啊 这个叫寒冰的男人 第一次出现在这个酒吧 是两天以前的时候 在那之前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要知道 我们这间酒吧来的较多的都是熟客 就算不知道名字 我也多多说少会有些印象 可是对于这个男人 我却从来都没见过 他来到酒吧里面什么都不做 只是点一瓶啤酒 然后就坐在大厅的东北角的卡座里面 一个人喝闷酒 看得出来他的情绪很低落 这种人真的很少见 一般来酒吧都是发泄的 他这样喝闷酒 只会让自己更难受啊 昨天晚上 我是实在看不过去了 就去找他聊了几句 希望他能够调整好情绪 我那个时候还以为他是失恋了 或者是离婚了 你知道吗 谁能想到 他是老婆死了 还顺带把自己给绿了呢 你是说韩冰知道自己老婆出轨的事情 我当即就问道 小冕很确定地点了点头 这就很奇怪了 按照当初韩冰来到警局的表现 以及对我们警方的质问 我敢断定 当时韩冰是不知道自己老婆出轨的事情的 那个时候 他是对赵雪荣百分之百的信任 那么会是谁告诉了韩冰这件事呢 首先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应该不多 我们警方是知情的一方 不过那都是在几天前才知道 最可能告诉韩冰的人 还是来自他认识的某个人 凶手也知道这件事 会不会是凶手告诉他的呢 我不禁这样想着 说实在的 我真的希望就是凶手告诉他这件事 那样的话 我们侦破这件案子就简单太多了 只要找到韩冰 就可以顺藤摸瓜似的 把凶手给揪出来 至少我在这个时候 还是这样以为的 审讯完之后 队长让我们先等待于红的出现 暂时不要有太多动作 以免引起打草惊蛇 毕竟就目前的情况 于红是最有嫌疑的人 当我们录好所有员工的口供之后 时间还在中午的12点半 距离于红来到酒吧 还有一段时间 为了防止引起于红的警觉 我们先撤回了酒吧外面的警戒线 警车也都停在了隐蔽的位置 在酒吧以外的各个地方 也安排了几名便衣遁守 一张大网已经在酒吧铺开 只等收网的那一刻 在这漫长的等待中 我们也没有闲着 因为这位老板说过 这酒吧在停车场是有监控的 我们试图从停车场的监控资料里 寻找到一丝线索 而且从我们之前掌握的资料分析结果 就是那辆可疑车辆 是开往这个方向的 那现在尸体出现在酒吧 说明这辆车必然在酒吧附近出现过 这和我们的推测相符合 很快我们在刘雨兰的帮助下 拿到了监控资料 几个人围在显得很狭小的监控里面 一遍又一遍的看着停车场里的监控视频 视频放到一半 大约在昨晚三点 你们看啊 那辆车出现了 光头不愧是经常和监控打交道的人 先我们一步 发现了在视频里出现的那辆黑色大众车 视频暂停在这一刻 我队长柳叶和光头 仔细地看着视频上的这辆车 因为光线的缘故 车辆不是太清楚 可是外形确实和那辆车很相似 但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真该死 如果是我们的监控设备 一定比这清楚多了 光头用力地拍着桌子 抱怨道 柳叶则是在往好处分析 他说 你也别太丧气 虽然我们现在视频上看得不清楚 但是我们办案 可不是只靠视频呀 再往后面看看 看他什么时候把车停下来 停在哪里 又做了些什么 视频继续播放下去 在这几乎黑白的画面上 那辆黑色大众来到了停车场边的一棵梧桐树下面 在这个地方 树枝挡住了车辆的大部分车身 这监控只录下了车辆的后备箱 我们能看到车身摇动了几下 之后大约等待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都毫无动静 之后车身又摇动了几下 紧接着这辆车便扬长而去了 记录下时间了吗 队长问 柳叶看了眼 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在手上的小本子 说道 记录下了 出现的时间是凌晨三点过一分十二秒 离开的时间为凌晨三点三十二分 零十五秒 中间停留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这辆车就是拍下的那辆 那么搬运尸体 一共就用了二十分钟时间 可是这很奇怪 因为凌晨三点 这个时候酒吧尚在营业 凶手是怎样才能够只用二十分钟就将尸体搬进去 并且藏在衣柜里呢 这是让我们都很困惑的事情 因为从这轿车停在停车场的位置到换一间足足有三百米的距离 所经过之处 大部分都是小巷子 又窄 弯道还多 这样复杂的情况 车辆上就一个女人要搬动着尸体在二十分钟内 并且将其隐藏好 回到自己的车上 然后再离开 这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除非 他有同伙接应 似乎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 要知道 那个时候酒吧还在营业 也就是说 当他将尸体藏在衣柜后 衣柜还会被使用 但是尸体直到之前才被我和柳叶发现 这样一来 于鸿就有很大的嫌疑了 尸体在他的衣柜里被发现 但是他昨天晚上并未发现尸体 按理来说 他下班了使用衣柜 就一定会发现尸体 那除非 他没有使用衣柜 我们很快就找到酒吧 其他人员了解了情况 一位保洁的员工这样告诉我们 啊 昨天晚上 看到过于鸿从吧台离开过 那个时候 大约是在凌晨两点四十五 具体的事件我也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一个大概 至于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后来酒吧的客人少一点的时候 老板就让他早点下班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走掉了 刘爷问他 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几点了吗 这宝洁回想了一会儿才说到 应该是凌晨五点之后了 因为一般来说 这酒吧里面 在五点之后 客人才会烧起来 我们又找到了刘宇兰 他也表示 昨晚确实让于鸿早点下班 原因则是 他发现于鸿下班也的状态不佳 有好几次调酒的时候 都出现了失误 他认为于鸿需要多休息一会儿 调整自己 就让他早点下班 而且 通过其他员工的口供 我们也知道 这刘宇兰确实是这样 如果发现那个员工工作不在状态 都会让他早点下班休息 看得出来 这些员工都很喜欢这位老板 可是这下子 矛头就指向现在还未曾露面的于鸿了 队长立即让光头联系本地的派出所 去寻找于鸿 我们都知道 于鸿今天 是不会主动现身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还主动现身 不是傻子就是大扯大物的人 这于鸿 显然两者都不属于 这个时候 酒吧老板又难得的体现了他的作用 他告诉了我们于鸿的住址 刘烨和我立即带着一只人马驱车前往 这地方距离市区都有一定距离了 我们到达的时候 已经是一小时之后 我甚至开始怀疑 这酒吧老板 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一个错误的地址 谁会上个班每天还跑这么远的路 这起码也有五十公里以上了 这完全是郊区啊 只有一条水泥路 两侧都是茂盛的树和杂草 我们到达的地方是一处废弃的工厂 在主路左边有一条一车款的泥土路 直通工厂大门 土路长一百米左右 土路中间已经满是杂草 只有两侧能够看到一些车辆行驶的痕迹 让我暂时能相信这里住着人 在土路的尽头 是一扇秀迹斑斑的铁门 我们顺着土路将车开到了铁门面前 这个时候才清楚地看到 这铁门的破旧程度 卯在钢管上的铁皮上 满是鲜红的秀迹 大部分都已经被秀石掉落在地上了 而剩下的也好像被淋上了一层滚烫的鲜血 这红艳艳的一片很是吓人 而那些钢管也不再是曾经的荧光闪亮 反倒是被时间拨掉了油漆 在风雨中慢慢地腐蚀 留下一道道猙獰的伤口 有时更是被凌空斩断 勉强还挂在上面 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 这地方真的有人住吗 柳叶看着这不忍直视的大门 忍不住问道 确实不大像有人住 难道那老板记错了 怀着疑惑 我们一行五人推开了这扇 枝压作响的大门 第二十二集 厂房里面的灰尘 随着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一阵阴风也刮了过来 迷尘通过鼻腔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 所有的人都被腔着咳嗽了两声 这是假的吧 哪里有人愿意住在这里啊 柳叶将手挥着散去成立 一脸茫然的就站在那里 就在我们犹豫是否要进去的时候 队长的手机响了起来 赵磊接了电话 那边似乎是有着什么要紧的事情 他的神色变得越来越紧张 聊了还不到半分钟 就紧急地挂了电话 他扭头看了看我们下了到命里 走 回市里去 还没等我们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便急着过去开车 一行人也就跟着过去 我回头看了眼身后空荡荡的厂房 总觉得这里面是有什么东西 可是仔细看看 又找不到有什么 柳叶见我还愣在那里 就对我招呼道 喂 小苏 干什么呢 快过来 回去了 啊 来了 我附和着朝着大家跑过去 厂房里一阵风轻轻地贴过我的背 我猛地打了个寒碜 转瞬间 似乎是感觉到有双眼睛在看中 这地方 恐怕是真的不吉利啊 也许是荒废了太久的缘故 总之 还是赶快离开才好 等我上了车 队长也火急火燎地发动了车子 开出了工厂 柳叶见我神色有些迷离 悄悄地推了推我 问他 你怎么 没什么 就是感觉有点不舒服 可能水土不服吧 唉 队长那边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回去 我一边敷衍着 刚刚那种疑神疑鬼的状态 还是最好别让大家知道的好 被这么疑问 队长本就烧脑的情况 变得更加难以接受 局里说赵雪荣的鬼魂又出现了 就在富江小区 之前藏的还算浅 而这次 直接吓死了个人 大家诧异了一下 也就没说什么 柳叶本来还想调侃几句 后来也都把话给咽回了肚子 如果是换作以前的我们 确实会想得到更多一些 可是现在 无非是鬼或者人为 只是单纯的有二者其中之一 在往混乱的说 别说我们不信 就算是消息出去了 也没有人能够接受 赵磊开车很急 虽然我们现在为止较远 但是不到两个小时 就到了案发地点 案发地点 警戒线外 里三层 外三层都围了不少人 我们还没有挤进去 就听见了妇人的哭喊声 唉 我可怜的孙女啊 你怎么就这么没了呀 这造型的厉鬼 害谁不害 非要缠上我这无辜的孩子呀 我推开了人群走了进去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跪在尸体身边 抱着那具弱小的尸体 眼泪不停地 从她褶皱的脸上滑落下来 老太太 你 先把孩子放下吧 孩子已经没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一边的警员劝着老太太 可这位老太太 根本就不搭理她 否则 不可能两个小时下来 也无法正常地勘察现场 一旁的柳叶看不下去了 让帮忙支开了一些人 给现场留出了足够大的地方 老太太 这是您孙女啊 柳叶一边试探着 一边将手伸向那个孩子 准备检查一下 她的身上是否有什么伤痕 或者其他的犯案线索 哎呀 这是我唯一的孙儿啊 这李贵怎么就如此狠心呀 这可怎么让我向孩子死去的父母交代呀 老太太哭叫着 这可心都快枯碎了呀 看到我们都不敢过去打扰了 柳叶摸了摸死者的口袋 暂时能触碰到的地方 并没有发现什么后 就对着我们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此时许久不见的林红 匆匆赶到了现场 见到抱着尸体大哭大嚎的老太太 林红的眼睛不知怎么了 突然就红了 自我入队以来 这是第一次看见她这么心软的样子 身为一个法医 这种场面对她来说 是再熟悉不过的 她应该早就习惯了才对 可是这一次 她居然动摇得这么厉害 也真的是出人意料 林红走到老人家背后 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她说道 老太太 孩子怎么了 是不是神病 我是医生 让我给她检查一下好吗 你看不出来吗 我这孙女哪是病了 她这是都已经走了呀 老太太悲痛欲绝地喊着 将女孩的尸体抱得更紧了 林红吸了吸鼻子 像是快要哭出来 我们都以为她快要哭了 却没想到 她接下来 对着身边的警员发出命令 我要给这孩子做尸检 你们不管用什么方法 先把这个老太太带走 给我把尸体运回去 几个警员上去拉扯了一阵 老太太疯了似的将他们甩开 林红见识上去一把夺过了孩子 转身就上了法医院开来的车子 而这老太太 还是一直哭喊着拼命地追着车子 最后 赵磊吩咐了两个人 将老太太带去了法医院 才给柳叶他们组里面 创造了搜查现场的机会 趁柳叶他们在忙 我和队长去询问了一边周官的群众 据报案人和群众发现来说 这女孩的尸体 是早上出现在这里的 刚刚我们也看见 女孩的头 虽然被老太太抱着 但是脸上惊恐的神色 已经非常鲜明 而根据住在附近的居民所说 他们晚上经过这里的时候 也经常会感觉 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自己 曾经还有人看见 有什么白色的东西 在附近飘来飘去 一下子 厉鬼复仇的事 就在这一片都传了开来 估计这以后啊 是没人再该往这边来了 奇怪啊 赵雪荣死的地方 明明是在陈东 这边可是陈西啊 如果真的是厉鬼所命 也不应该来这儿了 我自顾自地叨叨着 队长似乎是听见了 上来就拍了我的脑袋 你这小子 都说了少想这些乱七宝糟的东西 什么厉鬼所命 我看啊 肯定还有隐情 还有 谁说见到的鬼 就是赵雪荣了 对啊 之前打电话叫我们回来的人 明明说那就是赵雪荣的鬼魂 这个时候 怎么连提赵雪荣名字的人都没有 已经被支走了吗 这老太太啊 太麻烦了 远远的一名男子 带着几个下属往这边走 仔细一看 我还没反应过来 队长就已经上去和人家打招呼了 队长上去就是一脸迷惑的道 保留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哟 赵队长好久不见了 早上接到保安 我听他们说呀 你们队太忙了 所以 让我们过来帮忙 勘查一下案件 你这日理万机的 从哪赶回来的呀 男人说着口气 听着像是老朋友 哦 是吗 我们也是这才见到通知才过来的 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新助理 苏丽 挺激进的一个小子 这位是隔壁市的刘队 队长给我们相互介绍了一下 刘队本来就领着手下的人 在我们两座城市交界路上抓毒贩子 早上刚收网就接到了求助 直接就上这儿来了 刘队听队长说这么一茬 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等等啊 都通知我来了 还找你们过来干啥 你们局里的人都傻了还是怎么着 队长只好解释说 我接到电话说 是赵雪荣的鬼魂吓死的人 这个赵雪荣的案子 一直是我们着手调查 所以 他急急忙忙赶过来的 刘队疑惑了一脸 反问 这赵雪荣是谁 我怎么就没听过 如果是赵雪荣的鬼魂作案 一定会闹说纷语 可是刚刚一圈问下来 压根就没有人提到过赵雪荣 队长也意识到事情不对 掏出手机 给之前催我们回来的那个电话 拨了回去 可那个电话 却成了空号 怎么回事啊 我忍不住的问了一句 捏着手机 赵磊愤怒的向前砸了一圈 口中筋不住的往外面冒火 他妈的又给输了 我惊讶到 看来对方又是故意耍我们的 刘队在一边更是叫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到货钱 赵磊挠着脑袋 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 转身对刘队说 没事没事 你先带你的人回去吧 这边搜索 我们自己负责 那不行 我都已经着手案子调查了 就没放下的道理 我可不管你们的赵雪荣的案子 有多麻烦 这孩子的死 我负责到底 之前听说过这个刘队 做事一向认真警惕 我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案子的 看来这一次 是要两队携手调查了 赵磊看着刘队 之前听说队长也遇见过两队同查的案子 那据说是真案子真的不可开交吗 我对这事了解不多 跟队长的时间比较长的柳叶 是个明白人 哎 柳队长 要我说 这事您还是别掺和了 这里头啊 有些问题 怕您啊 到时候回家睡不着觉 柳叶玄乎的说着 想着可以把他们知乎走 免得惹队长不高兴 可这刘队就是一个不明白人 这我可管不着 这事我就掺和定了 小张 赶紧检查去 刘队错口说着 一旁一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男人 走了过去 对周围进行仔细的勘察 这人看着好眼熟啊 可是 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小苏 走 我们去四周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目击者 队长呆着心烦 拉上我就往其他地方去了 后面的刘队也凑了上来 硬是要跟我们一起去找线索 一路上刘队就开始问我 关于赵雪柔的案子 我们也和他说了不少其中发生的事情 他倒是来了很大的兴趣 走出来了一段距离 我发现原来陈西这边也有一条大河 但是看着河岸线有些绕 回想起来一开始的坠河岸 我套出手机来仔细对比了陈东河岛和陈西河岛 这两条大河岛看似不像接在一块的 但是 它们其实就是一条河 但其中的小道 多少都是连着的 凶手挑衅我们 故意用赵雪柔的鬼魂制造出命案 引我们来这边 想必这里就一定会有之前案件上的线索 小松 小松 想什么呢 队长将我一直盯着手机上的地图 也忍不住凑过来看了一眼 河岛 你是怀疑 这谁有问题 队长看见我的反应也怀疑起来 反过来看看我 我对着他点头说道 我觉得 为了这么久他都没跑 这说明 他是想和我们玩玩 他既然还敢出来害人 就是想激起我们陪他 既然他那么想玩 我们就好好陪陪他 走 回去叫柳叶他们过来 队长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这句话 我们本来差点被之路分配 这分神出去后 险些就玩不起了 这个时候 那凶手又跳出来自投罗网 也让他打定了主意 和那个人对抗一下 柳叶拿手指着前方的一棵大树 这树被雷劈了 一大截树干塌下来 挂在下面 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线索 出来的那棵大树 上面有雷痕 昨天晚上 这边像是下了场雷阵雨 这恶劣的天气 加上女鬼 这才把那个孩子给吓死了呀 后面小张一脸无奈地补充说道 是吗 打雷了 队长望着树干 觉得有些蹊跷 刘队见他粉心 抢先一步 对手下下了命令 你们几个 去河边上搜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 喂 你 队长看了他一眼 可是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吩咐 让柳叶跟上去 这地方也没有监控 为了找到对破案有利的线索 我们只能在周围走访 希望能够有些发现 第二十三集 不远处 一间商铺的老板 在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似乎是有意 要叫我们过去 之后问了才知道 他们家的监控 之前因为救猫的时候 把监控挪了一下 现在监控的摄像头 是歪着的 而恰巧 就拍到昨晚的场景 一个绝对性的线索 突然将至 这让我们都很兴奋 一个没人的小商铺里面 突然来了这么多警察 商铺的老板 也显得有些紧张 可我却觉得 他的紧张 有些不大正常 监控当中 死者一开始 是由老太太带出去的 老太太其中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离开了一会儿 就留着死者 一个人在公园里 看了本来是 很平常的样子 而下一秒 镜头突然模糊了 一道白光闪了过去 立刻吸引了 我们的注意 镜头中 没有拍到什么 诡异的画面 只是女孩的状态 开始有了些变化 她很不好 开始缩起身体 举止 看起来有一些疯狂 因为监控没有录音功能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她嘴里在念叨着什么 也许 是在喊她奶奶 她突然尖叫 一条白色的裙子 在监控中露出了一角 边上有道白色的亮光 从天上 那应该 就是闪电了 随着闪电 一个白色的东西 忽然一下 从女孩的身上 快速离开 吓得女孩 倒在地上 哭了起来 看见这一幕 突然心里有些发毛 这是鬼穿身呢 直接穿过 那个人的身体 无时无刻 要被夺走性命的感觉 直击我的天灵感 突然间 又一道光线闪过 女鬼就这样 直直地立在女孩的面前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她 女孩也被迫地看着女鬼 后面一道闪电 皮靠了十字 女鬼突然消失了 女孩被吓得 站在那里 许久后 也是直直直地就倒了下去 被吓了这么多次 我的心依然是猛地抖动了几下 不过有些习惯 毕竟不是我的亲身经历 不然的话 这就是真实版的鬼片呢 一边控制电脑的流队 有些克制不住了 抖动着手里的鼠标 回过头来 看着我和队长 愣愣了许久之后 才咽了咽口水 她问道 这是什么呀 鬼吗 这世上 怎么可能有鬼呀 怎么可能 这世上 不可能有鬼呀 队长此时神色凝重 人为的可能 也不是没有 但是屡次发生 这样的事情 却找不到 突破的线索 这话说 一两次 大家也就是听听 不当正事 可这次数多了 换谁都会出现 精神崩溃的 也许 那个人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崩溃 不 不只是我们 应该说 是这个城市 他想要用他的意识 来主宰这个城市 雷电是真的 鬼是假的 这么久了 队长一直强迫自己 绝对不能去听信 那些鬼神论的东西 他在这世道上 经历的东西 比我多得多 信念 也比我强大得多 想要成为一个 能独当一面的人 我还是要多 跟他学习 我们向店长 拷贝了一份备份 传到了警察局 那边的尸检 也已经完成 至于柳叶他们 搜索河道 本来就不是件 容易的事 我们就先去了 法医院 尸检厅门口的老太太 缩着身子坐在那 身上披了件 警员的大衣 这里的寒气很重 加上失去了孙女 她一定很心累 看见我和队长过来 老太太颤颤巍巍的 站了起来 扑过来 抓住队长的袖子 用祈求的眼神 盯着我们 警察同志啊 队长无奈地看着她 却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推开了她的手 示意起她警员 帮忙看好这位老太太 我和队长进入了实检室 回头看老太太 被两个同事拉着 眼睛还在不停地冒着眼泪 真是为她感到悲伤啊 事件的结果怎么样了 队长一边问着 将手放进了消毒水里泡了泡 拿着一边的手套戴上 我也随即 做完同样的事情 跟了过去 灵红站在尸体边上 一只手 拨开了女孩的脖子 上面一颗一颗 都是红色的小斑 这孩子 对紫外线过敏 脸上这些若隐若现的雀斑 其实也是明诊 她的瞳孔 已经放到人类正常瞳孔的三倍了 所以 无疑就是惊吓导致的 尸体的瞳孔 已经和猫头鹰的差不多大了 因为死亡已经有一段时间 眼皮僵硬 没有办法波动下来 瞳孔的角膜上 出现了浅蓝色 是瞳孔过度放大之后 出现的破裂现象 灵红仔细检查下来 已经没有任何发现了 我和队长打算先离开 从其他的方面继续调查 推开了尸警室的门 灵红在后面突然说道 这件事越来越麻烦 你们一定要小心 她今天很奇怪 突然关心死者 死者的家属 又突然关心到了我们 这不像之前的她呀 你只要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不要给我们添麻烦就行 队长冷冷地对她说着 到现在 她的内鬼身份 依然遭人怀疑 但不管是队长还是局长 都不敢对她出手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无疑是打草惊蛇呀 回到了今天 队长召集了死者的奶奶 也就是那个老太太 还有几个见过女鬼的人 作为间接性的目击人 死者还是一个小姑娘 才刚上五年级 父母双亡 如果不是因为家里 还剩下个奶奶 她就是个孤儿了 老太太看起来 已经像是要想天伦之乐的人了 可其实实际年龄 还不到八十岁 因为要照顾唯一的小孙女 她只是拼着老命地 去四处赚钱 好不容易把孙女拉扯大 现在还要赚更多的钱 来供她读书 我们去看了老太太的住所 因为房子 是儿女死前留下的新房 所以导致她们 拿不到政府的扶约金 我们很好奇 老太太居然养不起孙女 为什么不把房子卖了 还能有钱供孩子上学 可她却说 原来老太太已经是肝癌的中后期 很难再治愈 所以她一直舍不得卖掉家当 就是为了孙女以后能有个住的地方 她不希望孙女会像个孤女一样被送去孤儿院 因为孙女也是一个有家的人 我们查了警告 当时 你为什么会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公园里面 你去了哪里啊 为什么之后就没有再过去 直到你知道孙女已经死了 我知道这个问题问得有些犀利 但是这是必须要问的 老太太哆嗦着手 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叠被揉得毛毛的纸钱 放在桌上 哽咽着说 孙女这得了怪病啊 大夫说她病得重 不好治啊 因为见不得太阳 所以她还几天都没能去学校上课 我也只好晚上带着她去看病 那时候我们去找大夫 大夫不在家 后来到了公园 我看见她的车子就追过去了 老太太为了救自己的孙女 跪在大夫家楼下 求了大夫一晚上 后来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大夫已经不在家了 她也才知道孙女在公园里遇害了 紫外线过敏 这是什么怪病 这可是我听过的一个最大的笑话 这年头有点技术的医生都知道怎么治 想必是遇上庸医了呀 像老太太这样的人 肯定是不舍得去大医院看病 而且在室内办公的医院离得很远 她保不齐就是找了个小诊所的大夫 知道她的遭遇后 我和队长去了她说的那个大夫家里 这大夫还挺有钱的 还住得起别墅 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来开门的是一个女佣 她躲在门口 站着兢兢的很害怕 听见我们敲门 就躲在门后小声的问 谁 谁呀 为了能够让她放松下来 我拿出锦牌 放在监控的显示器上 然后对着里面大声说道 我们是刑警大队的 有些事情需要你家大夫配合调查 很快女佣就开了门 可是她开门后 却是一副更加慌张的神情 警察同志 那个 我和这家医生不熟 我只是帮她看房子的 做的那些事情 我都不清楚 都不管我的事啊 她这不慌还好 一慌 这里头就更加蹊跷 队长眼中冒起了寒光 严苛地问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家主人 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吗 喂 人哪 快点过来跟我拿货 外面突然有人喊道 一会儿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戴着眼镜 拉着沉重的行李箱 出现在了门口 安医生 你回来了 女佣看见她回来 神色更加慌张 那个安大夫 看见了我手上 带着警徽的工作证 愣了 突然丢开东西 就开始跑路 快追 队长突然喊道 我收了紧牌 离开去追了出去 队长也跟在后面 追了过来 这个医生 看起来身体不错 这还挺能跑的 差一点 就把我们甩开 追了十几分钟 他的动作 很明显地慢了下来 开始体力不支了 一路上 只好翻杂着一些东西 拉开我们和他的距离 我们一直追着他 进了一条巷子 可惜啊 是个死胡同 他顺手推翻了一堆竹竿 想要翻墙逃跑 他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像只笨熊一样 挂在墙上 腿上 根本就使不出力气 让自己爬上去了 我忍不住 讥笑两声 捡起地上的竹竿子 站在一篇看戏道 你 你累不累啊 这脚还能抬起来吗 要不要我帮你一把呀 我笑着 一把把竹竿举起来 在他的腿上挡了一下 疼得他 立刻就缩了起来 一只手挂了下来 还想揉揉脚 结果直接就从上面掉了下来 一个透明的药瓶就滚到了我的脚边 里面还装了几颗红色的药丸 这家伙直接摔在地上也不含疼 只是一个劲儿地喘着大气 另一边一直在自己身上摸索着什么东西 看他的命都要喘没了的样子 怕不是自己也得了什么病 我弯起腰捡起地上的药瓶 看了上面写的字后才知道 原来他还有哮喘 我把药拿到他的面前 他看见了就抢过去打开药瓶子 一口气把里面的药丸全吞了下去 看他这么难受的样子 我只好拍着他的背 给他顺顺气 舒服点没 好 好多了 谢谢啊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 最后都舒坦了 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犯人 这是在拿命在逃跑啊 真是忍不住 我就想多调侃他几句 我 我说你啊 你有哨喘你跑什么呀 跑有用吗 你跑得掉吗 我 我这不是害怕吗 他摘了眼镜 抹掉自己头上珍珠大的汗水 已经失去了逃跑的欲望 后面队长给被破坏的人赔礼道歉之后 也走了过来 一上来就开始迅问 你叫什么名字 犯了什么事 你们问我犯了什么事 你们不知道我犯什么事 那我跑什么呀 男人后悔地拍着脑壳 这场面也真是厉害了 我推了他一把 这人还真是够蠢的 别那么多废话 问你就赶紧答 还有 就你这样肯定是犯事 不然你看见我们为什么要跑 还害怕 正常群众看见警察哪有什么好怕的 我 我叫俺见仁 我是个大夫 自己开了个小诊所 做的也是个小本生意 至于犯事 都已经是死到临头了 他还是想要隐瞒 可是看着我 再看看队长的神态 他保准是躲不过的 这不是 小本生意不好做吗 就只能买点便宜的药 还可以节约成本 为了节省成本就买便宜的药 这大夫 心可真大呀 再说这年头 因为假药死的人 可是不计其数的 我也是忍不住 就回了他一句 你这可是犯假药啊 第二十四级 那 那我 我也知道这不好 可是 我查过这药 基本上吃了都没问题的 不会出事的呀 你们 不会是有什么人报案了 所以你们来抓我的吧 我折腾着袖子 对他吓唬着道 没有人报案 我们是因为死了人 才找来你的 死人 不至于吧 我的药 最多就是治不好 或者 稍微加重点病情 但是总不至于死人呢 都这种时候了 他居然还存在侥幸心里 我也是真的服了 那人不是吃你的药死的 队长走到他的面前 翻出手机里 死者的照片 放在他眼前 认识这个人吗 安建人凑上去 仔细看了看 惊呼道 这个 这不是经常 来看紫外县过敏的 那个姑娘吗 他 怎么死了 我狠狠地笑了笑 原来 他不是实质上 当然的庸医 我还错怪他 你也知道 他只是紫外县过敏 不是什么怪病 那你为什么要骗他们呀 安建人回想之前的事情 也是后悔的要死 知道孩子死了 更加的自责 他一开始老看病 我就给他开了一副 镇紧的药 可是那药 因为那要便宜 便宜没好货 结果没吃好 反而病情加重了 你怕这事传出去 会被人发现 你只好告诉他 孩子得了很重的怪病 是吗 我冷笑着 这年头的人 为了赚钱 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 我就是 行了 别说了 跟我们回局里 有的是时间给你慢慢解释 队长看了看时间 收起手机 带着安建人回到警局 他家里的假药 也全都被搜了出来 根据他说的 他曾经也是一个杰出的医生 但是后来自己的哮喘越来越严重 经常会干扰到他在大医院上班 后来没办法 自己才出来开了个小诊所 两个月前 他诊所刚开的时候生意不好 进口的药又贵 实在是回不来本 后来朋友给他介绍个人 在那个人的哄骗下 他先是买了一部分的药物 回去售卖 发现没什么问题之后 就开始大量的购买假药 这本 一下子就都回来了 再加上陈希这边 住的都是老人居多 他们手里有大把的退休金 为了稳固自己的生意 他还会时不时的拖延他们的病症 一来二去的 他赚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这贪心的病也是越来越重啊 现在想想 这孩子要是不是被那女鬼给吓死的 迟早有一天 也要回在安建人的手里啊 至于那老太太 我们也只能暂时安排人去照顾她了 柳叶他们打捞了一整天 结果一点收获也没有 只能够信心的回来 直到这是我的主意后 柳叶还和我闹了场脾气 可我还是觉得这水里面有古怪啊 你说这如果一点线索都没有 那这个女孩为什么又会被害死 这不是白死了吗 那个凶手要挑衅我们 不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杀一个人呢 我也是被柳叶顶着没话讲 只好拿这些案子说事 却没成想 激起了柳队的兴趣 啪的一声 柳队拍着桌子 有些兴奋的说道 小苏这话说的对啊 这小姑娘父母双亡 留下一个奶奶 她在这世界上 应该也没得罪什么人 鬼神我是不信 可是那个凶手 为什么偏偏要来杀她呀 这事讲不通啊 所以凶手为什么要杀她 杀人动机又是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说的倒是简单 这样一个无辜的孩子 能得罪什么人呢 上哪找动机去 队长这一天也是累了 更何况这种本来就没头没尾的事情 谁能说得清楚 队长一手摆动着身边的地球仪 一边沉思的 白天的那个点 我们确实想到一块去了 可是这水里怎么会没东西呢 不好了 会议室的门啪的一下被推开 灵红冲了进来 惊慌地看着我们 张大夫的手 不见了 听见这句话 我们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感到惊奇 而是对面前的这个女人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 她到底想干什么 上一次这么闹已经很麻烦了 法医院里面丢了东西 她是负责人 她怎么能每次都这么面不改色地说这些话 我 这和我真的没关系 我刚刚查房的时候才发现的 灵红紧张了起来 上一次她没有多做辩解 只能是默认了嫌疑 但是这一次 她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 我看了她的处境现在不是很好 怕是她很有可能是被人掌控了 队长看她这副可怜的神情 忍不住反讽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也要小心了 哎呀 对女孩子这么凶干什么 林医生啊 这事你先别着急 今天太晚了 大家都忙了一天了 如果这手有人故意偷走 当然一时半会儿我们也找不到人 那人要是有自己的计划 估计啥时候呀 自己就会出现的 你还是赶紧先回去休息吧 刘队长劝说着 把灵红给红走了 回过头来看着赵磊神色凝重的样子 她又忍不住劝道 这事不是第一次了吧 没事 如果她有问题 她现在就不会出现这种无主的样子 女人嘛 听这口气 她倒是很了解女人的样子 不过手不见了 确实很奇怪啊 上一次不见 是因为凶手 要那事情全部都推到鬼神身上 可是她一定没想到 我们会这么快就察觉到有内鬼 所以这次 她故意不用灵红 首先能让我们内部矛盾 扩大化 另一方面 这次事情要是闹大 以后的舆论压力会更大 我们要是不尽快破案的话 外面的人一定都会往鬼神的方面去想 小苏 柳燕 你们准备一下 等会儿去那个公园蹲底儿 我不相信这个鬼 下次一个人就不再出现了 队长的意思很明显 如果真是厉鬼索命的话 他就这一次带走了一个人 应该不会再出来 再出来 我们也就能抓到把柄 而不出现 那以后凶手 也不能再用这一点出来糊弄人了 我看了看柳燕 他似乎是有些慌 让他去跟踪人 蹲人还可以 可他也看见了这监控里的画面 确实是圣人啊 但是身为一个警队里的人员 他总不能这么没胆子 可和我对视一眼之后 我从他眼神里看出来的 还是不安呢 一旁 刘队的助理小张突然站出来说 要不 我也去吧 反正我没什么事 我们三个一起 还能轮流休息 不碍事的 刘队对他这个助理的积极 貌似一向很欣慰 就立刻答应了 到了晚上 天已经彻底的黑的 看不见路了 这大半夜的路灯 也都自动熄了 我们三个人 就像三团黑影 穿进了公园 在一棵树边坐下 喂 小张 你全面叫啥呀 柳燕有些无聊 也是为了给自己壮大 开始找人聊天 小张毫不避讳地笑了笑 我全名叫张牧 张牧 这个名字 在我的耳朵里听起来 是那么的二叔 我仔细一想 忍不住激动起来 张牧 你是张树吗 小苏 你什么耳朵呀 人家叫张牧 柳燕不知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反倒是怪起我来了 哎呀不是 我和张学长 早就认识了 学长 你之前 说必调去其他地方 原来就在隔壁呀 难以克制我的喜悦之情 我的声调都提高了许多 突然间 一阵急促的声音传过来 我立即闭上了嘴 不知道是有什么东西 脚步很轻 很急 像人不是人 像动物 好像也不是 过了好一会儿 又没有了动静 突然一声 猫的惨叫声传了过来 把我们的心给提了起来 听说猫最通灵了 他的眼睛是能看见鬼的 难不成 柳燕细声地说道 我推了他一下 打断了他的话 突然两只猫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踹出来 扭打在了一起 拔出了刺耳的猫叫声 我去 原来是猫打架呀 真是吓死我了 我摸着胸口 顺了口气 我有好些话 想要跟张牧说 学长 我叫了他一声 他却对着我们 比出一个安静的手势 许 别吵 有什么事回头说 别忘了任务 他一提醒 我们都不说话了 就一直静静地 坐在那里观察 等到三四点 天空开始出现亮光 我们几个人 也困得不知不觉地 就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早上比较凉的原因 我总感觉 有什么冰冰凉凉的东西 贴着我的手一直蹭着 恍惚间 我睁开了眼睛 是一只苍白的手 我 那何止是苍白的手 那简直就是死人的手啊 本来还带着困意的我 现在突然猛地 睁开了眼睛 那只冰凉的手 正搭在我的手上 是死人 不 我定神一看 原来是一位老人家 蹲在我们面前 一只手 拿着哪只断手 断手挂下来 才搭在我的手上 老人一手拍在柳叶的身上 试图叫醒他 看见我醒了过来 老人对我慈祥地说 哎 你醒了 你是警察吧 我看着他 惊魂未定地点了点头 老人家 您有什么事吗 我问他 老人一边颤抖着 把那只手臂塞给我 说 我 我要报案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 刚刚捡到的 这是我第一时间发现的 能有点奖励吗 就算 赏我顿饭吃也是好的 我拿着那只僵硬的断手 手上的死皮被划破 划成一串我看不懂的文字 再看这手臂 再看看面前这位老人 想必是那些无儿无女的拾荒者 看他这期待的表情 明显就是想邀功啊 案子邀请 我也没有仔细考虑 就急着问他 老人家 这东西 你是在哪里捡到的 看见我一副猴急的样子 老人有些不爽 反倒做出了一副 不想离我的样子 老人放松身体 屁股往地上移坐 哼急了一声 开始了他的套路 哼 想要线索 你也得有点付出不是 这大群草的 大爷还没吃早饭的吧 走 前面就有个摊子 我们请您吃早点去 张牧和柳叶 也被冻井吵醒了 看见老人在撒泼 张牧首先接下了他的闹局 望着面前的早点摊子 老人不屑地撇过头去 吹着胡须说 你们警察就这么小气啊 瞧他这德行 没啃点大的 今天肯定是不会罢休 僵持了一会儿 我们三个人 还是掏钱 带他去了一家 还不错的饭店吃饭 老人一进屋 屁股都还没坐热 拿起了菜单 就把菜点了一遍 然后吊儿郎当地 拿着断手 叼着烟 等着服务员上菜 看着菜单上的价格 这回 我们可真是出了血本啊 柳叶看着老人的样子 怎么看是怎么不顺眼 恨不得上去揍他两拳 忍耐了许久之后 他终于忍不住骂了出来 喂 我说你这个死 还没等他说几句话 张牧就赶紧拉住了他 暗示他冷静 柳叶最终还是酝酿了一下 咬着牙说 老爷爷 您看 我们都给您请到这儿了 您现在可以告诉我 这手 是从哪儿来的吧 哼 你们当我傻子吧 我一说 你们就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 还会让我吃东西吗 老人一边抬着脖子装孤傲 一边抱紧了那只断手 生怕我们抢走 菜一上来 老人立即抢到了自己的面前 真分夺秒时的 把盘子里的东西 全部都吃完了 等他感觉自己有些饱了 宣布中场休息 我们才尝了两口 可他还没休息半颗钟 又呼呼啦啦开始吃了起来 我和张木 柳叶三个人看着他吃饭 都看到麻木了 直到他吃完最后一盘菜 满足地打了一个宝格 第二十五集 吃饱了 张木依旧温和地问候 老人伸了个懒腰 打着哈欠道 吃饱喝足 我该睡一觉了 本来只是认为 他就是想讹我们一顿 没有想到 他现在居然变本加厉了 就算是张木再大度 这种情况 我和柳叶是忍不了的 呃 老人坐在椅子把手上 被子弹打穿了一个口子 吓得他完全不敢动 老人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 你想干什么 你这是违法的 你知道吗 我们也没想到 张木居然会开枪 不过和我们对比起来 张木显得冷静多了 不仅是冷静 他的脸上 还露出了 从未有过的邪魅 不管是谁 但凡妨碍警方办案者 同包庇罪处刑 张木阴邪地对着老人笑着 老人的手一抖 放在身边的断手 掉到了地上 这大半天下来 断手一直暴露在空气中 冷冻的作用 已经失效了 现在这只断手 开始散发出腐烂的气息 老人也是被张木的举动给吓到了 连连点头的 好 我带你们去看 我带你们去看 我们一路跟着老人到了河边 一路往前走过去 河水的水位渐渐变高了 路也是越来越窄 变得不好走的 老人指着前面的一块湿地 上面沾满了黑漆漆的东西 远看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就在前面 那个刚刚浮上来的空地上 这只手 就是在那儿见到的 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 一一压压的声音也越来越嘈杂 老人走在前面 一脚踏上了那块湿地 一群飞色的乌鸦 碰的一下 朝天空飞了上去 我伸手挡着头 这些乌鸦一扑腾起来 那羽毛是全部都掉了下来 这怎么这么多乌鸦呀 我拍着自己身上沾的羽毛 一边望向那些 飞上天际的乌鸦 这些乌鸦 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 一块湿地 怎么可能吸引来 这么多乌鸦 张木用脚试探着土壤 也感觉到了其中的古怪 柳叶看着地面 突然蹲下来 用鼻子嗅了嗅 这下面有东西啊 柳叶突然警觉起来 尖锐的目光 直击那位老人 柳叶盯着老人 看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道 大爷 您这么一大清早的 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能捡到什么宝贝吗 老人捂了捂衣服 右边的口袋 眼神闪躲着 逃避着柳叶的目光 这 这能有什么呀 昨天晚上 在公园的椅子上 睡了一觉 走上行的时候 刚好路过而已 柳叶看着这老人 一副不沉的样子 当即就活了 他一把将老人 摁在墙上 手上在他身上摸索着 就在老人 一直护着那个 右边衣服的口袋里 摸出了一块 爱马仕的手表 手表上满是 泥浆干掉的土 看这款式 还是很老的样式 还是很老的样式 有 这可是好东西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不会就是在这地里挖出来的 柳叶不愧是搜阵队的老手 拿到第一条线索后 立即就通知了人 过来把这块湿地 深入地挖掘了一番 挖进土里 大概有两尺厚的时候 下面的地质变硬了 但是从搜查小组的行动看 好像不是地质的问题 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集起来 开始小心地挖掘 行动将近半小时后 土里挖出了一块人体的海骨 队长匆匆忙忙地赶到现场 看着那一块又一块 被挖出来的人骨 队长的表情整个凝重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局长不知道何事感到 他压制着怒火对我们问道 现场没有人敢说话 包括队长也不敢多说什么 赵磊啊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人是被谋杀 抛尸 啊 你看看这里这么多条命案 你这个刑警大队的队长究竟是怎么当的 局长拍着河岸上的铁栏 一口气差点没回过来 下面的尸地上 林洪听见了局长的愤怒 对着上面大喊道 局长 这是不能怪主队 这些骨头的主人 都是死去近有两年时间了 死了很久了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有人把死了很久的尸体抛尸在这里 还记得一年以前 晨曦这边的高河道 镇修啊 那时候那么大的范围镇修都没有发现这些尸体 所以绝对不可能是人一死就被抛尸的 说到这里 局长也哑了 因为赵磊是半年前才被调到这市里来的 所以这件事就不能无缘无故的压到他的头上 经过十几小时的挖掘 现场一共挖出了13具人骨 有些还是不完整的 第二天一早 我打开手机的时候 发现上面全是前一天抛尸案的新闻报道 一瞬间 整座城市都变得人心惶惶 法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 死者均是两年以前去世的 尸体埋在土里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尸骨上有很多的咬痕 初步估计是鸟类的灼痕 这些尸骨的主人也都一一找到了对应的身份 多数都是骨家寡人 死了以后尸体一直放在医院的太平间 或者放在殡仪馆的冷冻室里面 有人把尸体偷偷运了出来 丢在那块湿地上 任乌鸦把尸体上的腐肉都吃干净 只剩下骨头 河水上涨的时候 把沙子从土里面带出来 慢慢的就将那尸体全部给淹没了 一年前 陈西整修河道 所以抛尸的人一定是等河道整修好了以后 才开始做这些事情 新的河道刚建好 河水的水位相对都比较高 为了安全起见 很少会有人到河边来闲瓦 可是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搬运一堆死人的尸体 还有那只断手 怎么就这么巧会出现在那里呢 除非 坠河案的凶手 也就是抛尸的人 接下来几天 媒体不知道从什么途径居然查到了这13具海骨的主人 并且还在新闻上报道出名字 不到一个星期 刑事厅里面就来了很多报案的人 具体情况说的都是 在两年前死者死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有见过鬼魂在附近出没 只是之前的也都没有害过人 所以没有人因为这些事特意宣传 但是这13个死者都有人说见过亡魂 放到现在出来了一个赵雪荣的厉鬼 他们也就再也沉不住气了 会议室里面 局长已经坐不稳了 实在是太过分 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本事 敢屡次把警局的机密泄露出去 局长环顾着我们 尤其是林洪 他这个罪可疑 从来都找不出破绽的法医 从一开始的坠河案到现在 所有的案子都是经过他手里检查的 当时市长看林洪实力不错 破例提拔他成为了警局唯一的厌尸官 可是现在却成了整个警局的心腹大患 现在外面都在传 这案子铁定是厉鬼做的 这看着舆论 一时间是压不下来的呀 赵磊长长的叹了口气 那就给我仔细去查 还有那家报道新闻的媒体 也给我好好查查 到底是谁给他们提供的消息 局长命令完 再也不想多看见我们一样 直接拍肘子走人了 会议厅里所有的人都沉寂无声 这事实在是闹得太大了 如果不能在短时间侦破 哪怕是以后也难以平复人心啊 队长收起放在桌子上的手枪 提起精神对我说 小苏 走 查案去 查案 这案子这么乱 从哪里开始查都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队长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跟着队长走出了刑事大厅 我看着队长的样子 确实是有方向了 队长 我们去哪啊 队长严肃地说 去新闻化传媒 新闻化传媒 是那家把尸骨名单传出去的媒体 也对 如果不把内鬼揪出来 估计这案子 还不知道 要拖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结束了 新闻化传媒的实验大楼里 每一个记者都是了不起的人 这家传媒公司 营造舆论的本事也是不一般 据说因为制造舆论压力 导致了不少五人的死亡 我是行进大队的赵雷 我要找你们写埋事案报道的 那名记者谈话 对于我们的到来 前台的服务人员并不表示惊讶 反倒是有些习以为常 十分钟后 我们就见到了那位记者 记者是名女性 名叫宋小丽 还是一个新人 这也难怪 这新人想红想上位 所以费尽心思 去找一些劲爆的消息 也很正常 见到人来 队长毫不客气地指责 你知不知道 你这次报道的新闻 已经严重妨碍了警方的调查 宋小丽不露丝毫畏惧地看着她 笑着说道 赵队长的脾气果然不好惹呀 不过我报道的事情 可都是最可靠 最有真实性的 我没有胡编乱造 而且应该也没有误导 你们办案吧 队长克制了好一会儿 才平复下来 好 这些我们可以不追究 那这些消息 是谁透露给你的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我无可奋告 宋小丽就丢下这么一句话 起身就想走 我走到她的身边 直接把她按回座位上 别这么着急走啊 宋小姐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一个新人 为什么人家那么好心地 卖消息给你 宋小丽听见我这话 眼中也起了疑虑 我看她上钩了 就继续往后说的 因为你最好利用 她就是要找一个好利用的人 把消息给放出去 然后慢慢地引你上套 等到你知道的够多的时候 也就是到了送你上路的时候 我故意吓唬她一下 她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小记者 听了我这番话 内心也是颤抖起来 毕竟都是新人 作为一个新人的我 当然更明白 做新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所以啊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 到底是谁把消息透露给你 如果你说了 我们可以派人24小时地保护你 不然 你的下场 没有人敢保证了 被我这么一下唬 宋小丽原本坦荡荡的心里 也开始害怕了 宋小丽紧张地搓着手 犹豫了半生 开口说 我 我不能说她的名字 我只能告诉你们 她是个女人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你们不要再问了 说完话 宋小丽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 直到晚上下班才敢离开 也许是被我瞎怕 宋小丽晚上直接去了同事家休息 我和队长一路跟着 倒是希望能够找到有突破性线索 车子停在宋小丽同事家的楼下 我们几乎是一晚上都没闭眼 第二天 到了他们上班的点 却只看见宋小丽的同事 一人慌慌张张地下来 几分钟后 我们就接到了电话说 宋小丽在自己的家里自杀了 我和队长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路飞奔到了宋小丽的家里 到的时候 宋小丽的尸体 已经被法医室的人带回去了 根据柳叶说的情况 宋小丽于早上八点 被房东发现死在浴室里 现场的初步调查显示 宋小丽居然是在泡澡的时候 被自己的项链给勒死的 可是昨天晚上 我们一直都守在宋小丽同事家的楼下 两人根本就没有出过门 她今天是怎么可能 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柳叶听完我们昨天的行踪后 也纳闷起来 你们确定 你昨天晚上一直都在楼下 一步都没离开过 当然了 昨天晚上我们自己干了什么 我们会不知道吗 我对着柳叶说着 其实我也挺反感她这样的 总是问一些没用的东西 你们确定 你们看见的 确实是宋小丽和她的同事吗 确定没有看走眼 柳叶反反复复的问题 让我很烦躁 我有些停不下去了 她有功夫一直在问 我还懒得一直答呢 废话 那就他们两个人上了出租车 后来也是两个人下了车 进到家门我还能看错不成 那不一定啊 侦探小说你看的一定比我都多 那种错综复杂的杀人案手法可不少 尤其出现在这种案子里 虽然柳叶问的问题很烦 但是她说的这话 却是提点到我了 如果昨天晚上 我们见的宋小丽不是本人 那宋小丽的案子就好办多了 可是一个人看错就算了 总不至于我和队长两个人都看走了眼吧 为了证实昨天晚上宋小丽是否真的和同事住在一起 我们又特意去了一趟新文化传媒 见到了宋小丽的同事 她看见我们不是一般的紧张 整个谈话过程都在冒着虚汗 队长见她审思苍白 好心的询问 你不舒服吗 女同事立即摇摇头说 没有 没有 队长听她这么说也没有在意 便继续问道 昨天晚上宋小丽是不是去了你家休息 女同事配合的点着头 一切都和我们一开始看见的一样 可是后面她却说宋小丽后半夜自己回家去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宋小丽从她房子里出来呀 不管我们怎么捧瞧侧击 她都一口咬定 宋小丽昨天晚上是回家过夜的 她不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不过她的状态 总像是在隐瞒着什么 回去的路上 我的脑子里装了太多的问题 队长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们明明没有见到宋小丽出来呀 为什么那个同事非要说宋小丽没有在她家过夜 队长听了我的问题 没有回答 反而先问我的思路 我还没想好 你觉得呢 如果非要我说的话 我觉得要么是我们看错了 跟那名女同事回家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是宋小丽 可是女同事承认了宋小丽跟自己回家的事情 但是后面却又说宋小丽自己回家睡觉了 这就说不通了呀 我们压根就没见到宋小丽从她家里出来 她又是怎么回的家 所以 女同事一定在某个地方撒了谎 我把自己的分析说给了队长 队长却问我 还记得昨天 他们坐的那辆车的车牌号吗 我思索了片刻 想要看行车记录仪 却被队长一个眼神顶了回来 我想了片刻 突然想起来 啊 3K978 队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记住了 以后多用脑子 别老觉得 有什么监控 什么高科技 就能帮得上你 反正是 还是要靠你自己啊 队长对我提点着 我想也是 如果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的话 我们不靠自己 又能靠什么 去准确地跟踪呢 队长把车子开进了出租车的交通管理局 希望能够找到昨天开那辆车的司机 到了交通管理局 前台小姐查了一会儿 突然反应过来 对我们说道 不好意思啊 那辆车子 昨天晚上就遗失了 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找到呢 那开车的司机呢 队长问道 啊 因为车子都弄丢了 这下 估计在里头被精力骂呢 根据了解 从昨天下午开始 这辆出租车就被其他的人给开走了 当时的任职司机还没把车子开出交通管理局 因为那一级去上了个厕所 心里想着 反正又不是外面 没人敢这么大的胆子去偷车 于是便大胆地把车钥匙和车子就放在那里 回来的时候 车已经不见了 后来监控也查了 可惜前两天装修漏电 导致监控坏死 完全没有拍到作案的人 所以这车子 昨天根本就不是本职司机在开 那个人故意开着这出租车 去接上了宋小丽 所以偷车的人 就是凶手啊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宋小丽的同事 就是在对我们撒谎 可我们又看见了 宋小丽进了同事的家 而且没有出来过 车子也顺利开走了 这么一来又有些说不清楚了 寻摸了老半天 结果线索又断了 我和队长也都累了 先回去了局里 局里刘队和张木正在等着我们 想和我们告别 众人看见我们无精打采的回去 不用猜 都知道是又遇到瓶颈了 老赵啊 我明天就得回去了 你们这案子 确实比较复杂 要不是我那边事太多 我还真的就留在这 跟你一块儿查了 刘队一边说着 一边叹着气 觉得可惜 一边又纠结着 想要留下来 我也不打扰他们分别 转身找柳叶讨论案情 现在的我就像是 掌嘴的乌鸦到了水井 根本琢磨不透路子 怎么 这案子很复杂吗 张木看我一直翻找着 照片和各种资料 忍不住过来 是啊 有太多的点 太奇怪了 根本就摸不起方向 我无奈着说的 将调查的进度 和张木都说了一遍 确实不容易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中的某些点 是被掩盖住了 所以你才会一直想不通 比如 宋小丽昨晚真的回过家 但就是状态 和平时不太一样了 张木好像是知道 案情是怎么发生的一样 一步步地开导我 如果宋小丽 昨晚真的回了家 那么说明 跟着同事进家门的 那个女人 就不可能是宋小丽 那只是为了 掩人耳目的替身 难道说 那个人是假的 真正的宋小丽 根本还在车子里面 我一边说着 一边不敢相信 自己为什么会有 这么恐怖的想法 但是张木 却十分认同了我这个想法 他点头 非常坦然地对我说 没准啊 真的是这样也不一定 可是 小张啊 我们该回去了 我还想问 却被刘队给打断了 张木拍了拍我的肩膀 满脸欣慰地说道 小雪地长大了不少了 以后更加努力啊 我就在隔壁市 等着你破案的好消息 说完 张木还不等我说 两句挽留的话 就和刘队急匆匆地上了车 想必 他们那边 也发生了不少麻烦事吧 不过张木 启发我的那番话 我倒是有些思动非动 如果按照张木的意思来 宋小莉确实和同事上了车 但是 到同事家的时候 跟同事进门的人 却并不是宋小莉 所以同事隐瞒了事情 宋小莉应该在那辆出租车上 就已经遇到不测了 车子里面 最少也要有两个人 一个负责开车 另一个在解决了宋小莉之后跟着 扮成宋小莉的样子 跟着同事进了家门 宋小莉的尸体 被开车的人 带回到了宋小莉的家中 伪装成亿万死亡的样子 我凭着自己的直觉推理到这里 虽然说这个想法 确实很难让人接受 但是 目前唯一说得通的版本 就是这个 柳叶拿着笔 在纸上规划着 我们刚刚说的输入方式 一边叨叨说 说的是挺有道理的 可是那两个行凶的人是谁啊 一开始不就是去抓内鬼的吗 我怎么觉得 好像话题有点跑了呢 柳叶拿着笔 把我和队长聚集起来 开始画草稿 你们自己看啊 一开始是藏尸案 后来又引发了鬼神舆论 你们去调查是否是内部人员 透露消息 结果就死了一个记者 这样就直接分成了两个案子呀 一个是为了让人们觉得是鬼神在作怪 另一个 是为了不被发现自己内鬼的身份 杀了宋小丽 这不就不是一个案子了吗 柳叶说的没错 这样来分 确实被画成了两个案子 看我和柳叶两人分析的 没头没尾的 队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既然你们都觉得这是两个案子 那就一个一个来 首先是宋小丽的案子 如果凶手只是怕自己透密的事情被发现 也不至于杀人吧 要不然 去法医院的人都成了内鬼了 队长说着 我们自己想想都不太靠谱 手里有详细资料的 目前还是林洪最为可疑 但是他最近的神态很不集中 如果是他这样状态做事 一定会有所败露 难不成 是刻意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吗 但那样做 也太过于冒险了 可如果是其他人 这一圈看下来 也没有几个是有胆子敢这么做的 除非 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内鬼 而是有其他人想要干掉宋小丽 我突然反应过来 想要杀宋小丽的人 会不会就是泄密给她的人呢 宋小丽在事业上 既然都能做到如此的不择手段 其他方面的仇家也一定不少 最关键的还是她的同事 只要她肯说真话 这一案子也就算结束了 怎么说 是其他的仇家吗 这宋小丽一个刚刚出来工作的小姑娘 是能惹多大的仇恨 得要杀人灭口啊 这个点虽然能想通 但是很快又被队长无情驳回了 毕竟人家刚刚步入社会 上哪儿去惹这么多麻烦事去 队长疲倦地捏了捏自己的鼻梁 觉得很是疲惫 先休息吧 明天咱们再去看看宋小丽 那个同事吧 不管怎么说 她一定是最清楚的 其实我也累了 只不过总是有些放心不下这案子 一环扣着一环 越扣越死 越死的扣就越难解开啊 隔天我在办公室醒来 晚上想了一宿 结果直接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我看了一眼四周 队长他们都还没有醒 估计昨天也是累着了 没有打扰他们 我拿了些零钱 悄悄地走出了门 打算给大家买点吃的回来 走到楼下 这大门还没有打开 我只好从侧门出去 可刚一打开 一个女人就突然侧倒着 躺到了地上 这突然出现 还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又是出了人命 几个仔细一看 就是宋小丽的同事 她怎么会晕倒在警局的侧门啊 没有想太多 我就怕她会出事 看她还是一个活人 就先把她带回了办公室 我捏手捏脚地扶着 宋小丽的同事回到了警局 尽量避开熟睡的队长他们 生怕吵醒了谁 然而宋小丽的同事 突然不安分地挣脱开了我 大肆地在办公室里奔跑 瞳孔瞪大 还不住地捂住嘴唇 摇摇晃晃地撞来撞去 一时间办公室里的人都被吵醒 不明所以地瞧着这一切 我火急火燎地追赶着她 不耐烦地想喊住她 又怕打扰到别人 虽然他们已经都被吵醒了 你在做什么 怎么带了个女人回来 队长睡眼心松地看着胡闹的我们 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挠头 那女人四处乱窜 似乎是找对了位置 飞一般地冲进厕所使劲呕吐 那声音大的我们几个都傻眼了 队友扎扎嘴带着生意地看着我 你小子是不是趁我们昨天睡着了 跑去那潇洒去了 我脸一红连忙白手的 别别别老兄 这话可别乱说 我哪有去那潇洒 最近这段时间都被这乱七八糟的案子 都给搞得头晕转向的了 难不成你还有先功夫去折腾啊 办公室里响起振振笑声 只有队长沉默地盯着那个女人 这眼神不大对啊 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队长 队长 我连叫了几声 他都没有理我 这下我心里更疑惑了 上前朝他挥手 队长 你干什么呢 叫你半天都不理我 张磊被我这一招手回了神 手揉着额头推开我 小声道 唉 没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 转身去给他倒了杯水准备着 这大清早就在警局门口晕倒 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啊 肯定是什么地方有事 不然谁会想他这样 往这种地方倒啊 宋小丽的同事 吐完之后 腼腆地回来 看着我们大眼瞪小眼的模样 有点不大好意思 擦了擦嘴 貌似想要说什么 结果嘴巴刚刚张开 他就翻了个白眼 又晕了过去 大妹子 队长的声音震得我头晕 不免有些觉得难受 这姑娘到底咋回事啊 怎么就成了这样 队长坐在椅子上 从烟盒里夹了根烟放在嘴巴里 砸吧两口 眉间更是没了缝隙 满脸的不高兴 这老事还没处理完呢 咋又来了个新事啊 第27集 你是在哪儿见到她的 门口 我早上一开门就看到了 我如实地回答道 边说着 我边让队友 疼了个休息的屋子 把那女人放里面 让她在那里睡着 就在你们还没醒的时候 我刚一推开门 这女人 就昏倒在了门边 你说 这是什么人 竟然有胆子 就睡在警局门口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唠嗑唠了半天 那女人也一直没有 将醒过来的样子 我慢慢悠悠地走到她面前 鬼使神差地伸手摸了摸 她的额头 却发现 竟然烫得不得了 好家伙 我说这怎么一直不行啊 竟然是发烧了 我急忙起身去找退烧药 为她吃了下去 过了好半天 她才慢慢有了反应 你们是 她迷茫地看着我们 看样子 是把之前的事情忘了 这发烧 还是会影响到智力的呀 我们没有答话 她立即一副恍然大物的样子 手一垂涨 我想起来了 你们是警察 是我自己到这里来的 队长点了点头 拨开人群 走到她的面前 我听小苏说你的事了 你今天怎么回事 那女人眼里的光芒 煞时间就消失了 一提到这个话题 瞬间没了精神 表情恐惧无比 她的两只手在空间抓着 最用力地张大 想要告诉我们 然而 竟然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这不可能啊 我想上前抓住她慌乱的手 赵磊先我一步地握住她 不住地安抚着她 大妹子 你先冷静 有什么事慢慢说 不要着急 我们都会听的 女人在她的安抚下 变得安静了 不好意思 你们看笑话了 我是从小里的同事 叫顾玉婷 我点了点头 表示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刚才我已经给不知道的同事 讲了这些事 顾玉婷犹豫地在我们身上看来看去 每次想开口 都变成了叹气 不知道 这到底想说什么 我端了杯热茶 递到她的手上 说道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不管是什么 我们都会为你仔细查证的 你说 是不是跟宋小丽有关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道 啊 对 你们真的 什么都会相信我的吗 不是什么都相信你 是什么都会为你查证的 告诉我们吧 你遇到了什么事 是关于宋小丽的什么 我们早点破案 也不会再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出现了 队长柔身地寻寻善诱 耐心地开导她 顾玉婷琢磨半赏 开口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 什么事 你说 你总要说出来吧 我遇到鬼了 什么 又是这样灵异的说法 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们在座的人 都互相交换了一个不知名的眼神 各自的心中 怀着想法 这个世界上 不会真的有着什么 跟我们不一样的妖魔鬼怪吧 是你的错觉吧 队长半天不肯生 我坐不住了 就问道 顾玉婷使劲地摇头 啊 不对 肯定不是我的错觉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 毕竟这种事情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相信 你自己都不相信 怎么就说给我们听了 把你看到的都说了 大家伙分析分析 赵磊说道 本来以为是另一个案件 没想到这件事又是关于宋小丽的 我们负责追踪这件案子的人都提高了二十倍的精神 还有拿出录音笔准备录音的 我昨天晚上深更半夜的突然从梦里醒来 然后莫名其妙地想出门买东西 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只知道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催着我快点出去买东西 然后我就在半路遇到了宋小丽的鬼魂 再后来我吓得没头没脑地往前直冲 看到你们这里闪着光 顾不得多想就直接往你们这跑来了 顾玉婷的话还没说完 柳叶突然从外面跑过来 队长我们接到消息 在坟地里发现了殡仪馆的另外一个保安 什么人怎么会在坟地里 在座的各位全部都感到十分的震惊 哪有正常人会到那个地方去睡觉的 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保安的踪迹 找了很久 一共四个保安 两个受害 一个无踪迹 另一个人一直在被加强保护着 没想到 这活着的那个人 竟然在坟地被发现了 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沉默良久 队长先发话 你们几个留在这陪着个大妹子 调查了吗 至少在外围先观察一下 小兄弟老实地回答道 啊 还没有 这个保安的脸一直朝下 埋在土里面 不论我们怎么叫 他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是手里那个东西 看起来抱得挺紧的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 默默地在心里面摸索着 这保安生前也不像是一个神秘的人 怎么会死在这种地方 手里还抱着一个不明的物体 心里面这么想着 脚下的脚步就慢了一些 抬眼瞧他们已经走了很远 连忙两步并走一步地上前跟着 队长 你们等等我 我笑嘻嘻地说出这句话 试图让我们的气氛变得缓和一些 但是我们的谁心里面都很清楚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并且这么多天都没有解决完 怎么可能会轻松呢 每个人的心里 肯定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几个人陆陆续续地上了车 没过多久就到了荒郊野外的坟地 这平时荒无人烟的地方 此时人山人海 抬头望去全是黑洋洋的人头 不用想也知道 前面肯定是发生了不得了的事 不然不可能这么热闹 脚底下的土地是湿透的 一脚踩下去全是泥土 还不时飙到裤子上来 我皱了皱眉 这样烂的天气和地方 为什么那个保安会来到这里呢 果然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 还有其他几个同志也是这样的想法 我唯唯诺诺地开口 这事会不会还是跟他有关啊 已经连续几个案子都是和那个女人相关的了 就连今天早上的顾玉婷都口口声声地说自己遇到了鬼 而且还是被鬼一路追着 直到了我们警察局门口才安心地停下来的 就在我思索片刻间 我们已经到了坟地的面前 众人面色严肃 早已守在这里的警察 见到了队长到来 急忙上前报告 队长 队长点了点头 思绪飘到那个人身上 我们已经提前叫法医来验证过了 死亡时间 是在凌晨的两点半 这话一出来 我们负责这起案子的所有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又是这个事件 之前几次诡异出现的纸条 上面写的都是这个事件 这个凶手到底要做什么呀 你们在他的身上 找到了下一张纸条吗 我不禁脱口问出 来报道的小警察摇了摇头 说道 我们没有见到下一张纸条 但是这个时间之前的事情 我也是知道的 所以在确认这具尸体的死亡时间后 就第一时间想到了你们 队长默不作声 一个人埋头往里走 嘴里同时还叼着一根香烟 表情愁苦不堪 看到尸体的时候 众人的心又沉了几分 这手里抱的东西模模糊糊的 不像只是消失了一天的样子 然而却一直没有人发现它 殡仪馆的剩下一个保安 情况如何 队长虽然极力地压低着声音 但是我还是听到了他声音里的不耐烦 一切入场 小警察战战兢兢地回答 这件案子牵扯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并且几个受害人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每当有一点线索 很快就又断掉了 死者的脸已经被翻了过来 他的面孔沾满了泥土 瞳孔瞪得老大 嘴里也满是白色的不明液体 四肢死死地抱紧怀里的东西 像是死得很不甘心 我摸了摸下巴想想 开口道 队长 你说我们之前所查的一切 会不会都白费了呀 队长的眉头一条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看着死者怒目原睁的样子 大胆地猜测道 凶手会不会是因为 他即将要杀害这个保安 所以才弄出来两年多前的炮尸案 然后来混小时听 让大家的注意力分散 这样他才好下手啊 你想想 两年前炮尸案再次出现的那一天 我们在那一段时间 恰好正在四处寻找这名 失踪的不安小路 而在那件事出事之后 我们都忙于寻找间谍 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上面 而另一件事 早就被我们抛制脑后了 我觉得这凶手可能 早一步比我们先知道这个人的踪迹 只不过我们当时的注意力 全都在这上面 所以 前车到了几年前的那件事 来分开我们的注意力 队长砸罢了一口手里的烟 猛地丢到了地上 使劲一踩 我思虑了一番 继续开口道 宋小丽也是之前 这件抛尸案的牺牲人员 在他报道出了那些案子之后 他的尸体就被发现在了自家的浴缸里 队长点了点头 接着我的话茬往下说 又是抛尸案 又是宋小丽的案子 看起来 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这个凶手 不简单呢 队长说完 我神神秘秘地拉着他 往旁边人少的地方走去 又四处打量了一下 确认周围没有人在 用只能我们听到说话的声音 小声对着他耳朵道 队长 你还记得我们之前 怀疑的人吗 队长疑惑地看着我的表情 那鬼 我点了点头 现在看起来 可能八九不理事了 所有的推论都指向了他 如果 不是这个人所作所为 那么 这些事情 不会发生得这么顺利啊 队长你说呢 队长压低了声音 确实 不仅仅是这件事 我们之前还发现 他和陌生人的联系频繁 而且 是换着不同的号码 那件抛尸案的所有文件 包括或许处理的方式 全部都指金林虹一个人之手 还有 之前在刘树不在的时候 明明有交代过林虹 可是林虹却没有带话 选择随意将所有人 就这么忽悠过去 另外 我们在查林虹的时候 也因为某些原因而中断 现在我们都在怀疑 是否是因为林虹 做贼心虚 而从中做梗呢 我实在是想不到 他究竟是为什么 要做那些事 他到底为什么 会变成间谍 一向正义凛然的人 竟然也会沦落到这番田地 这年头 还真是世事无常啊 队长扯了扯我的袖子 说道 走吧小子 在这里想半天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咱们还不如 先去查查那个保安 究竟是怎么个情况 我点了点头 队长说的没错 在这种地方离奇死亡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凶手 脑子也真是够灵活的 既然同一时间 将我们的注意力 分散得那么开 同时还处处伤人 将这无辜的人 都置于了死地 更可笑的是 这一切 竟然全部都归功 到一个鬼魂的头上 真是妙啊 真是太妙了 这样灵活的脑子 如果用在正规之处 那该有多好啊 我抬头无力地望着天 清晨树叶上积累的雨滴 轻飘飘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冰凉的触感 让我清醒了不少 是啊 这年头做正义的人 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而且 其实很多正义之人 并不是 都有好的结果 做坏人多好啊 既报复了社会 又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 然而 我永远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因为 我没有办法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第二十八集 一番查探后 终于还是推就不出具体什么东西来 于是我们所有人都打道回府 只留下渺渺几人在原地看守 以防尸体再次出现意外 队长已经愁了许多天了 那紧拧着的眉头 就是没有舒展过一次 看得我心里也是真的揪心 对礼 宋小丽还在橘子里休息 她仍是一副害怕不已的模样 不敢走出这里半步 死死地赖在这里 这样 也随了我们的愿 在近距离的 好歹可以多方面地照顾到她 否则 万一她出去之后 凶手 又杀心死气 拿她下手怎么办 除了她 橘子里还多了另外一帮人 队长给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立即点头领会了 从包里掏出了响烟 微笑着礼貌赏金点赏 这是我在路上统治过来的 隔壁的刘队 银争二组 刘队可是个厉害的角色呀 刘队听着队长的介绍 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脸上乐呵呵的很是亲切 伸过手来跟我们一一握手 并且拍着我们的肩膀道 大家伙这些天辛苦了 我没你们队长说的那么厉害 别拘谨着啊 自家人 我不知所措的挠挠头 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有了一点娇羞 队长看着我们相互打招呼 继续道 这些天你们确实辛苦了 几个人忙得团团转 又要分析这个 又要分析那个 所以 我把刘队叫了过来 让他来帮帮忙 我刚才想说点什么 只听着队长诱道 从现在起 我们将工作分开 我们这一组 为一组继续跟进之前 那个女人的案子 刘队他们那一组 归为二组去查明抛尸案的真相 他说着 似乎是松了一口气 可能是因为老友在身旁 要放心得多 至少我们不用再像之前那样 四肢都快忙活不开了 刘队认真起来 思虑道 你们之前说的那些事啊 都是个什么情况 队长避开了林洪 将我们所有目前得知的情况 全部都一一地告诉他 文件也都全部交到了刘队手上 随后 林洪插入了我们的话题 队长把张大富的手 交由林洪看管 而其中的意思 我们几人当然再心里清楚不过了 如果手臂再次失踪 那证明林洪的身份 就确凿无疑了 其次 如果手臂安然无恙 证明此时这只手 已经毫无用处 而林洪的身份还有待考证 几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在一番寒暄过后 这块大石头终于是我们心头掉了一点 而剩下的 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将重点 放在赵雪荣的事件上就可以了 我不相信 这世界上真的有鬼神 真的会出来害人 这里面 一定有某个聪明绝顶的凶手 在作恶 鬼神即使真的存在 在我看来 他们也是因为干扰人的脑电波 从而让人产生致命的幻觉 而不是可以直接对其造成伤害 迷信并不是说不能全信 但有的时候 科学还是更为重要的 而眼下的我们 只能从新的案子里 下手继续追查 听完两个人的对话 我思虑了一番开口道 听说 那个地方是一个闹鬼的地方啊 话音刚落 几个人都面带疑惑地看着我 不明白 为什么我一个人民警察 会说出这样迷信的话 我砸把砸把嘴 没有理会他们的目光 我不是说我姓鬼神 但是你们想想 之前所有的案子 基本上都归到了鬼魂身上 就连我今天早上捡到的那个女生 她也说自己撞了鬼 到现在都还不肯离开我们警察局 这说明了什么 我觉得 我们可以查一下那个地方 是否真的有过闹鬼这么一说 这个人肯定在这一次 又想用这种方法 把事情的真相掩盖过去 引起众人的恐慌 让老百姓 害怕 而且到目前为止 他所杀的人当中 还暂时寻找不到一个规律 这究竟都是为了什么 说作变作 我刚刚说完 队长就招呼其他人去调查了 没过多久 果然得到消息 保安小鹿死亡的地方 因为坟地众多 所以常常流传着一个闹鬼的传言 说那是贵族的圣地 每当夜晚之时 就能看见许多诡异的影子 当地人都不敢在夜晚靠近那个地方 白天甚至处处躲避着那个地方 几乎每个人一提到那里 都面露惊恐之色 说那里阴气急声 个个都劝我们 就算是伴爱 也不要接触那里太久 让我们早点撤离案发地点 尽早回家 果然那个人又想用这种借口 将我们所有人都忽悠过去 而他确实也成功地做到了 让我们无从下手 并且还引起了恐慌 半夜时分 正是众人入梦之时 虽然偶尔有人沉浸在灯红酒绿 夜夜生歌的夜生活 但此时这条街道上 空无一人 只有树叶飘落在地上的刷刷声 忽然从远处逐渐走来 一阵高一阵低的脚步上 脚印一个接一个地 落在树叶上 踩着树叶嘎吱嘎吱作响 很不美妙 打破了这个黑夜的寂静 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戴着一个黑色的帽子 手还一直压着帽颜 眼睛时不时往四处看去 贼眉鼠眼的样子 像极了做贼的心态 可他不是 这是一个男人 他手中抱着一个白色的大罐子 双手紧扣着白色罐子的底部 用衣服包裹着 模样小心谨慎 生怕是有人突然闯出来 抢走了他的东西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什么都没有做过 一定不能在这个时候出来 不能 他的嘴里念念有词 神色慌张 额头不时又喊住低落下来 他在惧怕 惧怕黑夜的魔爪 他渐渐走进了身影后 忽然 若隐若现地跟了一个人 不 那不应该是人 人不会若隐若现 人 不会没有脚 那东西跟随了男人很久很久 嘴角咧着长长的笑容 露出一口白牙 在牙齿上 还沾染了不少鲜红的血迹 在男人无数次念叨那句话之后 那个东西终于是有了动静 他上前伸出骨头 轻拍男人的肩膀 身影干涩枯燥 犹如冬天里被血藏埋了很久的枝干 小伙子 你在怕什么呢 吃了 他的话音刚落下 男人撕心裂肺的吼叫声 久久的传荡在巷子里 惊扰了周边的猫叫狗叫 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的愤怒声 却没有人愿意出来瞅一瞅 这外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男人不甘的瞪大了双眼 眼珠子布满了血丝 他不甘心啊 他不甘心啊 生命宛如一张脖纸 就这么轻飘飘的被截取掉了 这个人再也没有了气息 从此 世间上再没有这个人 他的踪迹也在此销声匿迹了 隔天早晨 巷子里的某一处围绕了许许多多看热闹的人 老人小孩各个都围绕在一滩血迹旁边 他们无一不在猜测 昨天的尖叫声是因为打架 还是因为什么呢 无一不在庆幸 幸好昨天自己没有出来看热闹 如果一个不小心 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边的坟地旁 一个高个子的大男人 手里也抱着一个白罐子 他正安详地躺在坟地处 直到日上三杆 才有放牛娃路过 瞧见他的存在 可不论放牛娃怎么去喊叫 这个人始终没有醒来的迹象 放牛娃调皮的心性上来 用树枝轻轻戳了戳男人 想以此教训他 告诫他不要在这个地方睡觉了 却发现 这个人似乎早已断了气 放牛娃吓得尿了裤子 浑身都在哆嗦 急忙丢下牛跑回了家 告诉了村里的人 不多时 村子里面传遍了这个消息 原本坟地之处 就是容易闹鬼之处 这一下 更是证明了 他的诡异存在 队长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是王西安 我拿着一堆证据文件 急匆匆地跑到了局子里 报告给了队长 脚底的悉尼踩了警局一地 我们上一次谈话结束之后 我就去了保安小路的事发地点调查 而在调查途中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重点关照的对象 王西安 他的隐匿之处 竟然也在那个村子附近 由于王西安的重要性 我们一直不停地帮他转换隐匿地点 就是为了害怕凶手掌握住他的住址 趁我们不备之时对其下手 最近我们一直忙于处理各种事件 对于王西安已逝的地点 暂时还没有注意到 然而我这一查 竟然发现了王西安的新地点 就在那一处 殡仪馆里的小路已经死亡了 那剩下一位只有王西安 而他的位置还离得这么近 这是非常危险的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他 八九不离十了 而现在我们如果转移王西安的隐匿地点 那凶手也会掌握住 不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会被暴露出来 我有些心烦 在调查这个消息的时候 马不停蹄地就再次赶回来 鞋底的泥巴都没有处理干净 引来同事的不满 队长点上一根音 闲听若步地点了点头 似乎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我看着他的样子着急了 急忙催促道 队长 你怎么不理我呀 他还在等什么呀 你们赶紧去保护他 你小子哪儿都好 就是性子太急 慌什么慌啊 他可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对象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凶手杀死啊 可是之前传言都说 他们是被鬼魂杀死的 或者说是遇到了鬼魂 现在万一凶手又使用同样的方式呢 队长挑眉 嘴唇扯出一个不可置信的糊涂 难不成你是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鬼魂作案啊 我眨巴眨巴一眼睛 刚才的意思好像就是这个担心法 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对于王歇安的保护我们也不能疏忽呀 队长 你就别卖关子了 我相信您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 凶手下一个对象会是谁啊 队长抽了一口烟点点头 正好林宏也在 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吧 我一愣 不明所以的道 商量什么 队长摇了摇头 哎呀 你说商量什么呀 商量小鹿的死鹰啊 林宏缓缓缓的走出来 说道 我们收到了另一个巷子的把案 他们说 在早上的时候 看到这巷子 有一滩血迹 而且所有的人 都在当时的夜晚里 听到了男人的尖叫声 可是那个地方 我们反复的查看了 并没有嫌疑人作案的痕迹 在照你们之前的推断 是由鬼魂造成 所以我推断 死者之抢救过来之后 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醒来之后 今生恍惚 常常念叨着自己看到了鬼 他的死因 可能也和手里抱着的那个白色罐子有关 那么他会不会是因为精神分裂了 而被害死了呢 我摇头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简单的方法 真是离谱 如果所有的案件都像这么简单 就能推理出来 那还得了啊 虽然可能因为林洪之前的所作所为 让我对他心存不满 但是这样 的确是不对的 就算受害者的精神上有问题 他也不会自我了断 精神上出了问题的人 显有自杀的 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又怎么会去自我了结呢 况且受害者和本地的人 没有丝毫的关系 我们也做过调查 这两个人之前根本就不认识 他躺的那一块坟地 已经和他差了有很大的年岁了 我不认可你这个说法 林洪眉头上挑 感觉对我说出的话 似乎有些不耐烦 那你说说 怎么说才对啊 我摸了摸下巴 又反复地翻看了 收集到的受害人的资料 包括林洪所说的 另外一个巷子的事情 按照你们收集的资料 巷子在沉溪 而受害人所躺的坟地 是在沉溪 这两个地方相差甚远 所以会不会是良情案子 队长没有说话 低着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戳了戳他的手臂 他也没有反应 像是睁开眼睛 入睡了一半 队长 队长 你怎么了 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说 你觉得我们两个的分析 有哪儿不对劲呢 我的手在他面前晃了半天 队长终于是有所反应 啊 抱歉啊 走神了 我和林洪相视无奈的一笑 队长有时候想事 想认真了 确实会这样 我刚才 把自己带入凶手的视角 想了想 队长闭上眼睛 仿佛在回忆着什么事情 而我们两个谁都不敢吭声打扰 生怕断了他的思路 让他无法再回想起来 第二十九集 箱子里 没有作案嫌疑人留下的痕迹 不代表 这个事就没有说法 你们有询问过附近的居民 当时是几点钟吗 林洪点了点头 这肯定是要问的 但是他们都说 当时他们已经睡下了 没有注意到时间 因为那个小巷子里面 住的都是老人还有孩子 鲜少会有年轻人 所以到目前为止 也还没有找到 知道这件事的年轻人 发现了几户 现在正在联系当中 队长再次陷入了沉默 对林洪这个说法 从表面都看得出来 他非常的不满意 连最基本的消息都没确定 居然还敢说出那样的话 不得不让人怀疑 他是否在隐藏着什么 还是说 真的只会这样来分析 我笑了笑 开玩笑的打趣的 老林 你这办事效率不行啊 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只有这么一点消息 怎么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让你疲惫不堪了吗 忙不过来的话早点说 可以让别人帮忙呢 林洪黑黑的笑了两声 那笑容有些尴尬 眼神躲闪 让我的怀疑更加重了几分 队长开了声 这次的话题转向了我 那你那边又如何呢 调查清楚了吗 受害人手里是什么东西 我脑中一阵电光闪过 队长部中提到的这个 我都差点忘记了 现在一想起来 感觉浑身寒毛都在颤抖 有一点不愿意 回想当时的事情 我咳嗽了两声 沉沉道 啊 查清楚了 死者手里抱着的 不明物体 是一个密封里的罐子 在罐子里面 还有一个袋子 我话音到这顿了顿 抬头看了下两人 果然他们两个人 都紧张地盯着我 在袋子里面 有一只女人的断臂 尤其是新鲜的 也就是说 那只断臂和死者的死亡时间 不是在同一条线上 而且断臂放在密封罐里的时间 也和死者的死亡时间不同 两个人疑惑地看着我 一同问道 这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啊 放到密封罐里时间 和死者的死亡时间不同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 再说明白一点 这个密封罐 在我们走之后 被人动过 我话音刚落 他们两个脸色 果然变得震惊无比 什么 竟然有人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作案 不仅是他们这样反应 连我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 也十分震惊 因为自从受害人出了事之后 我们是有家派警力 轮番看守尸体的 为了确保 能再多一些线索 尸体动都没动过 一直留在原地 除了法医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 再去碰他 然而 法医当时 是在我们众人眼皮子底下 做的事 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他 他不可能 有空子断 手臂查到是谁的了吗 查到了 我的心再次往下降了一个度 因为我接下来说的话 肯定会和上面说的话联系不到一块 手臂 是张若宇的 灵魂像是被我的话给绕蒙了 一阵一阵的掏耳朵 或者是拍大脑 我怎么感觉 我脑子不够用了呀 这张若宇不是早就死了吗 如果说断臂是他的 那你为什么要说 断臂 比死者的还要新鲜 我叹了一口气 对于这个事情 我也很无奈 因为我不是法医 我不知道该如何查证这个时间 但是连续的几个法医都说了 他们两个的死亡时间不同 断臂的死亡时间 要比死者的晚 所以等到我得知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时 我的脑子里也是一片浆糊 这些都是法医仔细检查下来的结果 不会有错的 而且是连续好几个 都做了这样的查证 得到的答案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无一例外的 灵魂蒙了 我自己也蒙了 这个断臂 当初是交给一个小警员保管的 已经带回了橘子里 凶手是用什么手段 把这个手臂运出去的呢 那这只手臂 会不会是小林出了插错 要不我们先调监控看一看吧 万一是真的有人 从我们眼皮的底下作案 去偷断臂呢 我们三人的意见相同 我说着便做了 接下来直接和大家一起走到了监控室里面 打开了监控录像 调出存放断臂位置的录像 然而不论我们怎样查 这个时间段 从头到尾 都没有任何一个陌生人 进来过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干干净净出去的 这就奇怪了呀 到底是谁在当这个鬼呢 大雨过后的清晨 格外的寒冷 守夜守了一整晚的警察 早也困得无法自拔 上眼皮和下眼皮 止不住地打着架 即使在心里告诫过自己无数回 却还是忍不住 微眯了一会儿 大雾来袭 笼罩了整个山头 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一个灵活的小身影 在这白雾当中 穿来穿去 眼神四处张望 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最终站定 在一群警察的面前 小孩子的眼睛 滴溜溜地转了一转 腮帮子鼓鼓地 趁着人不注意 溜进了他们看索的场地 等到再次跑出来的时候 小警察已经醒了过来 不耐烦地驱赶着这个孩子 哪里来的小孩 快出去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他凶巴巴的语气 像是吓坏了孩子 小孩嘴巴一掘 眼眶瞬间变得红红的 眼泪在眼睛里不停地打转 这一副楚楚可怜 招人怜爱的模样 说出来的话却是令人生寒的 你这样凶巴巴的 是会脏到天前的 姐姐会保护我 她会把报应 降到你们身上的 小警员笑了 对孩子的话 感觉到很无所谓 你在胡说什么 赶紧回家吧 这大清早的 怎么就跑这儿来了 虽说他心里没觉得什么 可是语气却不自然地温和了许多 从责怪变成了关心 或许是因为最近遇到的灵异事件比较多 就连他也忍不住害怕了吧 多少会对这样的话 有一些忌讳 小孩这才停止了哭声 见他变得好说话 自己也就不刁难小警员了 他把手伸进包里摸了半天 摸出来一颗糖果 递到小警员的手上 那我请你吃糖 小警员感到发自内心的一股温暖 他没有想到原来小孩还会有这样的举动 你上来就是为了给我们送糖果的吗 小警员只是随口一问 根本没有想从孩子的嘴巴里问出什么来 可这孩子突然却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肯承认 他的眼睛里放着光道 不是的 是姐姐让我来的 小警员瞬间警惕起来 心里暗暗觉得不妙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 你姐姐让你来干什么呀 为什么送糖给我呢 小孩背起手 说 他 他吩咐我来帮他 给你送糖果 是因为你刚刚不凶了 你不能凶我哟 你要是凶我的话 会造报应的 小警员的额头冒着冷汗 你还这么小 为什么这口口声声都说我会造报应啊 因为我姐姐就是老天爷 她会惩罚所有的坏人 把坏人一网打尽 作贬他们 所以 你只要敢欺负我 你就是坏人 我就会告诉姐姐 看着小孩洋洋得意着 说着自己姐姐的故事 小警员心中打响了警铃 这是村里面的人 都觉得不祥的地方 除了他们警察 没有人会愿意来 而这里 根本就没有其他活人的迹象 那这个小孩口中说的姐姐是谁 他为什么 要叫小孩来帮他的忙呢 他在哪里 小朋友 你不要走 跟哥哥去一个地方好不好 我带你去玩 真的吗 你不要骗我哦 小警员答应了小孩 跟同事换了班 并且带他去吃了好吃的东西 最后又回到了警局里 啊 以上就是我知道这个小孩的事了 我觉得他说的话 有点可疑 所以就带过来给你们看看 小林牵着一个小男孩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正巧我们也要找他 看到这个孩子 我们所有的人都皱紧了眉头 看来事情没有最复杂 只有更复杂 赵队长开了口 你先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其他人那里去 我有点事要问你 小林点了点头 立马照做 没多久就跑了回来 表情凝重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把他拉到我的身边 再一次调出之前的监控录像 反反复复地给他看 小林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满脸疑惑地问 这个是 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看来小林确实不知道张若宇断壁一事 这个案子今天一直是我在跟 我便开口问道 啊 我们今天在检查罐子的时候 你不在吗 小林一头雾水 什么罐子啊 那个受害人的吗 我点了点头 小林露出无奈的表情 嗨 我不是刚才还跟你们说 今天早上跟这个小孩相遇的是吗 他吵着非要我出去玩 我答应他又不能不做 不然他又要说这个可怕的话给吓我了 所以一直被他缠着 这不现在才回来服命吗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看他的眼神里 却是没有欺骗的意思 继续道 在那个罐子里 是一条短壁 是张若宇的 队长接过话 我记得他的实体 是你负责运送回来的 为什么会出了差错 刚刚反复给你看的监控录像 也是想让你再确认一下 他的短壁 是不是在殡仪馆里丢的 小林一脸懒悔的表情 脸颊通红 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们这几个人这下心里都有数了 这小子绝对是之前出了差错 所以才让别人有了可乘之计 果然过了半晌 他扭扭捏捏地开口道 啊 那个 对不起 是我本事不利 之前运送过来的时候 确实出了一些小问题 五中途上厕所去了 实体就暂时无人看管 不过我也没有上多久 只是解了个小手 不知道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才对的呀 当时我也反复检查过了 赵队长嘖了一声 那你刚才带过来那个小孩呢 问问是不是他做的 他不是说 自己是来帮姐姐的忙的吗 小林点了点头 好 我这就把他带过来 实在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会加倍主义的 我甘愿接受惩罚 小林走了之后 我们几人又陷入了沉思 如果那孩子只是一个普通的路人 他只耽误了小林一天的时间而已 其他什么都没有做 该怎么办 那他如果是恶作剧 又该怎么办 毕竟现在很多孩子的嘴巴里的话 都不能相信啊 说实话 我不太相信 这是一个孩子能做出来的事 在没有任何包装的情况下 将一只新鲜的断壁 放到罐子里 而且 他仅仅只有几岁啊 这事说出去 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但是目前 我们只能抓住这一个线索 是一个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的线索 小孩没有过多久 就被带过来了 他调皮的吃着冰棒的样子 目中无人 俨然一副熊孩子的模样 让我深感怀疑 张叔叔 今天给你买了这么多好吃的 还带你出去玩 你等会儿 要乖乖回答我们的问题哦 小林正在给他做着思想工作 生怕他等会儿不配合 然而其实孩子就是孩子 又怎么会懂得你那些繁琐的礼仪呢 果不其然 小朋友 你叫什么呀 这小孩朝天上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表情极为的不屑 说道 哼 我妈妈说了 名字这种事 不能随便告诉陌生人 特别是你们这样的大人 你们又是知道了 我的信息 把我拐卖了怎么办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去 感到十分的尴尬 不得不说 这孩子的妈妈 教得还真的挺好的 小朋友乖啊 我们不是坏人 你看 我们都穿着紧服呢 况且叔叔今天早上 带你去吃了那么多的东西 你肯定相信叔叔的 对不对 我从包里摸出来 之前放着的一根棒棒糖 对他循序善诱 耐心又温柔地跟他说着话 小孩子都是很好哄的 我看见他眼睛凉了凉 最终还是放了下来 不由得很是疑惑 你不喜欢这个吗 那你喜欢什么呢 小孩子沉吟了一会儿 抬头纠结地看着我们 表情看起来 似乎是有一些心痛 但更多的是警惕 嗯 其实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 我有在书上看到过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 但是 但是怎么了 我急忙追问道 小孩子皱着眉 隔了许久 终于像下定决心了那样 你们 你们 是不是想让我告诉你们 姐姐的消息 我扭过头回去看队长 队长尴尬地挠挠头说道 哼 我可不顺着哄小孩子 快点 我无奈地叹气 接着话道 那 你姐姐是谁呢 我们不知道你有姐姐 我们只是听这位叔叔说 是他把你带到了这里 所以问问你 小孩子撅起嘴巴 眼神有些恶毒地看着小灵 对 是恶毒 你父母呢 怎么没跟他们在一块啊 你不是说 怕自己被别人拐卖吗 我想到了这一茬 便扯过话题道 小孩的神情变得落寞 爸爸和妈妈 他们都不要我了 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上课了 不要你了 我对这个说法感到很是摸不着头脑 万一他是和父母吵架 然后自己跑出来 也是一种不要啊 他们走了 不要我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 身边只有姐姐陪着我 没有其他的人 姐姐说他们把我抛弃了 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有些生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姐姐 会直接跟小孩说这样的话 我有些着急 直接切入正题道 那今天早上 你出现在我们的看守周围 是因为你姐姐的知识吗 第三十集 是啊 他让我来帮他送东西 这荒无人烟 又鸟不生蛋的地方 他姐姐 为什么会让他来送东西呢 这下 我才终于有些相信小林说的话 这个小鬼 确实有问题 你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呀 那是村子里面所有人 都不敢踏入的不祥之地 但是我不怕 因为 有姐姐保护我 姐姐就是神仙 她会惩罚一切 做了坏事的人 又是这一番话 小林之前跟我们说的时候 已经反反复复的 重复过很多遍了 她在哪里 听着我越发焦急的法文 小孩便不愿意开口了 无理取闹的责怪说 我在凶她 我不告诉你 不想告诉你 太凶了 后来我哄了好半天 也还是没有把她哄好 她怎么都不愿意再开口告诉我 关于她姐姐的一点信息 我所知道的 只有她姐姐是神这一说 见实在没有用 我便偷偷拍了她的照片 派小林去村子里打听 她刚刚提到的村子 说不定 这小孩就是村里的人 小林领命离开 可是最后带回来的消息 还是让我们大失所望 这个孩子 居然在村子里面 没有一个人认识 大家都说 村子里没有这个孩子 可这都是从她口中 说出来的呀 周围除了那一块 并没有其他的邻村了 我捏着下巴沉思 转眼间已经到了夜晚 时间过得飞快 可是我们手里的线索 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少的可怜 那只断臂 无论我怎么想 怎么思考 我都不明白 要从哪个方位去解析它 我想得入迷 连晚饭也没有吃 肚子里空牢牢的 却感觉不到饿 案子要是再不破 我可能都要抑郁死了 队长见我这副样子 给我端来了一杯 他亲自泡的茶 坐在我的身旁 安慰着我 苏莉啊 又在想案子的事情呢 我看到是队长露出了笑容 对啊 我有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如果不比别人多努力一点 就被淘汰了呀 队长爽朗的笑了 你这两天表现啊 是真的 挺好的 大脑很灵活 总是想着比别人多一种可能性 而且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案子 相比之下 你已经是很努力的了 我羞涩地笑了 队长这一顿夸奖 让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们这两天处理案子的时候 我都没怎么说话 完全都是你一个人在处理 这都是为了想看看你的能力 而且 现在我已经认可了你的能力 觉得你这个人啊 挺不错的 还有做警察的资质 所以 你就没必要那么辛苦了 适当放松放松 也可以的 我连忙摇了摇头 实在是不想让自己 做一个被懒散支配的警察 我觉得 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动一动脑子的 饭一顿不吃 少不了问题 但是脑子一次不思考 这以后都会生锈了呀 这年头 还真的很难遇到 像你这样敬业的小伙儿啊 队长砸巴着嘴感叹道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他的眼里满是对我的欣赏 这使我感到很高兴 这么多天来沉痛的心情 终于也是放松了一些 因为得到了认可 谢谢队长夸奖了 这还不都是因为跟着你们 所以才会这样的 队长咧开嘴 死想地笑着 哎 想当年呀 我们还在实习的时候 也是刚一来就遇到一个棘手的案子 他跟我讨论了当年他做实习生的时候 累积的一点经验 一个字不落的全部都交给了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 由衷地告诉我 让我好好学习 尽早超过他们 我被他这一番话鼓励得心潮澎湃 这一下更是激动得我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脑子里面全是案子的线索 闭上眼睛 都是死者的样子 说实话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样 还真是挺吃不消的 短暂的谈话结束后 没过多久 我们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那个小孩 还是继续待在我们警察局里 没有人能够撬开他的嘴 也没有人能哄得了他 他谁也不满意 谁都不喜欢 更是都不会吵闹 说要回家 小孩现在就在这里 陈天就把这里当做家一样 就差让我们给他买新衣服了 我有些头疼 这样的熊孩子 队长在反复的思虑过后 决定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下林红 问问他事情的情况如何了 这一次的事件 只有我跟在他的身边 队长对于我的信任度越来越高 也更看重我的能力了 这次实习 肯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街道上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看着路人 脸上一副安然自得的表情 心里第一次 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 不同于以往的 我的脑袋有一些不舒服 门门热热的 一阵风吹过 把我的难受也一块给带走了 我突然有一些恍惚 感觉眼前的一切都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觉得自己仿佛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 感叹了没多久 车子就到了林洪的住所 由于昨天晚上太激动 没有睡着 所以我一个没忍住 就眯着眼睛在后座上打盹 赵队长下车 拉开车门 让阳光照射到我的眼睛 嬉笑着说道 快起床啊 太阳都晒屁股 还在睡觉 我立马睁开了眼睛 抱上我记录用的本子 跟着下车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脸颊微红 比较尴尬 在这么重要的时刻睡着 能不尴尬吗 赵队长今天走在我的面前 身形庞大 有一种无形的威压感 今天就由我来吧 你前两天记录的样子 已经很不错了 等会儿 你一定要记录好 我和林红说的每一个字 我头点得如捣蒜一般 这种事就算赵队长不说 我肯定也会做好 这个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我们俩按照之前的记忆 往林红的家里走去 二人一路上没有说话 但是我的心里都在琢磨 一会儿需要问林红什么呢 赵队长会怎么问 如果换成是我 我又会怎么做 在我低头沉思的时候 发现赵队长也时不时地在看我 没过多久 就走到了他们家门口 赵队长站在我的身前立定 抬手敲门 他敲了许久 都没有人回应 原本以为应该快有人出来了 不应该呀 今天不是他的休息日吗 我是算好了日子才过来的呀 赵队长念念有词 面上满是疑惑 我也同样的疑惑 包括我们 的确是算好日子才来的 赵队长继续敲门 而我则上下打凉起门口的洞进来 这扇门好像是好些天 都没有被人开过了一样 上面还沾了许多灰尘 顿时 我的心里有了一个不好的想法 队长 我们可以强行进入吗 赵队长皱着眉头 你忘记上次酒吧老板说 我们擅长民宅的事了吗 好吧 我像是一个大皮球 突然间泄了气一样 但是反复打量过后 我还是决定继续说 不过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这个门 似乎已经很久都没有人回来了 要不 我去打听打听 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队长正在找林宏的手机号码 并且拨打了无数遍之后 都没有人接通 这事确实如此 队长也同意了我说的话 我拔腿就往保安处跑去 一番询问之后 却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回答 啊 那房子的主人啊 好像已经很久没回来了 我心中的警铃大作 连忙跑回去告诉队长 这下两个人再也不犹豫 直接踹开了那间房子的路 然而房屋里面 一片混乱 什么都没有 的确是沾了很多的灰 这并不像几天没回来过的样子 我往里面走了好几圈 都没有看到有人存在过的痕迹 队长 这是什么情况啊 我满脸懵逼地问着队长 等待着他的回答 先是断壁 再是旧房间 先搜搜看看吧 看一下能不能搜出一点什么东西来 队长对我下达命令后 我立马开始动身 几圈地搜索下来 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有的只是一片混乱的垃圾 可是有一点很奇怪 这个房间里乱如垃圾场 可是床头柜却干净地摆放着许多东西 我好奇地走上前 打量半天却不敢动手去翻 万一碰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就不好了 队长 你看这个床头柜 我看了看他半天也拿不定主意 还是询问了比我经验高的赵队长 他拧着眉戴上手套 在箱子里翻动了许久 翻出来一张诡异的纸条 说他诡异 是因为纸条上面写着 14点20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而且这个字迹不像是灵红的 赵队长立即联系了酒吧的老板 可是打过去的电话却变成了空号 随即他便开上车 带我飞速往酒吧那边赶去 霸气地推开门 直接进入到酒吧老板的办公室里面 你们这里的调酒师 黎红呢 酒吧老板有点懵 刚想发脾气 听到我们问的人便是回答道 哎 他都已经旷工好多天了 电话也不接 消息也不回 家里面也没有人的样子 你们不说还好 一提起来我就生气 这都什么人呢 真的是一点职业素质都没有 老板自己一个人 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 那表情看起来不像是在作假 我这心里一疙瘩 这是要玩独自的节奏啊 赵队长原本放松的手掌 逐渐捏成了团 双手都在颤抖 为什么他这么多天没有消息 你不报警 听到赵队长的话 酒店老板的嘴微微一撇 十分不屑的模样 他又不是我什么人 我为什么要报警啊 走了就走了呗 他给我带来的损失 我都还没计较呢 我站在赵队长的身后 摇了摇头 唉 这个傻老板还真是不可理喻啊 摊上这样的人 也真是怪林洪的不幸 酒吧老板还在随随念 对这个人的消失 感到十分的气愤 我们实在是没有心思 再继续听他说下去 赵队长打断他的话说道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酒吧的老板 似乎是被我们两个的表情 给震慑住了 抬着下巴 陷入了沉思中 思考了两久 便说道 最后一次见到 也是他最后一次来上班 那天的工作 直到下班之后 他都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和平时都是一样的 可是从那之后 他就再也没来过了 怎么都联系不上人 我也很奇怪 但是 他给我带来的损失 我想想就神奇 酒吧老板说完之后 摸了摸鼻子 有一些不自然的模样 你在说谎吗 赵队长问他 酒吧老板愣了一愣 随后瞳孔放大 一脸不可置信地瞪着他 我 我撒什么话 我为什么要撒谎 这种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个人怎么问话呢 酒吧的老板 暴跳如雷的动作 实在是让我厌烦得不得了 我拉住了队长 示意他稍安勿躁 赵队长拍拍我的手 表示让我安心 便继续问道 他既然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搓鼻子呀 酒吧的老板气笑了 我说你们这些警察 是不是心理罪看多了呀 人家随便做一个动作 你们就这样质问 你还真是可笑 我有些尴尬 确实警察在做什么方面 都要做到十分警惕 而像是心理罪的小说或者电影 我们更是看了不少 赵队长不在乎他的无礼 继续问道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他的穿着打扮是什么样的 他去了什么方向 酒吧老板这一次不耐烦的表情 更是十分的明显 我又不是你们 请来专门监督他的 我怎么知道 他最后一天穿什么 去了哪里 你们能不能不要像 审犯人一样在审我了 我拍了拍队长 把他拉到旁边 小声地说道 队长 我觉得 问这样一个无赖之徒 并没有什么用 只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还不如去问一下 其他的同事 你觉得如何 这样 可能会更快一点 赵队长点了点头 赞同我说的话 我们两个连招呼都没有打 直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酒吧里灯红酒绿 到处都是释放天性的年轻人 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的 摇得起劲 歌也放得很嗨 没有一个不跟随着音乐 扭动自己身躯的人 穿着绅士的服务生 手中抬着酒杯 灵活地穿梭在人群当中 完全不被旁人所打扰 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幅画面 心里感觉莫名的 有一些奇怪 随之便多盯了一会儿 第三十一集 赵队长看着我的眼神打去的 怎么 你也想去玩玩吗 我摇了摇头看着这些人 兴奋的模样 总感觉有什么不对之处 赵队长也不再打去我 我们坐到酒吧前台去 然后跟新来的调酒师聊了起来 老兄爹 你什么时候来到这里啊 赵队长端着手里的酒杯 轻轻摇晃着 嘴里不忘问着新来的调酒师 调酒师见我们跟他大话 不由地微微一愣 礼貌地回答我们 啊 就是最近这几天 赵队长点了点头 接着问道 你认识前一个调酒师 林红吗 啊 林前辈 认识呀 我的调酒 就是他教我的 这个小伙子的脸颊微红 听见我们提起他的入门导师 似乎有一些激动 正好旁边的服务生路过 我上前将那个服务生拉过来 悄悄地在暗中出示了自己的身份 那个小服务生被我拉住之后 有一些慌张 我轻轻地安抚他 是以他的暗地 你最后一次见到林红 是在什么时候 啊 呃 四天前吧 他最后一次上班 后来就再没见过他了 我们的微信 他也没有回复 听说 好像是被老板赶出去的 然后 回老家去了 我点了点头 看来这个服务生 还是比老板好说话的 是什么都肯实话实说 老实交代 可是你们老板不是这样说的呀 你们老板说他失踪了 连续几天都联系不上他 还耽误了他的损失 并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给他赶出了门 服务生努了努嘴 让我朝新来的服务生看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错的话 你问我那个人 那 就是林红最后一次上班那天过来的 他肯定不会说谎 那 你们之间 谁和林红有过什么样的矛盾 或者摩擦吗 我掏出了录音笔 继续问的 小伙子摇了摇头 没有啊 他这个人平时挺好相处的 没跟什么人吵过架 也没有见过他不满意过谁 像我们平时 如果有一些八卦要说的话 他从来都不会参与 如果听到我们说 他还要阻止我们呢 这就奇怪了 我跟队长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现在发生这么多事 不得不让我随时把新出的案子 跟这个案子连接在了一起 那他最后一次 穿的是什么衣服 往那边走的 你们这里 可以叫监控看一下吗 服务生打道 啊 他那天下班有一点早 是一个人走的 监控可以看 但是你找我没有 要找我们老板 就在我询问酒吧服务生的时候 我的眼前突然恍惚闪过两个影子 一白一黑 我心中警铃大作 又回忆起了之前 因为这两个人影 而遭遇的种种可怕的事情 头皮发麻 背后也不断地流着冷汗 这两个人深夜灵活 穿梭在人群当中 他们似乎不被任何人干扰 这样的灵活 和服务生的灵活是不一样的 他们似乎 可以直接从人的身体里穿过去 就在我思考这些事的时候 这两个人影 光明正大的从我的面前闪过 直奔酒吧老板的办公室 我还来不及通知队长 自己就跑上去 跟着他们 担心我 如果晚了一步 那个忙想的人 就会出事 当然 同时我也在给队长打电话 或许是因为嘈杂的环境 电话打了许久 队长才慢慢接起来 喂 苏黎 这么近 怎么打电话呀 这声音 似乎是打扰到前面的那两个东西了 他们站在原地顿了顿 随之 两个声音分开 飞速的前景 一转眼之间 我就看不到一丁点的痕迹了 我有些懊恼的捶了捶头 唉 我刚才 看到之前那两个黑白的人影啊 这一次 他们两个凑在了一起 什么 队长听不到 声音特别大的朝我吼过来 震得我耳朵疼 我干脆挂了电话 给他发了短信 告知他 我这边发生的所有事情 而我 则快马加鞭地赶过去 有把老板的办公室 老板 您看人家这个月做得怎么样呢 你要不要 给我多发点工钱呢 一到了办公室门口 我忽然听到里面 正式打情骂俏的声音 一阵恶心涌上头 这种地方乱七八糟的人 还真是多 犹豫再三之后 我没有再考虑别的结果 首先 还是要以他们的生命安全为主吧 谁啊 里面传来了 酒吧老板不耐烦的声音 我亲了亲嗓子说道 是我 刚才的警察 果不其然 我刚说完这句话 就听到里面传来 女孩子惊慌失措的声音 我摇摇头叹了口气 正巧这个时候 队长也慌忙赶了上来 他喘着粗气问着我 情况如何 我没有回答他 直接一脚踹开了办公室的门 里面两个人 现在都还一扇不整的 你们这个 算不算是黄色生意呢 酒吧的老板顿时慌了 你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我要够你们 我没有理会他 转头跟队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随后快速地移动到窗户边上 而队长依旧在门口 监视着屋里的一切 你们在干什么 再不做报警了 这个酒吧老板的声音吵得我很是兴奋 闭嘴 我们就是检察 你还报什么警 你要是再不安静点 一会儿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果然 我这句话威胁得很到位 两个人立马就闭了嘴 一脸惊恐地看着我们 窗外只有一大牌树 风一吹就沙沙作响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痕迹 更是没有任何的响动 虽然早已经见过他们凭空消失的能力了 但此时我还是很疑惑 我谨慎地把窗户关上 走回到队长身边 开口道 嘶 应该不是我眼花 刚才确实看到他们从这边过来 下一个目标 会不会就是酒吧的老板呢 我相信你 毕竟我也亲眼看到过 按照他们之前的做法 下一个受害人是谁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朝这个方向 那酒吧的老板 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受害者啊 队长冷静地开口分析 眼神不住地往酒吧老板身上打量 正好这两个人 肯定有什么不正当的勾当 带回去也省点心 酒吧老板听见我们的对话 瞬间不乐意了 大嚷道 你们上一次就把我抓进去 这一次还想怎么搞我 我嘖嘖了两声 搞他也是活该 什么态度啊这是 想着我便上前走到他的面前 跟我走一趟吧 还有 你们这里暂时不要营业了 监控我要看一下 什么 你让我不要营业 那你养我吗 不营业 我还怎么赚钱 他坐着 大有要站起来跟我干一家的趋势 看着他那一口黄牙 我实在是头疼 队长说道 如果你要是不配合 我可以保证 你这个酒吧 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再营业下去了 队长一开口 酒吧的老板就安静了 我松了一口气 正打算带着他们离开时 窗户 诡异的自己打开了 质押的声音 就像是猫爪子挠在我的身上 让我直痒痒 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警惕地 立即站在了酒吧老板身前 做出防御的姿势 队长也及时赶到我的身旁 和我背对背 观察着这个空间 我的腿肚子止不住地颤抖 额头上冒出不少冷汗 放低声音 小心地询问队长 队长 你说我们今天会不会 被这些东西给弄死在这里 队长戳了戳我的脊梁骨 别瞎说 不可能 我们一定会好好活着回去的 他虽然这么安慰到 可是我的心里并没有安心 这个东西的厉害之处 我们可都是见过的 在眼皮子底下犯事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几次三番地挑衅我们 那个女人躲在酒吧老板的怀里 瑟瑟发抖 酒吧老板一把推开她 与其粗鲁 去您的吧 你们要在这里等死 我可不分配 她要逃跑 队长抓住她的领子 直接扯回来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死 酒吧老板振脱不开 一脸的憋屈 这个酒吧 在我盘下来之前 是出过事的 而且前段时间 不是也出事了吗 我是不想死 你们要死 你们自己死去吧 你们是警察 本案本来就有生命危险 要死你们去死 这话听得我特别屈 谁知道 队长 要不我们就先回去吧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 可能什么都做不了 回去大家一起商量 我觉得这样的成功率 可能更大 在这里坐以待毙 不是一个好想法 那两个影子 久久都不来 酒吧老板疏散了人群 我开着车 载着一行人 离开了那里 队长坐在副驾驶上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 黑暗的前方 手里的烟头 换了一根又一根 酒吧的老板 和那个女人 缩在后座 从上了车 就不再吭声了 车里的温度 明显降低了不少 是可以直接感觉出来的 怕是他们在害怕吧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心 不住地出着汗 滑滑地沾满了方向盘 双脚也是冰冷不已 这条路 我们已经开了很久了 平时热闹非凡的街道 此时陷入了 无尽的黑暗与寂静 周围除了我的车灯之外 看不到一丝光亮 路也只能看到 小小的几寸 车子里的温度越来越低 我调了空调 却没有什么作用 仿佛置身在寒冬之中 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清了清嗓子 试图打破这个暗计 队长 然而我刚刚开口 说出这两个字 队长就伸出手来 示意我不要说话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偶尔侧过头去 他都是直直地盯着前方的路 那里 是有什么东西吗 现在这样 让我完全不慌 那是不可能的 酒吧老板的手 哆嗦着伸到队长的面前 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那表情就像是要尿裤子了 那个 警察大哥 你给我一支烟酬呗 队长没有打理他的话 直接从包里掏出枕包丢给他 真大方 我就喜欢和你这种人做朋友 这句话像是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一样 我们都没有打理他 但是他却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唉 我这也是老糊涂了 我为什么要跟着你们一起来这里受罪呢 你看看这环境 看看这天 看看这地 唉 我的妈呀 给我愁死了 他的话牢让我心里放松了一点点 并不是那么紧张了 但是我的脚趾头还是紧紧地抓着鞋底 心脏也是砰砰地跳个不停 我没有办法控制这种行为 眼前的这一副场景实在是太诡异了 按理来说 不应该存在这种停电的情况啊 哼 你们还说要保护我 现在这个样子要是出不去 大家都得完蛋 他这句话终于让我感到很是不舒服 内心也比平时烦躁得多 甚至有想过反手就是一巴掌的冲动 但由于我还在开着车 所以硬生生地压制了下来 还没有等我说话 只听他旁边那个小妞弱弱的声音 那个 老板 你就不要再说话了 我听说这夜路啊 一直说话 阳气会被吸走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坐在我身旁的队长突然全身抽搐 随之不耐烦地挑眉 转头扭向他们的方向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 静下婚人 他是喘着粗气说的 像是跑了许久的路特别累一样 我有些疑惑 队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 可是我说的是真的 我们莫名其妙被你们带来这里 现在下车也不是 在车上待着也不是 这女人说着还挤了两滴眼泪出来 朝我们的后视镜做着一副可怜汪汪的表情 我嘖嘖两身 眼泪啊 还真是女人的好武器 不过 我没有被这个武器所伤到 并没有因为她的眼泪而有什么感觉 倒是那个老板十分不耐烦 你是个娘们 记记歪歪什么 谁让你今天来找我要供钱的 说白了都是因为你 真是给我气的 女人委屈巴巴地闭了嘴 捂着脸把自己的头埋在膝盖里 头再也没有抬起来过 只是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抽气声 我没有功夫再继续留意他们 便认真地开着我的车 他们不再吵闹之后 我就感觉安静得太压抑了 索性放慢了速度 把手伸出去想要放点歌挺 然而 我的指尖却在这暖和的空间里 摸到了从地狱里传来的寒冷 我的心里一搁的 眼睛死死地看着前方 急忙收回了手 如果真的不是我心里作用的问题 那个东西 应该是一双人手 第三十二集 我闭上嘴不敢说话 我不想让队长他们跟着我一起害怕 我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可是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也没有办法控制住内心的慌张 这么想着 我脚下的速度突然加快了不少 队长疑惑地问道 小索 你干什么呢 开慢点 这么黑 他边说着话 边打开了窗户 从嘴巴里面丢下一根烟 我就在此时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种猛烈地 想要转过头去看他的想法 而且这种想法 是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咽了咽口水 脚下放慢了速度 飞快地扭过头去看了队长一眼 这不堪还好 一看我这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 对 应该是全凉 这黑暗之中 除了队长刚丢下的点点烟火 还有一闪而过的白色影子 我感觉到自己的大脑都快要缺氧了 差一点就晕了过去 队长疑惑地面孔摆在我的面前 可我却什么都不敢开口对他说 我现在只能祈祷 事情千万不要像我想象的那样去发展 什么鬼打枪 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然而嘴上这么说着 心里却不自然地往那个方向去想 此时的我突然很希望 从一开始柳哥就是和我们一起 如果他在的话 至少还能想想什么办法 这犹豫了再三 我感觉到自己的嘴唇抖得厉害 嗓子眼也十分的干涩 或许是因为太过紧张的原因 队长 你说这些东西会不会是真的存在的 队长再一次点起一根烟 朝窗外狠狠地吐了一口痰 放屁 老子就是不信邪 别他妈跟我瞎说话 我被骂的脖子往后一缩 什么都不认识 就在他吐痰的时候 我再次看到了一双炯炯有神 发着光的大眼睛 我不信队长没有感觉到 或许 他也只是和我一样的想法 不想让我担心吧 队长 其实这条路 我记得没有多久 就能到了吧 我边说着 边摸索着自己的手机 如果手机还有信号的话 证明这里就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 我的头皮发麻 受僵的疼痛啊 与此同时 我感觉好像头痛得很 并伴随着一种眩晕的感觉袭来 在解剖室里 一具接着一具的尸体 被摆放得整整齐齐 放在白色的木床上 破旧的天花板 昏黄的灯火 摇摇晃晃的照耀着白色布 盖住的尸体上 一阵阵的尸臭味 在空气中弥漫着 令人感到恶心 我望着那具 肤色发白的尸体 我转头看了眼赵队长 赵队长应该注意到我的眼神 但是没有看我 反倒是 看着这具尸体 说道 现在 带你来这儿 你放心了吧 我点了点头 赵队长满脸沉痛地说道 那就开始吧 我再说一次 如果 尸体出现了什么事的话 你们可逃不了干系 见我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他还是不放心地 望着旁边的法医道 你一定要给我精神十足地 顶着他们 法医点了点头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有什么事了 小林在一旁夹着油 别怕乌涛 加油 我相信你能行的 我回头用眼神 谢了小林 但是赵队长和那个法医 在说完之后 我手里的手术刀 还是因为害怕 久久无法下手 我从小连只鸡都不敢杀 这跟别说杀人了 就算是尸体 也一样没有 我只好无助地扭着头 看了一眼刘叔 和赵队长 还有那个一同来的法医 刘叔看我这样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嗨 哥们别怕啊 这可能 是你最后的希望 如果你下不了手 那你就只能去那暗无天日里的监狱里待着了 小林说的是对 我可不想待在那暗无天日的监狱里 还背上了一身恶命 家里父老还要被人耻笑 不 我不想见监狱 我不想我爸妈被拖累 我鼓起了勇气 将盖住尸体的白布给揭开 解剖石里的尸臭味更加的浓厚 空气瞬间就宁静 尸体那发白的皮肤 在黄昏的灯火下显露了出来 顺着他白皙的皮肤望下去 只看见他起方处 有一道神痕的伤疤 看到这里 我又开始害怕了起来 转头望向小林 小林 要不 我们两个一起来吧 刘叔点了点头 将桌子上的白手套 和手术刀戴上后 望着尸体心房上的伤口 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也是第一次解剖人体 能不能成啊 就看咱俩学得如何吧 说着 手里的刀 随着尸体胸口出割了下去 当第一块肉被割下来时 小林满脸的坚定又开始了 看到他动了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 深吸了一口气 我刚在小林割过的左下面下了刀 轰隆的一声响 将我的视线吸引到了窗外 漆黑的天空 一道白色的闪电游荡着 手术刀在闪电的照样下 发出耀眼的煞气 为了不拖他的后腿 我将刀也割了下去 没过多久 我们三下五出二的 便将尸体的胸口给解开了 一直解到腹处时 腹口处的最后一根骨头上 血肉上 我明显听到尸体 腹处发出的 嘶嘶嘶嘶嘶的声音 我疑惑地往下小林 小林以为我害怕 给了我鼓励的眼神 随后手里的刀 快速而又利落地 割向了血肉 我看着他动了 也按耐下心里的疑惑 拿刀割向了骨头 这人的骨头 还真的是有点硬 我按照老师教我们的手法 刮了一刮 还是将骨头给割了下来 当人骨落在手术盘里的时候 嘶嘶的声音 更加的响亮 小腹里 无数的小型毒蛇 在盘旋着 毒蛇就是眼镜蛇 但是又和眼镜蛇不同 因为眼镜蛇的皮 是青色的 它们的却是黑色的 眼镜蛇的眼珠特别的绿 它们的眼珠 在灯光照耀下 却是红色的 每条毒蛇 都只有拇指般大小 它们口中的毒液 绝对能够将人杀死 我以前看过一个动物世界 一条毒蛇 将一头成年人大的老虎 给毒死 这绝对不是夸张的 我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毒蛇 特别是它们吐着舌头 发出丝丝的声音时 我头皮都已经疤了 赶紧拉着小林往后退 这个时候 我还不忘大声地喊着 赵队长 快跑 有蛇 赵队长满脸惊恶地看着我们 我来不及回到他那里 只好和小林跑了出去 窗外的闪电落了下来 光芒照耀在毒蛇身上 这些毒蛇 顿时像是碰见什么好吃的一样 疯狂地向我们冲来 那个狗皮医生 早早地就躲在了另一边 但赵队长因为跑得慢行 便被这些毒蛇围在了一起 早已跑出去了的我 从窗外 看到他拿出枪来 对着向他飞来的毒蛇 就是一枪 一枪击地捧石头 毒蛇立马被打成两半 鲜血 顿时在空中飞舞着 剩下的毒蛇 看到同伴死了 身体又快速地游荡 向着赵队长冲来 那些密密麻麻的毒蛇 将赵队长给围成了一个圈 我只听见碰碰的手枪声 和扣下扳机的声音 听见没有枪声 我以为赵队长 已经把这些毒蛇给打跑了 所以我抬头望去 只见赵队长用手捂住了脖子 一条蛇从左边 突击将赵队长的脖子给咬住了 赵队长被咬了之后 脸色便快速地黑了起来 身体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顿时那些毒蛇 就像是看见了美味的食物一样 一条接着一条 趴在他身上咬着 一块血肉接着一块血肉被咬了下来 并且被这些蛇吞噬着 寂静的解剖室里 只有赵队长和那些蛇叫声 呐喊声 这惨叫声加上蛇的嘶嘶声 对黑暗来说 是多么美妙的音乐 窗外的我 看着赵队长被咬得 只剩下一根根发黑的白骨时 我无助地叫了起来 那些毒蛇咬完赵队长后 又去将解剖室里的尸体 全部给咬完了 我无力地躺在地上 线索断了 赵队长也死了 我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 天空响了许久的闪电雷鸣 也消失不见 一滴滴的雨水打在我的脸上 我无助地将整个头缩紧了身体 小林脸上惊恐还没有离去 她试图抽烟让自己好一点 但她拿烟的手都是颤抖的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静静 重斥在我俩之间 突然呱呱的 小林听着声音之后 两个眼睛睁大地看着 没事 是电话 说完 我拿出手机 看着屏幕上一连串陌生的电话时 再看到电话下面的中筒快递 我顿时笑了笑 真是的 我大拇指滑了一下 接通电话后 里面一个女生笑得很甜 然后过来问 请问是吴涛先生吗 你有份快递 你能来取一下吗 我看着旁边的小林无奈地回到 你先给我放到保安室里吧 等我来拿 两久之后 我站起身来拍了拍小林的肩膀 我去拿下快递 你先一个人在这里等一下 小林吸了口烟 点了点头 烟雾环绕着她的脸庞 令她变得更加的迷茫 我慢跑着来到保安室 看着保安室里的大叔 正悠闲地喝着茶 我对保安大叔礼貌地微笑得 他说 我来拿下快递 大叔像是审视犯人一样地 看着我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极为不习惯他这种口语 但还是对他道 苏烈 学解剖的那个 苏烈 大叔点了点头 放在保安室的快递拿给我时 我看到快递时 心里不由得有点疑惑了 因为快递上寄件信息是空白 只有收件信息 某某是医学院苏烈收 下面还留着我的电话 我的电话是133 后尾是酒吧 是我的绝对没有看错 而且还是两件快递 这使我心里更加疑惑了 又是谁送快递给我 还会是送两件呢 这一件都算是多了 我想 可能是 哪个熟悉的朋友 在给我恶作剧吧 于是我将他一层又一层地撕开 当第一个包裹被我撕开时 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但那张照片上 两个显得极为亲密的人 或者说 是情侣 却是我最熟悉的朋友 照片里 那面色惨白的女的 挽着男的 男的见眉心目 显得极为英俊潇洒 两人的样子 显得极为亲密 就像是情侣一样 我看着照片上 两人内心震撼 不言而语 这女的就是那凶手 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看见她时 是在一扇透明的玻璃上 在昏黄的灯光下 紧紧地贴着一张 极度扭曲的脸 那张脸 像是经过什么重型物品 重压之后 沉着这眼 其实更准确地说 更像是一张人皮 就像是 被包了下来的狐狸皮一样 她解决完了以后 有些皱眉 我想解释 她却摇头 与我受无关 第三十三集 而我忽然觉得 脚底有些湿 然后声音哆嗦地 对小林说 我鞋鞋好像漏水了 小林猛地就在我的脸上 扇了几个耳光 一把就把我推回到房间里 声音有些僵硬地说 明天早上我会开门 然后 带你去见小林 接受 脱了鞋子 千万不要乱动 玄垂地长长头发 空洞的眼眸 显得幽暗无比 浸出鲜血的眼鼻 以及挂着诡异 弧度笑容的嘴角 她好像 是在嘲笑什么 随着她嘴角弧度的前动 玻璃上 慢慢躺出一层 咸红咸红的血 血迹流得很长 一直拖到了地上 这是我最初看到她的场景 当时 这可吓得我不轻呢 也因为吓人 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 不可谓不咒 突然 我感觉照片后面 有点滑滑的 好像什么东西 黏在照片后面也 翻过来 看的时候 她该死 杀了她 这样的血字 出现在了照片上 她指的 是照片上的她 我想 或许是吧 但她又和她 有什么关系呢 两人为什么 关系如此的亲密 看着就像是情侣一样 我心里一直在 疑惑这个问题 这可能是个大问题 解开的话 可能以前的困扰 都一扫而过了 但另一件包裹里 又有着什么呢 想到这里 我突然注意到 我手里的另一个包裹 或许 这个包裹 能告诉我答案 也说不定吗 等我用力地 将这个包裹 给撕开的时候 里面的物品 却是一把被报纸 包裹着的手术刀 手术刀显得极为的锋利 像是有人特意将它 给洗了一遍 在太阳的照耀下 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不明白 她给了我一张照片 和一把手术刀 是要做什么 还是要我去杀了她 她指的是小林 这场景 让我不由地 想起以前看过的 一部杀手电影 我猜想 她是准备 让我做杀手 将小林给杀掉 或者叫我杀小林的 应该就是照片上 这个无心的女孩 刘烨问道 这心里面说了什么 松手就在断桥 法医呢 我明明看见 她刚才还在这儿 怎么会突然消失了 刘烨转过身 看向法医 却发现她已经不见了 仿佛人间震发了一样 看样子 送快递的人消失的同时 法医也接连地消失了 这么说来 法医很可能就是凶手 刘烨 我们现在赶快去断桥 这是我们最近的机会了 二人迅速地前往断桥 一路上 他们心惊胆战 想不通到底是有什么人 要害他们 终于 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断桥 却发现断桥之上 什么也没有 更别提什么人影了 忽然 黄蜂呼啸 吹在我的脸上 顿时 我和柳燕 被强风吹得睁不开了眼睛 只是迷迷糊糊地 看见一道 以很快的速度 在断桥上穿梭而过 我再也顾不得什么 拉起柳燕 便向那道黑影追去 发生什么了 刘有些害怕的惊档 我没有回答他 我只想去解开这个谜团 如果不能真相大白 凶手 就会被确定是我 到时候 我这死刑难免啊 那道黑影不断地穿梭在丛林 与断桥之间 我根本无法跟上他的脚步 终于 我忍不住了 我对那黑影喊道 你到底是谁啊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与你有什么瓜葛 黑影听到之后 突然停了下来 这一刻 我的心脏跳得很快 柳燕也很害怕地 看着那黑影人 黑影渐渐地向我走来 慢慢地 我看清了她的样子 她竟然不是人 有一个黑色的面具 后面竟然什么都没有 就像是一阵烟 存在她体内控制着她一般 黑影静静地吐出两个字 瞬间 让我跟柳燕 寒毛乍气 这些东西 无疑跟小林 有着很明显的联系 但想起来 因为我的原因 还在昏迷不醒的赵队长 这个因为我生命 变得极其可危的赵队长 我内心不停地 再告诉我自己 你要救她 你不能放弃她 正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 我的后肩被人给拍了一下 顿时吓得我不轻 怎么了 哪个快递这么慢 看到是她 我按耐住了惊吓 赶紧将照片收在背后 对她笑了笑说道 我没事 刚刚在想一些事 柳燕看着我的样子 以为我有事瞒着她 她便问道 你想什么呢 想那么入神 我笑了笑 没想什么 小林这个时候 看见我背后藏着东西 你背后有什么东西 拿给我看看 看到她的样子 我将准备隐瞒她的事情 给按了下去 直到有些事情不能隐瞒 隐瞒的越久 对我们两个人就越不好 这些天和柳燕相处的日子 在我心里 柳燕还是够一气的 就算是这个原因 也该为赵队长想一下 毕竟赵队长 还在等着我们去救她呢 所以我还是拿出了照片 给小林 小林看到照片后 整个人明显有点不对头 脸色变得有点慌张 你什么时候 得到这张照片呢 听到她这句 带着杀气的口语 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退 将手里的手术套紧紧握着 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她看了眼地下被我撕烂的 没有字的发货地址 满脸冷清地倒 你真的不知道 是谁送的 我点了点头 看到她这模样 我更加确定了 她和那个女人 一定有什么天大的秘密 所以我冷静地问道 你们两个 到底是什么关系 小林叹了一口气 看到她这样 我只好道 说吧哥们 我听着呢 我害怕她误会 我又紧接着说 你说出来 我们还是朋友 照片上的女孩 我认识 小林说完 我想起到解剖室里 另一具女尸问道 解剖室 那具女尸 你也认识吗 她点了点头 照片上这女孩 你恐怕除了认识 还和她有交情不浅吧 她随口摁了一声 不知道是在回答 还是在否认 我想不到 还有什么要问她 便说 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 你就都告诉我 小林看着我冷清的脸 回答 就这么多了 我笑了笑 难道你们之间 就没有别的故事了吗 我说完 她就沉默了 拿出一根烟 吸了起来 满脸的犹豫 见她这个样子 我怕再追问下去 她会生气 到时候 就得不偿失了 再说 知道这些就够了 我知道小林 肯定还是有事情瞒着我 但是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呀 所以我上前拍了拍 她的肩膀 没事了哥们 我 我就是问问 此时她没有回我的话 反而是满脸神秘地说道 你不觉得 那老头腹内的蛇 出现得有点莫名其妙吗 我不解 我问她 什么意思啊 她笑了笑 白痴般的牙齿 在太阳的照耀下 非常的光白 解剖室里 可能藏着一些秘密 说不定 能够找到 旧赵队长的秘密 她说完 我认真地回想了一下 的确 那老头腹内 出现了那些 秘密麻麻的毒蛇 的确是有点奇怪的 如果去了的话 或许 能证明 我不是杀人凶手 也说不定 而且 还有可能 能救刘宁 我点了点头 边说时 就边想着 小林除了这些之外 到底还有多少东西 在瞒着我 当我和小林 回到解剖室时 入眼的场景 让我彻底惊呆了 摇摇晃晃的灯光下 那些密密麻麻的毒蛇 一条条躺在地上 像是死了一样 更像是被太阳给晒干了一样 蛇的皮简直就像要从蛇身上退下来一样 更像是被晒干一样 这 我满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解剖室因为害怕尸体腐败腐烂 退化了的缘故 所以就开着空调 就算不开空调 解剖室的温度也特别的低 在外面热得要死 进了解剖室就可能要被冷死 所以这一刻 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些蛇都干枯而死的 而且死的状态 就像是被晒干了一样 想着想着 突然一阵冷风吹过 而且 我揉了下鼻子 感觉身体有点冷 我吸了一口气 向四周望了望 却发现柳月消失不见了 我只好自己一个人 走进那堆蛇尸里 我脚一踏进去 便闻到一股难闻的尸臭味 扑面而来 进入我的鼻孔里 我难受地捂住了鼻孔 一直往里走着 当我走到那堆蛇尸中时 一阵耀眼的绿光 在一条蛇尸体下 亮了起来 我跑过去 将那条蛇尸拿开 一颗墨绿色的宝石 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一开始 只是以为这是一颗 普普通通的宝石 正准备丢掉时 却发现宝石 正反两面 都刻着神秘的道符 那宝石散发着 奇异的冰冷 我的内心 再一次 更加迷惑的 卡 卡 柜子被打开的声音 突然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回头看去 小林竟然从诗柜里 拖出一句 已经快要腐烂的女尸 你还蒙着干嘛呢 赶紧过来帮忙 累死了 我看到她在额头上 擦了一把汗水的样子 非常的累 我看小林累成了这样 悄悄将古语 藏在了身后 便上去帮她 等我们将这具 漂亮的女尸 放在实验台上 拿白布盖上时 我就抬头想问她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毕竟 就算是要找线索 也应该从 那群蛇尸里面找 但她却从 这具女尸身体 开始下手 小林好像明白 我要问什么 便说道 如果你想救赵队长的话 你便跟着我做就行了 难道 她有办法 救赵队长 心里想着 我满脸疑惑地问道 你确定 我们这样 能救得了这队长吗 那难道你还有什么办法不成 我摇了摇头 开玩笑 要是我有办法的话 我还会跟你来到这个破解 POSE干嘛 她见我满脸认真的模样 只好点了点头 见她这样 我将手套戴好 顺手在盘子上拿了一把手术刀 手术刀在灯光的照样下显得极为锋利 我吸了一口气 正准备下手势 她却看着我手里的手术刀 点了点头 并且还用一种鼓励的眼光看着我 我从左边 你往右边 再来快点 尽量 不要将这具尸体给割坏了 她说完 便快速地拿着刀 从尸体的左侧 开始割下一块肉 接着 又一块肉地割了起来 由于这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 我有点清澈熟漏 按照脑海里的人体构造图 开始割了起来 速度在某种程度上 都快要赶上她了 我想 我那个看不起我的实习导师 如果在这里 肯定会被我的表现 给惊呆了 在她的眼里 我就是那种坏学生 没有勇气接触尸体 却还要来学解剖学 纯属于是因为好奇 闹着玩来的 想到这里 我更加得意了 让手里的手术刀 快速地转动起来 第34集 灯火昏暗的解剖 突然一阵冷风 冲开了窗户 吹了进来 令我打了个寒颤 但一点也不能阻止 我跟小林割尸体的速度 此时的我们 已经割到了尸体的腹部 取出最后一块血肉 快要到达尸体 心外的一条血管时 我突然感觉到 碰到血管上的刀 有点微微在颤抖 使血管的跳动 让手术刀 也跟着跳了起来 我脸色铁青地 赶紧将手术刀 拿了出来 我抬头望着 满脸认真的小林 此时的小林 却极为认真的 拿着手里的手术刀 认真的搁着尸体 看他如此认真 我只好打断他 小林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尸体 在动啊 小林却笑了起来 你每片看多了吧 死人还会动 那岂不是僵尸了 对了 你看过 音术的僵尸先生没有啊 见他问道 我点了点头 那你说这具尸体 会不会也像 电视剧演的那样 一下就跳了起来啊 他说完 就自顾自地 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着他的笑容 有点像是嘲讽 只好解释着 啊 不是 真的 刚刚我的刀 碰到这具尸体的 心外血管时 的确感觉到 他血管处 还有一丝微弱的跳动啊 小林这时看着我 满脸认真的样子 感觉到我并没有在说谎 并忍住跳动的心 面色阴沉地问道 你再试试 还有没有那种跳动 他说完 我拿着刀塞进了尸体里 快要碰到那根血管时 却发现他并没有在跳 只是更加冰冷 我对着满脸期待着 我的回答的小林 摇了摇头 他看到我摇头后 只好道 等这件事过去了 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问道 为什么呀 我又没病 他眼光描了描 我的白色大褂 都出现幻觉了 还说没病 我想了想 只好默不作声 小林见我没有说话 又像个婆娘一样 接着道 你再不休息啊 恐怕就要憋出病来了 我找不到回答他的理由 但又不能做出反驳 无奈 我只好低下头 望着割开一半的尸体 又小心翼翼地割了下去 但心里又同时在想着 刚刚碰到的那种跳动 是那么的真实 就像是一个正常人的心 在跳动一样 不只是在跳动 而且还是有温度的 这跳动的频率 一上一下 有快有慢 不止有跳动 还是有温度的呀 如果说 上次那个是幻觉的人 现在 绝对不是幻觉 心里虽然这么想着 但是想到 如果我再次说出来 小林可能会把我 当成健身病 所以 我只好耐住了 心里的这种疑惑 当我们割开心的 上面那层血肉 和血管组织时 我和小林 顿时都被吓得脸色惨白 心都要吓出来了 在暗黄的灯光照耀下 似乎正面色惨白地 对我们发出了诡异的一响 我和小林顿时吓得赶紧跑了出去 可是跑着跑着 突然我就发现 跟在我身边的小林不见了 我正想回去找小林 整个房间 却摇晃了起来 里面发出了 奇异的凄惨的尖叫声 这声音 在整个学校都散了开来 在值班室的一个 中年保安听见响声 赶紧将装备穿上 喊了一声集合 一对对保安便朋友而出 来到他的身边 整齐地站在一起 他们的眼光 都是疑惑地望着他的 站在他们面前的中年保安 中年保安站在他们面前 没有回答他们 只是面色冷清地 大声下着命令 接到命令的保安 便一个接着一个 向四面散去 还在黑暗中跑着的我 听见哇哇的响笛声 低头看了一眼 手里莫名流着血的手术刀 直到这次 如果是被他们抓住的话 可是真的跳进黄河也 洗不清了 嘴里骂了一句 真贪念得倒霉 骂完之后 我又像个亡命之徒 开始不要命了地奔跑 已经剧烈运动的身上 汗水流了出来 还将我那短短的头发 给打湿了 刚跑到学校一条 弯弯曲曲的令道便是 这令道是品尝一群 在学校里乱来的 或者是寻找刺激的情侣 才会去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在学校的后面 所以比较隐蔽 再加上老师根本不知道 会有这么一条弯道 所以变成了他们 常常去的原因 刚跑到另道处 我左肩突然 被人用力地一抓 身体像是失去了重心一样 调供入到黑暗处 瞬间 我的身体 在外面便消失不见了 就像是被那暗道 给吸了进去一样 黑暗中 空气有一丝的冷气 整个空间 都充满了阴气 待我看清楚 拽着我进入 这间弯道的人时 他才意识到 自己遇上的不是人 而是那只鬼 他的脸颊 依稀可见 苍白的 没有一丝的血气 双眼满是哀求地看着苏莉 像是要哀求什么 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在骗你 求求你 帮我拿回那颗心 他哀求的样子 心是有些恐怖 可转眼之间 眼睛里就流出了眼泪 血红色 看得有些神人 可苏莉 似乎是并没有觉得可怕 有些疑惑地开口 为什么 之前你不是让我 帮你杀了小林吗 而且那张照片 是你和他呀 他在骗你 他是个骗子 你根本没有见过 他的真面目 他说的有些恼怒 声音也有些恐怖 像幽灵一般 可是 我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事情 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现在脑中一片空白 根本就没有办法思考 如果真的如他所说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之前的事情 又怎么解释呢 那他究竟应该相信谁呀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说法 那当初 他为何要把自己 拉进这个局呢 而且 先是他跟小林的照片出现 又要自己杀了小林 现在 竟然还要自己拿回那颗心 我在心里 理顺了一遍 他究竟 应不应该听他所说 还是和小林 一起联手 闯出这个局 你不相信 他见苏烈愣了许久 便再次开口道 不是 只是事情太过复杂 可能还会有些蛛子马迹 是我没有注意到的 对 事情在没有弄清楚之前 他不能有一丝的草率 何况 这件事情 还关系到自己 最要好的兄弟 苏烈 你现在不相信我 总有一天 你会被小林活活害死的 他有些不屑的样子 轻蔑地笑了 提醒着 站在原地的苏烈 登登登 我隐约听见走廊上 有轻微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随后越来越近 我要走了 这个给你 他好似也听到 匆匆把一个东西 塞到苏烈的手中 血色的眼眸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苏烈 苏烈 你在里面吗 门外传来小林急忙地拍门声 我愣了一会儿 才意识到小林终于找到了自己 他连忙收拾好了东西 然后对门外应了声 啊 我在哪 然后立马开了门 就看见小林有些喘着气 长红了脸的表情 你怎么了 至于这么急吗 我看着他的样子 有些戏虐意味地笑话着他 我 还不是找你 小林过了一会儿缓过来 不满地反驳道 他把整个楼基本都跑遍了 才找到了我 又害怕再耽搁下去 警察迟早会发现 只能快点先找到我 结果这小子居然还笑话自己 怎么样 找到点线索没有 没有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小林问向他的时候 眼睛里好似亮着光 只见苏烈叹了口气 小林才慢慢地松了口气的样子 只不过这些苏烈 都没有发现而已 他在想着自己 刚刚听他说的话 还有 自己见过他的事情 要不要跟小林说 苏烈啊 我想啊 我们现在应该想想怎么出去了 小林走到一半 突然停住了 视线一直盯着大门的方向 我也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 门口两个警察 拿着手电筒 一直在那里晃悠 苏烈心下一紧 现在要是被警察抓个正招 指不定会扣上什么罪名呢 怎么办 我看着清醒 大门看来是不能出去了 我们会解剖室吧 小林说完 我正正地看着他 刚刚的还不够惊心 现在还要回去吗 我先不要 不要 我们可以走侧门 可以的 我的内心满是拒绝 可眼看警察就要来了 你傻呀 这门都有 那侧门还不是一样 解剖室的窗户边有个管道 我们可以顺着管道爬下去 然后再从后门离开 小林在来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 苏烈见状 只有这么一个办法 也只能点头答应了 两人再次回到解剖室 一阵冷风迎面而来 只觉得有些甚人 只是 并没有那句女士的踪迹 想来 应该是离开了吧 小林走到了窗户边 打开了窗户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灰暗色的天空 没有半点的星光和月亮 偶尔吹过几声冷风 吹得小林有些直哆嗦 小林看了看下面的管子 然后越过窗户 一边谨慎地爬过窗户 顺着旁边的管道 一直向下 我看着她的身影下去 想得差不多是 也不敢久留 赶紧学着她的动作 不敢浪费一丝的时间 她小心翼翼地 通过管道爬下来 因为紧张 后背出了一声的喊 两人刚落地 便扫射了一下桌 在确定没有人之后 才偷偷离开 逃出来之后 两人便像是松了口气似的 我看着小林坦率地 生了个懒妙 对她笑笑 默地发现 自己到底 还是没有把自己 见过她的事情 告诉小林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小林隐瞒了自己什么事 而自己现在 才发现 原来他们之间 彼此彼此 都各自有秘密 开始各自不相知了 莱子 翼翼之后 泡个热水澡 想想都觉得舒服 小林走在她的面前 一脸舒心的笑意的样子 我看着她 有些想笑 现在这个时间 又哪来的热水啊 宿舍只怕是早就停水停电了 有个冷水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想多了 我白了她一眼 真的是意想真又翻了的缘故 就没再搭理她 陡然之间 一丝困意袭来 她开始夹快了脚步 哎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小林见苏烈 快速地超越过自己 连忙问道 赶着过去跟投胎似的 我困啊 你不困吗 我对她无奈地说完 连身打了几个哈欠 哎 听你这么说 好像真的有些困了 小林跟了上去 也打了身哈欠 随着她一起 加快了脚步 到达宿舍的时候 宿舍周围的一排排树 被风吹得 发出剧烈的响声 我和小林两人都觉得有些冷 搓了搓手背 看着整个宿舍的门都关了 黑暗中一片寂静 一丝灯光都没有 看来我们又要翻窗户了 我看着这个样子 无力地感叹了一声 身旁的小林 倒是很无所谓的样子 耸了耸肩道 哼 习以为常的事 我又摆了她一眼 自己又不是常常爬窗 走管道的 我怎么能和她比 今天真是有些体力不支 我在心里哀嚎着 但能怎样 还是乖乖地跟着小林 一起爬窗户进了宿舍 我一碰窗 就感觉粘在床上 根本就不想起来 整个宿舍只听到 传来几声云寸的呼吸声 小林去厕所 简单地洗漱了几下 才回到自己的床上 不一会儿 床上传来了憨声 我躺了会儿 才起声愣了会儿 往厕所走去 刚洗漱完出来 准备脱衣服的时候 才发觉自己 下一口袋有个东西 第三十五集 他缓缓拿出来一看 发现看得并不真切 索性拿出枕头边的 小手电筒 走到阳台上 打开一看才发觉 那居然是他塞 给自己的那张照片 与之前他跟小林的 那张照片完全不同 这应该是另一张照片 我愣住了 他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个呢 是为了告诉自己真相 还是另有所图 还是他对自己所说的 所有的话都是真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之前发生的 所有事情 在这张照片中 就能找到真相 我回过神 看清楚了这张照片 他有些失效 没有想到 在这张照片中 已然告诉了自己 所有事情的答案 我慢慢地走在 昏黄的走廊道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 手里的照片 照片中 小林面容冷清 颇有杀气 手里拿着锋利的手术刀 开始进行了研究调查 解剖天花板上 一条巨大的蛇的后半身 盘成一个圆盘 在昏黄的灯光线上 蛇头和蛇的上半身 却是死死地 围绕在小林身上 整个蛇身 都像这青色的鳞片 样子显得恐怖极了 如果那盘着的蛇身 展开了的话 那肯定显得极其庞大 估计得有一棵老树那么大 另一张 却是小林 将心脏部位取开后 好像在跳着什么神秘的舞蹈 这舞蹈 更像是我小时候 在苗村里见过的仪式 看到这张之后 便再没有了 这一刻 我的心里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 给打击住了 震撼无比 我知道小林 瞒着我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没想到 她居然瞒了我这么多 我脑海里开始回忆 从第一次见到她时 还有她出现的时候 都是那么的巧合 为什么赵队长中毒后 她要叫我去解剖室 她为什么自己不去呢 在这盘局里 我彻底地在她的引诱下 成为了一颗棋子 一颗 她随意摆放的棋子 此时的我 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这走廊到处乱飞着 不知道要去哪里 不知道要何处安架 我的脑海里 不由地想起 汪峰唱的那首彷徨 刚走到走廊的拐角处时 我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 或者说距离 给吸住了一样 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身体重重地摔在墙上 我迷茫地抬头看时 一身警服 和一样年纪的警察 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冷清着这一张脸对着我 就像是在审视犯人 你叫苏烈对吧 我不知道这个警察 问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所在 所以只好回答他 是的 请问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对方低着个头 将我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 过了半晌之后 又问道 昨晚 你在哪里 我满脸的惊恶 他为什么问我昨晚在哪里 难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 学校啊 不然还能在哪里 警察这时低着的头抬了起来 满脸冷清地询问道 你们解剖室 有一句尸体不见了 你知不知道 听他说完 我整个人像是翻江倒海一样 警察看我满脸惊恐 以为我和这件事情有关 老实交代 看在刘队的面子上 我们或许可以对你放松点 我此时完全没有听见 他在说什么 脑海里不停回忆着他那句话 我们昨晚调查过了 昨天 有你们两人在那里 想着昨晚的场景 我顿时整个人都颤抖了起来 因为害怕 使我的舌头有点结本 警察先生 你确定没有搞错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不可置信地问着他 他点了点头 说道 是的 我们今天接到学校报警 才知道那句女事不见 经过我们的调查 昨天你也没在宿舍 你有同学 看见你去了解剖室的 他说的是对的 我昨天确实是在解剖室 不止我 还有小林 和那句女事也在解剖室 等等 小林会不会 会不会是他 将那句女事给取走了 想到这里 我正准备说出来的时候 小林却不知道 从哪里走了出来 手指指着我 对我大喊道 警察先生 他就是那个同心贼 就是他偷走了 那句女事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小林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 他现在却这样说 警察 警察此时满脸凝重地说道 不要胡说 小林又大声地继续喊着 我 我没有胡说 昨晚 我亲眼见到 他去了解剖室 而且 就是他那 拉出那句女事的 我这里有照片 说完 说完 一叠照片 递给了警察 因为他的声音 特别的洪亮 所以将周围的同学 都吸引了过来 一些同学满脸茫然地 看着我和警察 还有小林 直到他旁边的同学 将事情原原本本地 讲给他听时 这个同学才恍然大悟 然后 便用一种嫌弃的眼神 看着我 看到他们指指点点的 我瞬间感觉 我掉进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坑里 黑暗无边 一个无法 不管我想什么办法 也无法逃离的 我抬头 却看见小林 满脸阴冷地对着我笑 那样子显得陌生极了 就像是另一个人一样 警察将手里的 一张张照片 从我夜间到解剖室 和拉出女尸照片 看完之后 将一副手铐拿了出来 我慌张地赶紧后退 警察先生 不 不是我投的 我指着小林 是他 是他 警察冷声地道 你现在 在解释什么 都是苍白的 跟我们走一趟 事情就都清楚了 我试图反抗 但是还是抵不过警察 最终被他给铐上带走 走的时候 我扭头望了一眼小林 他满脸得意地 对我呲牙咧嘴 这样子 就像是在嘲笑一个傻瓜 我突然意识到 我裤包里 那对关于小林的照片 如果我拿出来 或许我就可以解脱 刚准备拿出来时 想着父亲常常对我说的话 由认真的想了想 还是放了下去 毕竟 或许我这性格 就是注定被人当成棋子了吧 没多久 我便被那位年轻的警察 带到了警察局 令我好奇的是 他没有将我带进监狱 而是带到了一个中年人的面前 这中年人的模样 有点像赵队长 他像只老虎死死地盯着我 我被他钉得毛都立了起来 只好硬着头皮先开口道 我说 那具女尸 不是我拿走的 你行吗 他摇了摇头 你只要证明 那具女尸心脏 不是你拿走的 我就信 我又一次 把放在裤包里的照片 死死地捏住 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 如果赵队长能够证明 我不是拿走女尸心脏的人 他这是全面无表情的道 赵队长 现在中毒昏迷还在医院里 你不知道吗 我心里暗想 我知道 但如果我找到办法 将赵队长身上的毒给解了呢 他像是看见希望一样 面无表情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一丝惊喜 你确定 我点了点头 见他还是有点不信 说道 如果半个月内 我就不信他 拿出你的手枪打死我 给他赔命了 他手指敲了敲桌子 咚咚咚的 思想了半天之后 说道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我顺口摁了一声 他开口道 你可以走了 若是半个月之后 赵队长没有醒来 你就下去陪他吧 走在路上的时候 想起刚刚立下的军令状 不由地苦笑着 其实我根本没有救赵队长的办法 但是为了能够解开所有的秘密 包括柳叶为什么要背叛的原因 所以我只好下了一个 令自己没有回头路的军令状 想到这里 突然意识到 好多天都没去见过赵队长了 也不知道他现在的病情怎么样 想着我就去买了几斤水果 第二天便提着这些 看望赵队长的东西 来到了他的病房 刚准备敲门时 一阵香味扑面而来 我抬头望去 一头靓丽的头发 和一身雪白的护士服 将他的身材衬托出来 令人难以忘记的 是他那双清澈无比的眼睛 感觉是如此的天真无邪 看着他走进去 并来到了赵队长的床边 我也走了进去 将水果放在赵队长的床柜上 满脸愧疚地望着赵队长 医生 你说他能醒过来吗 护士木彩梦扭头向我望来 你是这病人的什么人 朋友吧 木彩梦开口 你知道 他是因为什么中毒了对吧 我点了点头 他伸出白皙的手 在一个小本子上画着 嘴里道 我叫木彩梦 说实话 他如果想醒来的话 还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他的病情已经刻不容缓了 如果再找不到解读的方法 他必死无疑 我心里的愧疚更加浓重 他是因为我而变成这样 如果我不救他的话 那我就白活了 我听着这位叫木彩梦的医生 将他的病情慢慢都说给我听 原来赵队长重的蛇毒 名字叫荣原 据说此蛇是乃西域一种 头为刺红色 形如烙铁方印 胎生 可溺于人的腹中 数月产卵 右蛇可躲于人腹之中 以人内脏为生 待成熟之时 破腹而出 直到吞噬诊尸后 自动哭网 培养极其不易 也就是说 现在 他的体内蛇毒 已经开始化卵 如果我再不救他的话 那么 他的下场 只能和那具男尸一模一样 最后可能连骨头都没有了 我突然意识到 这个叫木彩梦的医生 既然知道他的病情 那么一定就能找到救他的办法 于是我慢慢地 江苏和赵队长 如果认识 还有那具女士 小林和那个女孩之间的事情 说给他听 他听完我说之后 整个人都处在正经的状态 毕竟没有人能够相信 这世间 还有如此奇异的事情 但现在确实发生在我的身上 半晌之后他开口 你见到那女孩 是在什么地方 还有时间和地点 看到他这样 我以为他找到了 能够解救他的办法 便连忙到 啊 刚开学那天 夜晚的时候见到他的 那时的他特别恐怖 吓人 说到这里 回忆起第一次 见到这个女孩的时候 我整个人的心 都是快速跳动的 等我说完 木彩梦双眼 颇有精彩之色 你或许 应该去找找那个女孩 女孩可能知道 关于这一切的事情 包括 如何救赵队长 见我不解地看着他 又接着道 你不觉得那个小女孩 出现得有点巧合吗 而且他至今 从未说过一句真话 他做出一副 福尔摩斯的样子 接着说 他为什么要拿 那叠照片给你呢 而且不是当面拿 还是悄悄地 塞到你的裤包里 等他说完 我才想起 小女孩每次出现 的确是有些巧合的诡异 也许他真的知道 关于这一切的 所有事情 不是或许 而是百分之百 可能是 为了救赵队长 我点了点头 答应和他 在明晚 设局将小女孩 给引出来 第三十六集 第二天 我和木彩梦 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还是那个解剖室 我们两个 在解剖室等了很久 足足快要等到 月亮消失之后 天空弥漫着 一股诡异的气息 才听到解剖室 门被打开了 在摇摇晃晃昏暗的灯光下 我再一次看见这个小女孩 还是一样惨白的脸 白色的睡衣 眼睛流着血 我强忍着恐惧 和木彩梦站了出来 女孩看到 我身边的木彩梦后 感觉似乎 并没有奇怪的地方 但木彩梦看见她 就像是看见 一件自己喜欢的物品一样 你带她过来什么意思 见她说话 我回答着 没什么意思 她和我说 就是想知道 你身上有没有 能够救赵队长的毒 她满脸冷清 像是要巨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没有 她说完 我低头沉思了片刻 难道她是在说谎 或者说 不想说出来 想到这里 我眼光突然注意到 她手里 有一颗 已经干枯的蛇皮 你手里 这干枯的蛇皮 从哪里来的 木彩梦这是拉了拉我 这就是蛇枯 你看她的舌头 还有这种 蛇特有的刺红色 木彩梦说完 小女孩叹了口气 紧接着 稀稀利利地哭着 我叫叶宁儿 说着 抬头用一双 比木彩梦还清澈的眼睛 看着我 你相信 这世界上 有人的心 是被换掉了吗 我点了点头 相信 毕竟我连 本来已经死了的人 复活都能看到 还有什么 我不相信的吗 但接下来 叶宁儿的话 却让我无比的震惊 至少我活了这么久 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因为我只知道 狸猫换太子 却不知道 这世界上 还能换心 原来我和小林 第二天消失不见了的心 是她的 是叶宁儿的 我无法相信 此时的我 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这 有点天荒夜谭呀 也有点像是 小时候看过恐怖电影一样 她现在的心 是被小林和 红之秋的人给换去了 我足足震惊了很久 才意识到 我来这里的目的 是想问赵队长身上的毒 小林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跑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 满眼的冷清 昏暗的灯光下 她的身影显得是如此阴冷 就像是一条 散发着杀气的毒蛇一样 死死地盯着叶宁儿 叶宁儿看见她的表情 变得恐怖起来 整个人像是看见 什么可怕的动物一样 颤抖了起来 一溜烟 就赶紧跑得不见了 我看着叶宁儿 被她下手了 心里莫名的一紧 死死地抓住 木采梦的手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小林看着我的样子 笑了起来 那样子特别得意 不 不为什么 只因为你特别好耍 我尽量压抑着心里的愤怒 之前你建议我 去解剖室 是不是也为了今天 你明知道 心脏是叶宁儿的 你干嘛还要叫我去 她笑着拍了拍手 不错 会想问题了 至于这些 你一个棋子 是不配知道 她说完 我心里的愤怒 一下就上来了 想冲上去打她 木采梦却拉住了我的手 小林笑了笑 便转身离开 我望着她得意离去的背影 大声喊着 我苏黎若是不查清这件事 解不了赵队长身上的毒 可是想要了解这件事 就必须找到叶宁儿 但是刚刚叶宁儿 已经被小林给吓走了 这是令我非常头疼的一件事 木采梦见我满脸为难的样子 好像知道我要找什么 你傻呀 学校里的登记记录白登了吗 等等 对呀 学校里不是有尸体登记的吗 说着拍了拍额头 我咋这么笨呢 我就没想到这里吗 叶宁儿来的时候 不就是一具尸体吗 我看着叶旁的木采梦 将自己要做的事情告诉了她 没想到她点了点头答应 我和她去登记时 翻了半天 才翻到叶宁儿的家乡在那里 我有点犹豫 害怕木采梦只是逗着我玩 毕竟哥们长这么大 还没有女生这么爽快的答应 和哥们私奔呢 再说 这不是私奔是咋呀 我抬头望着木采梦 你确定要跟我去吗 木采梦却有点大男子汉的模样 哼 本姑娘答应的事 什么时候返回过 见我还有点犹豫 木采梦假装生气了道 我愿意本姑娘跟你去 算了 本姑娘还不想去 见她这样 我见笑着 好了好了 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等我给学校请假 我们就走 我们准备好一切要出发的时候 我的房门却意外被人给敲响了 我揉着迷迷糊糊的眼神 爬起来开门时 一个头戴黑色鸭舌帽 满嘴胡子 以及声音极其低沉 显得身高有点庞大的中年男人 出现在我的眼中 我给你了两封信 你没收到吗 我疑惑地问道 啊 什么信 看来我得给你点提示了 手术刀 照片 她说完 我突然想起来 女尸 突然活过来的那碗 出现了她的快递 想到可能是眼前的这人送的 心里不由得有点警惕 那把刀 和照片是你送过来的 她点了点头 随后满脸生气地问道 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为什么不杀掉小林 为什么要放掉她 说着的时候 声音变得低沉阴冷极了 让我不禁地打了个冷颤 瞬间清醒了过来 但也被她这几个为什么 给问得有点迷糊 原来从一开始 我就是被他们当作一把刀来似的 他们都想让我杀了小林 你们为什么都要杀她 杀小林啊 见我问道 她没有回答 只是莫名地来了句 我这里有救赵队长的办法 什么 她怎么知道我要救赵队长的 心里面虽然疑惑 为了救赵队长 还是压制着 什么办法 你说吧 她看见我的模样 突然笑了起来 什么办法 我凭什么告诉你 等她说完这句话 我心里顿时就凉了 她应该在怪我没有按照她的说法 去杀掉小林 正在我有点失望的时候 她却接着说道 不过 还是老样子 只要你杀了小林 我就告诉你如何救赵队长 又是小林 我开始有点犹豫不决 她看见我的样子冷横了一声 好像特别神气的样子 以后自求多福 说完了就想走 刚走的时候又转过身来对着我笑道 只要你杀掉小林 我就告诉你解救赵队长的办法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你杀掉她 赵队长就有救了 说着她便离开了 我想去追问 然后问清楚一切 可是看着她远去的身影 我却不知道 找什么理由将她留住 问清楚 因为我既不敢答应她的要求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热乎乎的太阳 照在我的身上 本该流汗的我 此时整个身体显得冰冷 心里不由地想起 这个中年男子和叶宁啊 他们两人 似乎在我的心中 出现了一个天平 左右摇摆 让我犹豫不决 这一刻 我竟然又开始迷茫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更不知道该做什么选择 心里就像是 被一颗大球给堵住了一样 我心里犹豫的同时 也在疑惑着 刚刚出现的黑色鸭舌帽的男人是谁 但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一般 整个人显得如此的神秘 突然一瞬间 我想起了那个聪明的木彩梦 或许他能够解开我的这个疑惑 于是我打通了木彩梦的电话 他告诉我 他现在在上班 等到晚上再出来见我 叫我去学校的篮球场等他就行了 我们的约定地点 便是在学校那里看比我家四五个客厅大的篮球场 看了看时间也不早了 七点钟他应该也要快下班了 我上身穿了件短袖 下身穿着牛仔裤 心里郁闷的我走到学校的超市门口 当时我就买了瓶啤酒 到篮球场上找了个空地 便独自坐了下来 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 木彩梦果然来了 他身上穿着一件 比他那件护士服还要白的白色裙子 那白色裙子上面 没有一点花样 两只淡淡的月牙 显得无比清澈 更像是一只纯洁又可爱的小白兔一样 这一刻 我突然彻底地被他给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看我一脸呆样 面带怒涩 看什么呢 我赶紧慌张地摇了摇头 没什么 他把后面的裙子给压了牙 坐在了我的身旁 这么晚约我 说吧 怎么回事 我今天去给院长请假了 他同意了 听他说完 我仰头喝了口酒 苦笑着 将今天中年男人 叫我做的事 说给了他听 慢慢地 我们越说越晚 不知不觉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靠在我的肩膀上睡了过去 月光照在他清澈的脸上 让他显得是如此的美 这一刻 我的心里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触动了一般 月光微冷 木彩梦静谧地睡去 而我 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 一时渐渐地模糊 在梦境里 我用锋利的手术刀 割破了小林的脖颈 隐红的鲜血 喷剑而出 他眼中满是不甘 断断续续地问道 为什么 梦突然中断 我猛地坐起 刺眼的阳光射在脸上 很适不适 胸口剧烈的起伏 冷汗汹涌 过了会儿 我才缓过神来 缓顾四周 布置得很像是酒店的房间 怎么会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 被窝里面传出了声响 木彩梦探出身体 舒展了几下 还发出了几声轻拧 几秒之后 才反应过来 惊声尖叫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点燃之烟 吸了口气 我也不知道 木彩梦把被子紧捂在胸口处 你对我做了什么 禽兽 说着 一个枕头便向我飞来 我抬手抓住枕头 说道 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只见他愤懵地道 想 你就是个一贯禽兽 我只能无奈地笑笑 在我费尽口舌的解释之下 木彩梦终于相信 我没有对他做过什么坏事 可是下一秒 他的话便让我目瞪口呆 我不管 你和我睡过 你就得对我负责 你可别想跑 最终 我只能同意了他的要求 又折腾了好一会儿 他才穿上衣服 悠悠地离开了房间 拜拜 我去上班了 小男人 对了 你说的那件事啊 我建议你把小林约出去谈谈 这样 对你俩都好 我笑了笑 说道 我会与他出来的 他走了之后 我坐在床上 脑海里思绪万千 这大学报道才没几天啊 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自己还成了嫌疑人 不管怎么做都无法洗刷罪名了 更头疼的是 刘思宁中了蛇骨 除了压舌帽的男人 我不知道还有谁 能够为他除去蛇骨 若不是我非要解剖尸体 他也不会中蛇骨 我必须救他 想到这里 我便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小林的电话 小子 在哪呢 他低沉的声音传出来 吴哥 你昨晚上干啥去了 咋一晚上没回来啊 不会是 和哪个小姑娘黑羞去了吧 闻言我苦笑了一声 你别扯淡了 你在哪呢 哦 我在学校呢 你在上次你失恋 咱俩喝酒的那个地方等我 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什么事搞得神神秘秘的 非得在那地方说 小林问道 我有些不耐烦的道 别废话 你说去不去吧 去去去去 我等你啊 你赶紧来啊 我还是咱俩去喝两杯 兄弟这些日子受苦了 我慰问下你 说完 小林便挂掉了电话 第三十七集 听完他说这句话 我的眼眶不经意热 班上 我缓缓放下手机 拿起那柄 沾满鲜血的手术刀 笔划了下 我别无选择 打理好之后 我便离开了房间 向着和小林约定好的地方走去 阳光依旧很刺眼 照在脸上异常的灼热 走进校区 无数的人向我走来 和我擦肩而过 看我的眼神里 充满了鄙夷和恐惧 却不敢表现得太过明显 或许 是在害怕某个夜晚 我将他们残忍地解剖吧 这就是人性呢 十分钟后 我到达了目的地 前方出现了两道人影 看背影 其中一个很是熟悉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小林 那另一个人 又是谁呢 我满是疑惑地 藏在暗处听着他们说话 直觉告诉我 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果然 另一人开口 便证实了我的直觉 是对的 从声音判断出 他就是木彩梦 你真的想好了吗 只见小林不假思索的道 话语里冷意横然 这样下去 又有什么意思 不如把一切都交给苏莉 那样 我还可以得个轻松 木彩梦叹息道 你现在 哪还有曾经的样子呀 现在的你 就是个怪物 你也说那是曾经啊 现在我只想死在苏莉 我的好兄弟手里 只见小林大笑一声道 木彩梦被枪得无言以对 新手杀了你 苏莉会怎么想 你想让他成为下一个你吗 小林默然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我别无选择 这不是你我可以改变的 说到这里 木彩梦也不再作声 半晌后 小林才到 你赶紧离开吧 苏莉就可到了 他很了解我 对我的举动都再熟悉不过 这次 他错了 从他的话中 可以得到两个线索 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已是早已经计划好的 我和他还有其他人 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就好比 棋盘上少了任何一颗棋 都无法运转 当然关键的不是棋子 而是下棋的人 从他的话中可以断定 小林也只是棋子 小林的话音刚落 木彩梦便消失在了原地 没有任何的声响 我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浮现出笑容 向他走去 接下来 就该我出场 这次最出乎我意料的 就是小林 和木彩梦的关系 木彩梦自出现以来 就一直置身事外 最多也就是不时地提醒我一下 是那么的无意为之 但是现在看来 这都是计划好了的 那么他接近我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这个值得神思 我突然停下了脚步 走到破屋后面 此刻 我根本不知道 我该怎样去面对小林 一直以来 我都当他是我的兄弟 却未曾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局啊 木彩梦也是一样 昨夜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此刻 却给我来了个大反转 两个人的出现 都是带着目的的 这让我无从事宜 一个连解剖都做不到的人 是怎么会有勇气 面对接二连三的现实呢 最终 我像是胆怯的鸵鸟 落荒而逃 留下小林独自在等待 寂静的天台上 黑暗笼罩在夜幕里 冷风四起 我一个人坐在天台上 身旁布满了酒瓶 一时朦胧间 一旁的手机 铃声大噪 我拿起来看了一眼 小林的名字 映入眼帘 我便猛地将手机 撂到一旁 继续喝酒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她 是掏出刀 满足她的愿望 救下刘思宁 我真的可以这么残忍吗 苦涩的酒夜 顺着喉咙流入 麻痹了大脑 却麻痹不了 脑中的思绪 一切依旧如潮水一般涌出 我无法做出决定 是杀死她 还是看着刘思宁死 更没有办法 面对他们的身份 所以 我只能躲在这里喝酒 连电话都不敢接 冷风呼啸 酒精发作涌上头了 我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醉得不信人事 身旁满是酒瓶 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晨 从地上站起来 尽之力去 一边走 一边看着手机的位置来电 拨通了小林的电话 我问道 你在哪儿 我们见一面吧 我已经有了决断 还是得见她一面 面临选择的时候 再怎么逃避 都没有用 逃避 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幸 不如 就现在结束这一切吧 半个小时 我出现在了约定地点 小林早已经在那儿 等了很久了 见到我之后 小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兄弟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一身酒气 喝酒也不叫我 说着 她便做事想要抱着我 却被我阻止了 她的眼中滑过了 异样的情绪 说吧 什么事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 我在这里面 扮演着什么呢 你能告诉我吗 我该怎么走下去 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 见我这样问 小林莫名地笑了笑 我也很好奇 你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你从一开始就是未知 没有人知道你的出现是为了什么 也许你是极为关键的角色 到最后才会发挥作用 说到这儿 小林顿了顿 才接着说的 最终的谜题就在那块玉符中 我只能说到这儿 你该怎么做 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你看过奇异录吗 天使涂魔 以血沁绝世神石 雷火锻造 成绝世神兵 创立天使道 一无之邪 成徒世之气 我难难地倒 沉默了半晌 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他这段话 真正的用意 只是为时已晚了 小林摸了摸下河 语气突然变得极为冰冷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了 那我们去喝酒吧 说着他便转身想离开 我站在原地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去死吧 与此同时 锋利的手术刀 落到了我的脚处 寒光一闪 划过他的脖颈 肉眼可见的刀痕出现 鲜血喷溅而出 小林捂住 不断喷出鲜血的伤口 眼中先是充满了不可之心 而后便为了世人 他倾壳着道 血丝溢出 这下 你可以救刘警官了 没必要再内疚了 我快要死了 这是一本 悬门功法 就交给你吧 说着 小林取出了本 古样羊皮书递给了我 见我接过了羊皮书 他便松了口气 放下了捂住脖颈的手 那就 那就到此结束吧 终于 终于 结束了 说完 小林便无力地躺在了地上 双眸缓缓地闭上 气息全无 我则站在原地 呆呆地望着小林的尸体 脑海中 回旋着这一些画面 不知道 该做什么 终于 他的到来 大破了 我的尴尬 鸭舌帽男人 走到我的面前 淡淡地说 你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小子 天机 是不可违抗的 你不做这件事 也会有人代替你 做这件事 鸭舌帽男 蹲下确定小林死后 才到 既然你杀死了小林 我就告诉你 治疗刘思宁身上蛇卵的方法 这蛇卵 早在唐朝 就已经从西域流入中原 被埋入 武皇的陵墓之中 奉存弟弟上千年之久 直到近代 才被有心人取出培养繁殖 若想要去除蛇卵 必须前往前林 以蛇母血 浸泡过宿主 方可逼出 说完之后 鸭舌帽男便提起 小林的尸体离去了 留下一脸茫然的我不知所措 回到家后 我坐在床边缓了一会儿 默默点燃一支音 拨通了穆彩梦的电话 有时间吗 今晚见一面吧 穆彩梦迟疑了下 才到 今晚去你家里找你吧 等我哟 小男人 说完 他便挂断了电话 似乎那边有什么事 我感觉是小林被杀的消息 流出去了 现在我是身负命案 接下来 可能就得流亡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 前往前林 去寻找治愈刘思宁的方法 若是想要走 就得在他们未反应过来之前离开 昏暗的灯光里 弥漫的烟雾 我深吸了一口烟 忽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烟雾之中 有一道身影若隐若现 许久 我才看出那是夜宁儿 一只猫在角落里盯着我看 这些日子发生了太多的事 夜宁儿 木彩梦的出现 带出了许多的谜团 一直让我不得其解 鸭蛇帽男子 则更为直接 一出现 便带给我一道命案 真是无从猜测 他们的用意啊 最让我不得其解的 就是小林的死亡 为了预服 竟然甘愿去死 我停止了思考 我望着虚空中的夜宁儿道 怎么不说话 又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我也帮不了你了 我杀人了 马上就要跑路了 你要不要一起啊 说完 我猛地吸了一口眼 叶宁儿摸着夏合 故作思考的道 你要去钱林 还想带上刘思宁 我顶了点头 刘思宁的情况 不是很好 只能带上他 让公安局的人 帮忙安排吧 得到了我的答复之后 叶宁儿仿佛很失望一样 绝着嘴道 真没意思 我不想去了 你自己带着两个小姑娘去 说完 叶宁儿便消失在了房间中 在等待木彩梦的时间里 我取出小林说的预服 在灯光下 仔仔细细观察一番之后 便果断放弃了 想看出信息的想法 我还没有这境界啊 到了晚上八点 楼道响起了高跟鞋 敲击地面的声音 木彩梦终于是到了 清脆地敲门声响起 走到客厅打开门 他静止走了进来 放下了屁包 说吧 你都做了什么 文言 我便说出了 这两日发生的事情 木彩梦泽坐在沙发上 静静地听我说完后 才一脸淡定地问道 那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指尖亲扣桌面 发出清脆的敲击声 我打算带刘思宁去前里 去除他体内的舌卵 把这件事搞一段路 现在小林都死了 牙涉冒难也已经走了 只差这一件事 就可以完结了 是吗 木彩梦手沉着下巴 但笑着道 嗯 我看没那么简单 那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说的 那我就和你跑一趟吧 木彩梦玩弄着发丝道 文言我决定 那就明晚出发 你和医院请个假 我去找警察局长 让他们把刘思宁运过去 木彩梦摆了摆手 不用那么麻烦 我有办法解决 你就准备好出发就行了 接着 他环视了四周 有点晚了 你这房间还挺多的 我就在这里睡吧 说完 木彩梦便静止地 向浴室走去 累死我了今天 我得洗个澡 赶紧睡觉了 第38集 夜很漫长 气氛太过沉重 血色的露珠 沾湿了一镜 背负了宿命之人 都将持着枕刀 踏着夜幕 走向最终的战场 这是条充满血 和荆棘的道路 一旦启程 就无法回头 又是一夜 又是一场梦 在梦境里 我看见污浊的黄色泉水中 无数条鬼魂 哀嚎着 阴红淒美的彼岸花 盛开在两岸 白骨铺成的长桥 横跨无边无际的黄泉 金属敲击声 回响不绝 甚是刺耳 一个似人非人的巨大怪物 向着我走来 猛的我便从梦中惊醒 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拿起手机 看了眼时间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 肚子不禁发出信号 急忙穿衣洗漱 准备做饭填饱肚子 可当我洗漱完 走到餐厅时 餐桌上 放着做好的饭菜 还冒着腾腾的热气 一张纸条映入眼帘 小男人 我去医院办事了 吃完午饭 就在家里等我回来 草草的吃完午饭之后 我便开始收拾东西 将小林给的羊皮书贴审放好 这次的行程 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危险 带上没事的时候 学两招 说不定能用上 当我收拾到一半之后 楼道里又响起了高跟鞋 敲击地面的声响 莫采梦回来了 这次 没等我开门 他便走了进来 手中拿着一柄钥匙 将钥匙放好 他看着还在收拾的我 不满得道 真是墨镜啊 我都出去大半天了 你还没收拾好 是不是刚起床啊 文言我一边收拾 一边回道 这都被你发现了 真是聪明啊 只见他傲娇的道 哼 那必须的 同时 脚上的高跟鞋 一撂 便躺在了沙发上 累死我了 医院那边总算搞定了 刘思宁已经在去陕西 咸阳的路上了 预计今天晚上就会送到 远方已经委托当地距离前邻 最近的医院带为收容 我们取到需要的东西 就可以尽快地为他去除舍卵了 我和尚行李箱坐在一边 机票警局已经预定了 我们直接去机场就可以了 这次我们算是出差 一分钱都不用套 而且局长已经和那边警方协调过了 可以对我们提供一些支援 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能使用 木彩梦调笑的道 哼 别说啊 这局长对你不错呀 生怕你出半点神 我苦涩地一笑 还不是担心我出事了 没人救他的干将 也是 小男人 待会儿陪我去逛街 算是犒劳下我吧 啊 好吧 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感觉自己像是进了地狱一样 只见他嫌弃地看着我 喂 我叫你陪我逛街 又不是让你去上刀山下火海 至于那么害怕吗 我义正言辞地道 这不是害怕害怕的问题 而是真的上刀山下火海啊 只见他恼羞成怒 将一个抱枕扔向我 就问你是去 还是不去 我抓住抱枕放在背后的靠垫上 应声答应道 去 我去还不行吗 文言他才满意地拍了拍手 笑道 这才对嘛 待会儿请你吃大餐 我无奈地闭上双眼 倒在沙发上装作什么也听不见 之后 便是痛苦的一下午 木彩梦拉着我 和他足足逛了有五六个小时左右 这期间没有休息过一次 一直都是在走走走走走 最尴尬的是 他还拉着我去那一点 原本我还想在店外等他 却被他以男人的眼光 比较靠谱的理由 强拉了进去 那半个小时里 是最煎熬的 我真的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了进去 还好总算是熬过来了 吃了晚饭以后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距离飞机起飞 还有两个小时 此时 街道早已褪去了 灼热的外衣 空气中 掠过夹带着 丝丝凉意的风 风吹乱了他的长发 只见他掠了掠头发 嗯 今天真开心啊 就是过得太快了 说着 他便凑到了我的身边 一股淡哑的香气扑面而来 散发着令人迷醉的问道 你开心吗 在他虎视眈眈的眼神下 我只能说开心 话音未落 他又跑到街道旁的冷品店 买了两支冰淇淋 递给我一支后 就自顾自的拆开吃了起来 四一的舔食着 就像只小猫一样 凝视着他精致乖巧的脸庞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十点 我和他已经坐在飞机上 静静地等待着飞机起飞 机舱的气氛很是寂静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提前进入了睡眠 以消除飞机起飞时的失重感 就连方才还活力四射的木彩梦 都陷入了沉睡之中 精致的脸庞看上去很是甜美 环视里一圈我发现机舱中除了我以外 还有个长发青年男子没有睡去 一身黑衣包裹 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就像陷入了某种奇妙的状态一样 只有不时转动的眼珠表明他没有睡去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不像外表看上去这么简单 这个人虽然看上去人畜无海 但周深环顾着一圈怂冷的气息 且当他视线集中时会不经意地闪过一丝寒意 虽然他隐藏得极好 但还是能够觉察得出来 一个人的气质是无法完美地掩盖的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 片刻之后我便转过头强制自己进入睡眠 而这时飞机正好气飞 强烈的时众眩晕感来袭 让我很不适宜 一时朦胧间 我看见那青年身上环绕着鲜红的气息 入骨四驱 果然 我的直觉没有出错 似是觉察到了什么一样 只见那青年望向我的座位 扮上之后 才收敛寒意 我尝试了很久都无法睡着 我便拿出小林给的悬门功法 翻开来仔细看了字 飞页上画着一幅天师伏魔图 看手法和墨迹 作画的年代 至少距离现在得有一个一百年 琢磨了一会儿 便看响了第二影 薄薄的书页上写着一段话 天地初开 混沌归一 天机出现 众生轮转 万物有道 玄门有机 妖魔横行 仗剑行道 十步斩妖 百步斩魔 常剑燃血 千里不留 终得玄机 方尘剑道 剑立天师道 百首太玄精 看完这段话 虽然不是很懂 但从字里行间 可以感到一种狂放不羁 满腔热血的意味 之后 还有种玄之未玄的感觉 在我心中生起 读完之后 这段话 就像是刻在我的脑海一样 印象很是深刻 就当我想要再看下去 木彩梦醒来了 问道 你在做什么呢 想到小林在死前 才将这本功法给我 一定有其不能献身于世的理由 我将羊皮书贴身放好 问道 啊 我没做什么 你醒了 见我回避这个问题 他也不再追问 有一搭的 没一搭 和我聊着 时间就这样 悄然流逝了 透过飞机的悬窗看出去 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时间流逝得很缓慢 木彩梦又一次睡去了 到达陕西咸阳还需要三个小时 旅程太过枯燥 只能以睡眠来打发时间 就当我刚想翻开羊皮 太旋经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密密麻麻的经文 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井然有序的排列 像是一本书一样 为了印证 我翻开手中的书 脑海中的经文和书里的 一字不差 想不到太旋经的内容 竟然自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倒是有几分玄妙的味道 我没有浪费时间 便翻开阅读 太旋经总共有七品 分为心法 道法 炼器 炼药 推算 论道 是天师道创始人 张天师在暮年所作 凝结了其一生的心血 特别是论道片 更是张天师道的精华所在 贪臣 悬门一绝 方才我看见的那段文字 就是张天师所创的心法 短短三十八个字 傲义非凡 蕴含了无穷无尽的意味 翻开了道法片 道法片只收剑诀 五行诀 先诀 和神诀四篇 看着这四篇道法 细想 我便选择了五行诀修炼 五行诀 是借五行之力 加以道诀释放 以达到斩妖除魔的目的 欲修炼五行诀 必先从道中感受五行的力量 汲取之以强化自身 感应到五行的力量 与自身体质有关 大多数人只能感受到一种力量 但有一种人 能够从道中得到五类力量 也就意味着 那种人能够修炼五种法门 最后 五行归一 得逞太选 相传张天师 就是能够得到五类力量的人 一身修为惊天动地 道成之日 鬼魂惊气 妖魔褪壁 看到这儿 我不禁有些激动 调整好气息 便于沟通通道 获取五行的力量 起初 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内心很是浮躁 更别说沟通什么大道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显得很是缥缈 气沉丹田 守敬守衣 以归十海 潜入五脏 随之 我浮躁的内心 安静了下来 进入了一种 玄妙异常的状态 气息平和 临时敏锐 渐渐地 我好像从空气中 感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缓缓地 进入身体中 带来一种 前所未有的感觉 半个小时之后 我感到腹下三寸 传来莫名的肿胀感 身体一会儿 像是被火烧 灼热般的滚烫无比 一会儿 又像是被寒比 覆盖般的 僧冷无比 一会儿 又像是被束缚般 沉重无比 总之很难受 就像是陷入了 僧罗地狱一般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方才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小子 真是天赋一柄啊 竟然能够获得五种力量 原本 我以为你最多 只能获得两种 我艰难地在心头问道 为什么 会感觉 这么难受 是无形的力量 在反射我吗 嘿嘿 这你就猜错了 声音的主人 否定了我的猜想 这是无形力量 在强化宿主的身体 这过程 可能会有些痛苦 而你是五种力量 同时强化 自然会更加痛苦 但若 你是能够保持 意识情形 将会获得 莫大的收获 顿了一顿 声音再次响起 熬过这关 你便能使用 五行之力了 切记 以后多加修炼 单天内 储存的力量 才会增加 释放高阶倒掘 也不在话下 还有 就是你的体魄 得足够强健 不然这高阶倒掘 会反噬 将你的躯体粉碎 我一边忍受着力量 带来的疼痛 一边记下 还问道 啊 我记下了 敢问前辈大明 沉默了两久之后 苍老的声音 才再次响起 名字 不过一个代号 何须问之 你便称我为无名吧 好好修炼 天使道的未来 就在你的身上 我取也 之后 无名老人的声音 便再也没有响起了 第三十九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显得极为的漫长 身体的痛处 一纷纷的加重 超出了我的成熟范围 忍不住的发出了情恒指 惊醒了一旁的木材梦 只见他关切地看着我 问道 怎么了你啊 额头上怎么这么多汗啊 脸色也怎么这么苍白啊 我感到丝丝的温暖 艰难地说道 啊 没事 过会就好了 木材梦无奈地摇了摇头 拿出纸巾 擦掉我额头上的寒珠 真是哪里没办法 接下来 他一直都在旁边 密切地看着我 生怕我出了什么意外 一个小时之后 我身体的痛处 渐渐地消失 全部凝结在了丹田的位置 我能够感觉到 力量开始向着丹田而出 被强行阔开的经脉 还是无法容纳其通过的 以至于很大一部分的力量 都开始外泄 我想起了无名老者的话 再加上我是学医的 熟悉筋脉的构成 顿时明白老者的用意 他是想 我在五行力量汇聚时 借其打通身体所有的筋脉 这样对我以后 的确是大有弊异的 我没有浪费时间 内视状态下 我可以看见身体内的任何一处 便操控着五行力量 向着未通的筋脉而去 这样做的后果 就是我的临时急速的耗尽 急净枯竭 但我还是咬牙坚持加血 终于 身体内的筋脉 通得七七八八 就差最后一条筋脉 还未通常 而当我想要再凝聚力量 向这条筋脉冲去的时候 却发现大部分的五行力量 都寄居在了丹田里 再也不肯挪动 我一咬牙 逼出十海中最后的那丝林力 将丹田中的五行力量 给逼了出来 向着最后那条筋脉而去 气势如虎豹般前行 筋脉贯通的速度 视如破竹 就在筋脉完全贯通的那一刻 因为临时耗尽 我猛地失去了支撑 陷入了昏迷 头重重地装在靠背上 便不行人事了 木彩梦被我突然的昏迷 吓了一跳 急忙用手拍打着我的脸 想要唤醒我 却徒劳无功 就在他激进绝望的时候 一声清冷的声音响起了 别拍了 他只是临时酷竭 陷入昏迷 自己会醒的 虚空中 叶宁儿悄然出现 望着脸色苍白的我 扑斥地笑了笑 哼 学到吧 这下把自己搭进去了吧 木彩梦疑惑地问道 你是谁啊 你和他认识 叶宁儿浅浅地笑了笑 嗯 你也能看见我 我叫叶宁儿 木彩梦若有所思地道 哦 你是个女鬼啊 小男人身边倒是什么人都有啊 叶宁儿恼羞沉怒地说 你说什么呢 就在他们半嘴的时候 昏迷的我又再次发生了异变 我的身体就像是一个黑洞 汹涌的五行力量 向着我汇聚而来 掀起一场狂暴的能量风暴 只是他们无法察觉 而有一个人就不同了 起初我觉得那个有些怪异的青年 感受到四周狂乱的能量 嘴角不禁抽动了几下 嘴唇亲起 似是在说着什么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 我才从昏迷中转醒 只见一人一鬼 在我的身旁直勾勾地注视着我 缓了会儿我才问道 啊 过去多久了 只见木彩梦急切地问道 你都已经昏迷半个小时了 你可担心死我了 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 说着 他用拳头重重地打在我的胸口 我不由地干咳了两声 轻点 把我打死了 你就不担心了 木彩梦轻哼了一声 偏过头不再搭理我 我将视线转向叶宁儿 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也在这里 你不是说不想来吗 只见叶宁儿笑了笑道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然后就跟你们上了飞机 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作为鬼魂 我连这点事都搞不定吗 文言 我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还真是闹你没办法 想来就直接说呗 何必偷偷摸摸地跟来 谁告诉你我偷偷摸摸跟来的 我可是光明正大上的飞机 只是你们没有发现而已 叶宁儿不屑地撇了我一眼道 还没等我说话 他又开口了 我怎么感觉到 你身上多了些奇怪的气息 你是不是在修炼悬门功法 鬼魂是纯粹的灵体 对能量物质这些东西极为敏感 一眼就能够看出人身上的不同 我见无法瞒过他 只好告诉他了假的消息 说是鸭舌貌难给我的功法 说去乾陵的路上必定风险重重 让我学习一些道法 关键的时候可以保命用 我刻意隐瞒了小林教给我泰玄金的过程 为的就是不让泰玄金的消息流出去 怀必其罪的道理 我还是知道的 谁料叶宁儿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 脸色瞬间一变 冷冷地道 你最好是把手中的功法扔掉 不要再修炼了下去了 为什么 我甚是不解地问道 他一听到我在修炼悬门功法 就像变了一个人 莫非这其中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感性 只见他冷冷地道 我让你不要学你就不要学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如果你执意要学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你 只能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从你开始休息道数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大上了一条不归路了 见此 我也再不好多说些什么 话都说到这些份上了 再说下去 这会更加尴尬 我和他之间的尴尬氛围 持续到了下飞机 防才结束 这期间 木彩梦倒是说个不听 像是想要缓解一下气氛 可是 没有什么作用 凌晨两点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被黑暗包围的机场 四周大山环绕 地处郊区 走下飞机 寒冷的风迎面吹来 甚是刺骨 风中 木彩梦穿上了外衣 不太平和地向前走去 高跟鞋重重地敲击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依旧和以前一样 临下飞机前 我特意看了眼机舱后方 只见那名气质怪异的青年 依旧坐在座椅上 丝毫不被周围的环境影响 我和木彩梦 拿上自己的行李箱 一同走出了机场 看着夜色深邃的街道 我对着他说道 我们 先在附近找地红住下吧 等到明儿 再去前邻看看 木彩梦点了点头 嗯 只能先找个地方住下来了 提着行李箱 也没办法走啊 到处走也不方便 说吧 我们便向附近的酒店走去 酒店前台还没等我说话 木彩梦便对着小姑娘说道 那个那个 开金豪华套房 嗯 我先付一个星期的订金吧 说着 他便从钱包里取出一张黑色的银行卡 递给面前的小姑娘 我刚想说什么 便被他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只好信信地 在一旁等小姑娘 开好房间 一旁的夜宁儿 发出肆意的笑声 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片刻后 木彩梦接过房卡和银行卡 便向着前方走去 我和叶宁儿急忙跟了上去 我见他的神色有些慌张 便要开口问道 他却示意没有问出口 当我们走到楼梯口时 他突然转过身 看向酒店大厅内的方向 我顺着木彩梦的视线方向看过去 只见方才飞机上的怪异青年 也出现在了这里 看他的举动 好像在和那小姑娘说着什么 片刻过后 只见他接过一张房间卡 向着我们的方向走来 就在那一刻 我发现他的双眸中 闪过了一抹红光 散发出一丝杀意 我和木彩梦不约而同地转过身 什么都没有说 向着楼上走去 进到房间里面 只见他打开了行李箱 从中取出了荧光闪闪的小盒子 放在了房间的悬棺旁 小盒子上刻着一些怪异的文字 甚是神秘 我刚想问这是什么东西 便被木彩梦讲过了话头 这是姐姐 小心点 不要弄坏了 说着 他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神情严峻地说道 你发现 刚才那个人有什么不对吗 小男人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道 男人的气质很怪异 年纪不大 却散发着 一股射人魂魄的杀气 应该是搞艺术的吧 只有搞艺术的人 才会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陷入自己构造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 木彩梦摇了摇头 你只看到了表象 以我对他的观察来看 他到处修为不低 而且 肯定上过很多人 我想 他应该知道 是为你而来的 你手中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纠结于木彩梦 怎么看出来这人的底细 就急忙问道 你是怎么看出来 他的倒数秀为不低 而且是为我而来的 木彩梦玩弄着他的头发 淡淡地倒 他的双手 均是中指 奇长无比 而且整个手掌 老简身后 小指过度弯曲 无法伸直 只有常年触碰兵器 练习武功的人 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而且 他只有在看你的时候 双眼才会绽放出光芒 所以我才断定 他的目标是你 哦 这样啊 想着 我从衣兜里 取出了那枚玉符 放到木彩梦的手中 假如是为我而来 可能想要的 就是这东西吧 这玉符 是我当初从尸体里面 挖出来的 但就算是来历不凡 可是也看不出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木彩梦结构玉符 仔仔细细地看了起来 连叶宁儿都凑过去看了 片刻之后 他将玉符递给我 哎 我没看出什么问题 你先放好吧 咱们还是先休息吧 明儿再想办法 找出那个人 我点了点头的 哎 我是真的累了 我先休息了啊 说完 我便向浴室走去 准备洗个澡睡觉 这虽说只是一间房 但功能还是挺齐全的 还有两间卧室 足够我和木彩梦睡了 而木彩梦 则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叶宁儿这个鬼魂 则无所事事地 在房内飘来飘去的 这一夜 睡得很舒服 似乎是因为 修行五行诀 洗涤了身体 睡眠质量 也提高了不少 直到清晨阳光 照到我的脸上 我才醒了过来 睡到自然醒 本来是一件 很舒服的事 可当我睁开眼睛 看见木彩梦 睡在我的旁边 阳光正好照在 他的脸上 显得很是温馨 木彩梦似是感觉到了 我醒了过来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睡意朦胧地看着我 嗯 你醒了 我点上一支烟问道 你怎么跑我这来了 他眉头微皱道 你刚醒就抽烟 烟影多大呀 我笑了笑说 我都习惯了 木彩梦无奈地摇了摇头 既然有人盯着你 你不打算将他 引出来解决掉 留个炸弹在身边 可是很危险的 说不定他 哪个时候就爆炸了 我想了想问 你不是说 他的道数很强 那怎样才可以除掉他 我现在这半吊子 可他不赢他 木彩梦捋了捋头发说 嗯 你可以一个人 出去引他出手 然后我和叶宁儿 在后面跟着 趁他不注意 让叶宁儿迷住他 然后 我就可以在他体内 种下真话骨 控制他的神志 这样 我们便能得到想要的 我思考了一下 就说道 可以这么做 那待会儿便开始吧 一个小时以后 我穿上了外衣 点燃了一只香烟 走了出去 随意向着某个方向走去 边走 便开启了灵石 休息了五星法觉之后 我的灵石得到了 很大的提高 可以做到 方圆十米之内 一草一木 我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 休息五星法觉的灵石 特别不容易被察觉 因为修炼该道法的人 可以将灵石 融入一草一木 极为的隐秘 第四十集 果然 在我走了十几分钟后 便发现那青年 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远远地跟着我 若是一般人 根本就无法发现 那人肯定是利用 灵石跟着我 不然不会那么远的距离 肯定会跟丢的 于是 我便随了他的心意 向着附近 荒芜的烂尾楼走去 叶宁儿正跟在我的身后 被我以五行之力 覆盖着 那个人是无法发现他的 除非打开天野 又过了一会儿 那人像是发现 我正向着烂尾楼走去 不禁凛然一笑 真是做死呀 就让我受了你的命吧 虽然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但还是被我察觉了 从这点我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很是自负 凭着一身倒数修为 就可以轻松地杀死我 走到烂尾楼前 我停了下来 装作犹豫了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我感觉到身后一股杀气袭来 直直地似向我的要害不畏 我没有闪躲 演戏吗 自然要演好了 那人持着柄秀剑 刺向我的腹部 我的身体和刀锋距离 仅仅一拳之隔 我依旧没有闪躲 我只见叶宁儿皎洁的一笑 交给我吧 千钧一发之际 秀剑将要刺进我的腹部时 他突然不动 双眸翻白 很是猙獰 嘴角还流出了丝丝的口水 神情上看上去有些呆滞 接着木彩梦也出现在了后方 快步地跑到镜前 将一根银色的虫子 从男子的嘴里放了进去 虫子便顺着他的喉道 爬了进去 一分钟之后 男子转行过来 看着我们三人 神情顿时变得很古怪 你们设计 就是为了抓住我 我点燃了一支烟 捡起地上的秀剑 对他说道 恭喜你答对了 想要什么奖励啊 男子不禁嘴角抽搐了一下 既然落到你们手里 要杀要剐 喜听遵便 我笑了笑对他说道 我啊 我想要的可不是你的命 两分钟后 男子突然用手捂住了喉咙 声音撕咬到 你们 你们对我做了什么 木彩梦搞怪地笑了笑 当然是好东西了 让乖孩子说实话的东西 接着 男子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痛苦地挣扎了起来 口中不断地涂出白目 几分钟后 他停止了挣扎 神情变得很是麻木 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木彩梦是以我可以问了 于是我便开口问道 你跟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男子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我的目的是你手中的御符 文言 我们的神情都变得很是怪异 竟然真的是为了那看不出门道的御符 真是闹不明白 那御符有什么地方 值得这帮人这么心动 就当我想要再问世 男子突然发出了声 猙獰的叫声 神情变得很猙獰 阴红色的鲜血 不断地流出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得让你们失望了 不能从我这得到什么消息 话音未落 他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蹊跷 均流出鲜勇的血液 木彩梦看了眼男子的尸体 脸色很难看 没想到 他在自己身上下了劲指 说出劲指的话 就会蹊跷流血而亡 即使实在失去神志 也不会泄露任何消息 文言 我失望地看了眼尸体 既然得不到什么消息 就赶紧走吧 回到酒店的房间内 我拿出浴符放在桌上 在灯光的观察下 却还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木彩梦也坐在一旁看着 眉头紧皱 看他的神情 也没有看出问题所在 办上之后 他突然说了句话 难道 我们身边就没有知情的人了吗 文言 我像是恍然大悟一样 猛地拍了下自己的头道 对啊 我怎么忘记这个岔了 我一直忽略了一个人 那就是叶宁儿啊 说着 我便走向在一旁乱晃的叶宁儿 我问你啊 这浴符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让他们对我如此动杀心啊 叶宁儿被我突如其来的转变 弄得一愣 痴痴地问道 你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话语间 他的神情略显慌乱 但还是隐藏得很好 若是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看不出什么 叶宁儿的举动 更让我确定 他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于是我做出猙獰的表情 气势汹汹地问 快说 你一定是知道什么 不说的话 你就滚吧 连木彩梦都一转常态 神情很是暴躁地说 快说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似乎是被我们的神情给吓到了 叶宁儿竟然低声抽气起来 一边哭还一边说道 你 你还问我 所有的事情发展 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你 苏烈 如果不是你的出现 我的心脏也不需要有别人 小林也不会死 最该死的人 就是你 苏烈 你去死吧 你死了 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重新开始 都是因为你的出现 打乱了这一切 说完 叶宁儿便躲到一边哭去了 再也不说一句话 现在轮到我头疼了 原来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的出现 才改变的吗 我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木彩梦一把抱住了我 嘴唇在我的脸上 吐气如蓝 别乱想啊 小男人 就算你死了 一切也没有办法回到原点 活下去 就当是为了我 我一言不发 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脑海中不断地想起 叶宁儿方采的话 一切的变故 都是因为我的出现 我才是那个罪魁祸首 沉默了两久之后 我才冷静下来 细想之下 觉得很是恐怖 叶宁儿的一席话 把我说成了凶手般的人物 可事实是 从始至终 我一直都是被牵着鼻子走 我知道的东西 也只是幕后的人 想让我看到的部分 而且还少得可怜 听了叶宁儿的一番话语 我的内心还是很震惊的 理清了思路之后 我便走到她的身边 用平和的语气问道 你的心脏 不是你自己 起初 叶宁儿支支吾吾地 一直不肯说话 直到自己因为情绪失控 说了不该说的话 便想要保持沉默 避免泄露得更多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 叶宁儿终于 不再保持沉默 神情有些凝重 我现在用的心 是你们学院中 那句女诗的 你还记得 那个时候 你和小林姐 剖出一颗活的心脏 被吓得落荒而逃 我却巧合般地 出现在你的面前 请求你把那颗心脏 拿给我 并且让你不要 相信任何人 我点了点头 确实有这回事 木彩梦也从一帮 跑了过来插嘴道 啊 原来你的心 是这么来的呀 我说你怎么 一直看着你不对劲呢 叶宁儿神色悲气地说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落得现在 这副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叶宁儿重新调整了 一下思绪 我才继续问道 那你为什么说 这一切都和 我有直接的关系呢 在认识你们之前 我就是一个 刚入大学的普通人呢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又对你们 有什么价值呢 叶宁儿捋了捋长发 你练过五心诀 应该知道 自己修道的造诣非凡 是千年难遇的奇才 而正是因为 你修道造诣非凡 有什么都不知道 一进入他们的视野之后 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而小林这个时候 出现在你的身边 是想以特殊的方式 保护你 说到这儿 叶宁儿顿了一下 似乎是在考虑 该不该收出口 可是我没想到 最后 他会选择死在你的手上 还不惜背叛你 让你恨他 甚至 还让我将照片给了我 让我和你接触 然后再交给你 那第二张照片 就是小林给我的 拼到这里 我的内心更为了震惊 原来我杀死小林 就是他自己一手策划的 而且 在他死后 算是断了我进一步了解事实的途径 便死无对证了呀 而在我治好刘思宁之后 也会选择远离这件事 这样便万事大吉了 可这只是小林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一条人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我的手里 让我怎么可能轻松地放下呢 我势必会继续追查下去 可能 他正是想到了这一点 才将太玄金交给了我 以备不时之虚 再说了 他虽然死了 可那些人还没有死 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搞清楚 那些人的身份 又岂能轻松地置身室外 而且 小林给我留下的秘密也不少 我只能继续走下去 对此 我别无选择 他的目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走 还都是未知的 看我陷入死循环之中 一旁的木彩梦开口了 一句话 就将我从死循环中拉了出来 你别再救济小林的死因了 刘思宁现在可还躺在医院呢 病情可一天比一天严重 要是再不找到舍母血的话 他便没救了 闻言 我如梦初醒般停止了思索 你说的对 现在最重要的是得到舍母血 然后将刘思宁给治好 之后 再去考虑怎样找到答案 理清了思路后 我便立刻订下了两张 钱林的门票 和木彩梦吃过晚饭后 便向着钱林儿去 而叶宁儿也跟了上来 神情很是冷淡 不像之前那样 路上 我有些担忧地问他 钱林存在了这么久 一定是国家重点保护对象 光凭我们 应该是进不去的 而局长那边 也不可能在这件事上 对我们提供帮助啊 木彩梦浅笑 鲜鲜欲熟 捂住楼的嘴唇道 别担心了 我们先去钱林看看 了解清楚情况之后 我们再想办法 我看着窗外 快速退去的街道和人群 不由心声感叹 唉 也只能先这样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到达了目的地以后 凭着门票 我们进入了钱林 首先 印如眼帘的 便是这些陈旧的雕塑 上面布满了刻痕 宝经岁月的魔洗 一行人在钱林内 逛了一个小时 我得到了钱林内的 大概情况 地形十分复杂 而且占地面积 十分之大 安保力量充足 还都是从部队 退役下来的 警状士兵 戒备性很强 作战能力绝对不弱 和那些混口饭吃的保安 不是一回事 钱林在这群人的看守下 我和木彩梦 想要贸然地 进入林木之中 绝对是自寻死路 连林木的入口还没找到 就会被他们抓住 然后送进拘留所 之后 我们又在钱林内 逛了大半个小时 在工作人员提醒 要关闭景点之后 才不得不离开 回酒店的路上 木彩梦突然叫停了 出租车 走下去道 你们先回去 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办好了之后 我再回酒店找你们 说完 他便关上了车门 紧直离去了 我虽然很想问他 去做什么 但是看着他 不容置疑的眼神 只能对司机说道 开车吧 出租车发动 急速向前 我只能抱着 满腹的疑惑 和叶宁儿回到了酒店 房间内 他漂浮在落地窗前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 好奇地问道 你说 他会去做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叶宁儿无奈地道 真是无趣 你猜猜呗 说真的 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吗 唯一言 我不经意愣 为什么要怀疑他 叶宁儿叹息了一声 那你为什么不怀疑他 他不是也和小林认识吗 你是知道的 还是太少了呀 我不再说话 沉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现在 我不敢再去想这些问题 小林的死对我打击很大 让我不得不谨慎处理自己的情绪 晚上十点 木彩梦回来了 神色看上去有些疲惫 手中拿着一个纸筒 看上去有些破酒 他放下了包 将纸筒递给了我 看看吧 这是乾林内部的地图 全部记下来是最好的 说完 木彩梦便向着浴室走去 我累了 洗个澡就睡了 我就不陪你看了 虽然我很想问他做了什么 但看他一脸疲惫 便不好再开口 只能等明天再说 之后 我就和叶宁儿将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木彩梦口中的地图上 连他什么时候进到卧室 都不知道 第四十一集 等我收起地图想去睡觉时 才发现木彩梦 已经在我的床上睡了很久了 睡到半夜 木彩梦突然抱着我 似醒非醒的道 小男人 不管最后怎么样 你都一定要走下去 他说话的同时 我还感到肩上有一丝良意 好像是有什么 滴在身上一样 我转过头 发现木彩梦居然在流眼泪 神情是说不出的悲伤 说完 他便又转过身睡去 气息很平稳 醒了之后 我便再也睡不着了 索性坐在床上 按照太玄金的心法修炼起来 悬而未悬的经文 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温和的太玄清气 向着我的身体聚集而来 洗涤我的身体 时间缓缓地流逝 四个小时后 我缓缓地睁开双眸 吐出了口浊气 身体的力量 已经到了饱和状态 只能暂时结束心法修炼了 既然不能修炼心法 就只能修炼下五行道法了 五行觉内 除了修炼之法之外 还有战斗 疗伤 风水 化形四法 因为五行 乃是自然力量的构成 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都由这五种元素构成 可以说 修炼五行觉的术士 均在某一方面突出 五种力量皆修之人 那便是无所不能啊 而我便是五行修炼之人 叶宁儿说 我在修道上的造诣非凡 这话确实不假 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 从中繁衍出来的便有五种法诀 念出不同的法诀 便可以从自身释放出五行力量之一 修炼五行觉的术士 还可以从道中换出五行之力 夹带着天地之威 双眸紧闭 我已临时在脑海中构出一片空间 不断地释放五行道法 当然 目前我只能释放出初节的道法 因为 我的体魄还不够强健 无法承受道法的反噬 时间早就在修炼中快速流逝 很快 天亮了 早上七点 木彩梦将我叫醒 我睁开双眼 只见他已经洗漱完毕 站在床前看着我 赶快起床收拾吧 我带你去见个人 我疑惑地问 呃 去见谁啊 木彩梦向外走去 不要多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看他的深情 肯定是十分重要的人 我急忙起身洗漱 不再拖延 十分钟后 我和木彩梦还有叶宁儿 一起离开了酒店 向着未知的方向走去 半个小时后 我们三人到了一处 古香古色的宅院群前 这片样式古谱的院子中 传出一种十分古怪的气息 像是利器 又像是某种英伦到极致的气息 总之 这里面的人不简单 想必里面定有些见不得人的构动 这宅院的匾额有些黏透了 上面写着龙符两个字 只见木彩梦走到宅院幕门前 扣向了门环 不一会儿 硬身走出来一名精壮的男子 嘿 木大美女 你来了呀 你身后这位先生 看上去很普通啊 好像没那么厉害呀 木彩梦浅浅地笑了笑 说道 看人不可以光看表面 大葵 你家老头子 没有教过你吗 我很是疑惑地看向他 看来 他很熟悉这里呀 可是他没有理会我的目光 静止地向里面走去 我要见你家老爷子 你不会拦着我吧 叫大葵的精壮男子笑了笑道 嘿 我哪会来 木大美女啊 你往里面去 老爷子就在大厅 见此 我和叶宁儿便跟着木彩梦走了进去 就在我和大葵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眼中满是挑战意味地撞了我一下 举起拳头 像我扬了一样 我不懈地笑了笑 无视他静止地走向前去 我知道这人肯定是为了木彩梦 在和我争风吃醋 不知道他在这群人面前是怎么形容我的 竟然为我招惹了一个愤青 走到大厅内 只见一帮穿着统一的男子 整齐地站在两旁 而他们中间坐着一位面容和蔼的堂装老人 虽说他是老人 但那双眼睛却金光闪闪 衰老的外表 无法掩盖住他旺盛的精气 木彩梦口中的老爷子 看着我们一行人走了进来 说道 欢迎欢迎 小先生 真是自古英雄除少年 长江后浪推前浪 后背人才杰出 老头子 我是自愧不如啊 先生 本是普通人对悬门道士的称呼 后来被他们自己用来称呼同行 我顺着唐装老人的话答道 哎 哪里 龙老爷子精神抖擞 天天饱满 小背 哪敢跟老爷子比啊 龙老爷子大笑了两声道 嘿 还不快给两位客人上座 真是没眼力 你们这帮小兔崽子 我算是白教你们了 是 是 给客人上座 离龙老爷子最近的男人吩咐道 他的话音未落 便由两人拉出了大厅桌上的雕花 梨木椅 大声道 请入座 这般情形下 我和木彩梦 只好一眼坐下 坐下后 从一旁走出一名 外貌娇好的旗袍女子 她端着一个木托盘 盘中放着三盏茶 旗袍女子走到我和木彩梦的面前 依次放下一盏茶 柔声道 客人请 说完 她便款款地走向堂前的龙老爷子 将最后一盏茶递给了她 而后便向着礼物走去 龙老爷子接过茶杯后 笑着道 吴先生 这是我唯一的女儿 自小就任性妄为 若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还望你不要见惯 我笑了笑道 那里 老爷子的女儿 一看就不像是任意妄为的人 我刚说完这句话 腿部便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低头一看 只见木彩梦的手 正狠狠地掐着我的腿 双眼都快要蓬出火焰了 大庭广众之下 我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忍耐 这时龙老爷子又说话了 他端起茶杯 缓缓地喝了口茶 你的事 小木都和我说了 那份地图 你都记下了吗 我顶了点头说 记得差不多了 我打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只是胆子小 不敢干什么事 才混成了这样 记一幅地图 还是很轻松的事情 原来木彩梦说的 有事要办 就是来找这龙老爷子 寻求帮助的 文言 龙老爷子道 若是这样 以我龙月办的地位 帮你进乾陵 虽说不易 但也不难 不过在那之前 你得帮我做两件事 两件事做完之后 我便安排 你和小木进乾陵 不过我先说明 我只能帮你记目 文言道 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啊 那就一言为定了 老爷子 你先说第一件事 是什么吧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在这人生地不熟 除了他 我别无选择 不管他提出了什么要求 我都只能答应了 老爷子笑了笑道 很简单 最近我手下的一个堂口 出了些怪异的事情 只要你将这件事解决 我就告诉你第二件事 我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啊 那就请老爷子的人带路吧 只见龙老爷子摆了摆手道 不急 今夜五十 我会让张鞋带你去的 你和小木 就在我这休息会儿吧 他的话音刚落 一个男子便走了过来 示意我俩 跟着他离开 我和木彩梦 随着那张鞋 走到了龙家宅院深处 一路都是刁闯骨骼 很是复古 我不禁和张鞋搭话道 你家老爷子 挺喜欢古建筑的呀 还弄个这么大的院子自己住 估计得花不少钱吧 我的话音刚落 就见那张鞋 眼神诧异地看着我道 木梅你没告诉你吗 这宅子 是我家老爷子祖上传下来的 这么多年 只修缠过一两次而已 我将视线转到木彩梦身上 只见他说道 确实是这样 这宅子 是龙老爷子祖上留下来的 张鞋将我和木彩梦带到一处 距离大唐很远 周围十分寂静的小院子里 说道 你们就在这里待会儿吧 时间到了 我会来叫你们的 说完 张鞋便转身 向着来的地方走去 突然他又转过身道 记住 这里的东西别乱捧 不然惹出什么东西来 可没人救得了你 木美女 应该知道这地方的怪异之处吧 接着 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带到他走远之后 木彩梦彩开口道 这人是龙月瓣最相信的人 他说的话 可信度极高 据说当年他和龙月瓣下墓时 凭借着一把流金鼓刀 硬实将龙月瓣 从血尸墓中带了出来 自那之后 他便将这人 视如己出 深信不疑 所以 在这里 你要万分小心 文言后 我点了点头道 我明白了 木彩梦坐在院中 看上去很是陈旧的秋千上 你推我吧 我还是小时候 做过这样的秋千 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我只好走到他的身后 缓缓地推着秋千 叶宁儿在一旁道 嗯 这儿的味儿 味道不大对劲啊 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而我们现在待的这地方 一气是最浓郁的 好像就是根源所在 文言道 我心里莫名的一己 连叶宁儿都这样说 看来这地方 绝对有问题 而且 问题不小 微经至极 就是尽快 做到龙老爷子的两件事 然后让他 将我们送入前林中 争取 赶快离开这地方 不然呢 恐怕会被殃及啊 这院子的气氛 十分凝重 不由地 让我感到窒息 而空气中 还弥漫着一股 腐朽的气息 有了张邪和叶宁儿的警告 我自然不会去乱碰这儿的东西 就和穆彩梦 在院中待着 穆彩梦从一斗中 拿出两张银色的符咒 用指尖念住 对着虚空 念出了一串玄奥的咒语 接着 指尖银色的符咒 消失在了虚空中 这是姐姐府 屏蔽了外界的一切 只要不随意走动 那些脏东西 并不会轻易闯入 文言 我便放心地坐在石墩上 缓缓地运起工 回想起早先学会的五行道法 接下来 要去处理老爷子的堂口 这些东西 总算是能派上用场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六十 逐渐接近五十的时候 而我 一直坐在石墩下 运功练习着五行道法和口诀 想要成功地用出道具 只有对口诀的力量足够熟悉 才能增大施法成功的几率 直到还剩下不到几分钟 九到五十 木彩梦才缓缓吐了个字 收 结界一去 那种怪异的气息又随之而来 我也同时睁开双眼起身 我们同时看向远处的大唐 只见那里灯光闪耀 不时传出怪异七粒刺骨的声音 声音很是混乱 就算是仔细听之下 也无法分辨清楚唱的是什么 见状平稳的脚步声响起 向着我们这边走来 那人手中还拿着个灯笼 昏暗的灯光下 气氛显得很是诡异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 这里根本就没有电灯 连一条路线都没有 都是借着蜡烛作为照明工具 似乎怕惊扰到什么东西一样 第四十二集 张鞋不急不慢地走到我们面前 说道 时间到了 跟我走吧 小心脚下 光线不是很好 说完 他便走在前面为我们引路 木财梦对我使了个眼神 便向前走去 似乎是在暗示我注意 我点了点头 便也和叶宁儿向前走去 半路上 我试探着问道 为什么不在这儿暗电灯啊 只见前方的张鞋 犹豫了下才开口道 因为这些木头 使用年线都比较老了 若是安装电线的话 一不小心就容易引发火灾 所以就一直没有装电灯 如果想要更换木材的话 却又无法找到这么好的里花木了 所以这事也就一直没办 反倒是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 这样啊 我若有所思得到 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说辞 但若是细想 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现在没有时间去思考了 顺着来时的路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 才走到宅院的外面 经过大堂时 我看着空无一人的大堂问道 他们人呢 都睡了 张贤面色一冷 有点事情 他们和老爷子一起去解决了 说话间 接我们的车已经到了 从驾驶座上 下来一个刀疤男子 你送他们去吧 我还得去找老爷子 说完 刀疤男子便向着宅院里面走去 在和我擦肩而过时 一句细微的话 飘了过来 万事小心 我没有看他 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就和木彩梦和叶宁儿上了车 见我们都上了车 张贤便发动汽车出发了 到了龙老爷子的堂口 午夜的风略显清凉 让人不寒而栗 我下车后 张贤摇下车窗对我说道 进去吧 我就不和你们进去了 老爷子吩咐过 我和木美女 我们都不能和你进去 木彩梦也在看着我 眼神中满是担忧 进去之后 万分小心 别大意吃了亏 我笑了笑道 放心吧 我看着 也不像那种毛手毛脚的人 说完 我便踏着光滑的轻石 向前走去 而叶宁儿不知何事跟了上来 看着他满是担忧的脸庞 我开口说道 你也回去吧 我自己能够应付的 文言 叶宁儿不禁一叹 你还真是怪异的人 明知道前方是个陷阱 还却迫不及待地去送死 还非得自己一个人去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笑了笑道 或许 这就是命吧 有些东西 再怎么逃避 也无法避免 倒不如 直接面对了 而后 叶宁儿便回到了车上 张写一言不发地 发动了汽车 沉郁的叶泽忠 车向着与来势 不同的方向失去 而我却丝毫不止 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正在向我展开 企图将我完全吞噬 我推开红色的木门 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弥漫的阴气扑面而来 若是叶宁儿在这 绝对会被吓破胆的 这样的阴气 里面的家伙 绝对不简单 说不定 一下就能要了我的命 真是雄多吉少 但我不能在这浪费时间 刘思宁还躺在医院 等着舍母携救命呢 可来这几天了 我连乾林的门都还没摸到 想到这里 我便一咬牙 向着院子的深处走去 只见院子内 地上布满了枯叶灰尘 仿佛很久 没有人来过一样 在黑暗中摸索了一会儿之后 我终于找到了电灯开关 咔嚓一声 电灯闪了两下 便亮了起来 本来习惯了黑暗 突然出现了刺眼的光芒 我十分不适应 感到一阵的眩晕 正当我快适应 强光照射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 面目猙獰 满脸流浓的怪物 我仓促见无法判断 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只听见两声刺耳的笑声响起 嘿嘿嘿 你小子真是胆子不小啊 那帮人不敢来这儿 又让你这个毛头小子来送死 我倒要看看 你有几经几领 说完 他便伸出了两只指甲锋利的手 向着我脸上抓来 带起一阵禁风 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 面前的这个东西 居然是僵尸 而且年头很长 竟然能口吐人眼 像人一样自由行动 还不畏惧强光 不容我犹豫 爪子已经向我袭来 我急退向一旁闪去 躲过了他的爪子 然后手捏符印 同时口冲念出咒语 天地又到 万物惶惶 众生皆法 万物皆度 以绝弥法 欲谋破药 咒语刚一念完 就见天宫中 闪过一抹火光 僵尸最怕的便是火 所以我便用火爵 来对付它 虽说只是初劫的火爵 但不会一点用都没有吧 万物相生相克 金生木 木生火 以此类推 便能悟出 相生相克之道 我大喝一声 温度 灼热的火团 突如其来地 出现在僵尸身上 散发出灼热的温度 可还未等我欢喜 出乎我意料的情况 便出现了 我放出的火焰 在它的身上 竟然不燃烧 反而变得温顺了起来 就如同它的玩物一样 只见它面露嘲讽地说道 哼 你是在逗我玩吗 弄这点小火秒 就想干掉我 还是回家再多修炼几年吧 说着 它将火焰聚拢在手中 向我扔来 你自己和它玩玩吧 接着 它便像看戏一样 站在一旁一动不动 看着急速 向我飞来的火球 我急忙侧身闪过 可谁料到 这火球像是锁定了我一样 竟然跟着我的移动 转向 见无法躲过 我便不再白费力气 准备吃下这几火球 第一次实战 就碰到了这样的硬茬 真是让我无从下手 心中 不由地慌乱了几分 情急之中 我想起往常看的那些道士 在干不过妖魔的时候 都习惯咬破舌尖 然后再施法 我是不是也能模仿一下 想到这儿 我便咬破了舌尖 一股筋血喷出 同时念动咒语 既然干不过 那就只能 殊死一搏了 我将丹田中的力量 尽数逼出 通过筋脉 汇聚到我的手掌间 其中力量 聚集的狂暴程度 连我都有些害怕 五种力量 竞数而出 不可小觑 当我以为 仅此而已的时候 天空突然闪过了 五种颜色混杂的 能量光柱 向我冲来 甚是强大 比我自身的五行力量 强了数倍不止 只见 对面的僵尸 略带震惊的道 哼 我还是看走眼了 想不到你小子 竟然是身怀五行肿的 我可有千百年来 没见过这类人了 熟悉的力量啊 这一次 估计得栽在你手上了 不过你贸然用舌尖血 引来了五行之力 要承受反噬 就够你喝一壶了 我冷笑道 哼 那 那也得先干救你啊 不然 我就走不出这里了 说完 我便将手中的力量 释放出去 一声大吓 响彻云霄 破 不知为何 此时我变得很震惊 仿佛感受到了大道力量的影响 丝毫没有之前的慌乱 只见绚烂且狂暴的五行力量 冲击而出 将冲向我的火色力量吞噬 然后直直地砸到了僵尸身上 爆出刺耳的天手 狂暴的能量连移爆出 掀起了轩然波涛 同时天穷也降下了一道惊雷 足有手臂大小的雷狐 怒激在了我和他的身上 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僵尸没有躲避 像是知道躲不掉一般 在狂乱的能量中 发出刺耳的怒吼声 劈它 雷狐劈在我身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同时五行力量 也对我展开了凡事 一口鲜红的血液从口中吐出 剧烈的疼痛布满了身体的每个部位 内脏仿佛要被绞碎了一般 我单膝跪在地上 面色潮红 强撑着注视着狂暴能量击中的僵尸 天伐之雷来得快 去得也快 伴随着消失的 还有我放出的力量 烟雾消散 只见僵尸从中走了出来 摇摇欲坠的全身 破损很是严重 还弥漫着烟雾散发出烧焦的味道 小子 你很好 可是我扛过来了 现在的你 没有反抗之力了吧 我面色一冷 确实 我现在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只能任人宰割 就在我以为僵尸要杀死我的时候 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小道士 你不是想要进入乾陵吗 我和你玩个游戏 只要你找得到我的真身 我就饶你一命 并且助你进入乾陵 怎么样 是不是很划算呢 你好好想想吧 赶在我后悔前给我个答复 说完 僵尸便消失在了原地 留下我一个人 苦苦思索着他的用意 僵尸消失后 我便在地上 盘腿坐下 修复身体的伤势 太玄心觉 在心头响起 心境很快平稳了下来 身体内肆虐横行的能量 也缓缓地平稳了下来 我感受得到 身体正在缓缓恢复 受到反噬 自然是无法抵消的 因为那损耗的是我的寿命 在玄门中 有一个奇怪的说法 就是修道之人 有五臂三缺的命数 观 挂 孤 独 残 五臂 钱 命 权 三缺 最终 修道的人都会早死 一生孤苦无疑 在我看来 现在不过是这个诅咒 开始应验了 疗伤的同时 我也在想 方才僵尸说过的话 钱林之中 应该是有他想要的东西 不然他也不会放我一马 他这样做的目的 一定是出于某个禁忌 必须要依靠我 才能够打破 说白了就是利用我 权衡利弊之下 我决定就先顺着他的意思来 先顺利进入钱林 才是最重要的 至少在这点上 我和他是共通的 可以暂时达成共识 那么接下来 只要尽快找到僵尸的藏身之处 稀想了一会儿 要是别人想找一个藏得很严实的僵尸 或许会很费劲 但是对修炼五行法掘的我来说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只要他藏身的地方有一点东西 我就可以找到他 待到身体伤势 恢复得七七八八之后 我便起身在院子中 搜寻起僵尸的踪迹 我一边四处走动 装作寻找他的样子 一边放出临时沟通附近的五行之物 一起寻找他 起初 我以为很快便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可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附近五行之物 通过我的临时反馈过来的消息 都没有半点僵尸网的踪迹 我一边寻找 一边按道 真不简单啊 藏身的地方 竟然能够隔绝五行之物 看来悬门神器的东西还很多 短时间内 我是不可能全部知道的 但是现在 我想要找他出来 就只能依靠自己去找了 想着 我便开始真正的 寻找僵尸网的藏身之处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可是还没有半点 僵尸网藏身之处的踪迹 久久寻找不到 我的心情渐渐有些浮躁 将脚边的一个盒子踢了出来 咔嚓一声 盒盖掉落 一股白色的液体流了出来 第四十三集 突然 我的眼前一亮 我蹲下身 用手指沾了不明液体 看了起来 顿时 我便明白了过来 古代的王亲贵族 为了让尸体不服 都会在棺果中 放置水银 水银无色无味 非金非木 不在无形之中 我竟然把这茬给忘记了 亏我还是学法医的 方才走过的地方 有一处 就有很多的水银 没有浪费时间 我快步跑回 刚才的那个地方 环顾一下四周 我便发现了 僵尸网的藏身之处 我不露行色 一言不发地 走到棺果前 轻轻地敲了几下棺盖 出来吧 还想继续藏下去吗 我的话音刚落 就见棺盖缓缓地打开了 方才的僵尸网 从中做起 走了出来 我还以为你找不到我呢 有五行种的人 就是不一样 天资非凡 尤其是在修道之事上 事半功倍 我直接地道 别浪费时间了 你就打算扯夫样子和我出去 只见僵尸网不屑地横了声 身体被一层光运包围 片刻之后光运消失 一个靓业的女子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哼 惊不惊喜啊 我确实有点惊讶 这是你生前的模样 只见女子点了点头 正是 以后你在外人面前 你就叫我白领 记者啊 别在那老家伙面前说漏嘴 以前他可是被我吓得不轻呢 如果知道我是僵尸 估计他会杀了你的 想了想到 我自然不会说出去 毕竟命更重要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 谈妥之后 我便和白领一起走出了这宅院 而那车早已到了门前 显然是等了很久 没有多废话 我们便上了车 向着龙家大院走去 上车后 刀疤男子爽朗地笑着 对我说道 嘿嘿 大兄弟 真是不险山不露水啊 连僵尸王都被你摆平了 我看着一旁满目愤怒的白领 尴尬地笑了笑 运气好 刚巧 那尸王来事了 不能见红 嘿嘿嘿 刀疤男子大声地笑道 先生 还真是幽默呀 不久 我们便走到了龙家宅院 三人不急不慢地走到大堂中 和刚来的时候一样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大堂中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现在他们 看我的眼神 都充满了敬畏 和不可思议 就连当初刚进龙家大院时 对我敌意很重的男子 都显得很是乖巧 但我还是从他的眼中 看出来思思恨意 他应该是被自家人敲打过 却还是不服 以这人的心劲来讲 只要有机会 还是会对我下手 这人留不得 我在心头暗下了杀意 我不可能等着别人来杀我 却什么都不做 另一边 木彩梦 叶宁儿 还有龙家大小姐 也走了进屋 静静地站在一旁 很是淡定 正当我想要说话 龙老爷子却先开口了 嘿嘿 先生果然如小木说的那样 到航步前 连我龙月伴都奈何不了的尸王 都被你除掉了 真是吼声可畏呀 我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胆气 这第一件事 便算你完成了 那第二件事呢 龙老爷子打算何时说 救人心切的我急忙开口问道 却没有注意到 木彩梦眼中闪过一丝悲气 龙家大小姐的眼中 却出现心细和狂热 只见 龙老爷子顺了顺下河的胡须 笑道 嘿嘿 这第二件事 就是你入坠我龙家 嫁给我龙月伴的女儿 也就是龙家大小姐 只要你和我女儿的混事一成 我便马上派人护送你进入浅里 绝不食言 听到这儿 我顿时有些气愤 但还是耐着性子的说道 龙老爷子 这就是在为难晚辈我了 先不说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晚辈只是一个无名的小道士 又怎么配得上龙家大小姐 还望您能说回风采那话 为龙家大小姐 找一个杰出之人 作为成婚对象吧 我刚说完 龙老爷子的脸色一变 冷冷地说道 现在哪儿还有不配 这样的一个说法 况且 是我女儿中意你 话我已经说到这儿 你仔细想想吧 若是不答应 就请你们明日离开 说完 龙老爷子便带着一帮人 离开了大堂 留下我 木彩梦 叶宁儿 龙家大小姐死人 顿时气氛变得很是尴尬 大堂中 龙老爷子带着一帮人离去之后 龙大小姐脸色顺势变换 一副视宠而骄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肯答应啊 我的眸中光芒闪烁 我拒绝龙老爷子的理由很简单 龙家大小姐和我学校中那具女尸 长得是一模一样 仔细看下去 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早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她的样貌 和那具尸体的相似程度极其的高 所以我一直在躲着她 可没想到 终究是躲不过 想了想 我回答道 感情这个东西得看缘分 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得到的呀 龙大小姐蛮横的说 我不管 我龙家大小姐想要找个男人 就一定能得到 真是笑话 如果你不答应 就别想找到进乾林的路 说完 她便转身快步离开了大堂 脚步声很重 似乎很是气氛 龙家大小姐离开之后 我 木彩梦和叶宁儿 三人 还有白林 便向着早先那个宅院而去 路上 木彩梦问道 小男人 你为什么 不答应龙老爷子呢 我用手刮了刮她的鼻翼道 还不是因为你 只见木彩梦不知意味地笑了笑 你别担心我 你不是想要救刘思宁吗 眼看就要成功了 为什么要放弃啊 我犹豫得道 你 真的没事吗 只见木彩梦故作开心地道 我没事的 你别想那么多了 明儿 你就答应龙老爷子吧 我神情凝肿得道 我再想想吧 就在这时 木彩梦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只见她拿出手机 按下接听键 你好 接着 再没听见她说话 短短两分钟时间的通话 她的神色 却变得很凝重 一会儿后 她挂掉了电话 对着我说道 是医院那边的电话 说刘思宁的病情在家中 估计 熬不了几天了 她现在口吐黑血 身体也变得枯瘦 估计是被蛇骨 给洗干了吧 文言 我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容我思考 只能答应龙老爷子的要求 我明天就给龙老爷子答复 答应下她的要求 先救下刘思宁再说 木彩梦点了点头道 救人才是要警示 别因为自己的感情 无视 说完之后 木彩梦便随意地 向着房间走去 我累了 先睡了 你也早点睡吧 小男人 之后 她便关上房间的门 叶宁儿也跟着走了进去 偌大的院子里 就只剩下我和白灵 她瞪着我看了很久 才缓缓地道 你很喜欢那个女人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 菜刘 菜刀 你看出来了 白灵狡黠地笑了笑道 哼 你以为我这几千年都白活了呀 你这点小调调 我不用多想 都能猜个七七八八了 文言 我却没有激化的想法 一会儿后 白灵才一本正经地说 我就教教你这个小辈吧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就想办法将这些事都解决好 然后将他给弄到手 别一直和他停留在这个尴尬的阶段 我摆了摆手道 老大 你先去休息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哼 只见白灵不屑地道 真是没意思 姐姐不和你玩了 说着 她便向某个房间走去 确实 白灵说得很对 别看她是只僵尸 但她却比我看得透彻 一直将关系停留在这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不是什么正确的选择 等这些事情结束 我就把一切都挑明了吧 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 毕竟 她和我跑了这么远 也不为别的 要是换了别人 哪会不顾生命安危 辛苦奔波呀 打定主意之后 我便走进房间 盘腿坐在床上 开始修炼泰玄心诀 似乎是因为和僵尸王的一战 我身体的容纳能力得到了增强 这次修炼足足持续了五个小时 也没有再出现吸纳不了的情况 修炼的时间太久了 全身都感觉有些酸麻 于是我便起身走出房间 想要活动一下 再继续修炼 就在我刚走出门时 远处黑暗的角落里 传出了低沉的哭泣声 从背影判断 像是木彩梦 她不会是因为我要和龙大小姐沉亲 所以一个人 大半夜爬起来躲着哭吧 于是我便向着她走去 当经过木彩梦 和叶宁儿的房间时 突然发现叶宁儿 正躲在窗帘后面 脸上的神情 是说不出的悲伤 似乎她也因为 我要和龙大小姐沉亲的事 正在黯然伤身 这下我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我到底去安慰谁呢 想了想 我还是走到了木彩梦身后 一把抱着她 不要再哭了 我答应你 把刘子宁治好之后 我们就在一起 好吗 我谁都不要 我只要你 文言 木彩梦瞬间破题微笑道 你答应我的 不许反悔 小男人 其实我要的不多 只想 只想你亲口对我 说出这句话就够了 我紧紧地抱着她 闻着她身上的味道 你才是最好的 木彩梦称怒地道 你就会哄我开心 去睡觉吧 喝完了 小心着凉 我 我要和你一起睡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直接 说着 我们便走进了我的房间中 时间就这样悄悄流逝 第二日醒来后 我看了眼还在熟睡的木彩梦 便静止起身走向大堂 穿过古老的国道 我意外地发现 这府中上下均挂满了红色的灯笼 随着风轻轻地飘倒 就连门窗上都贴着鲜红的喜字 而且这府中的人脸上都挂着欢喜的笑容 这在我眼中 这在我眼中无异于一种讽刺 而且我还有种不祥的感觉 龙老爷子似乎早就算准了一切 这些人一早就将宅子内重新装扮了一番 速度快得有些惊人 或者说 龙月瓣有些自信过头 他凭什么断定 我一定会答应下来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必须得答应下来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早就设计好的局 而我 木彩梦 叶宁尔 包括白灵 都是这局中之人 连白灵这样强大的存在 都被射入局中 让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可以想象 那人得有多么庞大 凭我的实力 是无法和他对抗的 只能先顺着他的剧本演下去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第四十四集 走到大堂 龙月瓣和他的女儿 已经在吃早饭了 我不客气地坐在椅子上 点了支烟 吸了一口 对他略带狂妄地说道 我答应你的请求 不过你得立下誓言 在我和你女儿成亲之后 立刻将我送入前里 找死 龙月瓣还没有开口说话 他身后的张鞋 就大喊着向我走来 想要动我 我没有动 须眯着眼 吸了半口烟 看着龙月瓣 这吧 我赌他会让步 从一开始 就是他在提出要求 现在该我反可为主了 当前的情况 虽然对我极为的不利 但若是他将我逼得太紧 我完全可以放弃他 和白林进入前里 只是那样的风险 会增大不少 但若是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 这也不失为一种可选之计 这吧 我算是赌对了 龙月瓣是在试探我 若是我态度不坚决的话 想必成婚之后 他就会出尔反尔 不会送我进入前里 还会从我身上 得到一些东西 可惜 他不敢触及我的底线 只能和我妥协 住手 今日之后 先生就是我龙月瓣的儿子了 还不给少爷道歉 文言 张邪态度瞬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温讯得像只绵羊一样 是我冒犯了 还请少爷不要放在心上 我不懈地叼着眼 你记住了 只有这一次 再有下次 你就滚出龙府 既然我现在暂时有了资本 当然要利用起来 也是给这帮人一个下马威 警告他们 不要做得太过 只见张邪的脸色 变得很难看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站在那里 面色发青 双拳紧握 他若是动我 便只能滚出龙府 能够砍去龙月瓣的左膀右臂 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至少龙月瓣得在民面上让着我 这样他就短时间内 不能得到张邪的帮助 可惜没能成功啊 只见龙月瓣一身大喝道 还不滚下去 没见这先生已经原谅你了吗 是 说完 张邪便退了下去 龙月瓣笑眯眯地看着我道 嘿嘿 既然已经说定了 且成婚事宜都已准备妥当 那就择日不如壮日 你和小女就在今晚成婚吧 明日 我便让人送你进入前林 我缓缓地掐灭了烟蒂 生肖的你安排吧 说完 我便离开了大堂 向着院子里面走去 很快便到了晚上 房间内 木彩梦帮我换上了龙月瓣 派人送来的西装 随后一脸笑容地看着我 别忘了你的承诺啊 小男人 叶宁儿则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从大堂回来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或许 还会有变故出现吧 又过了一个小时 龙月瓣邀请的人 陆陆续续地都到了 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后 他认定办婚礼的人 出现在了我房间外 满脸堆笑地道 时间差不多了 秦先生 随我前去举行婚礼 我看了眼木彩梦 你就待在这儿 哪都别去 等一切都办好之后 我会回来找你的 虽然 木彩梦有些伤心 但还是挤出笑容 点了点头说道 你去吧 我就在这儿等你 哪都不去 之后 我便随着老者 走出了房间 穿过张灯 结彩的过道 向着大堂而去 一路上 不断有人走过 看着我 都是满脸的笑意 还和身旁的人说 新郎官 真是厌妇不浅 之类的话 听得我心中 很是不爽 但却又没什么办法 老者将我带入一个 精心布置过的房间 说道 先生 你就在这里 先做休息 时间到了 自然会有人 来带你去大堂的 还真是麻烦 龙月办这老古董 办个婚礼 规矩真多 直接拜堂 不就完事了吗 多节约时间呢 还搞这些花样 如果是我自己办的话 一切从简 弄这弄大的 不得累死了 终于 时间到了 几个人走进了房间 引着我 向大堂走去 此时的大堂 已是人满为患 或坐或站 都在等着我们出现 而龙大小姐 则站在人群中间 一身古代的新娘服 装饰简约大方 再配上她的容貌 看上去 倒有几分惊艳的意味 带我走到她的身旁后 方才的老爷子 清了清嗓子 大喊道 即时已到 新郎新娘 准备行礼 接着 老头便喊道 一拜天地 我和龙大小姐 便向着门外 拜了下去 二拜高堂 我和她 向着一脸喜色的 龙月瓣 拜了下去 夫妻对拜 我和龙大小姐 相对着 拜了下去 那一瞬间 我看见她的脸上 有着说不出的妖艳 仿佛在很久之前 便见过她一样 这时我才想起来 她和学院中 那具尸体 长得是一模一样 李诚 老者一身李诚之后 我便被方才那两人 推着走到了房间之中 而后 他们便关上门离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外面的喧闹声 渐渐淡去 这座千年宅院 又安静了下来 而后 龙大小姐 脚步亮强地走了进来 满身就起了 苏莉 你还是娶了我 经验之中 又带着那么一丝悲伤 这是你欠我的 接着 她便二话不说地 脱掉衣服 躺在了床上 一把抱着我 想要脱去我的衣服 将你欠我的 一并还清吧 一夜缠绵 却显得那么凄凉 至少龙大小姐是这样 陈玉的夜色下 我躺在床上迟迟没有睡去 我和龙大小姐的关系 很是怪异 为什么她要对我说那番话 未知的谜题还很多 我却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找到答案 只能一边前进 一边寻找线索 可是 这些谜题 已经将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连身边的人 都受到了影响 木彩梦和叶宁儿流泪的样子 一直刻在我的脑中 根本无法忘记 翻过身 想着时间也不早了 便打算睡去 就在这时 宅院大门的房间 忽然弹来了声巨响 门被强行砸开了 我距离正门不是很远 所以听得很清楚 奔杂的脚步声响起来 一群人冲了进来 我想起身 想要一看究竟 距离太远 但我的修为不够 无法看见 只能出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 敢闯入龙甲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出乎我意料的是 午夜闯入的人 居然是为了龙家大小姐而来 当我走出房间的时候 已经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了 一行人手中接拿着灯笼 我脸色一变 急忙回到房间中 叫醒龙大小姐 快醒醒 穿上衣服 在我的摇晃下 龙大小姐醒过来 还睡意朦胧地问道 叫我起来干嘛 说不清楚理由的话 本大小姐可是要罚你的呀 我闻言苦涩一笑 都什么时候了 她还装大小姐的做派 有火人闯入你家 似乎是冲着你来的 你对这熟悉 赶紧跑吧 龙大小姐见我不像是在开玩笑 便急忙穿好衣服 从后面的窗户 跳出去 准备逃跑 可没想到的是 这帮人仿佛对这儿 很熟悉一般 她一跳出去 便被一群人围住 简直是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见此情景 我也从窗户出去 想要从他们手中 救下龙大小姐 毕竟现在 我还得靠龙月瓣 将我送入前林 若是这刁蛮小姐 出什么意外 恐怕进入前林的事 又得拖延了 一群人 见我想要救下刁蛮小姐 一魁梧男子 不由分说的 便抓住我的双手 小子 想要英雄救美 也要掂力一下 自己有几斤几两 她说的话刚落 另一男子 便冷冷地倒 和她费什么话 直接打晕不就好了 我在被卷入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普通人 根本没有修炼过 别说这一群人了 不使用倒数 我一个人都干不过 那男子刚刚说完话 便拿着手中的棒球棍 砸上了我的头部 碰的一声 鲜红的血液流了出来 抓住我双手的人松开手 我无力地摔在了地上 意识渐渐模糊 在最后一刻 我看见他们 带着被打晕的刁蛮小姐 离开了 之后 我便陷入了沉沦的黑暗中 失去了意识 而龙岳伴和她的那帮手下 估计都醉得不省人事了 哪儿还能听得见响动啊 这帮人趁着龙府的人喝醉了 进来掳走刁蛮小姐 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 不会有什么人阻止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抬到了房间的床上 而龙岳伴正坐在一旁 面色铁青 她的身边 站着密密麻麻的黑衣人 只听见她破口大骂 真是一帮废 连个门都看不好 下次估计 让人家抄了你们都不知道 一帮人静若寒蝉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只能低着头挨骂 龙岳伴将他们骂得狗血淋头 才挥了挥手道 把消息放出去 三日之内 不将我女儿送回来 我龙岳伴就是绝地三尺 也要找她出来 拿来点天灯 是 说完 一帮人走了出去 只见龙岳伴起身关上了门 走到床前 说说 究竟是怎么回事 闻言 我便将刁蛮小姐被掳走的前后经过 详细地说了出来 就在这时 我发现衣兜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 便伸手将其取了出来 竟然是张纸 估计是那帮人留下的 想到这儿 我便将纸递给了龙岳伴 这估计 就是那帮人留下来的 龙岳伴 你看看说了什么吧 龙岳伴接过纸条 脸色凝重地打开纸条 细细地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 龙岳伴的脸色 更是沉重 不负平时的和气模样 杀气腾腾 在我猜测 纸条上说了什么时 他将纸条 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 看了起来 龙岳伴 没想到吧 我会在你女儿 新婚之日将他掳走 我给你一天时间 在今晚十二点 找个人 带着玉符去钱里 我会在那里等着你们 在得到玉符后 我便会将你女儿 交给那人 怎么样 很公平吧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不要让我失望啊 看完之后 我的心不禁地 咯噔了一下 这人是冲着 我手中的玉符来的 那也不应该 带走龙大小姐 而是 该带走木彩梦啊 想到这儿 我便抬头看向龙岳伴 莫非 他的手中 也有块玉符 虽然脑海中 有了猜想 但我不敢妄自猜测 可出乎我意料的是 龙岳伴 竟然叹了口气 真是失算了 没想到 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真是功亏一篑啊 玉符一旦到了他们手中 便很难再拿回来了 第四十五集 听龙岳伴这话 他的手中 确实有没玉符 而且 还有人窥视这玉符 很久了 只是没有找到机会 确定了这点 我便开口问道 这玉符 究竟有什么来历 竟然让 那帮人敢掳走龙大小姐 作为交换 龙岳伴犹豫了一会儿 似乎是不想说出玉符的来历 说了套推辞的话 本来 我不该对你隐瞒的 但这玉符实在不祥 曾经 让我的祖辈 为其殉葬 自此 我家族 也开始落寞 到了我的手中 才开始渐渐恢复于恩气 所以 如果我告诉你 无疑是在害你 温言 我不禁脸色一变 都到了这时候了 龙老你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 而且我已经入赠你龙家 还有什么不妥的 温言 龙月伴眸光闪烁 思索了一会儿道 唉 既然这样 我便告诉你吧 这玉符 刚出世的时候 便是一对 一直由龙家和红家世代守护 龙 红 两家 是世代更替的家族 而这玉符 在族长 更替的时候 都会传入新任族长手中 保护好这玉符 就是两家族长的一个任 而到了我这一辈 玉符便传到了我和师兄 红之秋手里 现在 这帮人索要我手中的玉符 就说明 红师兄手中的玉符 已经被夺走 说不定 他已经遇害了 听完龙岳符的话 我不禁暗道 我学院那句男诗 就叫红之秋 看来这个局 始终都是在围着这个圈子转 龙岳符 紧接着说道 而且这玉符 是开启前陵 大门的钥匙 一旦遗失 前陵 便再也无法开启 听到这儿 我便不能 在部位所动了 龙老爷子 不如就让我 带着玉符 前去救回龙小姐吧 我会见机醒似的 说不定 还能带回另外一块玉符 闻言 龙岳伴笑了笑 我真愁 没人能去办这件事 你记住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带回龙尔 说着 他便从衣服内侧 取出了玉符交给我 这些年 我一直贴身 存着执迷玉符 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我接过玉符 龙老放心 我不会大意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去前陵那里 谈谈老 你去吧 我会 派人暗中保护你的 我带着玉符 走出了龙府 白灵也察觉了一切 跟了上来 于是我便拦下一辆车 向前陵而去 直觉告诉我 那帮人 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当我和白灵 到达前陵后 身上的玉符表面 居然亮起晶莹的光芒 似乎是和前陵 产生了某种感应 我取出两枚玉符 只见其表面的光芒 合在一起 向着不远处的方向射去 似乎是在为我指路 于是我俩便寻着光芒的指引走去 一路上并没有什么意外 顺利的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还以为会有场大战呢 当走到光石照射的地方后 昨晚的那帮人都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其中那名魁梧的男子 令我印象深刻 就是他和另一个人将我打晕的 这件事可不能就这样算了 现在我距离他们还很远 足够用我的法觉问候一下他们 拿定了主意 我便念出咒语 然后手指成剑绝状 向前一指 说道 去 只见一道手臂大小的雷弧 从天而降 猛地轰在了魁梧男子身上 电流流窜的声音不绝于耳 只见他发出痛苦的叫喊声 哎呀 痛死我了 你们快想 快想办法救我呀 男子身边的人都纷纷避开 幸灾乐祸的道 多哥啊 你这是干了什么上天害理的事啊 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要降下雷劈你啊 更有圣者说道 嘿 你小子是不是瞒着我们修仙了 这都开始堵雷劫了 你小子够可以的呀 瞒了这么久啊 杜哥被这句话起得不轻 脸色铁青 身上发着一股焦臭味 哎 够了啊 你们还不够 赶快想办法救我 由于我放出的雷狐 是指着他批的 所以他必无可避 而且只要我不收回法书 这雷狐就不会消散 没过多久 就有人看出了名堂 对着痛苦万分的杜哥说 这雷狐怎么还没有消散 肯定是有人在枕你 啊 什么 有人枕我 别让我杜哥逮着你 不然有你好受的 文言 我不禁冷冷的一笑 那就看看谁更狠吧 说着 我又换出两道雷狐 一起向着杜哥劈去 轰的一声 他身上的雷光更盛 看上去很是刺眼 杜哥不禁发出嘶哑的喊叫 哎呀 是谁在背后伤人 有本事出来 这时 和他们一伙的人 见石头部队 急忙说好话的 不知是哪位高人在此 何不出来一见 同时 他们纷纷四散而开 在附近搜寻起来 想要找到我 正当我玩得 不亦乐乎的时候 一个女声 在我背后响起 说说吧 小男人 他们是我找来的帮手 我听到这话后 不禁一喜 转过身道 采帽 木采帽叶把抱着我道 我去找人帮忙了 不然龙岳伴 怎么将岳父交给你啊 你又怎么能够脱身 他们也觊觎 这千灵中的东西 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才会表现出来 这次你的出现 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绝对不会轻易 放你离开的 我问道 那你将那 刁门小姐藏哪了 我要好好收拾一下她 说话的同时 我已经收回发觉 雷狐从杜哥的身上消失 他身旁的人 急忙抬起了 满身焦黑的她 木采帽淡淡的笑道 他们将她 关在某处地牢之中 龙岳伴的人 绝对找不到 等回去之后 我们再处理她 我无所谓的道 那就行 还是你懂我的心思 叶宁儿没有和你在一起吗 木采帽摇了摇头道 没有 你答应下来的婚事 前一晚上她就已经不见了 或许 她有什么事情要办吧 别说 你这招还真是厉害 龙岳伴果然乖乖就犯了 但愿如此吧 好了 别再耽误时间了 现在就打开千林的门吧 我和木采帽 便向着前方走去 带她走到那群人前面之后 他们让出了一条道 我和她走上前去 两条缠在一起的巨龙石雕 出现在我的面前 两条龙的头部 各自有一个凹槽 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木采帽指着凹槽道 将玉符放进去 闻言 我便将两枚玉符 放到了凹槽中 一道光芒闪过 地面突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同时还有呛人的灰尘升起 遮挡住了视线 我环抱着木采帽 等待烟雾散去 烟雾散去以后 一个巨大的山峰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山的正下方 有对巨大的青铜门 看来这里 才是真正的乾陵入口 被人以巧妙的方式 隐藏了起来 就像木采帽当时 布下的结界一样 只不过这是 借助地势和风水 形成的结界 身后的人发出了感叹 哎呀 我这都到了一辈子的墓 总算是见到 真正的乾陵了 别啰嗦了 我们快进去 说着一群人便向着 青铜大门走去 我牵住木采帽的手道 我们也进去吧 他笑着答道 我们一行人 进到了乾陵之中 一路走来 只见无数的陪葬品和棺材 还有三处耳饰 墓葬的豪华程度 出乎我们的意料 同行的一干人 早已将贵重的陪葬品 装入了随身的背包中 这出去之后 一转手便又是不少钱了 就这样 我们轻松地走到了 神道尽头 轻松地有些不大正常 而后方的人跟上之后 其中一人 看着我们面前的黑色巨门 不敢相信地说道 怎么会这样 这神木之中 怎么会出现这不祥之物呀 说着 方才说话的老者 走到了黑色之门跟前 细细地看着 巨门之上 奇异的蚊子 脸色渐渐变得铁青 想不到 武则天居然来了这手 将前邻内部和十八层地狱相牵 一半天堂 一半地狱呢 文言道 他们那伙人都急忙地问道 那 那另一半是什么呀 老者看着巨门上的文字道 从这上面的文字来看 这另一半 应该是仿造南海紫竹林 重新修筑的 说着 老者将视线转到了我的身上 小妖 这样的话 我们便无法去到紫竹林了 因为 若是想要去紫竹林 必须一层层地闯过十八层地狱 先不说其中风险很大 可能我们都会搭在其中 而且 我们带的东西也不够 对付不了这地狱里的东西 我不禁皱了皱眉 问道 就没有 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只见老者退回人群中 老夫愚昧 别无他法 就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 木彩梦 突然说话了 上次给你看的地图 你记下来了吗 文言道 我才如梦初醒 是啊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记了 等我想想 说着 我便在脑海中 回想 前陈林内部的分布 封存于脑海中的记忆 缓缓复苏 前陵原本的分布 每层之间是相同的 武则天将内部改造了之后 肯定是将原本的通道 用泥水浇注 然后重新构造结构的 我顿了顿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 有人带了炸药的话 我们就可以 炸穿浇注的水泥层 然后找到以前的通道 穆才梦看向方才的老者道 这样做行吗 只见那老者 碾住白胡须 说道 小友说的方法不是不行 只是我的人 只带了少量的炸药 无法炸传这木道啊 文言 我很是失望 既然这样 才梦 你和他们留在这儿吧 让我一个人 去闯闯这十八层地狱 穆才梦看着我道 你以为我会让你一个人去吗 小男人 我告诉你 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的 我会陪着你一起去的 说着 他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一刻也不肯放开 生怕我一个人离开 见此 我无奈地笑了笑 行 我带你去 接着 我便对着老者一行人说道 前辈 你们将陪葬品拿好之后 便撤出前铃吧 我也不知道 这下面会发生什么 老者笑了笑 小友不必担心我们 你敢一人闯十八层地狱 足渐气魄 你过来 我告诉你个秘密 说着 他便招手让我过去 第四十六集 说完 我便向着黑色的大门而出 木彩梦也跟着我向前走去 身体内的力量 开始汇聚在我的手掌肩 时刻准备释放出去 推开大门 我和木彩梦向着里面走去 只见一个有些破损的石碑立在脚下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光旧居 一旁还有一行小字 关押恶鬼一百三十五亿年 我刚想用法术摧毁这块石碑 却被木彩梦阻止了 别这样做 这里危险重重 说不定石碑上有机关 我想了想也是 便停止法术向前走去 随着逐渐前行 前方渐渐出现了点点光亮 只见前方有序地放置着青铜灯住 昏暗的烛火显得扑朔迷离 阴气在通道中弥漫 突然寂静的通道中 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尖叫 渐渐的尖叫声接连不断 还有撕咬打斗的声音一起传出 寂静被打破 血腥气和阴气交织在一起 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 让人很是紧张 我和木彩梦神色紧张地向前走去 我牵着她的手 都被汗水打湿了 终于关键的东西出现了 只听见黑暗中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而且十分的密集 仿佛有无数的恶鬼正向着我和木彩梦重来 我看着她说 待会儿小心啊 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松开我的手 木彩梦点了点头道 你也要小心啊 我俩的话音刚落 黑压压的一团东西就向我们冲来 直到他们走近前 我才发现这是一群僵尸 见此 我便叙事想要释放出法觉 就在这时 白灵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说道 这些家伙就交给我吧 我竟然忘了白灵 方才进入通道的时候 白灵就不见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有她在 这些僵尸便不足为惧了 我和木彩梦退到后面 只见白灵发出了声巨大的咆哮 变回了僵尸本体 浑浊的气息 环绕在她的身体四周 伴随着的 还有浓重的血腥气息 僵尸王白灵冲入了僵尸群中 尖锐的双爪不断地划过 带起黑色腥臭的血液 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生起白色的烟雾 白灵的咆哮声不断响起 只见僵尸不断地被她打死 到飞而出 掉落在地上 可大半会儿都过去了 僵尸的数量才减少了五分之一 渐渐地 从白灵的声音中可以听出 她的体力已经耗去了大半 这样下去 她会被僵尸群吞没的 于是我和木彩梦焦急地问道 你还能坚持下去吗 实在不行 就让我们来吧 白灵声音有些疲惫的道 等等 接着 只见她发出了声狂吼 无数的黑色能量 从她的身体喷涂而出 围困住密集的僵尸群 哭吱一声 黑色的血液喷溅而出 无数的僵尸倒下了 满地的僵尸里 白灵一人站在其中 神态略显疲惫 她已经恢复了人身 只见她缓缓地走到 我和木彩梦身边道 我需要恢复一下 你们就待在这 哪都别去 说完 她便坐在地上 闭上了双眼 而就在此时 黑暗的深处 又一次 响起了分杂的脚步声 似乎是另一波僵尸重来 我看着木彩梦道 保护好她 我去对付那些东西 木彩梦点了点头道 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方才我已经学会 几个对付僵尸的方法 此时正好能派上用场了 随着分杂的脚步声 渐渐接近 一群僵尸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们神情真宁 尖牙利齿 仿佛下一刻 就要将我们三人撕碎一本 我淡淡地笑了笑 道 雷得真好 就让你们见识下 小爷的厉害 说完 我便亲身念出法诀 天道苍苍 神鬼同生 神福将士 惊雷乍现 五行诛魔阵 话音刚落 我便手捏法诀 快速变换 隐约有风雷声响起 火金之光闪过 起 法音完成 我单手成剑诀 向前一指 只见地上金色的光芒闪过 一圈悬傲的符文形成 僵尸群走到我射下的法阵地方后 阵法瞬间便被激活了 无数金黄色的剑气射去 砍向僵尸的头部 剑身上冷光乍现 风雷声在阵法内阵阵作响 阵风烈烈 让人心情舒爽 僵尸均被困在阵法中 剑气斩过 不时有黑色的血液飞溅而出 在我的阵法下 僵尸接二连三地摔绕在地 发出咚咚的响声 虽然成功地把僵尸杀死 或者困住 但是因为我修洗心法的时间不够长 自然不能够长时间地维持阵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的脸色快速地变得苍白 犹如白纸 穆采蒙看见我的脸色苍白 急忙关切地道 不要硬撑 若是坚持不下来 就让我来 一旁的白铃早已睁开了双眼 气色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他淡淡地道 小辈 若是不行了就让我来 不要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我淡淡地笑了笑 这点程度不算什么 接下来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五星法 就当我撤回阵法 想要释放另外一种法术时 白铃又开口道 不要逞强 小子 你的寿命已经不长了 我没有理睬 缓缓地捏出了咒语 同时咬破舌尖 鲜血的心田气息 在口中绽开 雷卷 我双手快速结印 带起些许残疑 失去阵法束缚的僵尸群头顶 出现了一朵黑色的云块 其中不断地闪过银色的雷弧 随着我的手指所指 黑云中轰的一声 降下了手臂般大小的雷弧 重重地劈在了僵尸的身上 传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同时 焦臭的气息蔓延而来 木彩梦下意识地捂住口鼻 眉头微皱 僵尸最惧怕的东西 就是金雷和阳光 而五行中 只有金 能够画出雷和光 雷弓垫母 都是靠金铁铸造的法宝 才能发出金雷闪电 被雷弧劈中的僵尸 纷纷失去了意识 成为了一堆焦炭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维持这种雷云 要比维持阵法轻松得多 我轻轻松松便把僵尸 消灭了个干净 就在我收起雷云 向木彩梦他们走去时 远处的黑暗中 又响起了沉重的脚步上 似乎 又有僵尸出现了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只有一个 想必 也是强得离谱 听到这沉重的脚步声 白铃的脸色不禁一遍 老大终于要出来了吧 我倒要看看 这究竟有多强 说完 白铃便从地上站了起来 向着我的方向走来 黑暗中 迎面走来了一个巨大的僵尸 他的身高加起来 足有三个卧高 壮得就像头大水牛一样 白铃不屑地看着大僵尸道 哼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东西呢 原来就是个大肉块啊 话语中嘲讽意味十足 只见大僵尸 愤怒地咆哮了起来 该死的蚪蚁竟然瞧不起我 无奈镇守光九局的僵尸王 儿竟还不跪地受死 只见白铃仰天大笑道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米粒之光也敢放光滑 他的话音未落 便见他摇声一遍 换回僵尸本体 猛然一吼 谁敢当我 接着 他的身体猛然地变大 直到比大锅二头僵尸还高了之后 才停下来 小家伙 还敢和我放肆吗 大块头的僵尸垂着胸口道 拿命来 说着 他便冲向僵尸王白铃 巨大的拳头 砸响他的胸口 只见白铃轻轻一闪 躲过大块头僵尸的拳头 出现在他的身后 腿猛地踢了出去 垃圾 空有一声力气 真是丢我僵尸一族的脸 只见轰一声 大块头僵尸便被踢倒在地 滑出去了一段距离 还一边发出猛烈的咆哮声 僵尸王白铃快步地追上了他 沉重的脚步 让地面都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白铃一脚踏出 踩在了他的背上 让其无法起身 看到这里 我不仅感到浑身一冷 突然觉得毛骨悚然 若是在和我战斗时 白铃尽全力的话 仅凭我半吊子的倒数 根本就无法在他的手上 走过半个回合 木采梦似是猜到了我的想法 注视着我 你才进入悬门一个多月 白铃可是修炼了千万之久的僵尸王啊 再往上走 他便是僵尸祖师般的存在了 你敌不过他 本就是情力之中的事 不必放在心上 我笑了笑道 我只是在想 自己的运气真的很好 每一次都能化下唯一 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的运气就会一直好下去的 你真会说话 我就喜欢你这点 小男人 木采梦笑着道 只见白铃踩着大块头僵尸 俯视着他道 就将你的力量交给我吧 说着 白铃张开血盆大口 咬住了大块头僵尸 身上的肉猛的一丝 黑色的鲜血横飞 大块头僵尸 发出了凄厉的哀号 长久未决 发过我吧 我让你们通过逛酒局 晚了 僵尸王白铃吞下了口中的肉 说完 他又咬了一口 大块头僵尸的肉 又一次 凄厉的喊声响起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就是僵尸王白铃 对大块头僵尸单方面的虐杀了 直到将大块头僵尸吞噬殆尽之后 白铃才变回了人形 满意地擦了擦嘴角笑道 你们稍微等一下 我要练坏一下这家伙的力量 说完 白铃便坐在地上闭上了双眼 看来他一直都在隐藏实力 在白铃炼坏力量的时间里 前方原本的黑暗中 突然亮起了刺眼的灯光 我和木彩梦 在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便向前走去 想要看看前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竟然可以放出这么多的僵尸 走到前方之后 我和木彩梦 被过到一旁的壁画 吸引了注意力 只见壁画上画着 十八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着 不同的怪物守护 而且还有独特的名字 看了一会儿 我算是明白了过来 十八层地域分别是 光旧居 居须畜略 桑居都 楼 房族 草屋碧次 都卢南淡 布鲁半乎 乌尽都 尼鲁都 乌略 乌满 乌界 乌乎 虚建居 莫都 甘之乎 驱通途 沉默 要知道 十八层地域 不是在空间上有区别 而是在时间和刑法上有不同 半个小时后 白铃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脸上露出了喜色 好了 我们出发吧 我能够伤好吗 那我能够起来 优优独播 我能够起来 优独播 我能够起来 没有